从庄园出来,差不多到了虚实,京城夜晚是虚实二刻到五更天宵尽,这回再不回城,就得等到明早了。 听双扶着云初坐上马车,轻声问道,夫人,您就这样答应为吴少爷治病吗?云初点点头。 二十多年前,吴家人相继染病死亡,最后竟只剩下最年幼的吴少爷,吴夫人当机立断,便卖所有家产,为吴少爷四处找大夫治病,他们身无分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搬入这个庄子里。 这是吴家祖上传下来的庄子,也是当时吴家唯一的产业了。 却被当时一个姓邹的人家设计不得不借卖祖产,这庄子当时修整得宛如皇家园林,各种雕梁化洞,亭台水泻,名贵花卉,真要卖,能卖至少三万多两银子,最终吴夫人只得了二万两。 邹家人得了庄子后,立即把吴家宗次拆了,小树林也即将被一把火烧掉,吴夫人无处可去,于是想出了一招,庄鬼将人给吓走。 果然邹家人被吓得不轻,只得建卖了庄子,至于邹家气运受影响,那完全是一个巧合。 后来那商人接手庄子,吴夫人带着那时候三四岁的吴少爷一起扮鬼,硬是把那商人给吓出了病。 不仅如此,吴夫人白日出门告诉周边人这庄子有鬼,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再也没人敢接手,那家商人偶尔会派人前来查看,被日渐长大的吴少爷给吓走了,吴少爷根本就不需要乔装打扮,就那一张脸,以及身上溃烂的臭味,就足够将人给吓晕。 吴家母子也是可怜人,过了二十多年暗无天日的生活。 云初开口道,这庄子是吴家老祖宗传下来的祖产,我买下这个庄子,是用吴家祖产赚来的钱,为吴少爷治病,也没什么不妥。 听风开口道,可那神医者卖一次就五千两银子,这庄子怕是要三五年才能赚这么多钱吧。 云初笑了笑,等温泉开出来,在这个冬天,就能赚至少五万两银子,为吴少爷付医药费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自认为不是什么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但会在力所能及之时帮人一把,或许正是这样, 结了许多善缘,所以老天爷才让他回到了二十岁这一年吧。 夫人也给自己请一次脉吧。 听霜心中酸涩,夫人还年轻,只好不孕之症后还能再生一位少爷。 话音刚落,马车外突然传了一阵哭声。 云初立即开口,平一下。 车夫拉紧缰绳,马车慢慢停下来。 听霜将车帘挑起,云初往外看了一眼,这回已经进了京城,即将宵尽,路上看不到任何行人,只有耕夫从旁走过。 哭声似乎是在一条小巷子里。 云初想也没想,就从马车上下来,朝那条巷子走去,听爽几个丫头连忙跟上。 巷子里只有微弱的月光,隐约能看到墙角蹲着一个白色的小身影。 那哭声,就是这小身影发出来的。 云初加快了脚步,很快就看清楚,这是一个大概才三岁的女孩,长长的头发散乱披在身上,脑袋埋在膝盖中间,小肩膀一抽一抽,发出细碎的如猫叫一样的哭声。 云初还注意到,小姑娘连鞋子都没有穿。 她心下一软,连忙将孩子抱起来,柔声道,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你的爹娘呢? 小姑娘抬起脸,巴掌大的脸显出那眼睛又大又圆,眼中盛满了泪珠,一颗颗滚落下来。 她看到云初,先是懵懂地睁着眼睛,紧接着乌哇一声,她在她怀里大哭起来。 云初顿时手忙脚乱,别哭了,乖呀,再哭就成小花猫了。 小姑娘却越哭越止不住,眼泪落在她肩膀上,衣服都湿透了。 云初的心莫名跟着难受。 她最疼爱的孩子是谢士允,可哪怕谢士允受伤了大哭,她也不会有这种心疼如刀割的感觉。 她搂着小姑娘,轻轻拍着后背,从小巷子走出来,艰难地爬上马车,坐下来,柔声唱着歌, 小姑娘在她怀中慢慢地安静下来。 当她正准备沟通之时,却见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闭上了,小姑娘竟然在她怀里睡着了。 云初心中一片柔软,她轻声道,听双,你和陈伯去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哪家人在找孩子, 若各方面都对得上,就将人带过来。 听双领命而去,马车靠边停下,只留下云初抱着孩子,听风和听雪在车下候着, 还有一车夫牵着马。 就在这时候,突然许多人走过来,将马车团团围住了。 领头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嬷嬷,她冷冷盯着车厢,上去搜。 四五个护卫立即上前。 你们干什么? 听雪连忙拦住,里面是我们家的夫人,莫药唐吐我们夫人。 那嬷嬷面色很冷,这马车大半夜停在路边上就不正常, 谁家正经夫人大晚上不归家,上去搜。 听雪简直要急坏了,正欲辩解,马车里突然传出孩子的哭声。 那嬷嬷脸上一洗,郡主就在马车里。 她一把将听雪听风两个丫鬟给推来,扶着护卫上马,猛地将车帘掀开。 她一眼就看到了被嬷嬷抱着的女孩,一个箭步冲过去, 双手插在孩子腋下,往外一拽。 小姑娘本来就在哭,被这么一扯,突然爆发出更为猛烈的哭声。 嬷嬷眸子一沉,松手。 该松手的是你。 那嬷嬷怒怒怨瞪,竟敢偷走我们家郡主,我看你是活腻了,甭管你是哪家的夫人,你这日子都到头了。 说着,她抱着孩子用力一扯。 云初正搂着小姑娘的腰,见状不敢再用力,忙松了手。 小姑娘在嬷嬷手中拳打脚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本来白嫩嫩一张小脸,竟然出现了青紫色。 快放开孩子。 云初的声音猛地拔高,身上气场全开。 那嬷嬷倒不是被她的气场吓到了,而是被小郡主青紫色的脸吓得腿都软了,连将孩子放在马车的软垫上。 没事了,不哭了,云初的声音柔软至极,姨姨抱抱你好吗? 那嬷嬷脸色一沉,你有什么资格做我们郡主的姨姨? 话还没说完,小姑娘就伸出两条短短的胳膊,一把搂住了云初的脖子。 云初将她放在膝盖上,指着那嬷嬷轻声道,面前这个人你认识吗?是你家的人吗? 小姑娘只搂着她,一声不吭。 云初抬眸道,若她说认识你,我便让你带走她。 那嬷嬷简直不敢相信,她要带走自家小主子,竟还要一个陌生人点头。 可,小主子那么依赖地窝在这位夫人怀中,她来强的根本就没用。 她开口道,我们小郡主不会说话,照夫人的意思,我今儿还带不走郡主了。 云初一愣,这孩子不会说话,等等。 她记起来,鱼哥告诉过她,她有个妹妹不会说话,鱼哥的妹妹可不就是郡主吗? 小姑娘是平溪王的孩子,可平溪王的孩子不是四岁了吗? 这小姑娘看起来就三岁左右。 两拨人正僵持之时,一阵急迟的马蹄声传来。 十几匹马停在了马车前方,领头的是一匹汉鞋宝马,马上是一个穿着黑色披风的威风凛凛的男子。 云初抬头看去,认了出来,来人正是平溪王,楚义。 楚义翻身下马,走到马车前,站在原地没在上前,她开口道,原来是谢夫人。 云初抱着孩子从马车上下来,开口道,见过平溪王,臣妇想问一问平溪王, 偌大的王府,无数伺候的下人,怎会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深夜出府? 她知道平溪王府的事情与她无关。 可是一想到鱼哥在谢府睡了好几夜都无人来找,一想到这么小的女孩深夜走失,她就替两个孩子难过。 而且,亲生父亲就在眼前,怀里的小姑娘竟然无动于衷,这根本就不正常。 情绪一上来,就有些忍不住开口质问。 哪怕对方是威名赫赫的平溪王,她也丝毫不拒。 楚义对上她的眸子,声音有些哑,最近忙于公务,忽略了孩子,这确实是我这个父亲的疏忽。 平溪王府的随从一个个震惊的邓元的眼睛。 他们跟着王爷很有些年头了,这么多年来,就从未见王爷对谁低头道歉过,这位谢夫人是第一人。 云初也没料到,这位王爷竟然这么和颜悦色。 她低头看向怀里的孩子,你爹来找你了,跟你爹回家吧。 小姑娘看都没看一眼楚义,趴在云初的肩膀上,手脚并用搂着她,一看就知道不愿意回去。 长生,父王带你回家了。 楚义虽然尽量放缓的语气,但听起来还是很沉,你说想养猫,父王答应你行吗? 小姑娘立马从云初肩膀上起来,双眸慢慢看向楚义,漆黑的眸子里有些不愿相信。 楚义点头,父王不会骗你,乖。 父王抱。 小姑娘似是思考了许久,这才伸开双臂,不情不愿地进了楚义的怀中。 云初的怀里顿时变得有些空落落的。 小姑娘须须地抱着父亲的脖子,很势不舍地望着云初,大大的眼睛慢慢浮上了朦胧的水雾。 云初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夜晚外面有很多坏人,以后不要再这么任性跑出来了。 小姑娘抿着唇,轻轻地点头。 楚义看着云初道,多亏谢夫人,若谢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仅可以开口。 云初扶了扶身,举手之劳,无须多谢。 楚义朝她点了点头,抱着孩子,翻身上马。 小姑娘抱着楚义的脖子,睁大眼睛看着云初,直到云初的身影慢慢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她这才失落地收回视线,窝在楚义的怀里。 回到府中,楚义让伺候的人都聚在前院,几十个人瑟瑟发抖。 她坐在椅子上,不怒自威,冷声道,说,郡主怎会深夜离府。 她在京兆尹连夜审问山匪之时,府中人突然前去告诉她,长生不见了,她一颗心仿佛被扔进了油锅,有着万般难受。 她立马叫了一对护卫全程搜寻,总算是将孩子找到了,好在没出什么事。 长生许久之前就想养一只猫,但因为她身子弱,碰到猫就会起红疹,便一直没答应,今夜长生非要赖着那位谢夫人,她不得已才用养猫让长生回到她怀中,但并不是说,长生是因为猫才离府。 伺候的人瑟瑟发抖,站在院子里,厨艺的视线落在贴身伺候孩子的嬷嬷身上。 那嬷嬷只能开口道,傍晚之时,奴婢见郡主,在作画,画了一位女子,写了娘亲二字,还哭了一场,奴婢猜测,郡主出夜离府应该是想去找娘亲。 厨艺的眸光有些灰色,她能满足孩子们任何要求,只除了这一条。 她将情绪压下去,冷声道,郡主一个四岁大的孩子,想出府便能出府吗?从她院子出去,得经过至少五道门,你们都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楚艺在院子里审问下人之时,楚红鱼跑进妹妹的屋子,命令丫鬟退下去,直接爬到了小姑娘的床上。 她一把将妹妹抱进怀中,滴滴地说起来。 长生,我知道你也想娘亲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其实我找到娘亲了,只是去娘亲家里有点麻烦,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不过,你大半夜偷偷跑出府是不对的,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这样做,我就带你去见娘亲。 小姑娘长长的雨节扇了扇,大大的同仁闪出灵动的光彩。 她双手并用连着打了好几个手势。 楚红鱼笑起来,哥哥不会骗你的,是真的找到娘亲了,娘亲长得特别好看,很温柔,特别喜欢我,肯定也会喜欢你。 小姑娘手舞足蹈起来,父王答应你养猫了呀,真好,不过你不能碰猫,会长好多好多小疹子,特别养,到时候猫猫养在我院子里。 兄妹二人说着话,慢慢地睡了过去。 这一夜,云出却没怎么睡着,脑中一会是鱼哥的身影,一会是小郡主的身影,二人身影交错,一会大笑,一会大哭,还一起喊她娘亲。 天还没亮,云出就醒了。 她起身拿起桌子上的木雕,仔细地妈撒了一遍,心中安心了许多。 梳妆结束后,外头请安的人都到了。 谢时安一身新衣后在偏厅里,云出这才记起来,院士就在今日。 她天天忙着忙那,一时之间竟把这件事给忘了。 想当初,她还特意为谢时安准备了许多东西,譬如吉地粥,状元庚,一甲传卢餐,缠工折贵酒。 云出端起一杯茶,亲自递到谢时安手中,上考场后,最重要的是平心静气,这是一杯清茶。 喝了它,就能摒弃浮躁,拔得头愁。 多谢母亲。 谢时安接过茶,喝了下去。 屋子里其他几位姨娘纷纷说着吉祥的话,哥儿姐儿们也预祝他必中秀才,气氛一时很是融洽。 贺氏将一个求来的符偷偷塞进谢时安手中。 云出笑着道,安哥,今日我和你父亲送你去考场,你父亲应该在前院后着了,走吧。 谢时安点头。 二人正要走,一个婆子突然大惊失色地跑进生居。 夫人,不好了,有人要投井。 贺氏怒声道,没见大少爷要去院是吗? 这时候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下去。 这些破事要是影响了他儿子科举,他非宰了这个婆子不可。 那婆子满脸焦急地道,夫人,奴婢们刚把他从井边拉回来,他就要撞墙,还到处找剪刀自裁,这可该怎么办是好。 云出皱眉,是哪个要寻短剑? 婆子道,是二少爷院子里的酒。 这一说,云出就想起来了,上辈子也是这一天,谢时为院子里一个丫头闹着寻死。 那时候他急着送谢时安去考场,让听霜看着处理,却没想到没看住,那丫头最后跳胡死了。 最后,他做主给了酒儿爹娘一大笔安葬费,却没有去细查酒儿为何要寻短剑。 听风,听雪,你们二人轮流守着酒儿,在我回府之前,不许离开他半步。 听霜,你拿着我的牌子去好好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云出有条不紊地吩咐下去。 七婆子,你带人去二少爷的院子,把二少爷先绑起来,等我来处置。 站在边上的谢时安惊恶道,母亲,这是跟侍为有什么关系吗? 云出诞生道,是他院子里的丫鬟要寻短剑,你说,怎么和他就没关系了? 安哥,你还要考试,别耽误了,走吧。 贺氏强称起笑容,夫人自会公正决断,大少爷就安心考试吧。 谢时安知道,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点头跟着云出走到前院,和谢景玉会合。 三人上马车,马车徐徐驶向考场,这是三年一次的院士,许多学子躊躇满志前来参考。 本朝有规定,凡是在京城学证读书的学子,不必参加同生试,能直接院士,若是国子健的学生,则连院士都不必参加,可直接参与会试。 谢时安从马车上下去,拱手道,多谢父亲母亲相送,我先进去了。 谢景玉点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进考场。 云出面色很淡,没什么表情。 这时,耳畔传来一个声音,谢夫人。 他回过头,看到一身官服的宣武侯秦明衡站在他身侧,他忙后退一步请安,问侯爷安。 谢景玉听到声音,立即走来,不动声色挡在了云出身前,下官见过侯爷。 看到他这个动作,秦明衡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他笑了笑道,这次院士由我担任西区监官,不知谢少爷是在哪个区考试。 谢景玉手指一紧,安哥就是在西区。 从他和云出定亲之后,他和秦明衡就算是结下了梁子。 好在宣武侯府光有爵位,并没什么实权,不然,秦明衡定会在官场上各种打压他。 谢景玉拱手道,侯爷要监考,下官就不耽误侯爷时间了,告辞。 他带着云出就朝马车走去。 秦明衡闭着眼在空气中嗅了嗅,闻到了那和手帕一样的味道,他满足地深吸一口气。 上了马车,谢景玉的脸色还是很差。 云出并不关心他们二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口道,夫君今日凶目,稍后还有别的安排吗? 谢景玉心中讶异,这还是云出第一次问他的行程安排,他是想让他陪着做什么事吗? 他面色稍软,就是处理些公务,是些不要紧的小事,夫人问这个作甚。 早上出门时,婆子来抱维哥院子里的丫头闹着寻短见。 云出缓声道,上回我家法处置维哥,惹得老太太不快,我不好再做什么,因此想请夫君出面。 谢景玉眉心皱起,要死要活不听话的丫头发卖出去就是了,哪值得如此大费周章? 听到这话,云出直接笑了,不好好查一下,就给丫头定罪。 他的笑,让谢景玉无端感觉到了一丝嘲讽,嘲讽他枉为读书人,嘲讽他管家无方,嘲讽他,嘲讽谢家,这个笑包含了太多太多。 那夫君去忙公务吧,后院的事不会再劳烦夫君。 云出说完这句话,马车正好到了谢府,他先起车帘下车,也不等谢景玉,静止走了进去。 谢景玉捏了捏眉心,长叹一口气。 这五年来,后院的事都是交给云出在打理,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他在忙也得抽时间去看看。 他跳下车,跟在云出身后,到了谢氏为所住的院子。 谢老太太和袁氏,以及几位姨娘都在院子里,平双站在一个厢房门口,面色很沉。 景玉,你可算是回来了。 老太太病了一场,身体有些弱,扶着婆子的手站起来,你看看你媳妇干的好事,她竟然让人把围根绑起来,我要松绑都不行,说必须得她回来才可以。 她只是我谢家的当家主母,并不是天王老子。 老太太的确是气得够呛。 以前的维哥确实是顽皮了一些,但这段时间以来多安分,一个丫头要寻短剑,凭什么发维哥? 上次寿宴出披露,云出是认定谢府离了她不行,所以形势越来越没有顾忌了是吗? 孙喜可不敢当天王老子。 云出走过去,徐徐扶身,孙喜给老太太请安,今日这事是正好撞上了安哥院士,是已没时间去和老太太通个气, 您老先坐着,让夫君来处置吧。 听双,你来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双走过来,低着头道,夫人吩咐奴婢去查,奴婢便将二少爷身边所有丫鬟婆子,以及伺候的小厮都问了一遍,原来二少爷院子里这些丫头,就没有哪个没被二少爷惩罚过。 贺氏站在老太太身后,忍不住开口打断,主子惩罚吓人天经地义,这有什么可说? 听双叹了口气,给那些丫头一个眼神。 所有丫头将袖子卷起来,一领子拉开,露出触目惊心的伤痕。 云出民警唇。 上辈子,谢氏围院子里三四个丫头死于非命,后来他纳了七八个小妾,其中有四个死在了床上。 其实早就有丫鬟来找他告状,只是每每他要查之时,就被还是贺妈妈的贺事给招揽了此事,再有谢老太太纵着宠着,以及谢景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这个非亲生的母亲,也不好再多问。 回想起来,就说他知道的,起码就有世界二十个女人死在了谢氏围手上。 求夫人给奴婢们做主啊,二少爷他不管是高兴了还是不高兴,都会拿奴婢们出气,奴婢们除了脸上,浑身上下每一块好地方。 二少爷喜欢拿鞭子抽人,奴婢后背上全是鞭伤,若是奴婢犯了错,二少爷惩罚便也罢了,可奴婢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做事,从未犯错,却天天挨打,这日子奴婢也过不下去了。 二少爷让奴婢顶着花盆站一天,奴婢没站稳,就被罚在水缸里抛了一夜。 谢氏围身边伺候的几个丫鬟连连吐苦水。 贺氏冷声道,还不是你们这些丫头伺候二少爷不尽心,不然二少爷怎会惩罚你们? 再一个,二少爷才八岁,就算拿鞭子抽,又能抽成怎样? 你闭嘴。 谢景玉怒声道,一个姨娘,哪里有你说话的份,滚出去。 贺氏不由一呆,她是维哥儿的娘,怎么就没有她说话的份了,她说错什么? 谢景玉的手被倾金暴露。 这几年她一直在升迁阶段,公务繁忙,早上天不亮就出门, 深夜才回来,偶尔休暮也有一大堆事要处理,对孩子的管教确实疏忽了太多太多。 她一直以为维哥儿只是不爱读书不上进,想六安哥儿就够了,万万没想到,维哥儿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她终于明白,为何云初让她来处理,因为,这不是云初能处理的了的事了。 谢老太太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越是世家大族,对待下人越是宽容和善, 要是传出磕带折磨下人之事,名声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绝不能让这件事被传出去。 不等她说话,谢景玉就冷声道,带九儿出来,我倒要听听为何要寻死。 九儿一身狼狈地被人从屋子里带出来,面如死灰跌坐在地上。 她才十一岁,一个刚有少女体态的小丫头,她看向云初,崩溃大哭道, 夫人,奴婢真的不想活了,给奴婢一个痛快吧。 云初走过去,将她扶起来,九儿,大人在这里,你有什么委屈,只管何大人说。 九儿看着云初,她看到了坚定温柔的光,像是给她注入了一股力量。 她不说话,低头将领口的扣子解开,露出小小的身板, 她身上,能看到鞭伤,有心伤,也有旧伤,交错在一起,触目惊心。 也就一点鞭伤而已,不至于寻死觅活。 老太太看了一眼,温声道,你们几个丫头年纪小, 办事不利索,被主子责罚也没什么不妥,二少爷,这个主子年龄不大,办事不知轻重, 伤了你们,确实是谢家管教无方,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人使两银子医药费,再换个院子干活,如何? 虽然她老人家声音很温和,但实则带着威慑之意。 这几个丫头拾去就该收钱让这事过去,要是再盯了不放,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云初冷笑,上辈子谢世维犯错,就是这样被糊弄过去,直到她死, 也没看到谢世维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看向谢景玉,老太太的意思就是夫君的意思吗? 谢景玉的手背在身后握紧,她知道,必须得拿出态度来, 否则,云初以后不会再管教了这几个孩子。 她实在是太忙了,她需要靠云初这个弦内住,让整个谢家越来越好。 她盯着九儿冷声道,你是因为被二少爷抽鞭子,所以不想活了吗? 九儿抬起自己的手臂,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在手臂上用力一扯, 只见她指尖突然多了一根银针,而手臂上多了一个针孔,往外冒了几滴血。 二少爷说想知道人身上一共能扎进几根针,拿奴婢做实验。 九儿痛哭道,半年前二少爷就往奴婢身上插针,第一次在后背插了十根, 从此以后每天多一根,奴婢身上快有两百根针了,稍微动一下,浑身上下就疼得厉害, 只要奴婢敢偷偷将针拔出来,等待奴婢的就是二少爷的鞭子, 奴婢感觉那些针已经进了五脏六腑,每天好疼好疼,奴婢真的不想活了。 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九儿痛哭的声音,哪怕是和她住一个房间的丫鬟, 也不知道原来她每夜被二少爷叫过去,竟然是往身上扎针。 老太太张了张唇,一时之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赫氏早就知道儿子喜欢搞这些名堂,丝毫不觉得意外, 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会闹这么大。 陶姨娘怀着身孕,被这事吓得心惊肉跳,都有些站不稳了。 云出心口震动,谢氏为今年才刚刚八岁,一个八岁大的孩子, 竟然就能想出如此暴虐的招数来,他不敢想象日后死在谢氏为手上的那些个姨娘 到底经历了什么,无论是被谢氏为折磨至死,还是受不了自尽了, 都是溢满了血泪的绝望。 带那个镊子出来。 在人前一向温和的谢景玉,突然一声怒吓。 两个婆子立马将厢房里被绑起来的谢氏为推了出来, 他嘴里塞了块布,望着老太太呜呜求救。 老太太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见谢景玉冷冷到,将二少爷的鞭子拿来。 底下的人立即将鞭子送了来。 这是适合小孩把玩的皮革软鞭,虽不如硬鞭杀伤力大, 比板子轻多少。谢景玉抡起鞭子,朝谢氏为而去。 谢氏为被堵着嘴,疼死了都叫不出来, 他双手双脚被绑着,如虫子一样在地上蠕动。 啪啪啪。谢景玉丝毫不手软,连续七八鞭子抽过去, 往一个位置抽,谢氏为的后背衣服被抽开,血肉翻起,衣衫被染红了。 大人,赫世再也受不了,直接冲过去, 扑在了谢氏为身上,挡住了那强劲的鞭子。 他知道不能在人前过于关心几个孩子, 可没有哪个母亲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这么打。 二少爷还小,大人手下留情。 赫世死死抱着谢氏为恳求道。 谢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站起身道, 景玉,你这么的打法,孩子都得被你给打死,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把他打死了,又能怎么样? 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教育为哥, 想想怎么给酒这丫头治病, 想一想怎么将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谢景玉一个文人,拿鞭子抽人根本就不擅长, 这会儿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他一把将鞭子甩开,冷声道, 谢氏为,你这种做派真令我这个父亲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为由你这样一个儿子而羞愧。 他谢家世代读书,怎么会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 要是让这个混账就这么长大, 谢家累积三四代的名声会被毁个干干净净。 我谢家是教不好你了。 谢景玉声音很利,我送你去投军。 文言,老太太大害,不可,万万不可, 军营是穷苦人去的地方,又苦又累, 万一上前线,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谢景玉深吸一口,军营军令如山, 只有那里才能将维哥的性子改过来, 不然,以后他杀人放火,我们谢家就都不住了。 夫人,岳父大人在京城有许多亲信, 能不能请夫人出面为维哥找个好去处? 云出唇半拂上巷。 真没料到,这一幕竟然比上一世提前来了七八年。 上市的他毫不犹豫就点头了, 送谢氏为进了云家驻守京郊的营帐, 让谢氏为成为云家军亲信, 后果太惨烈了,他绝不会再试一次。 夫君有所不知。 云出为难开口,前几日维哥要学武, 我让秋彤查探了一下他的筋骨, 他没有学武之才,送去军营也只能当个小兵, 军中小兵就如宅院里地位最低等的丫头, 夫君舍得送吗? 谢景玉还没说话,老太太就立即道, 维哥才八岁,送去军营当小兵, 那不是等着被人欺负吗? 就算有云家军护着,也不能时时都护着, 万一哪一会没护着,出事了怎么办? 贺氏忙道,大人,二少爷之前答应了夫人, 会好好念书,他该好了,真的该好了。 谢时为批了命地点头, 谢景玉提出投军,也只是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 冷静下来后再思索,确实还有许多顾忌。 他冷冷盯着被贺氏抱着的谢时为, 你真的决定好好读书了。 贺氏连忙将谢时为嘴里的不快抽出来。 父亲,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 谢时为痛哭流涕,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像大哥那样刻苦努力,父亲不要送我去军营。 母亲院子里的秋童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雪舞的痛苦, 他不要去被人欺负。 只要能留在府里,他愿意好好读书。 他不顾身上的鞭伤,爬着到了谢景玉面前, 求道,父亲,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夫君,再给维哥一次机会吧, 就算要投军,现在年龄也太小了, 若他读不好书,再送去也不迟。 云出弯腰,将谢时为扶起来, 维哥,你父亲抽你也是为了你好, 不许在心里记恨你父亲。 你既然答应了好好读书, 那以后就不可以再贪玩, 每日沉实出去学堂, 深时莫方可回自己的院子, 你能做到吗? 都到了这个份上, 谢时为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忙不迭地点头。 云出继续道, 你和允哥就算是同时开始读书了, 但你比允哥带了这么多, 若你连允哥都比不过, 那就说明你没有好好念书, 若下回你父亲要送你去军营, 我不会再阻拦。 母亲,我一定好好读书。 谢时为疼得都快晕了, 无论什么要求, 他都只知道点头。 赫世心疼儿子, 忙道, 大人,夫人, 二少爷后背流了好多血, 让妾身带二少爷去上药吧。 老太太开口, 周妈妈, 快去请大夫。 谢时为被带着进了卧室, 老太太和太太都跟着进去看情况。 谢景玉转谋看向云出, 还有些善后之事, 就得麻烦夫人了, 若有什么需要我出面的, 夫人尽管开口。 云出低头, 剩余的是我能处理, 夫君去忙吧。 谢景玉捏了捏手指, 方才挤鞭子抽下去, 他的掌心也磨出了水泡, 这一瞬间, 有些后悔下手太重了。 只希望维哥真的能好好念书, 不求光耀门眉, 只求做个顶天立地的拿。 云出看向在谢时为院子里伺候的丫头, 让他们都站起来, 老太太承诺给你们的十两银子, 烧完我会让人送到你们手上, 你们想去哪个院子干活, 只管来说, 若不想再留在谢家, 我也可做主将卖身器归还给。 几个丫鬟只要一想到二少爷就害怕, 他们更害怕二少爷伤好之后, 再拿他们报复出气, 夫人护不了他们一辈子。 除了九儿, 其余三个丫头一致决定拿卖身器离府。 这几个丫头都是谢家天的人之后, 云出从人牙子那里买来的, 卖身器就在他手上捏着。 他立即让人将卖身器取来, 一一递给几个丫鬟, 除了老夫人承诺的十两银子, 他自己私下给每人多加了五两, 请来大夫为几个丫头看病开药之后, 这才安排出府。 云出拿着最后一张卖身器站在九儿的床榻前, 你真要继续留在谢家。 谢世为是个报复性极强的人, 这几个告状的丫头都会遭到报复, 尤其是将事情闹大的久。 他不明白, 为何九儿非要留下? 方才大夫为九儿取出来了几十根银针, 他的身体虚弱的厉害, 垂眸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奴婢无父无母, 除了谢家奴婢无处可去。 再者, 奴婢认为二少爷经此一遭后, 定会改好。 夫人, 奴婢愿意留下, 继续伺候二少爷。 云出笑了, 九儿和他太像了。 他出重生之时, 也是同样的心态,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而不是远远逃开。 他温声道, 你身体里还有许多银针, 还需要大夫再治疗三次才能彻底清除, 到时候咱们再来说你的去留问题, 这段时间就好好养病, 我会安排一个婆子照顾你的起居。 九儿眼中带着歉疚, 他是抱着别样的心思选择留下, 夫人却还对他这么好。 若是一开始就在夫人的院子里该有多好, 他这具身体就算吃好了也废了, 一辈子都毁了。 云出却看了一眼谢世维, 虽然谢景玉下手很重, 但说到底就是个文人, 这些伤看起来吓人, 其实也就破了点皮, 大夫开了涂抹的药, 胶带不能碰水, 大约三四天结痂就差不多好了。 云出冷笑, 九儿一条人命都快没了, 谢世维就只受了这么一丁点的惩罚。 既然谢家不好好, 教谢世维好好做人, 那就只能让外面的人来教了, 到时可就不是挤鞭子那么简单了。 经过三天休养, 谢世维很快就能下床了, 他不敢再躲在屋子里偷懒, 第三天就带着伤, 赶紧去了府里的小学堂上课。 九儿接受了三四次的催针, 却还是没能将体内的所有银针拿出来。 云出默然叹息, 谢世维真的太狠了, 简直就是个恶魔。 夫人, 九儿跪在地上, 夫人的大恩大德奴婢无以为报, 只能给夫人扣手。 他磕了三个头, 继续道, 奴婢要去伺候二少爷了。 云出让他起来, 你回到维哥身边, 他少不得会为难你, 你这单薄的身子还能遭受多少摧残呢,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九儿不可置信抬头, 云出对上他的目光, 继续折服, 只会让你自己受伤, 该下手的时候就赶紧下手, 我严禁于此, 你去吧。 从生居出来, 九儿还是不敢相信。 夫人分明知道他要报复二少爷, 为何没有将他赶出府, 而是让他赶紧下手。 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 云出安排了个婆子暗中跟着九儿, 以免这丫头再次受伤, 他既然救了九儿, 那当然要救到底。 这时候已经快到傍晚时分了, 云出将手中的事情放下, 走到前院, 谢景玉早就等着了, 明显有些交心。 三天三夜的院室结束了, 谢时安马上出考场, 作为父亲紧张也正常。 二人共同上马车, 云出看着车外, 谢景玉几次想张纯说几句话, 却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么沉默着, 马车到了考场门口。 那边人太多, 我就不过去了。 云出随口道, 我在这边等安哥。 谢景玉没有想太多, 点头去了人最多的大门口。 云出坐在马车里, 喝了口热茶, 不一会儿, 果然, 听见马车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谢夫人, 在下奶豆是伤行的东家, 能不能请夫人借一步说话? 那闹鬼的庄子, 最初是吴家卖给了邹家, 邹家后来借卖给了豆氏商行, 然后砸在了豆家人手上。 他记得, 上辈子那场火之后, 豆家人这个庄子是被宫中一个妃子的家族直接拿走了, 商人是最底层的存在, 比普通农户还不如, 怎敢和皇家对抗, 最后是将庄子拱手送给了公妃。 云出挑起帘子, 车下站着两个人, 是豆家家主和豆夫人, 二人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 他扶着听双的手下去, 开口道, 三天前的夜里, 我带人去了一趟你们豆家的庄园, 唐突闯路, 本该登门道个歉, 但这几日一直忙着不得闲。 谢少爷参加科举, 谢夫人自然会繁忙一些。 豆夫人忙道, 那庄子本就废弃了, 能让谢夫人歇歇脚是那庄子的运道, 就是不知有没有吓到谢夫人。 云出叹了口气, 其实我是有心买个大庄子, 听说那庄子有山油水, 特意去采采点, 谁知。 他摇了摇头, 没再继续说下去, 豆夫人脸上却露出喜意, 这么多年了, 就没人对这个庄子感兴趣, 可算是有个冤大头了。 不过他也听说, 谢夫人带了一行人进去, 最后抬着三四个人离开, 由此可见被吓得不轻, 想要说服谢夫人买庄子, 还得费一番口舌。 豆夫人顿了顿, 开口道, 谢夫人有所不知, 外头人都说庄子闹鬼,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是周边农户极度那庄子土地肥沃, 故意装神弄鬼, 编排出来的瞎话, 当年我们豆家人住进去之后, 那些农户总是来找麻烦, 我们乃商户, 是农工商的商, 哪里敢和农户对上, 反正豆家也不缺这点钱, 便将那庄子荒废了。 云出笑了笑, 要是真不缺钱, 就不会主动来找他了。 这年头, 农户一年收益就二两银子, 这庄子至少花了一万两, 换成任何人都会心疼这笔钱。 豆家主跟着道, 当初我们豆家是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 从邹家手上买下这个庄子, 谢夫人若真想要, 我们可以八千两银子出手。 云出摇头, 这豆家人还真贪心, 这庄子都荒废了二十多年, 竟还想卖八千两银子, 若这些年有维护着, 他出一万也无妨。 开价八千, 不就是看准了她是云家嫡女, 不懂伤, 见她都主动去了那庄子, 便故意吭一把吗? 八千两银子是很便宜了, 但是, 云出压低嗓音, 我丈夫不同意我买那庄子, 说会气, 怕影响仕途, 就算我真心喜欢, 也没法子。 听霜站在边上道, 我们夫人很喜欢那庄子的衫, 之前想过拿私房钱买下来, 但私房也钱不够。 豆夫人连忙问, 敢问谢夫人有多少提及。 云出伸出三根手指头, 豆夫人的笑容僵在脸上, 还以为谢夫人是个冤大头, 没想到砍价这么狠。 最近生意不好做, 豆市商行关了, 好几家了, 急需银子周转, 若非如此, 他们夫妻二人也不会专程来这里赌谢夫人了。 豆家主是商人, 最擅长的就是讨价还价, 立即就到, 一口价, 五千两银子, 现在就可以办妻书。 云出摇头, 我只有这么多。 这个庄子荒废了二十多年, 而且还闹鬼, 哪怕他入手了, 就算不提将来至少一万两维修金, 要想改变知情人的观念, 也不是个简单事。 最重要的是, 他手上银子并不多。 就在豆家两口子犹豫之时, 云出脸色一变, 我丈夫过来了, 算了, 我不买了, 你们赶紧走吧。 豆家主和豆夫人, 本来还嫌三千两太少了, 结果现在, 竟然连三千两也没了。 但谢景玉已经带着谢氏安走过来了, 豆家二人再不甘心, 也只能走到一边去, 等日后找机会再说。 谢景玉好奇地看了一眼豆家夫妻的背影, 那二位是? 云出笑着道, 和云家做过生意的商人, 他们过来给我请个安。 他转头看向谢氏安, 安哥, 考得如何? 谢氏安脸上露出笑容, 前三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回到家中, 老太太见谢氏安一脸愁愁满志, 就知道这个曾孙子一定会一举重秀才, 才十二岁就成秀才, 比景玉当年都把肩。 谢平坐在边上, 询问道, 若氏安成了暗手, 咱们谢家会办酒宴吗? 谢景玉喝了口酒, 当然要办。 老太太也是同样的心情, 全京城最年轻的暗手, 这是值得夸赞的事情, 为什么不办? 初儿你觉得呢? 虽然现在老太太不喜欢云初, 但在这种大事上, 她还是习惯性听下云初的建议。 京城许多世家大族, 精心培养出来的孩子都不如安哥优秀, 这次安哥若真拿了第一名, 那是给谢家长脸的事, 正好外头对我们谢家颇多微词, 这烟灰一半, 那些声音自然就消失了。 云初笑着道, 老太太若是信得过我, 就由我来安排酒宴, 行吗? 老太太自然是求之不得, 那就辛苦初儿你了。 谢平看向云初道, 母亲, 我能跟着一同学习吗? 上回寿宴出世之后, 她就没再跟着母亲学礼家了, 逃避了这么久, 也该面对了。 这次暗首酒宴, 自然是比一个老太太的寿宴更加热闹, 她一定要在这次宴会上洗清自己的污名。 虽然院士还未接绑, 但老太太心里已经认定谢时安就是这次的暗首了, 高兴之余, 不免叹气, 哎, 要是维哥也这么会读书就好了。 谢时安从考场回来之后, 就听说了府内发生的事, 维哥被父亲抽了十几鞭子, 在床上躺了两日, 今天去学堂上课了。 安哥, 你去看看你弟弟, 原是开口, 看到你现在这么出息, 维哥说不定从此就开始用功了。 谢时安点头, 转身, 朝谢时韦的院子走去。 院子里伺候的人全都换成了粗壮的婆子, 一个婆子守在门口正在煎药, 看到他过来, 正要行礼。 他做了个静音的手势, 轻声推门而入, 就看到谢时韦趴在床上正在看书。 作为兄长, 看到一母同胞的弟弟变得上进, 他心中觉得宽慰, 深感父亲那几鞭子, 拔得很值得。 可走近一看, 他的脸色顿时沉下来, 一把将谢时韦手中的书抽了出来, 你成天就看这些鬼东西。 书上都是小人画, 各种血腥的场面组成一个故事。 大哥, 谢时韦吓傻了, 你别告诉父亲和母亲, 求求大哥了。 谢时安将小人书扔在桌子的烛台上, 不一会儿就烧了起来。 他暗下怒气道, 父亲如此惩罚你, 你都不改过, 看来真的是没救了。 大哥, 我没有, 这夫子布置的功课太难了, 谢时韦绞绞尽脑筋想借口, 我写了一会想放松一下, 所以才拿这书看起来, 我真的改了, 改好了。 谢时安看向桌子上那歪歪扭扭的几个大字, 谢时安简直不敢相信有人能写出这么丑的字。 他三岁时开萌写的字, 都比如今八岁的谢时韦要好太多太多。 八岁了, 还在学人支出性本善, 几个字都写不好, 你就不觉得丢脸吗? 谢时安气得口不择言, 难怪父亲要打你, 换成我, 恨不得直接掐死你。 谢时韦第一怕谢景玉这个父亲, 第二怕谢时安这个大哥, 大哥太优秀, 显得他如草包。 他揪住谢时安的袖子道, 大哥, 我是真的想读书, 可是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怎么都学不会, 我也没办法呀, 母亲说如果我连允哥都不如, 就要送我去当兵, 大哥, 你帮帮我吧, 我不想上前线送死。 谢时安将他甩开, 怒声道, 你读不好书, 不愿投军, 你想一辈子都没出息吗? 我, 我可以学做生意? 谢时韦搜长瓜度, 我学的是慢一些, 但我年龄还小, 慢慢学, 总能学会。 谢时安闽纯, 谢家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大, 有人撑起门楣, 也确实得有人在后方负责做生意, 提供充足的银钱。 别的人信不过, 也就只能相信一亩同胞的维哥了。 他思索了一会道, 母亲让你和允哥比, 你只需要搞定允哥就行了, 若这点事都不知道怎么办, 就活该上战场, 让敌人砍下你这颗空空如也的头颅。 说完, 拂袖就走。 谢时韦赶紧冲到桌子前, 拿起那被烧掉的小人书, 但已经被烧没了, 他顿时气得垂胸顿足。 抬一眼, 看到一个身影走进来, 他抓起竹台就砸了过去, 你个小贱人, 都是你的错。 进来的人正是九儿。 他侧身避过了, 竹台砸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 你竟然敢躲啊。 谢时韦大怒, 贱人, 谁给你的胆子。 九儿低着头道, 回二少爷的话, 夫人安排了大夫每隔一日为奴婢诊脉, 若奴婢身上多了心伤, 夫人定会问罪二少爷, 奴婢也是怕二少爷就伤胃好, 再添心伤。 闻言, 谢时韦更怒, 但他确实是不敢再对九儿动手了。 九儿低头将地上的竹台捡起来, 认认真真开始干活。 谢时韦的日子煎熬之时, 谢府却一片喜庆。 谢老太太已经令云初 开始筹备接下来的院士按手宴席了。 别人家在接绑之前 肯定不敢做这些准备, 但谢家就是有这样的底气。 云初办惯了这种宴会, 大部分时都不需要费什么心思, 交代给听双就可以了, 唯独需要斟酌的是宴请名单。 他你出来一个名单, 送到安寿堂。 老太太看了一眼, 这孙媳妇真不得了, 竟然要邀请国子健祭酒前来赴宴, 这可是朝中正三品大员, 怎么可能会来五品官员家中喝酒? 云初笑着开口, 老太太, 您有所不知, 安哥所在的学正健, 就是由国子健牵头创办, 学正健每年都会择优送两位学生进入国子健, 安哥成为院士按手, 那就是学正健最优秀的学生, 今年秋, 一定会进入国子健读书, 国子健祭酒西财, 自然会捧场前来喝杯酒。 老太太知道学正健, 也知道国子健, 但并不知道学正健的学生 竟然可以进入国子健。 他老人家双目圆瞪, 若是我没记错, 国子健里的学生都是皇亲国妻和公爵勋贵, 安哥真的能进去吗? 只要安哥是今年按手, 那就板上钉钉了。 云初微笑道, 皇上就是想找些优秀的学生给众位皇子做半读, 让那些皇子更加上进好学。 阿弥陀佛, 老天保佑, 老太太双手拾合, 向天作医, 然后看向云初, 还是你想的周到, 如今咱们请了国子健祭酒大人来喝酒, 日后他也能多多照拂我们安哥。 云初继续道, 学证监的众位老师也都得邀请, 还有安哥的同窗, 您看要请吗? 老太太连忙点头, 京城学证监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官家质子, 这些人都是安哥将来的官场人脉, 必须得请来。 有一个人, 云初开口, 宣武侯府的小侯爷, 上回老太太授宴, 他主动前来祝寿, 这次安哥的喜事, 咱们该请侯爷吗? 上回我们没有给宣武侯府的邀请帖, 那是我们的疏忽, 这次可不能再犯错了。 老太太叮嘱道, 这回请了如此多大官贵人, 洗面不能小气, 多做些新花样, 还有, 你亲自盯着后厨, 可不能再出上回那档子式了。 云初点头应下, 回到院子里, 他将名单扔到一边, 坐在桌前, 开始作画。 那闹鬼的庄子, 你算是他的囊中之物, 现在该好好规划一下庄子到手之后, 如何修建整改。 一切围绕温泉为核心, 修建一座公权贵世家游乐的庄园。 云初正在画图, 忽然听风走进来汇报, 夫人, 余姨娘和三少爷来了,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放下毛笔, 将画纸盒上, 让他们进来吧。 听雨带着谢世云走进花厅, 母子二人齐齐行礼。 夫人, 妾身是有一事禀报, 听雨捶着头道, 今日中午, 妾身去学堂, 为云哥送衣裳, 亲眼看到二少爷欺负云哥, 二少爷仍高马大, 推着才四岁的云哥到了湖边, 差点就掉到湖里去了, 夫人可得为云哥做主啊。 云初眉头一皱, 云哥, 是真的吗? 谢世云低着头没有说话。 听霜, 让二少爷来一趟。 这回学堂已经下课了, 听霜直接去谢世为院子里, 将人叫了过来。 经过这好几次的事, 谢世为最怕的人加了一个, 那就是云初。 他走进生区之后, 整个人就低眉顺眼起来, 丝毫没了往常的张扬和跋扈。 见过母亲, 谢世为拱手请安, 不知母亲叫我来是有什么事。 云初开口, 云姨娘说, 亲眼看到你要将云哥推进湖中, 可有此事。 谢世为吃惊地道, 云哥是我弟弟, 我怎么可能要害云哥, 云姨娘定然是看错了。 听语抬起头, 二少爷你自己做过的事怎么能否认, 不止我看见了, 我身边的丫鬟也亲眼看见了。 那我身边的丫鬟也看见我并没有推云哥。 谢世为一脸无辜, 母亲, 虽然我性子顽劣, 但也绝不会对自己的亲弟弟动手, 再说我已经改好了, 还请母亲还我一个公道。 云初扯唇,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谢世为一辈子都不会改好。 被毒打一顿之后, 他只是学会了伪装。 云初开口道, 云姨娘说你推了, 你说你没有推,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不如让云哥自己来说。 谢世为低着头, 双手搅在一起。 听语急得想跺脚, 云哥, 夫人在这里, 你实话跟夫人说就是了, 夫人最疼你, 一定会为你做主。 谢世为的嘴角抽了抽, 开口道, 云哥, 夫子说过, 小孩子不能说谎。 母亲, 二哥没有欺负我, 谢世允的脑袋埋得滴滴的, 是, 是我姨娘看错了。 云初不可置信, 她还想再说什么。 云初直接放下茶盏, 维哥说没有推, 云哥也说没有, 云姨娘你这不是无中生有是什么。 云女张口就辩解, 夫人, 妾身没有无中生有。 我还有许多事要忙, 你们退下吧。 云初拿起书看起来, 云霜做了个请的手势, 云雨带着谢世允出去, 冷着脸道, 我分明就看到她欺负你了, 为什么你在夫人面前不敢承认? 云姨娘这是什么话? 谢世为从边上走过来, 其实我和云哥伸闹着玩呢, 就云姨娘当真了, 竟然还闹到母亲这里来, 母亲每天那么忙, 哪有时间处理这等小事。 她说着, 搂住了谢世允的肩膀, 云哥, 夫子布置的功课, 我们一起去写吧。 等将云雨远远扔在身后, 谢世为的声音沉下来, 今天你在母亲面前表现得不错, 我很满意, 你记住了, 以后谢府是我大哥当家, 若是你不乖乖听我的话, 等我大哥成为家主之后, 我让大哥把云姨娘赶出谢府, 让他在外头沦为娼妓, 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二哥, 我听话, 我乖乖你听的话。 谢世允一想到自己的娘亲要被赶出去, 眼泪都吓出来了。 现在母亲不喜欢她了, 要是连维护着她的云姨娘都离开了, 那她该怎么办? 她泪眼汪汪地写夫子布置下来的功课, 从前她都是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 但有谢世为盯着, 她只能鬼话符一样写的, 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什么。 谢世为很满意地点头, 她只需要比允哥写得好一些就行了, 父亲母亲定不会再责骂她。 进入五月, 温度渐渐升高, 一大早起来, 云初的头上就出了一层薄汗, 四月时还冷得如冬日, 怎么突然就这么热了? 听风看了看日头, 接下来半个多月怕都是大晴天。 云初知道, 何止是半个月, 往后四五个月, 一直到十月会越来越热, 幸好中间偶有几次大暴雨, 不然一干旱肯定会闹饥荒, 届时老百姓的日子会更难。 她开口道, 有消息了吗? 今日正是院士接榜的日子, 她安排了两个小时前去看榜, 这回应该已经张榜了。 话音刚落, 听雪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夫人, 衙门派人来报喜了, 大少爷考上秀才, 真的是按手。 云初脸上浮现出笑意, 只是那笑意并不及眼底。 这段时间以来, 谢府发生了大大小小那么多事, 谢时安还能考得第一名, 他必须承认, 这孩子是天生读书的料子。 若不是谢时安日后会将矛头对准云甲, 他也不想毁了这么个国之栋梁。 他开口道, 快去叫上老太太, 太太老爷, 还有一娘哥姐们, 咱们一同去府门口迎喜。 一向不在府里的谢忠诚早就回府等消息了, 一听说衙门有人来报喜, 第一个冲在前头, 迅速走到了谢府门口, 谢景玉早就带着谢时安到了谢府台阶之下。 前来报喜的是四个牙翼敲锣打鼓, 将周边的人全都吸引了过来。 才十二岁就考上了秀才, 还能拿下暗手, 真是后生可畏。 几年前, 谢大人被圣上清点为状元, 我看这谢大少爷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将来说不定一门双状元。 谢大人谢夫人教子有方, 再有云家为后盾, 我看这谢大少爷定能三元吉地, 位列百官。 围过来的人议论纷纷, 看向谢时安的目光里充满了赞赏。 谢时安昂手挺胸站着, 这一刻, 他意气风发, 他仿佛看到了十年后的自己, 就算不是百官之手, 那也定然为吉仲臣。 谢老太太让人给前来报喜的四个牙翼, 每人递了一个大风红, 一个足足有十两银子, 算是很大手笔了。 谢忠臣拱手看向围观的众人道, 谢家择日半酒席, 各位有空都可来喝杯喜酒, 沾沾喜气。 众人自然纷纷应下, 祝贺的人散了之后, 整个谢家人将谢时安围起来。 谢老太太摸了摸他的脑袋, 安哥, 以后我们谢家就全靠你了。 谢忠臣开口道, 祖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连同生都不是, 看到你成为院士暗手, 就好像圆了祖父当初的梦, 你要继续刻苦读书, 争取接下来的相识, 成为戒缘。 原是高兴得不得了, 安哥有出息了, 为哥你可不能落下, 还有允哥, 赫世有些喜极而泣。 安哥三岁大的时候, 福子就说安哥极有读书的潜能, 让他一定要给安哥找个好老师。 那时候, 安哥没有名分, 只能上最普通的私塾, 为了上更好的学堂, 他一而再再而三提出让安哥认祖归宗, 所幸, 一切的筹谋都值得, 安哥不负所望, 前途可期。 他泪眼朦胧地看着谢时安的方向, 又哭又笑。 站在边上的陶姨娘皱了重眉, 虽说大少爷承暗首是一件值得高兴之事, 但作为一个姨娘, 未免也太高兴了一些吧。 若像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 待大少爷如亲生, 高兴一些也正常。 像她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高兴之余, 不免担忧大人太看重大少爷, 而忽略她的孩子。 贺姨娘在激动什么? 云初做主给全府的下人打赏了银子, 开口问道, 老太太, 这酒宴什么时候办呢? 老太太看向谢景玉, 明日百官休目, 正好可以广宴宾客。 谢景玉看向云初, 不知夫人可否来得及准备。 云初点头, 这几日早就备好了一切, 随时可以办宴席。 袁氏感慨道, 这府里的是交给初儿, 基本上不用操什么心, 拼紧, 你跟你母亲多学学。 谢平忙低着头道, 是祖母, 我一定好好学。 明日就办宴席, 接下来要忙的事情有许多, 云初让听双带着谢平 去把剩下的一些事办了。 听双是他母亲 一手调教出来的管事丫头, 听双办事, 他无比放心。 刚吩咐完, 下人就来报, 豆夫人求见。 云初让人将豆夫人带进来。 豆夫人是商人之父, 本朝商人地位极低, 轻易根本就不得踏入官家府邸。 进府之后, 豆夫人低着头, 不敢四处乱看, 穿过几道门之后, 才到了生居的花厅。 见过谢夫人, 豆夫人的身子弯到最低, 恭敬地请安。 豆夫人客气了, 请坐吧, 听雪, 上茶。 喝了茶, 豆夫人就自在多了, 笑着开口, 没有递帖子就前来, 希望没有打扰到谢夫人。 云初温声道, 上回我也是不经允许, 就进了你们豆家的庄子, 豆夫人不也没怪罪? 豆夫人便觉得, 这位谢夫人和颜悦色极好相处, 她开门见山道, 上回谢夫人说三千两银子, 民妇和丈夫商议过后, 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云初开口道, 豆夫人该知道, 我儿刚成了院士暗首, 我谢家正红运当头, 实在是怕那庄子影响气韵, 所以, 豆夫人后悔极了, 那天谢夫人说三千两银子, 她就该答应下来, 钱虽然不多, 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算止损了, 不然这庄子砸手上更亏。 不过, 谢夫人能让她登门, 肯定还是有心要那庄子。 她试探性道, 那不如二千两银子? 云初思索着, 豆夫人顿时坐立不安。 许久之后, 云初终于开口, 做买卖球的是一个你请我愿, 二千两银子明显是豆家亏了, 日后你若反悔, 导成了我谢家的不适, 就三千两吧, 我这就让人随你去牙房把气数办了, 不过还请豆夫人别声张。 豆夫人大喜, 云初让陈德福和豆家人去办手续。 忙完这些事, 云初带上谢家的帖子, 亲自回云家邀请家人前来赴宴。 安哥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云泽感叹说道, 整个京城像他这么优秀的孩子, 挑不出第二个。 临时跟着道, 这孩子说到底不是亲生, 初儿养了四年, 和我们云家也不甚亲近, 虽说谢景玉混账, 但错不在安哥身上, 你多费点心思, 你下半辈子得指望安哥了。 云初捏紧了手中的帕子, 上辈子, 母亲和大哥还有大嫂, 就是这么劝他, 让他对谢家几个孩子掏心掏肺, 他们希望谢家孩子能为他养老送终, 可他掏尽一切养大的孩子, 最后却送他, 送云家上了绝路。 上回我给燃姐找了两个人家, 娘选了带家, 这回我特意邀请了代夫人代少爷来谢家, 到时娘和代夫人聊一聊, 我带燃姐去看看代少爷。 云初笑着道, 最后得燃姐点头, 这婚事才算是成了。 云染站在边上, 一张小脸红透了。 云初转开话提道, 还有一件事, 京中来了一位神医, 正住在宫中为皇后娘娘治病, 不知娘可否帮忙将神医请出半日。 临时脸上爆发出惊喜, 初儿, 你可算是想通了, 只要你愿意治病, 不管费多大功夫, 娘都会帮你把神医请来。 她做梦都希望云初能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云初没有否认, 就让母亲先高兴着吧, 免得总为她的是着急上火。 从云家回到谢家时, 天色已经黑了, 云初没有回生居, 而是去后厨走了一圈, 确定各项准备事项都备妥了, 这才回院子用餐。 回屋看到放在窗台上的那个木雕, 云初叹了口气, 好一阵子都没见小家伙了, 莫名有些想念。 还有那夜走失的小郡主, 她记得平溪王唤了一声长生, 是叫楚长生吗? 是好名字。 云初脑中各种念头睡了过去, 第二天还懵懵亮, 听霜就进来, 轻声叫醒了她。 她穿上稍微正式一些的裙衫, 梳了个云朵记, 头上插了一根赤金色的珍珠不摇, 脸上略湿粉带。 穿戴整齐之后, 谢平第一个来请安, 是因为云初吩咐让她早些起来, 宴会办得较为仓促, 必定会有些许疏漏之处, 早早起来才能将所有存在的隐患一一处理掉。 谢平跟在云初身后, 见云初走进造房, 叫来所有婆子, 亲自过问所有事项, 甚至还亲口尝了食材, 检查是否新鲜。 谢平不由觉得羞愧。 上回她负责老太太的寿宴时, 这种事从未亲力亲为, 都是张口吩咐手下的丫鬟婆子去办。 难怪母亲将这个家打理得越来越好, 她要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云初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后, 天色已经大亮了, 谢家人陆陆续续起床到前院, 就是不见谢氏为的身影。 谢景欲臣没道, 看来我上回是打轻了。 夫君, 今儿是大好日子, 别动怒。 云初开口, 我去叫维哥起床。 他走到谢氏为的院子里, 看到九儿站在卧房门口, 开口道, 进去, 喊二少爷起来。 九儿低眉顺眼道, 昨夜二少爷喝了不少酒, 半个时辰前起来时就说头疼, 这会怕事。 云初看了九儿一眼, 这就是你所谓的报复吗? 九儿面色一僵, 夫人怎么知道是他故意给二少爷灌酒? 他是想让二少爷缺席大少爷的酒宴, 引得大人动怒, 让二少爷在挨顿毒打。 不痛不痒, 不如不作。 云初摇摇头, 今日来谢府的有不少达官贵人, 作为谢家嫡子必须出门迎客,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必须让二少爷在一刻中内醒来。 九儿连忙进去叫人。 不多时, 谢氏为穿着新衣出来, 只是他昨夜喝了酒, 面色有些浮肿。 云初诞生开口, 你才八岁, 就喝酒宿醉, 若被你父亲知道, 定会让你跪祠堂, 今日是你大哥的庆贺宴会, 这事就算了, 你提起精神, 好好迎客, 许多达官贵人会带自家少爷前来, 到时, 你得陪着说话玩乐, 记住, 那些都是身份高的人, 仔细别得罪了。 站在边上的九儿没心一动, 他好像忽然明白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云初带着谢氏为去了前院, 老太太和袁氏在后院等着女卷上门, 谢忠诚则在前院负责招待男客, 云初和谢景玉带着子女站在谢家大门口, 恭迎来客, 第一个前来的人是袁大人袁夫人, 还有袁少爷,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从马车上下来。 谢大人大喜, 袁大人走来, 拱手道, 今日特带犬子前来赴宴, 希望犬子能和谢少爷多学习学习, 不求什么按手, 只要能考上秀才, 就算是我老袁家走上显灵了。 秀才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名号, 但有了这个名号, 才算是踏入了官场第一步, 因此非常重要。 谢景玉做了个请的手势, 袁大人, 里面请, 世安, 你带着袁大人袁少爷进去。 云初让谢拼带着袁夫人进去。 等袁家三口人进入之后, 谢景玉低声吩咐身边的小丝, 盯紧这一家三口, 有任何异动立即向我汇报。 上回就是袁家人动手, 让他谢家丢脸丢尽了, 宾客们陆陆续续登门, 前院和后院渐渐热闹起来。 不多时, 宣武侯府的马车道, 谢景玉的面色一下子就有些难看了。 但他一个无品小官, 即使在厌恶秦家人, 都必须得笑脸相迎, 侯爷, 侯夫人, 小世子, 大驾光临, 令我谢家满院生辉, 里面请。 秦明恒带着侯夫人落室, 以及二人的嫡长子共同赴宴, 侯府小世子大约六岁的模样, 很是白净。 我记得当年为出阁之时, 我随着母亲去喝了小世子的满月酒, 云初笑着和侯夫人落世道, 一眨眼过去, 小世子竟然都这么大了。 落世脸上是温柔地笑, 当年我也随着侯爷去云府 喝了谢夫人的出阁酒呢。 这么一聊, 二人的关系莫名清静起来, 因为对方身份高, 由云初亲自领着去了后院, 后院的众多妇人连忙起身行礼请安。 落世是个和善的性子, 并不会故意端的姿态, 很快就融进去了。 差不多时候了, 云家人到了, 因为是姻亲, 云家除了年纪大的老将军 和镇守前线的将军外, 其他人都到了。 云夫人林氏, 云家大少爷云泽, 大少妇人柳千千, 以及二人的嫡长子和嫡长女, 还有三个云初的叔叔弟弟妹妹, 一大家子人前来, 给足了谢家脸面。 云初带着自家人进去, 特意让林氏和代夫人坐在了一起, 两位夫人相谈甚欢起来。 代大人是朝廷五品文官, 他的嫡次子今年十九岁, 前年考中了秀才, 比起谢山自然是差了许多,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 像京城那些薰贵之子, 要么继承爵位佳业, 要么直接参加会试, 在上考场之前, 谁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本事, 门第低一些的就不一样了, 能考上秀才, 说明能吃读书人这碗饭, 也能说明这个人刻苦好学, 比一般的顽固子弟强多了。 林氏对待二少爷挺满意, 也认为代夫人这个未来亲家也好相处, 代夫人对云家的千金自然是一百个满意, 双方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这婚事就定下来了一大半。 云初走过去道, 然姐儿, 你随我去取些果酒来给各位夫人尝一尝。 云染站起身, 乖巧地跟在云初身后。 他随着云初走到了垂花门那里, 也就是外院和内院交接的地方, 这里有一条长廊, 远远能看到谢氏安带着一些少爷公子在那里说话。 云初轻声道, 那个穿着青衫的, 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就是代家二少爷, 你看他如何。 云染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迅速收回目光, 耳朵顿时红到了耳根, 微不可查, 轻轻点了点头。 云初不由想到了当初, 母亲也是带着他, 躲在屏风后面, 偷偷看了一眼谢景玉。 那时候的谢景玉真是偏偏少年郎, 他看了一眼, 立即点头, 表示愿意嫁, 于是就这样成了谢家父。 因为自己淋了雨, 所以他会保护好妹妹, 不要遭受这些。 代家, 是他从几百个家族中选出来的最好的一个, 燃劲儿嫁过去, 这辈子应该无忧了。 云染满意之后, 接下来就是云初带着云染从那边路过, 让大二少爷看一眼, 这事儿才算是彻底定下来。 一路上, 云染的脸红得不得了, 像熟透了的红柿子。 云初去前院赢了最后一波客人, 这时候正好到了中午, 酒宴正式开始。 男人在前院, 但一些年龄比较小的男孩子, 不拘七岁还是八岁, 不太懂事的就全呆在后院。 一些身份稍微高一些的夫人坐在主位上, 云初和谢老太太亲自陪着。 那些夫人之中, 有些之前来参加过谢老太太的寿宴, 本来还有些担心再出状况, 等宴席进行了一半,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这次宴会办的确实是不错, 和他们府上办的宴会比起来,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酒过三旬, 侯夫人落世忍不住道, 谢大人是状元, 眼看着谢大少爷也会考中状元, 谢家风水好就不说了, 最主要还是谢家会教孩子, 谢夫人能说说谢家平时是怎么管教孩子吗? 云初盲道, 侯夫人过狱了, 都说五六岁的孩子狗都咸, 我看世子乖巧懂事, 一看就知道侯夫人教子有方。 他呀, 就是个混世魔王, 落世摇摇头, 家里上了下下都怕了他, 一只鸟飞过他都能把两根毛下来, 你说可不可恶, 我看以后京城出了名的混账顽固, 他就得占个名。 娘, 侯夫世子就在边上, 见亲娘在外人面前这么说自己, 脸上露出不痛快, 孩子脸皮薄呢? 老太太笑着开口, 为哥, 你和世子差不多大, 你带着世子下去玩吧。 谢氏为撇了撇嘴, 这世子才六岁的样子, 小屁孩一个, 他最不喜欢跟小孩玩了, 动不动就流鼻涕, 他本能就要拒绝, 就感受到了老太太的冷眼。 老太太恨不得揪住他耳朵, 告诉他, 眼前这位是宣武侯的世子, 结识侯府世子只有好处没坏处。 虽然谢氏为不懂这些弯弯绕绕, 但他知道要是不答应, 等样会结束了, 老太太肯定会骂他一顿, 到时候父亲再发怒, 他就体无完肤了。 他连忙走上前, 世子, 我带你去后院转一转,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侯府世子早就呆得不耐烦了, 这些夫人老太太说的那些他都不感兴趣, 巴不得赶紧换个地方, 立马跟着谢氏为往后院走去。 云出转头道, 久儿, 你跟紧二少爷和小世子, 仔细别摔着磕着了。 久儿低着头, 赶紧跟着一道去了。 后院的女人们聊天之时, 前院的酒宴也差不多结束了。 前院都是男子, 有朝廷官员, 也有一些少年, 谢氏安带着年龄差不多的少年 到花园里玩头湖去了, 谢景玉则为文人们安排了品名对诗。 玩了两轮之后, 袁大人站起身来, 都是风花雪月之类的诗, 未免太常见, 听说谢大人府上种了一片枣树林, 枣树寓意极好, 不如我们去枣园, 以枣为题来作诗。 在场的文人谁不知道, 枣树的寓意就是枣生贵子, 这袁大人是讽刺谢家, 没有真正的嫡长子呢。 他们也算是谢景玉的同僚好友, 自然不会这首应声。 这时, 秦明恒大笑一声, 据说这枣园是谢夫人所种, 鲜少得没有附庸风雅, 走, 去看看。 在场身份地位最高的人都发话了, 其他人自然是跟上。 谢府不算大, 枣园自然也不算远, 还未走近就能看到沿着院墙种着的大片枣树, 栽种下去还没多久, 就已经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枝繁叶茂, 风吹过, 沙沙作响。 枣树下, 一群孩子在玩乐, 大典的孩子和谢氏安在前院投壶, 而七八岁以下的孩子则在这里疯玩。 枣树枝头绿叶蜜, 晴空微风换鸟皮。 一位大人忍不住吟诗, 带着这些枣树长大, 这里的风景并会更加别致。 袁大人笑呵呵道, 府中种了如此之多的枣树, 谢大人和谢夫人的心愿定能达成。 秦明恒神色晦暗, 那个女人还期待着能和谢景玉生的孩子吗? 她知不知道, 她当初生下的那两个孩子, 被谢景玉扔在了她宣武侯府的大门口。 两个还没有死透的孩子, 才巴掌那么大, 好小好小, 在北风呼呼的雪叶, 只裹着一层薄薄的破床围, 小脸被冻成了青紫色。 若知道这件事, 她会恨谢景玉吗? 不, 她会更恨她, 恨她差点送孩子上阎王路。 秦明恒正沉思之时, 听到了自己儿子的声音, 她抬头看去, 看到她儿子和谢夫二少爷起了争执。 宣武侯世子盯着谢世维手中捏着的蟋蟀, 怒声道, 这是我先看到的蟋蟀, 这是我的。 她伸出手, 命令谢世维交出来, 明明是我先捉住的。 谢世维哼了一声, 谁让你动作慢了? 六岁大的宣武侯世子怒不可遏, 你竟敢忤逆我, 谁给你的胆子, 我再说一次, 交出来。 她身上带着独属于权贵世家的气势, 谢世维突然反应过来, 对方是宣武侯的嫡长子, 是她父亲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要是得罪了宣武侯世子, 父亲一定会痛骂她一顿。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她不舍得看了一眼手中的蟋蟀, 犹豫着要不要交出去。 二少爷, 这蟋蟀是在谢府发现的, 那便是谢府的东西。 久而走上前, 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侯府小柿子虽然身份高一些, 但也不能平白抢走谢府的东西, 致谢家的尊严于何地? 这话正中了谢世维的下怀, 本来就是谢府的东西, 而且还是她抓住的蟋蟀, 凭什么让她交出去? 她将蟋蟀举起来, 柿子想要的话, 自己来拿吧。 她长得高一些, 还把蟋蟀举老高, 宣武侯世子根本就够不到, 气得狠狠推了一把谢世维。 谢世维本能反应推回去, 她年长两岁, 力气大, 这一推, 宣武侯世子直接被推翻了, 发出一声惨叫。 谢世维看去, 看到宣武侯世子的手 磕在了石头上, 游了好多血。 她吓得呆了一下, 然后立马走过去, 弯腰, 正要将人扶起来, 这时, 身后突然一只大掌, 将她狠狠推开。 她被推得摔在了地上, 抬过头, 看到了圣母侯秦明衡。 猴,猴爷。 谢世维结结巴巴喊了一句。 下一刻, 秦明衡穿着靴子的脚重重地 踩在了谢世维的膝盖上。 咔嚓一声, 骨节传来脆响, 谢世维的脸骤然惨白, 紧接着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后院, 云初和宣武侯夫人落世, 正说说笑笑, 林氏和代夫人坐在一起聊孩子, 谢老太太和袁氏 也与几位夫人相谈甚欢。 这边氛围一片和睦。 就在这时, 一个婆子满脸, 焦急跑来, 夫人, 出事了。 从宴会开始到现在即将结束, 谢老太太的心情一直很不错, 因为她担心的事始终没有发生, 就在她的一颗心即将放进肚子里之事, 吓人说出事了, 这三个字犹如惊雷在她心口上劈开, 她真的怕发生像上回寿宴那般离谱的事。 云初面色平静, 什么事? 婆子低着头道, 宣武侯世子的手指流了好多血。 谢老太太心口一安, 松了口气道, 五六岁的孩子正是调皮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手指弄伤了也正常, 请大夫了吗? 若氏猛地站起身, 打断老太太的话, 怎么会弄伤了手指? 是二少爷, 婆子的脑袋滴滴垂着, 二少爷推了柿子, 柿子摔在石头上, 手指就出血了。 什么? 谢老太太起身猛了, 凳子都被带倒了, 他老人家扶着桌子, 一字一顿, 是为歌害得柿子受伤。 见婆子点头, 他老人家双眼开始发黑, 要不是吓人扶着, 怕是马上就贪卵在地。 上回那幺蛾子, 只是让谢家丢了颜面。 可弄伤宣武侯世子, 就等于是得罪了宣武侯, 后果简直不敢设想。 谢老太太都快吓晕了, 一抬头, 却看到云初一脸镇定, 不知为什么, 就好像有了主心骨, 四肢百孩, 慢慢有了力气。 侯夫人莫及, 我们先过去看看。 云初开口, 早树林在那边, 林氏心口有些沉。 宣武侯也只娶了一个夫人, 后院没有任何师姐姨娘, 侯夫人这么多年, 只生了这么一位嫡子, 夫妻二人对这唯一的儿子 极尽宠爱, 宣新宝却在谢府见了血, 这事儿怕是不容易善了。 林氏也跟了过去。 到了早园, 就听见大夫走出屋子会报道, 柿子的手指未见筋骨, 但流血过多, 需要好生调养一个月, 谢二少爷的腿有些棘手, 就算长好了, 日后走路也会和寻常人不一样。 谢景玉的身形一个亮呛, 他双眸喷火一样, 看向秦明衡。 侯柿子只是手指, 破皮出了点血而已, 秦明衡竟然就踩断了他儿子的腿, 维哥才八岁, 未来全毁了。 秦明衡冷冷看着他, 你谢府一个区区数字, 就算养在主母名下成了嫡子, 也不配和我宣武侯世子相提并论, 哪怕是他四肢全断了, 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今天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谢大人纵容爱子, 欺辱侯府世子, 以下犯上, 大逆不道, 我要请皇上主持公道。 一听到皇上两个字, 谢老太太再也支撑不住, 两眼一翻, 晕倒在了院子门口。 谢景玉的拳头死死捏紧。 侯府虽然没有什么实权, 但和皇室走得极近, 秦明衡随便在皇上面前提几句, 就够他谢府喝一壶。 维哥的腿废了已成事实, 总不能将整个谢府都搭进去。 他松开五指, 拱手道, 是下官教子无方, 伤了世子是谢府的错, 还请侯爷大人有大量。 秦明衡冷着脸, 很显然非常不满意他的认错态度。 这时, 云初从门口走了进来, 走到秦明衡身前, 徐徐扶身, 侯爷, 请息怒。 秦明衡垂眸, 看向距离自己只有几步远的云初。 这是他和他, 第一次在人前这么近的距离, 他轻轻呼吸, 就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气。 他恍惚回到了五年前那个夜晚, 他大婚那一夜, 美得惊人, 五年的时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他还是美得如此动人。 宣武侯世子在谢府受伤, 确实是我们谢家错了, 但孩子腿断了, 也算是自食其果, 云初低着头道, 谢家会承担宣武侯世子所有诊治费用, 这一个月的条理珍品也由谢家提供。 见他如此卑躬屈膝的样子, 秦明衡心中的火腾腾升起。 从前他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云府大小姐, 他会抬起娇好的下巴, 一脸骄傲的模样。 怎么在谢家五年, 竟然学会了卑躬屈膝, 为了谢家, 他怎么能允许自己落入卑微的尘埃之中? 秦明衡怒意更甚, 难道我侯府就缺了这点银子吗? 谢夫人,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这件事轻飘飘接过去吗? 那侯爷觉得应该如何? 林氏从旁边走了过来。 这是谢家和侯府之间的事, 初二上前赔罪理所应当, 他原本没打算代替女儿出面。 但见宣武侯将怒气全发泄在初二头上, 而整个谢家, 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谢老太太逃避式地晕了, 谢忠诚副手站在人后, 袁氏有些距异低着头, 谢景玉垂手立在一边, 至于其他人, 都是些孩子, 更加立不起来。 偌大的谢府, 竟需要他女儿站在最前方。 林氏走上前, 将云初不动声色拦在了身后, 他抬起头, 侯府柿子伤了一根手指, 养些日子便能好了, 谢府二少爷却从此以后断了一条腿, 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 虽然侯府是勋贵, 但没什么实权, 而云家是手握重兵的权臣, 作为云家当家主母, 并不需要向侯府低头。 云初叹了口气, 他娘站出来, 宣武侯纵使有再多愤怒, 也只能咽下了, 真是便宜了谢家人。 侯爷, 这件事便算了吧? 落实也让奶娘抱着孩子上侯府的马车了, 其实就受了点皮外伤, 差不多快结家, 明日估计就好了, 实在没必要闹这么大, 倒是那谢府二少爷, 膝盖骨都被踩碎了, 以后走路都难。 那就依夫人所言。 秦明恒看向云初, 谢夫人乃将门嫡女, 却养出这样的孩子, 实在是有辱云家盛名, 不好好管教一番, 日后为非作歹, 别让云家跟着蒙羞。 他说完, 转身就走, 落实冲林氏和云初扶了扶身, 也跟着走了出去。 宣武侯扶的人走了, 其他宾客互相看了一眼, 也纷纷开口告辞。 走到谢家门口, 众人忍不住议论纷纷。 谢家风水是不是有些问题, 怎么连着两次寿宴都出这么大的事? 你们没见宣武侯爷的面色有多吓人吗? 恨不能吃了谢家人, 谢家和宣武侯算是结下梁子了。 谢家大少爷也就一个院士按手而已, 要走上朝廷至少还得十几年, 谢家得罪侯府算是完了。 别忘了谢家还有云家这门殷亲, 方才云夫人为谢家说情, 足以说明云谢两家并未翻脸。 方才宣武侯放过谢家, 很大原因是侯夫人出言相劝, 不得不感叹一句, 宣武侯夫人真幸运, 竟然遇上了宣武侯这么痴情的男子, 偌大的侯府竟一个嗜切姨娘都没有。 云初将云家人送出门, 握着林氏的手道, 这次的事往小了说是孩童玩闹, 往大了说是谢府纵子行凶, 侯府这口气若是发不出来, 会一直明里暗里针对谢家, 所以娘, 您千万别掺和这件事了。 林氏轻轻摸了摸她的发迹, 上回因为两个孩子的事, 你大哥和户部上书喝了一回酒, 本想找机会给谢景玉制造点麻烦, 现在看来, 不必你大哥出面, 宣武侯发怒, 够她吃点苦头了, 到了那时, 她就知道, 没有云家护着, 她谢家什么都不是。 云初心中温热, 家人就是这样, 哪怕她什么都不说, 都会为她冲在最前头。 方才宣武侯对她冷言斥责, 被娘看在眼底, 定也会找机会为她出这口气。 娘, 别担心我, 回去的路上小心些。 云初目送云家马车离开, 这才转身走回去。 谢老太太已悠悠转醒, 扶着婆子的手, 用中气不足的声音怒骂道, 宣武侯简直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啊, 维根一条腿都断了, 这辈子都毁了, 他竟然还不放过我谢家。 他凭什么去告欲壮, 要告也是我谢家去告, 他一个八尺男儿, 踩断了谢府笛子的腿, 皇上定会发落于他。 谢忠诚闭上眼睛, 宣武侯曾祖父曾救驾有功, 于皇室有恩, 皇上自然会站在宣武侯那边, 再一个, 宣武侯就这么一个儿子, 自然比我谢府一个外事所生的数字珍贵。 袁氏的嘴唇颤抖着, 事情就这样了吗, 我谢家就吃这么的大门亏吗? 事情可没有结束, 云初从门口走进来, 宣武侯带着弄义离开, 这把火随时会再次烧起来。 谢景欲何尝不知道这一点, 只要秦明衡还憋了一口气, 他日后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谢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 就要这么止步了吗? 老太太, 二少爷可怎么办, 赫施在边上弱弱开口,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才将眼泪忍了下去, 京城不是来了一位神医吗? 请,请神医来给二少爷医治吧, 他才八岁, 不能就这么残了。 老太太点头, 是是是, 赶紧将神医请来, 现在是维哥的是最要紧, 治好了病在说旁的。 父亲, 真的要给维哥治病吗? 谢时安缓声开口, 正是因为大夫断言, 维哥的腿断了, 宣武侯心中的怒意才消散了一些, 若治好了维哥, 宣武侯会认为, 谢家没有付出任何应有的代价, 后果是什么? 父亲应该能想到, 站在一旁的贺氏不可置信抬眼, 安哥可是维哥的亲兄长, 为什么竟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来? 兄弟手足应该同气连织共进退, 怎么能抛弃维哥? 云初嘲讽地扯了扯唇角, 这是谢时安能说出口的话, 因为这个人本来就自私薄良, 到了极点。 谢景玉看向云初, 恍恍惚惚好像看到了他嘴角的嘲弄, 当他仔细看时, 却发现云初只是忧虑地抿着唇, 应该是他看错了, 他开口询问, 夫人, 你的意思呢? 云初抬眸, 正要回话。 他的余光, 看到谢景玉身后的窗户外, 那是大约两米高的墙头, 几棵大树长在墙角, 那个角落里, 突然冒出来两颗小脑袋。 那两张脸, 他认识, 竟是平溪王府的小柿子和小郡主。 云初的同仁急剧紧缩, 呼吸都停滞了。 夫人, 怎么了? 见他神情有意, 谢景玉心中生出些许不安。 云初收回目光, 稳住嗓音道, 安哥的话不无道理, 具体怎么处置为哥, 夫君和老太太在商议一二吧, 我有些头疼, 先回去了。 他说完, 转身就往外走。 走到外头, 他看到九儿跪在院子里, 一副随时等候发落的模样。 这里没你什么事, 云初看着他道, 二少爷受了伤, 脾气大, 你就先别靠过去了, 我院子里缺个扫地的丫头, 你先帮我两天。 不等九儿说什么, 云初就匆匆朝后走去。 这是离枣树林子最近的那个偏院, 坐落在谢府最后方, 这里的院墙外是京城一条小巷子。 宾客散尽后, 谢府下人都到前院收拾残局去了, 这里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咦, 不是说谢家今日办宴会吗? 楚红鱼趴在墙头上, 左看右看, 怎地一个人都没有。 小, 小柿子, 阿毛的声音从下方传来, 你和小郡主在墙头趴好, 属下要松手了。 楚红鱼连忙爬上墙头, 拉着妹妹的手, 长生, 你抓住这块砖, 腿蹬一下就上来了。 小姑娘粉嫩嫩的小手指扒住墙砖, 用力地往上爬, 小脸都憋红了, 硬是上不去。 长生, 你要是上不来, 咱们就见不到娘亲了。 楚红鱼伸手帮她, 对着下面的人道, 阿毛, 你高一点, 再高一点。 阿毛苦着一张脸, 谁让她长得太矮了, 再怎么点脚也高不了。 好在, 小姑娘努努力, 终于攀上了墙头。 阿毛狠狠松了口气, 她对着双掌哈口气, 然后双脚踩着墙壁, 飞檐走壁一般跃上墙头, 见院墙内无人, 她跳下去, 然后抬起头, 伸出双臂, 小郡主, 往下跳, 不要怕, 属下会接住您。 楚长生第一次做这种事, 她颤巍巍站起来, 往下一看, 顿时头晕, 害怕极了。 但是只要一想到娘亲就住在这里, 马上就可以见到娘亲了, 她便伸出了满心的勇气。 她常常如羽毛般的长节扇了扇, 然后闭上, 张抬手往下跳, 落入了阿毛的怀中, 阿毛将她小心翼翼放在地上, 抬起头道, 小柿子, 快下来吧, 属下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 楚红鱼点头, 她刚起身, 就见转角那里出现了两个人, 她正要躲, 就发现走在前头的人是云初。 她乐得合不拢嘴, 张嘴就想喊娘亲。 云初连忙抬手, 食指放在嘴唇上, 做了个静音的手势。 谢家人都在这附近, 小柿子要是发出什么声响, 惊动了谢家人, 那就成了谢家潘复平西王府的工具。 去…… 楚红鱼也跟着做了个手势, 许是太开心了, 他一个没站稳, 整个人朝下栽去。 云初吓得心脏都停了, 好在阿毛就在院墙下站着, 及时接住了人。 鱼哥, 我上回是不是跟你说了, 以后不可以再偷偷来谢家。 云初故意板着脸看她, 你自己来还不够, 竟然还拉着小郡主一起爬墙, 摔下来了可怎么办? 楚红鱼对着手指道, 妹妹天天做梦想娘亲, 正好父王不在, 我就带妹妹来和娘亲见个面, 娘亲, 你快看, 这就是我妹妹, 她叫楚长生。 她话还没说完, 就见一项胆小怕生的妹妹, 像雪球一样滚进了云初的怀中。 云初满脸温柔地将她抱起来, 长生, 这么多天不见, 我也想你了。 楚红鱼不可置信瞪圆乌溜溜的毛子, 娘亲, 你什么时候和长生见过了, 我怎么不知道? 前几天长生半夜离府, 正好被我遇见了。 云初另一只手牵着楚红鱼,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回我院子。 听霜早就将这条上的下人都清退了, 一路走回去, 没有遇见任何人。 到了熟悉的院子里, 楚红鱼更加自在, 她笑嘻嘻道, 娘亲, 我父王接到圣旨, 去济州办事去了, 半个月都不会回来, 这半个月我和妹妹就住在你这里了。 云初皱眉, 半个月时间太久, 恐怕不行。 那能住多久吗? 楚红鱼搂着她的脖子, 娘说住几天, 我们就住几天, 听娘亲的话。 小姑娘也爬上她的膝盖, 从另一边搂着她的脖子, 两个小家伙虽然人小, 力气要挺大, 但似乎较劲一样, 非要她的脖子对着她们那一边, 她感觉自己脖子被扭来扭去, 都快抽筋了。 楚红鱼有些生气, 她和妹妹分享娘亲, 妹妹却偏要独占, 早知道不带妹妹来了。 不过, 一看到妹妹漆黑色的毛子里多了光彩, 她又觉得这一趟来得很直。 妹妹从小身体就不好, 明明四岁了, 却比人家三岁的孩子还要瘦弱还要矮, 这么大了也不会说话。 太医说妹妹的嗓子没问题, 是因为常年体弱多病导致的另一种病, 不愿和人沟通, 眼中看不到别人, 小小的世界里仿佛只有她这个哥哥, 偶尔也能看到父王, 但前提是父王某些话正好说在了妹妹的心肩上。 这还是第一次, 她看到妹妹如此接纳另外的人。 她这么喜欢娘亲, 她就知道妹妹一定会和她一样喜欢娘亲。 先住两天, 云初也喜欢这两个小家伙, 她一手搂一个, 留在谢家就只能在我院子里, 不许随意出门, 能做到吗? 楚红于嗓音响亮道, 能。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点头, 云初在二人鼻尖上点了一下, 你们两个方才爬墙都成小泥猴了, 先沐浴吧。 她也真的是福气, 这俩小家伙偷偷混进来, 还让阿毛背了个包袱, 里头就是换洗的衣物。 她让听霜和听雪给鱼哥沐浴, 她则亲自给小姑娘沐浴, 当脱掉小姑娘身上的衣裙之后, 她的心脏瞬间被一只大掌给拧住。 她知道小姑娘瘦, 却没想到瘦成这样, 全身都是骨头, 一点肉都没有, 唯一的肉可能就长在了脸上, 才那么的招人喜欢。 仔细看, 还能看到她浑身上下竟然全是针孔。 这针孔非常明显, 不像是有人故意虐待, 倒像是常年针灸留下的印记。 长生,长生。 她换着这两个字, 隐约间似乎明白 平溪王为何给小郡主取这么个名字。 她心情复杂地给小姑娘沐浴, 正忙碌着, 门外响起听霜的声音。 大人过来了, 说有要紧事和夫人商议。 云初将小姑娘从浴桶里捞出来, 擦干身上的水珠, 为她穿上裙衫, 笑着道, 我先出去一下。 小姑娘揪住她的衣摆, 睁着大眼睛看着她, 似乎是害怕她走了, 就不再回来。 乖, 我马上就回来了。 那双粉嫩嫩的小手, 这才松开了她。 谢景玉等在外头的偏厅里, 坐了好一会儿, 才见云初从内室走出来。 她副手而立, 沉声道, 我和老太太商议过了, 决定将维哥送金娇的庄子上去, 夫人以为如何。 道也是个好去处, 让她吃点苦头, 自然就懂事了。 云初抬眸, 夫君打算什么时候将维哥送走? 谢景玉一字一顿, 现在, 立刻。 云初问道, 不等维哥病养得差不多了再去吗? 宣武侯正在气头上, 若这时候谢家不给出一个态度, 宣武侯会一直将这件事记在心底。 谢景玉抿了抿唇, 就委屈一下维哥吧。 云初心中冷笑。 谢景玉和谢时安, 这父子二人真是如出一辙, 一样会读书, 一样自私无情。 其实上辈子的她, 也没什么可委屈的, 谢时安连亲生弟弟都能抛弃, 更何况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嫡母呢。 等维哥送走之后, 谢府还得登门道歉。 谢景玉看着对面的女人, 夫人, 你同我一道去吧。 既然已经决定向宣武侯府低头, 那就低头到底吧。 无论宣武侯修她还是辱她, 骂她还是击她, 她且忍着, 再过个几年, 安哥成大气之后, 谢家迟早会将丢失的颜面找回来。 云初微微醋眉, 她可不想和谢景玉一道, 去宣武侯看人脸色。 在她和谢景玉说话之时, 偏听的屏风后, 冒出两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长生, 你看那个男的, 他就是娘亲的丈夫。 楚红鱼低着嗓子道, 你说, 这个男人比我们父王好在哪里, 为何娘亲不嫁父王, 要嫁给他呢? 楚长生睁着懵懂的大眼睛, 也表示不理解。 噗, 一个古怪的声音 从楚红鱼的臀部发出来。 楚长生皱了皱秀气的小鼻子, 然后立马嫌弃地捂住了。 噗噗, 又是接连两声。 谢景玉正在等云初回答, 却听到屏风后好像有什么动静, 与此同时传来一股怪味。 他眉心皱起, 像是吃食坏了的气味。 他不由自主朝屏风的方向走去。 云初一眼就看到了屏风后晃动的两个小家伙的身影。 他简直头大, 肯定是鱼哥不听话, 带着长生从内室溜了出来。 夫君。 云初开口叫住了谢景玉。 那明日我便同夫君一道去宣武侯府请罪吧, 夫君记得备好谢罪礼。 谢景玉停下了步子, 目光落在云初身上, 多谢夫人。 云初只希望他快些走, 夫君不是还要送维哥去庄子上吗? 时间不早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 闻言, 谢景玉这才出去。 他一走, 云初就快步走到屏风后, 本来还故意板着脸, 却见楚红于两条腿的膝盖朝内互相抵着, 一手捂着小肚子, 另一只手捂着小屁股, 不停原地跺脚, 整张脸都憋红了。 他忍不住失笑出声, 走吧, 娘亲带你去工坊。 与此同时, 谢景玉带人到了谢氏维所居的院子里。 他环顾整个屋子, 自从一个月前维哥犯错上家法之后, 这院子里的东西就都被云初让人搬走了。 云初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可居住的环境已经算很清苦了, 维哥还是没有丝毫长进。 前几日维哥磕带丫鬟, 他就该将维哥远远送走, 再不济, 也该关几个月祠堂, 这样就不会发生今日这样的祸事了。 可现在说, 这些也晚了。 谢景玉的面色很沉, 他走进内室, 看向躺在床上, 面无血色的谢氏维, 一字一顿道, 氏维, 你太令为父失望了, 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可你丝毫不知悔改, 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今日, 我让人将你送去京郊庄子上常住, 你在那里好好养病, 同时, 也得好好反省, 希望下回我们父子见面之时, 我能对你刮目相看。 谢氏维还处在腿断了的痛苦之中, 见谢景玉前来, 竟听到了这样一番话, 父亲竟然要将他送去庄子上住。 他看向站在谢景玉身后的谢氏安, 失声喊道, 大哥, 你快帮我给父亲求情, 告诉父亲我改好了, 真的改好了, 这次的事就是个意外, 是轩武侯世子先要抢我的东西, 也是他先推我。 够了。 谢景玉怒道, 事情到了这一步, 你还在推卸责任, 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何处。 谢氏安叹了口气, 视为, 轩武侯说过, 就算是砍断你的四肢, 也难消他心头之恨, 将你送去庄子上, 是为了保住你这条命, 是父亲不得以为之, 你要明白父亲的一片苦心。 谢氏为吓得面色一白, 他腿都断了, 轩武侯竟还不满意, 竟要断了他的四肢。 如果住到了京郊的庄子上, 轩武侯不是更容易要了他这条命吗? 父亲, 我错了, 谢氏为从床上滚下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父亲再给我一次机会。 贺氏哭着道, 大人, 围根还小, 还能再管教。 父亲, 我一定会该好。 谢氏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要父亲不送我走,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他才是个八岁大的孩子, 腿也断了一条, 将他远远送走, 这是完全不给他活路。 来人。 谢景玉冷声道, 带二少爷上马车。 外头两个小丝走进来, 一走一右将谢氏为架起来, 二人并抱着他往外走。 一辆马车停在院子里, 谢忠诚就坐在马车里, 叹了口气道, 为哥, 以后你就乖乖和祖父住在庄子上, 庄子也没什么不好, 慢慢将心境改过来, 你父亲自然接你回京。 不, 不要。 谢氏为剧烈挣扎, 腿一碰到地, 就疼得他撕心裂肺地叫, 我不要去庄子, 父亲, 再给我一个机会, 娘, 娘你救救我。 他完全失控了, 看向贺氏的方向, 张口就喊娘。 谢景玉眸子一沉, 两个小丝不敢再耽搁, 抬起谢氏为就扔在了马车上, 见他剧烈挣扎, 拿出什么字将他绑起来, 嘴里还堵了一块布, 贺氏的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他还没有接受为哥残了一条腿的事实, 就要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 他心仿佛被劈开了, 哭得都快晕过去了。 几位姨娘站在院子门口不远处, 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 陶姨娘率先开口, 你们难道不觉得, 贺姨娘似乎有点太关心几位少爷了, 上回大少爷考上秀才, 他比谁都高兴, 这回二少爷被送走, 他比谁都痛苦, 是对大人用情之深, 所以对几位少爷也爱乌及乌。 听语和姜姨娘都没说话, 只是牵紧了手里的孩子, 暗自叮嘱不许闯祸。 云初和两个孩子在内室玩闹, 重生回来之后, 他的内心从未如此风盈过, 就像装满了清水的茶杯, 清香溢出来, 怎么都闻不够。 他一直在想, 如果当初那两个孩子没有夭折, 是不是也有这么大了? 听霜站在外头, 听到屋内的欢声笑语, 嘴角也跟着浮上了笑容, 他多希望, 夫人能一直这么欢喜。 不一会儿, 听风从外头走来, 二少爷马上就去庄子上了, 要请夫人出面相送吗? 听霜犹豫了一会, 摇摇头, 就说夫人头疼不舒服。 若小柿子和小郡主没有出现, 夫人定会前去相送, 让人挑不出一丝错来。 但夫人说了, 只允许小柿子和小郡主 在谢家住两天, 算起来才24个时辰, 时光多短暂, 怎能将时间浪费在二少爷身上。 云出的整个身心 被面前两个孩子占据, 压根就没有想起 即将被送走的谢氏为。 长生, 你的眼睛真漂亮, 笑起来也好看。 他看着面前两个孩子, 鱼哥, 你和长生坐在一起, 娘亲来给你们画像。 楚红鱼搂着楚长生, 两个孩子乖乖坐在榻上, 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就像是年画上的两个浮娃娃, 只不过两个孩子都骗瘦。 云出心想, 要是孩子养在他身边就好了, 他一定会把两个孩子养得胖乎乎。 他一边和孩子说话, 一边做话, 他从小学五不认真, 但读书从来没落下过一节课, 做话写字, 常常得夫子夸赞。 不到半个时辰, 两个栩栩如生的娃娃出现在画纸上。 哇, 真好看。 楚红鱼歪着头道, 可是画上还少了一个人。 云出问, 少了谁? 少了娘亲呀。 楚红鱼将楚长生拉起来, 长生, 你来画娘亲, 把我们三个画在一起。 妹妹不会说话, 不喜欢和人在一起, 他妹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就喜欢在画纸上画画, 父王曾请夫子专门教妹妹画画, 请了几十人, 最后只有一个女夫子能勉强和妹妹沟通, 妹妹学得很快, 画什么都特别好。 楚长生拿起毛笔, 非常迅速地就开始作画。 他聊聊几笔, 就在那个女娃娃身侧画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形。 楚红鱼撇了撇嘴, 妹妹真过分, 竟然把娘亲画在自己身边, 明明是他先找到娘亲的。 楚长生继续作画, 当女人的身形画好之后, 他开始画群衫, 三点两点笔墨下去, 就成了朵朵梅花, 群衫很快画完, 然后仔仔细细地画发际, 最后什么都画好了, 只于下一张脸, 一张空白的没有五官的脸。 楚红鱼低声道, 妹妹最喜欢画的人就是娘亲, 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娘亲, 所以妹妹每次画娘亲时都没有画脸。 云出心口一致, 从来没见过亲生母亲, 却要执着地去画这个人, 两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不言而喻。 他缓声开口, 鱼哥, 我能冒昧问一下, 你们的娘亲为什么不在身边? 父王说, 娘亲生我们的时候, 男产死掉了, 楚红鱼低低地垂着头, 我和长生刚出生时, 只有大人的巴掌那么小一点, 很轻很轻, 也差点就死了, 是父王带着我和长生去找神医续命, 我们才活了下来, 我一岁的样子就好了, 妹妹一直治病, 直到了三岁, 这一年才慢慢好起来, 都过去了, 过去了, 云初将两个孩子搂进怀中, 以前受了苦, 以后的日子就都是甜了, 是啊是啊, 楚红鱼抬起头, 两只眼睛亮晶晶, 我们遇见了娘亲, 你一定会跟我们亲生母亲, 一样疼我们是吗? 云初坚定地点头, 楚长生从他怀里挣扎出来, 拿起画笔, 开始为那个女子画五官, 一笔一画, 极其认真, 画的时候, 小姑娘还时不时看云初一眼, 等画完了, 楚红鱼忍不住惊呼, 哇, 长生你画得和娘亲一模一样, 云初一瞧, 可不是吗? 五官轮廓, 一平一笑, 哪怕是不熟悉他的人见了, 也知道是他, 他正要将画作拿起来好好欣赏, 小姑娘却不让, 拿起画笔, 继续开始作画, 三笔下去,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立在了他的身侧, 再几笔下去, 男人的面容就出来了, 云初一眼就看了出来, 这是平息王楚契, 长生, 你怎么把父王画上去了? 楚红鱼的小脸皱成苦瓜, 我最讨厌父王了, 他一辈子都不回来就好了, 云初捂住他的嘴, 胡说, 你父王要是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那就是死在了山匪手上, 也就意味着, 会有无数百姓遭殃, 以及, 你和长生二人再也没有父王护着, 他和楚红鱼说话之时, 小姑娘已经画出了男人完整的身形, 男人阴姿勃发, 女人窑窍温柔, 男孩神采奕奕, 女孩粉雕玉琢, 四个人在画纸上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完整的一家人, 一大二小三个人正在欣赏画作之时, 门外响起听霜的声音, 夫人, 方才小四出去打听到消息, 说平溪王去而复返, 已经回平溪王府了, 他的话音刚落, 听风就从外院跑来道, 夫人, 阿毛说平溪王发现小狮子小郡主不见了, 正带人全程搜寻, 云出一个机灵, 坐直了身体, 要是被平溪王发现两个孩子在他这里, 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忙道, 鱼哥, 长生, 你们两个赶紧穿好衣服, 我让秋童送你们出去, 听风, 你让阿毛在谢府南侧门接应, 楚红于吓得脸都白了, 父王一发怒, 他就完蛋了, 身边伺候的人也会跟着完蛋, 这一次他还连累了长生, 他动作迅速地从踏上跳下来, 整理好衣服, 和楚长生一起跟在秋童身后, 云出和听霜走在前面, 正要走出院子, 院门口就传来了婆子请安的声音, 见过羽姨娘, 见过三少爷, 紧接着, 听雨和谢世云走进了声居, 秋童和听霜二人站拢, 不动声色将孩子挡在了后头, 方才听说夫人头疼, 妾身特来给夫人送点汤, 听雨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夫人竟然不舒服, 怎么不好好休息, 若有什么事, 可以吩咐妾身去做, 倒也确实有件事问问你, 云出开口, 你随我进来, 听雨心中一喜, 夫人冷落了他这么长时间, 终于愿意给他机会了, 他立即牵着谢世云, 高兴地跟着云出走了进去, 慢慢侧过身, 等听雨和谢世云进去之后, 他二人立即抱起身侧的孩子, 走出了声居, 云出带着听雨走进花厅, 他看着桌子上的点心道, 我记得你做的绿豆糕, 比寻常的更松软些, 你要是得空, 做些送到我这里来, 听雨没开眼笑, 是夫人, 妾身现在就去做, 只要夫人愿意用她, 她迟早能回到夫人身边, 像从前一样有脸, 府里每个还敢再给她脸色看, 云出点头, 听雨正要退下, 只见一个婆子着急忙慌地跑进来, 夫人, 平熙王带了好多人前来, 说要搜查谢府, 云出握着茶杯的手指猛地僵住, 平熙王府的人竟这么快就到了, 还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幸好秋童和听霜已经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听雨错愕道, 平熙王虽然位高权重, 但也没有资格搜查私人府底吧, 是不是有贼人出逃了, 所以平熙王才, 是平熙王府的小柿子和小郡主不见了, 婆子忙道, 大人已经去府门口供应平熙王了, 特让老奴禀报夫人一声, 让府中姨娘和姐儿们回避一下, 云出汗手, 立即让人去通知女眷, 刚吩咐下去, 他就听到了许多声音, 原来平熙王府的人已经搜到后院来了, 整个京城, 也就只有平熙王敢这般做吧, 大皇子是太子, 需要民心, 绝不会随意搜查私人府底, 引得百官弹劾, 其余的皇子没有能力傍身, 哪有胆子敢做这样的事, 看到谢景玉陪着平熙王越走越近, 云出作为当家主母, 自然不能像姨娘那般回避躲起来, 他站起身, 迎上去, 见过王爷, 楚义的目光落在云出身上, 不知怎迪, 他想到了那天夜里, 他抱着长生的画面, 月色下, 他的皮肤如白瓷一样, 那天夜晚恍恍恍恍就觉得, 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和长生很像, 这会借着日光, 他看得更加清楚了, 不知眼睛长得像, 连嘴唇的形状也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顿了一下才开口, 谢夫人, 得罪了, 这时, 搜查生居的四个护卫走出来, 冲平熙王摇了摇头, 他微微眯眸, 两个时辰之前, 在他正要去冀州之时, 太子突然生病, 父皇连发圣旨将他召回, 他回府后, 正打算带长子于哥前去东宫探病, 这时才知道, 于哥不见了, 长生静也跟着不见了, 他立马召集人手全城搜查, 第一个去的府邸是长公主府上, 因为于哥和长公主亲近, 第二个来的地方就是谢府, 可能是那天晚上长生, 对这位谢夫人依依不舍, 他隐约感觉, 两个孩子可能是来了这里, 可并未搜查到, 谢大人, 谢夫人, 打扰了, 楚义转身欲走, 就在这时, 一个孩子的声音响起来, 那里有一只鞋子, 云出转头, 看到一直被听雨牵着的谢士允突然冲了过来, 指着花木从中叫了一声, 他顺着谢士允的手指看去, 顿时呼吸一停, 那是于哥的紧缺, 楚义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看向那只鞋子, 他平日里公务繁忙, 给孩子穿鞋这种事, 自然不是他亲力亲为, 他只觉得这鞋子有些眼熟, 这不是我的鞋子呀, 谢士允的铜声响起, 谁的鞋子掉在了这里, 听雨一眼就发现, 云出的脸色变了, 他连忙拉住了自己的儿子, 谢士允抿紧了唇, 他早就说过了, 母亲院子里有别的小孩, 所以母亲才不喜欢他了, 但姨娘不相信他的话,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证据, 正好平息王也在, 那就借用平息王的人, 将母亲院子里的孩子找出来, 听雨捂着自己儿子的嘴, 余光扫下那只鞋, 那确实不是允哥的鞋子, 但一看就知道, 是三四岁大孩子的鞋码, 府中这么大的男孩, 只有一个允哥, 那就证明, 夫人院子里, 确实有别的孩子, 夫人真的要过继其他孩子了吗? 听雨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云初的神情只是微微变了变, 就恢复如常, 他迅速走过去, 将花丛中的小鞋子捡起来, 左我还让院子里的丫头到处找鞋子, 原来吊在了这里, 是我娘家的哲即将生辰, 我特意让人做的京城最流行的款式, 楚一汉手, 多有叨扰, 本王告辞, 他带着护卫很快离开, 正好云初看到秋童和听双从外头走进来, 二人朝他点了点头, 他那颗高悬的心才终于落回到了肚子里, 楚一走到门口, 正要去下一个地方搜寻, 就见下人来报, 王爷, 小狮子和小郡主找到了, 他们是偷溜出府, 在街上闲逛, 身边跟着毛护卫, 话落, 两个小主子有两个嬷嬷抱着走到了楚一面前, 两个小家伙都知道做错事情, 抱紧嬷嬷的脖子, 脑袋埋起来, 一声不吭, 楚一看向楚红鱼, 目光不由自主往下, 落在了他的脚上, 随即, 他眸子一眯, 你的鞋子呢? 哦, 楚一唇脚浮上冷笑, 你倒是说说, 你鞋子怎么跑到泄府去了? 楚红鱼的小脸猛得一白, 本能的就否认, 没有, 我没有去卸家。 楚一声音更冷, 我什么时候说你去卸家了, 简直不打自招。 他的话还没说完, 趴在摸摸怀里的小姑娘突然回过神,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朝他伸出了两条短手臂。 这一刻, 楚一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长生两岁之前, 大半时间都在昏睡之中, 过了两岁终于好些了, 但常年要针灸, 每次针灸都大哭, 越来越抵触他这个逼他治病的父王。 等到了三岁, 长生的病终于大好了, 可是双眼却没有了光芒。 他不会主动看他这个父亲, 不会让他这个父亲抱一下, 不愿和他多待, 哪怕一刻钟。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他主动伸出手, 让他抱抱。 楚一放过了楚红鱼, 将女儿抱进怀中。 楚红鱼狠狠松了一口气, 他有些惊讶。 以前哪怕他被父王骂得狗血淋头, 妹妹就算听见了, 也没有任何反应。 可现在, 妹妹竟然会主动为他解围。 和娘亲待了一会儿之后, 妹妹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天色已经暗了, 云出的目光落在谢氏允身上。 允哥, 母亲问你, 你以为我院子里这只鞋子 应该是谁的? 他的声音平静没有起伏, 但听雨能感觉到, 夫人声音里带着引怒。 他连忙开口, 夫人, 允哥他。 我是在问允哥, 与姨娘先去边上站着。 云出的声音很淡, 允哥, 你知道的, 母亲最不喜欢说谎的孩子。 听雨都快急死了, 可听霜就站在他身边, 冷冷盯着他, 他根本就不敢有任何动作。 谢氏允低着头, 站在云出面前。 一个月前, 他每一次来育生区, 都会被母亲抱在膝盖上, 那时候, 只要母亲被逗开心了, 就会拿许多好东西送给他。 这段时间以来, 母亲对他越来越冷淡。 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就失去了母亲的宠爱? 他觉得委屈, 实在是太委屈了。 这么一想, 谢氏允脸上就多了两行类, 筋痘痘不停往下掉, 他抬起头, 哭着道, 母亲, 你是不是养了别的小孩, 所以就不要允哥了? 云出沉下心神, 开口道, 什么叫做养了别的小孩? 什么意思? 母亲, 你别骗我了, 我都看到了。 谢氏允大哭道, 我看到母亲院子里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母亲抱着他, 对他笑, 他以后就是母亲的儿子了是不是? 母亲再也不会疼我了。 云出手指一紧, 果然, 他就猜到允哥一定知道些什么, 否则, 以允哥胆小的性子, 绝不会在平溪王面前提起鞋子。 他转头看向听雨, 雨姨娘也看到了吗? 听雨的手指紧紧搅在一起, 他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道, 回夫人的话, 妾身什么都没看到, 允哥应该也是看错了, 妾身会管好允哥, 不会让他在老太太和大人那里乱说话。 云出垂眸, 他的院子也不安全了, 绝不能再让那两个孩子来谢府。 他喝口茶, 叹气道, 允哥没有看错, 我院子里确实有云家送来的孩子, 准备过继到我名下为我嫡子, 只是我一直觉得雨里不和, 便没有和老太太大人提这件事, 雨姨娘, 在我未下决定之前, 你可得为我保密。 听雨简直不敢相信, 事实竟然真的如他猜测的那般, 夫人竟然真的要过继有云家血脉的孩子。 这确实是雨里不和, 有违离法, 但, 只要云家决定了, 就没有谢家拒绝的余地, 这件事再不和理法, 也会成为事实。 他捏紧了帕子, 妾身永远是夫人的人, 定会为夫人守口如瓶。 云出静静看着他, 机会他给了, 就看听雨是否珍惜这次机会了。 晚些时候, 外头的人来汇报, 平夕王带着小柿子进了皇宫, 云出知道, 这件事算是彻底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刚起床, 云出就感受到了燥热。 府中人如往常一样前来请安, 会改变任何事。 云出将谢府的事情分派下去, 继续研究温泉庄子的布局设施, 沉实过后, 谢景玉下朝回府, 他换了身衣裳, 走去前院。 谢景玉已换下了朝服, 手中拎着一个赔罪的礼盒, 这是上好的宴台, 夫人认为可行吗? 云出开口道, 宣武侯府不差这点东西, 他要的就是个态度。 谢景玉也认为如此, 夫妻二人上了马车, 相对而坐, 二人离得很近。 云出微微侧头, 他将车帘挑开一点点, 看向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 谢景玉看着焦白的侧脸, 不知为何, 他感觉, 云出离他好像越来越远了, 像是天边的云, 看得见, 摸不着。 如果, 他对他还有哪怕那么一丝丝的期待, 他都愿意尝试忘掉他尸身的那一夜。 可, 他看向他的眼底已经没有了光, 他们夫妻之间的情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变得鼻子还薄了。 带他来宣武侯府, 他知道要付出什么, 可他还是带他来了。 夫人! 谢景玉嗓子发紧, 他忍不住喊了一声。 云出放下车帘, 回过头, 夫君, 这么多年, 你可曾怪过我? 听见这个问话, 云出差点就笑了。 上辈子的他, 当然是怪过, 怨过, 恨过, 但那又如何? 在家族血仇面前, 这些算得了什么? 夫君这是说的哪里话? 云出微声开口, 我是谢家父, 谢家的荣辱比我的性命还要重要, 来宣武侯请罪, 是我的分内之事, 怎么会怪夫君呢? 谢景玉声音干涩, 夫人,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云出垂谋, 为谢家开支散叶, 亦是我的分内之事, 既然我没有这个能力, 夫君不来, 我房里也正常, 我不会生出怨对之心。 我想弥补我的过错。 谢景玉看着他的眼瞼, 今晚我去御生居。 云出手指一紧, 头也没抬就到, 夫君, 我身子有些不方便。 谢景玉脸上的神情渐渐退去, 不管他是真的不方便, 还是假的不方便, 他都看得出来, 他根本就不期待他去御生居。 既如此, 带他来宣武侯府, 也没什么可自责的了。 马车一路平稳行驶到了宣武侯府门口, 下车后, 谢景玉递上拜帖, 门口的护卫拿着帖子进去汇报。 秦明衡正在院子里斗狗, 手中的飞盘扔出去, 狗一个月身跳起来接住, 然后摇着尾巴过来。 侯爷, 谢大人求见。 秦明衡扫了一眼拜帖, 冷笑道, 让他在外头等着。 谢老太太受宴, 他之所以前去, 是听说云出重病了, 这才借机回去看一眼。 这回谢时安考上秀才, 是因为云出邀请了他, 他当然会给他这个面子。 他从来都瞧不起谢景玉这个人, 太过卑鄙无耻。 秦明衡继续斗狗。 这时, 他听到两个小厮在不远处低声议论, 谢大人得罪了我们侯爷, 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云家大小阶层名贯京城,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嫁给谢大人, 曾经的一品敌女, 如今竟要陪着来侯府低头赔罪, 可悲可叹。 秦明衡的动作猛然顿住, 询问道, 谢夫人也来了, 怎得不早说? 这么热的天, 他站在外头晒这么久, 白瓷娇嫩的肌肤, 哪受得了这般暴晒? 他立即开口, 让他们进来。 小丝连忙往府门口跑去。 五月天的太阳, 确实是越来越烈了。 和云初上辈子一模一样, 四月还在春寒撂翘, 一到五月, 气温暴涨, 热的人发晕。 站了还没一刻钟, 就见小丝跑出来道, 谢大人谢夫人请随小的进来吧。 云初还以为宣武侯会故意为难一下谢景玉, 没想到竟这么快就让他进去了。 这是他两辈子加起来, 第一次进宣武侯府。 亭台水泻, 雕梁化洞, 看得出秦家祖上是个很有品味的人。 小丝带着他们进了园子, 夏日繁花似锦, 四处蝴蝶翩翩, 刚走进去, 忽然一声狗吠。 一只其人高的大犬从旁侧冲出来, 对着谢景玉狂吠不止, 谢景玉一个文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 吓得连连后退。 云初站在原地没有动, 这大犬脖子上系了绳子, 根本就扑咬不到他们身上。 还是谢夫人好胆识。 秦明恒走出来, 谢大人八尺男儿, 竟还不如一女子, 嘖嘖。 谢景玉脸色难看。 他低着头, 拱手道, 侯爷, 下官和夫人是父亲请罪来了, 昨日侯爷带柿子前去谢家吃酒, 是给谢家面子, 可下官轿子无方, 致使犬子伤了柿子, 犬子的腿这辈子毁了, 被下官送到庄子上反省去了, 他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还请侯爷大人有大量, 给下官一个赎罪的机会。 云初从听双手中拿过宴台, 双手恭敬地递过去, 这是极难得的松花宴, 还请侯爷笑纳。 秦明恒不喜读书, 根本瞧不上什么松花宴, 但这是云初亲手送来的宴台。 他走过去, 将宴台接过, 看了一眼, 他拿在手里把玩着, 逆眼看向谢景玉, 谢大人不会以为带着夫人上门来赔罪, 本侯就不会追究此事了吧。 谢景玉的手指暗暗攥紧, 还请侯爷明示。 五年前, 谢大人求上门来, 请本侯拿出极其难得的神药。 秦明恒的唇扮笑了笑, 当时谢大人付出了什么代价, 还记得吗? 谢景玉的心狠狠一沉。 五年前, 他和云初大婚前夕, 他的母亲原是病情突然恶化, 整日吐血不止, 大半时间都在浑水。 从他懂事开始, 母亲就病倒在榻上, 他最大的期盼有二, 一是位列百官为谢家争光, 二是治好母亲的恶极。 他多希望母亲能坐在主位上, 喝他和云初的大喜酒。 他四处打听, 终于得知, 宣武侯有祖上传下来的神药, 据说能治百病。 他托云家的关系得以登门侯府, 当他跪在宣武侯面前请求神药时, 宣武侯提出了一个令他现在回想起来, 都浑身发抖的要求。 谢大人的洞房花竹叶, 可否让我来? 他还记得宣武侯说这句话时的音质, 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 那时他才知道, 娶了洛家女的宣武侯, 竟然对将军府嫡长女人出抱有不一般的心思。 谢大人在想什么呢? 脸色这般难看。 秦明衡嘴角的戏血更深, 都怪本侯带客不周, 来人, 给谢大人谢夫人上茶。 丫鬟端着两杯茶上来, 放在了云初和谢景玉面前。 云初的教养告诉他, 做客时主家端来茶水, 不管可还是不可, 都得向征兴敏一口, 这是为客的礼节。 他端起茶杯, 递到了唇边。 夫人! 谢景玉失声喊了一句。 云初喝茶的动作停下, 转过头, 合适。 秦明衡靠在椅子上, 怎么, 谢大人是觉得我这茶水有问题。 谢景玉捏紧了杯子, 他带云初上门, 不就是料到了会有这一幕吗? 五年前, 云初用那一夜, 换来了他母亲的一条命。 如今的云初,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纯洁的将军府大小节了, 再用他的一夜来换谢府的安宁, 有何不可? 明明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 为何在看到这杯茶水时, 他却生出了迟疑? 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真的是个极其虚伪的人。 谢景玉缓声开口, 小心茶水烫。 云初垂眸, 多谢夫君提醒, 他将茶杯递到唇边, 轻轻抿了一口, 并未将茶水吞下去, 他用帕子擦了擦嘴角, 将那口茶水不动声色吐在了帕子上。 他的动作虽然很小, 但秦明衡一直用余光注视着的他, 自然是看到了。 他不由嘲弄笑了笑, 他这茶水可什么都没放, 他却如此警惕, 一口都不喝。 而五年前, 他和谢景玉的合谨酒之中, 却放了能让一个壮年男子 沉睡不醒的萌汉药。 这时, 洛氏带着丫鬟前来, 满脸笑着道, 谢大人谢夫人都上门了, 侯爷就别再计较昨日之事了。 谢府二少爷腿断了不说, 还被谢家远远送出了京城, 就等于是, 谢家放弃了这个孩子。 虽然这孩子只是个数子, 无法和侯府世子相提并论, 但谢家夫妇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他们侯府若是还斤斤计较, 那就有些得理不饶人了。 我那里得了好茶, 谢夫人去我院子里坐一会吧。 洛氏笑着对云初道, 正好到了午时, 谢夫人再陪我吃个午饭可好。 云初自然不会拒绝, 起身跟着洛氏去了后院。 他二人前脚刚走, 秦明衡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个一干二净, 冷声道, 谢大人还不走, 是想留下和我一同用餐。 谢景玉捏了捏拳, 下官告辞。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侯府门口, 秦明衡的面色更冷。 就是这么个自私卑鄙的小人, 云夫人为何眼下将云初嫁给了这么一个卑劣的人? 他走到书房, 按下一个机关, 这里头是一个画室, 墙壁上全是同一个女子的画像, 桌子上还有一条帕子。 他取下一张画像, 男男道, 云初,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我抗旨不娶弱氏, 是不是就能和你结为夫妻? 宣武侯是一个闲散没有实权的爵位, 他不明白, 为何皇上要给当年还是世子的他赐婚? 只要再等两年, 等到云初急急, 他就能说服母亲上门提前, 而他成了谢家妇。 云初在洛氏院子里喝了茶, 陪着用了餐, 他十分小心, 吃到嘴里的东西都暗暗吐在了帕子上。 不是他防人之心太重, 而是宣武侯和谢景玉明显不对付, 他必须小心应付。 和洛氏聊了一会之后, 他才知道, 原来外界传闻是真的, 宣武侯府除了洛氏, 再无第二个女人。 本朝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宣武侯竟能为洛氏做到这一步。 时间差不多之后, 云初和洛氏告别, 然后去前院与谢景玉会合。 前院的小司告诉他, 谢景玉在宣武侯的书房, 正在议事, 让他去书房的偏厅略坐一会。 云初点头, 随着去偏厅坐下。 这偏厅四面放了冰盆, 哪怕太阳猛烈, 也丝毫感觉不到热度。 云初在偏厅略坐了一会, 就见一个身影慢慢走了过来, 他站起身行李, 侯爷。 他余光往后看了一眼, 没看到谢景玉。 谢夫人是不是在等谢大人? 秦明恒在椅子上坐下来, 那我就要说一声抱歉了, 其实谢大人早就走了。 云初醋眉, 既然谢景玉早走了, 为何侯府的小司还要带他来这里? 他转头, 发现方才后在偏厅门口的丫鬟婆子们, 这一刻竟然全都退下了。 秦明恒看向站在他身后的听霜, 你先下去。 听霜站着没动。 云初诞生开口, 宫男寡女共处一事有为礼法, 这是臣妇的心妇丫鬟, 侯爷有什么话只管说。 秦明恒抬眼看着他, 谢景玉将谢夫人单独扔在侯府, 谢夫人还为丈夫守身如玉, 就不觉得可笑吗? 侯爷单独与有妇之妇会面, 也让臣妇觉得好笑。 云初抬起眸子, 外界都说宣武侯对侯夫人深情不疑,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一个深爱妻子的男人, 根本就不会将他一个有妇之妇骗来这里。 就算是有天大的重要的事情, 也该让丫鬟或者婆子传话, 或是在公开的场合找个合适的机会谈话。 若被落势看到他二人在这里, 宣武侯或许可以全身而退, 而他云初的名声则全毁了。 想到这里, 云初转身就走。 他对宣武侯态度恭敬, 是因为他仅是五品官员的家眷。 他有底气转头就走, 是因为他是云家嫡长女。 从前他总是不愿意见云家的事, 如今想想, 他本就是云家人, 放着靠山不靠, 凭什么受冤枉气? 他刚迈出一步, 身后传来秦明衡恼怒怒的声音, 站住。 云初的步子顿了顿, 继续往外走。 谢夫人, 前段时间你重新安葬自己早要的孩子, 你就这么确定, 那两具尸骨是你的孩子吗? 云初闭锦唇, 身后这个男人, 竟然精准地捏住了他的软肋。 他可以确定, 宣武侯应该早就盯上他了, 到底意欲何为? 他沉了一口气, 转过身, 抬眸冷冷道, 侯爷到底要说什么, 请明言。 谢夫人这个身份, 真配不上你, 你这般聪明, 怎么就不想一想, 谢景欲为何一个人走了? 秦明衡靠近他, 他都不怕丢你一个人, 在侯府给他戴绿帽子, 你为何怕与我共处一事? 云初后退一步, 躲开了他的靠近。 他只觉得这个人东拉西扯, 没有一句话说在重点上, 可偏偏每个字都在敲击他的心神。 他好像听懂了, 可细细去想, 又想不清楚。 云初, 秦明衡直呼其名, 云初的眉头紧紧皱起, 他心生反感, 再次后退。 明明应该走了, 可他迈不出脚, 他总觉得, 宣武侯似乎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 一些很重要的事。 合离吧, 谢景欲他不配。 秦明衡一手撑住云初身后的门框, 另一只手撑在墙壁上, 将他圈在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 听霜吓得都湿雨了, 连忙过去, 要挡在云初身后。 秦明衡伸手一推, 将听霜直接推了出去。 他俯身, 靠近云初的耳朵, 你若合离, 我也立即合离, 我可娶你。 他…… 响亮的一巴掌, 抽在秦明衡的脸上。 这是云初第二次抽人。 他也没想到, 他竟然打了宣武侯的脸。 宣武侯, 请自重。 云初劈开他撑着门框的手, 脉步走出门槛, 他侧着身, 眼神闪出冰冷的光, 你确实该合离, 你根本配不上你夫人。 他说完, 转身就走, 听双连忙扶住他, 主仆二人无视面容铁青的秦明衡, 直接走到了侯府外。 来时坐着的马车, 竟然不在了。 云初的一张连冷到了极点。 他没有回谢府, 而是去了即将开张的兵铺。 陈德福买下了一个大院子, 前面做铺面, 后面当做仓库, 由陈德福远房的侄儿做掌柜, 就叫陈氏兵铺。 就选在五月中旬开张, 你买得起冰块的人都是有钱富人, 冰价定的比较高, 二两银子一斤, 带着进入七月盛夏, 这个价格还会继续往上涨。 他给陈德福提了些自己的建议, 调整了一下价格涨势, 这才离开冰铺。 这时候, 时间还早, 而云初中午几乎没有用餐, 他找了家酒楼, 和听双主仆二人吃了个痛快。 用完餐后, 再慢慢喝点茶, 暮色就渐渐沉下来了。 云初并不着急回去, 他带着听双逛起了京城的夜市。 华灯初上之时, 会有许多小商贩 推着车子来接上售卖一些小玩意儿, 自从嫁人之后, 云初再也没来逛过了。 他看到了卖风筝的, 心想, 鱼哥肯定喜欢放风筝, 以后如果有机会一起放风筝就好了。 他看到了卖唐人的, 心想长生肯定喜欢吃糖, 他很喜欢看长生甜甜笑起来的样子。 他看到了卖陶人的, 心想, 如果两个孩子也在, 一定要做三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陶人。 一不小心, 云初就买了一大堆东西。 等天色黑透了, 云初和听双坐上陈德福安排的马车, 回到谢家。 他前脚刚进升居的门, 谢景玉后脚就来了。 云初坐在位置上, 冷淡地看着他, 夫君怎么不等我就一道走了。 谢景玉从他的头发丝打亮到脚底, 他好像和早上出门时一模一样, 却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 他的眼神, 让云初的心一点点的凉了。 原来, 为了谢家, 他竟能将他一个大活人拱手送给别的男人。 若不是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喝下那口茶后会发生什么, 他简直不敢想象。 原来, 谢景玉从这时候就开始算计他了。 在云家还强盛的时候, 他竟然敢对他动这种歪主意, 他哪里来的胆子? 夫人怎么会这么迟才回来? 谢景玉缓声问了一句, 他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件事。 他更想知道, 他知不知道他做了这样的事。 我为什么会这么迟, 夫君怎么就不问问你自己? 云初盯着他, 马车送你回府, 却不返回侯府接我, 我是走回来的, 当然废了些时候。 见他只是略微的情绪波动, 谢景玉猜测, 他应该像当年的洞房花主夜一样被迷晕了, 并不知发生何事。 所以, 他并不知他的卑劣。 他松了口气, 满是歉意道, 是我的错, 我不该忙于公务, 疏忽了夫人。 你我夫妻二人, 就不必说这些了。 云初像是丝毫不在意这件事, 担忧道, 宣武侯是接受谢家的赔罪了吗? 谢景玉点头, 侯爷说不再追究这件事。 他放弃了儿子, 献上了妻子, 若秦明衡还追究不放, 未免欺人太甚。 云初笑了笑, 宣武侯挨了他一耳光, 这事可不会这么轻易就算了。 果然如云初所料。 第二天他就听说, 于大人在宫门口, 将谢景玉痛骂一顿, 并将由谢景玉负责的宫闻, 全交给了袁大人。 谢景玉虽有云家坐靠山, 但并未顺利升到五品上, 再加上最近谢家评出笑话, 还得罪了宣武侯, 朝中许多人等着看更大的笑话, 谢景玉道也是个心性坚韧之人, 哪怕被人讥笑, 他也依旧早早上朝, 从未请一天假。 人前的谢景玉瞧不出什么异样, 只有他书房里的小四知道 他砸了多少个茶盏。 父亲, 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谢十安将地上碎片捡起来, 语气平静道, 这五年来, 谢家太风光了, 状元郎骑马游街, 紧接着娶了一品匠门嫡女, 短短五年内官生两阶, 本朝升官如此之快的人屈之可数, 多少人嫉妒父亲, 如今父亲卸了手中的公务, 算是让那些人得偿所愿了, 父亲正好休息一段时间。 谢景玉面色阴沉, 宣武侯这是不打算放过我谢家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云家没有表态。 谢十安继续道, 只要云家有人愿意和父亲站在一起, 宣武侯投鼠忌气, 自然不敢鼓动朝城孤立父亲。 谢景玉一口将桌子上的茶喝尽, 他已经让云初出面去了宣武侯府, 难道再让云初去求云夫人去宣武侯府劝和吗? 请云家人出面, 没有必要。 谢十安开口, 父亲, 我还是那句话, 或惜福之所以,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那就顺势而为, 收敛锋芒, 折服准备, 等待下一次机会。 谢景玉知道, 这是目前唯一能走的一条路。 从书房离开, 谢十安叹了口气。 说来说去, 还是父亲和母亲的夫妻情分太淡了, 否则母亲一定会主动为父亲解决目前的困境。 他刚走到自己院子门口, 贺氏就从旁侧走出来, 满脸担忧道, 安哥, 你弟弟去庄子上后也没个信回来, 你能不能求求你父亲, 让他允许我去庄子上照顾几日。 姨娘, 如果你想去, 随时可以去, 但你要记住, 去了的话, 就有可能再也回不了谢府。 谢十安冷声道, 我的意思是, 离开对我们都好, 姨娘不如找个借口长去庄子吧。 贺氏本能就反对, 你和拼截还在卸家, 我怎么可能离开, 要是我走了, 你和拼截也像维哥一样出事了怎么办? 不愿离开谢家, 那就安安愤愤做你的姨娘。 谢十安有些疲惫道, 父亲仕途受阻, 你别去惹父亲心烦了。 他捏着眉心进了自己屋子, 贺氏咬住了下唇, 当姨娘后, 出府的自由都没了, 夫人真是好心机。 幸好有庙里的小尼姑愿意为她办事, 不然她绣的那些屏风帕子都没法卖出去。 云初坐在榻上, 拼双站在边上汇报, 这几日, 宣武侯也未曾上朝, 也没有什么动静。 他亲眼看到, 宣武侯挨了夫人一耳光, 那张脸灯时就肿了, 换成任何人怕事都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宣武侯打压谢家倒没什么, 他就担心夫人会被找麻烦。 云初喝着茶, 努力回想上辈子, 直到他死, 都和宣武侯没有任何交集。 谁能想到, 宣武侯竟然对他抱有那样一样的心思, 难怪上回老太太寿宴时, 就让他和离。 一个对自己抱有肮脏心思的人, 他自然要远离。 自己名声毁了是小事, 连累了云家盛名是大事。 夫人, 二少爷院子里的丫鬟婆子小丝都来了, 听雪进来汇报道。 云初点头, 让人进了园子。 谢氏为去庄子上, 只带了一个贴身的小丝过去照顾, 其余人都留下来了, 还有两个丫头, 两个婆子, 一个小丝, 五个人低着头站在台阶下。 如今云初管事, 没在拿自己的嫁妆补贴谢家, 谢家账面上的钱都是他公爹庄子上的收益。 他可没有为谢家省银子的心思。 他开口道, 老太太年纪大了, 病了一场, 如今需要人手照顾, 你们两个婆子就去老太太院子里吧。 三少爷年岁见长, 你们两个去三少爷院子里伺候。 最后, 只剩下九儿还站在院子里。 云初看着他道, 你就留下为我办事吧。 九儿点头, 是夫人。 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他早就知道, 夫人不会让他去别的院子伺候。 我在京郊有个庄子, 有许多事情交给你办。 云初开口, 我问过大夫了, 你身体里还有三分银针, 需要常年泡温泉才可能排出来, 正好那庄子里有温泉, 你好生养一养, 养好了身子我, 还得指着你办大事。 九儿惊恶地张大了眼睛。 大夫跟他说起温泉时, 他想都不敢想, 这可是富贵人才能泡的汤匙, 他一个低等贱丫头, 哪有这样的福分。 他想着, 身体里有针就有吧, 什么时候死那是他的命。 可没想到, 夫人竟然将他派去有温泉的庄子, 让他泡温泉养身子, 就活了, 他就不怕他告诉谢家人, 二少爷的是有夫人的手笔吗? 夫人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不容他多想, 听霜将他带下去了。 云初低头看着茶墨, 他迟早要提拔几个丫头起来, 因为很快, 他就会将听霜听雪嫁出去, 身边总要人办事。 九儿虽然年龄小, 但经历这茶事后, 算是有了点心机成福, 慢慢培养, 日后也算是个得力助手。 至于信任, 并不存在, 连亲手养大的孩子都能一一背叛他, 他又怎么会全然相信一个并不算太熟悉的丫头呢? 只不过, 九儿是目前最好的选择罢了。 这段时间, 谢景玉下了潮就回家, 为了避免和他碰面, 云初基本上不出生居。 直到五月中旬, 兵铺开张, 他这才让人背马, 上街去看他热闹。 他在兵铺对面的茶楼里叫离胡茶, 坐在临窗的位置上看向铺面。 因为越来越热, 前来兵铺的人并不算少。 不知为何, 往年卖兵的几个铺面都没有冰块, 听说三四月的时候都被一个南方商人买走了。 三四月那么冷, 谁知道一进入五月就热成这样, 我家主子也因此没有提前买兵, 这不, 赶紧安排我来多买点回去。 整个京城竟然就只有这一家兵铺, 简直离谱。 云初也觉得离谱。 难道三四月的时候, 全京城以及附近城池的所有兵都被陈德福买下了吗? 要是真只有他一家卖兵, 他是得出事。 云初开口, 对着听双吩咐了几句, 听双的眼睛渐渐亮了。 这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谢夫人。 云初回头, 看到一个穿着黑色紧衣的男人站在距离一桌远的地方, 正是平息王楚义。 云初连忙站起身行礼。 谢夫人无需多礼。 楚义开口, 我是有一件事想请谢夫人帮忙。 天知道要见谢夫人一面有多难。 他府上没有女眷, 没有任何名目邀请他上门。 若他登门谢府, 谢家也不可能由当家夫人来招待他一个外男。 他只能让人盯紧谢家, 终于, 他迈出了大门, 他立即打马跟上来。 他走进这家茶馆,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窗口喝茶的他, 一身月白色的衣衫, 乌黑的长发挽起, 露出洁白的脖梗, 看到这里, 他立即收回了目光。 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这才走过来喊了一声谢夫人。 云出哪里知道他心中这么多起伏, 他只是有些惊讶, 原来平溪王是特意来找他, 而不是偶遇。 他低着头道, 能为王爷办事是臣妇的荣幸, 还请王爷吩咐。 臣妇两个字, 让楚衣轻轻蹴了蹴眉。 他忽略这一点点的不舒服, 开口道, 前几日, 犬子和小女误入谢府, 希望没有打扰到谢夫人。 云出脸上的神情僵住了, 他猛地抬起头, 对上了楚衣漆黑的眸光。 他以为那日遮掩得很好, 但其实, 这个男人其实早就洞悉了一切。 所以, 他是兴师问罪来了吗? 但不太像, 他的面容神情太温和了, 不像是找人麻烦的样子。 云出迅速收回自己的目光, 开口道, 臣妇不是有意隐瞒, 那日小柿子和小郡主。 我不是怪谢夫人的意思。 楚衣叹了口气, 那日小女回王府后, 连续多天郁郁寡欢, 每天都在做画, 揭示谢夫人的画像, 他应该是想见谢夫人一面, 不知谢夫人可否成全。 一听说长生郁郁寡欢, 云出的心就像是被人揪了一下, 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和思考, 他直接点头。 楚衣松了口气, 缓声道, 谢夫人登门王府, 恐引人重目, 我让人带孩子去殷家。 云出知道, 殷家是楚衣母妃的娘家。 楚衣的母妃最早只是个小宫女, 被帝王宠幸才得以怀孕, 生下三皇子后成为贵人, 楚衣立功后生为贫。 楚衣的母妃并非四大后妃之一, 殷家的家主殷大人, 也就是楚衣的亲舅舅, 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六品小官, 因此, 哪怕楚衣手握兵权, 深得皇帝信任, 也并未引起皇后太子的忌惮。 楚衣骑马在前头, 云出坐着马车远远跟在后面。 听双坐在边上, 有些担忧地道, 夫人和小世子小郡主过于亲密, 会不会让平息王误会? 难道因为他误会, 就不去见鱼哥和长生吗? 云出心中也有挣扎, 长生才四岁, 却病了三年多, 他想见我, 哪怕再难我也得去。 马车徐徐朝前, 穿过最繁华的街道, 转入一条小巷子, 这才到了殷家。 殷嫔最早是低等宫女, 可以想见殷家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 如今殷家能入朝, 也全是詹殷嫔的光。 他们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 官居六品便没再往前一步, 安安分分地当一个闲散小官, 并不参与朝堂纷争。 舅舅,舅妈。 楚一翻身下马, 拱手打了声招呼。 依儿, 今儿真是齐了。 殷夫人抬口道, 于哥那个混小子哪回来不是追击摸狗, 上房接瓦, 弄得鸡飞狗跳, 这回竟然乖乖坐在椅子上喝茶, 还真是长大了, 懂事了。 还有长生, 他出生到现在, 就从来不肯见外客, 今儿怎么愿意来殷家了。 楚一心中也是暗暗称奇。 于哥虽然性格外相, 但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接纳, 能喜欢上谢夫人着实是蹊跷。 还有长生, 天生不愿和任何人沟通, 哪怕他这个父亲, 也很难走进他的内心, 谢夫人却轻而易举让长生惦记上了。 正说着, 谢家的马车缓缓停在了殷家门口, 云初扶着听霜的手从马车上下来, 扶身行礼, 王爷, 殷大人, 殷夫人。 殷夫人当然认识这是将军府嫡女, 如今的谢夫人, 她正要回礼时, 就听到身后蹬蹬蹬的脚步声, 紧接着, 就见两个粉雕玉琢的孩子从大门口冲出来, 一左一右, 同时扑进了云初的怀里。 娘亲? 楚红鱼趴在云初怀里还不够, 四肢并用往上爬, 不一会儿就搂住了云初的脖子。 一声娘亲, 让边上站着的几个人全都呆了一下。 哪怕是一项喜怒不形于色的厨艺, 脸上也露出吃惊的神色。 娘亲这两个字是能乱喊的吗? 关键是, 谢夫人竟然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莫非, 在谢夫人和孩子们独处之时, 鱼哥就是一口一声娘亲吗? 啊, 这, 殷夫人风中凌乱了, 这位不是谢夫人吗? 是她认错了还是怎么的? 谢夫人怎么会变成两个孩子的娘亲? 哦, 也可能不是谢夫人, 而是和谢夫人长相比较相似的将军府另一位小姐。 可面前这个女子是妇人打扮, 明显是出嫁了, 要是怎么会让一个有妇之妇的女子来做孩子们的娘亲? 云初终于注意到了面前几个人的面色。 她猛地反应过来, 娘亲这个称呼不应该在这时候存在。 她悄悄地在鱼哥的屁股上掐了一下。 楚红鱼咳了咳, 我是说, 云姨好像我和长生的娘亲。 我就说呢。 殷夫人松了口气, 我从前见过谢夫人几次, 我就说不会认错, 来来来, 里面请, 来人, 上茶。 她在前头带路, 云初在后面跟上。 她怀里抱着楚红鱼, 手上牵着楚长生。 等进了院子里, 云初刚坐下来, 小姑娘就迫不及待地爬上她的膝盖, 用力地将楚红鱼推了下去。 楚长生, 你不要太过分了。 楚红鱼插着小腰胸巴巴的吼道, 娘子壳, 云姨已有两条腿两只手, 我们一人一半, 不许再推我。 云初, 两个孩子坐在身上, 四肢还缠着她的脖子和腰, 让她有种被绳子绑起来的感觉。 但她知道, 这样的时光是短暂的, 可能不到一个时辰, 她就要和孩子们分开了。 殷夫人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原来楚一让孩子们来殷家, 是为了和这位谢夫人见面。 不多时, 两个孩子终于消停了,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吃点心。 殷夫人陪着云初喝茶, 开口道, 云儿常年在外办事, 很少陪两个孩子, 若是有王妃在也好, 偏偏云儿吃了秤妥铁了心, 说什么都不愿意娶王妃进门, 就是苦了孩子没有娘亲疼。 不然怎么会抓着谢夫人喊娘亲? 王爷应该是有自己的成算。 云初知道, 平夕王上辈子到了三四十岁都未娶妻, 若不出意外, 今生大约也是如此。 孩子们确实需要母亲, 但谁也不能保证未来的王妃, 是不是真的心疼这两个孩子。 平夕王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迟迟不娶妻。 他们二人在谈论此事之时, 楚一和殷大人也在书房里说起了这件事。 云儿, 你今年二十五了, 婚事该提上日程了。 殷大人喝了口茶道, 前几日你舅妈入宫, 殷平给了一份名单, 让帮忙选几个女子让你过目, 你就妈怕你不高兴, 一直不敢办这件事, 从前你拒绝就算了, 但现在, 你也看到了, 鱼哥和长生是多么的需要母亲的陪伴, 难不成, 每次孩子们想要娘亲了, 你就让他们见谢夫人吗? 殷大人摇摇头, 一次两次倒还好, 谢夫人不会说什么, 时间长了, 你说谢夫人会不会生出反感? 明明是你平夕王府的孩子, 凭什么总要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安抚? 再一个, 云将军和你交好, 你若经常请谢夫人来殷家, 被有些人看到, 可能会坏了谢夫人的名声, 到时也会影响你和云将军的交情。 楚一抬头, 窗外正是凉亭, 殷夫人和云初坐着在喝茶, 两个孩子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玩什么。 孩子们玩一会, 就会抬头看一眼云初, 然后继续玩自己的。 这几日一直郁郁寡欢的长生, 这会哪里看得出, 是个抗拒和人沟通的孩子, 他眼睛在发光, 嘴角带着笑。 他能感觉到, 长生是真的喜欢谢夫人, 如果谢夫人尚未婚配, 想到这里, 楚一一惊, 他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他开口道, 舅舅的苦心我明白, 就按我母妃的意思办吧。 殷大人不可置信, 随即大喜, 好好好, 等你舅妈选出适合的女子后, 就将画像送去给你过目。 楚一将面前的茶一饮而尽, 见时间差不多了, 他这才走出书房, 走到了亭子边上。 看到他出来, 云初才惊觉, 现在竟然已经快傍晚了, 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王爷, 臣妇该告辞了, 云初这话刚落, 就感觉两条腿被人抱住了, 低下头, 看到两个孩子正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他蹲下身, 摸着两个小家伙的脑袋, 小柿子, 小郡主, 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该回去了。 不要。 楚红鱼的鼻子酸酸的, 云依依, 我不回去, 你也别回去,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楚长生虽然不会说话, 但双手双脚抱着云初, 充分用行动证明了心中所想。 楚红鱼, 楚长生, 楚一冷声开口, 在邀请谢夫人前来时, 你们答应过我什么? 他声音冷力, 两个孩子一听见他说话, 就立马松开了云初, 乖乖站在边上, 两双黑猶猶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地望着云初。 云初努力撑起一个笑脸, 小柿子, 小郡主, 咱们下回再见。 他和两个孩子的关系算是过了明路, 以后要和他们见面应该会容易一些吧。 他狠心转过身, 朝外走去。 楚一送他出去, 殷夫人也赶紧跟上, 免得被人看到余理不合。 到了府门口, 云初转身, 再次败别。 多谢谢夫人愿意前来。 楚一开口道, 今年秋国子剑学生的名单上, 将会有谢夫人长子的名字。 云初一听就明白了。 谢时安考上按手后, 会自然成为国子剑的学生, 但因为谢家得罪了宣武侯, 有宣武侯从中运作, 这个名额自然是没了。 不过现在, 他安抚了平熙王的两个孩子, 出于感谢, 平熙王愿意插手将这个名额还给谢家。 云初垂头, 臣妇愿意来, 是因为喜欢小柿子和小郡主, 而不是利用两个孩子得到什么。 王爷此举, 受侮辱了臣妇对两个孩子的真心, 还请王爷收回成命。 楚一皱眉, 这本就是属于你们谢家的东西。 得知他性, 失知他命, 这世上就没有本来该属于谁的东西。 云初诞生开口, 王爷若真的想感谢臣妇, 那就对小柿子和小郡主上心一些, 臣妇告辞了。 她说完, 转身上了马车。 傍晚的夕阳中, 谢家马车缓缓消失在了巷子里。 谢夫人真是个温柔大气的人。 殷夫人忍不住道, 云儿, 你就该娶一个这样的妻子。 楚一摇摇头, 就妈末再说这样的话了。 别污了谢夫人的名声。 她走进院子, 朝两个孩子招手, 过来, 回去了。 楚红玉不情不愿地朝她走来, 走了两步才发现妹妹没跟上, 回头, 却见妹妹低着头, 一直在玩自己的手, 两只手像花一样转来转去, 这是妹妹最喜欢玩的动作, 有时候能玩上一天, 特别可怕。 她走过去, 大声喊道, 长生, 回家了。 听到声音, 小姑娘木讷地抬起头, 漆黑的毛子迟缓地转了转, 这才牵住哥哥的手, 走向楚一。 楚一心口一痛, 就刚刚, 长生还是个活泼的小姑娘。 谢夫人一走, 她就变成了从前那样, 总是呆呆的, 好似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对什么都没有反应。 楚一蹲下身, 长生, 父王抱你。 小姑娘紧紧牵着楚红鱼的手, 看也不看她一眼。 她叹了口气, 父王答应让你养的猫, 方才送到了王府, 回去就能看到了。 楚长生的眸光, 这才有了些许的波动, 朝楚一伸出了两条小胳膊。 她将小小的女孩抱了起来。 她的世界里, 从前只有哥哥和猫, 现在多了谢夫人。 她开口, 长生, 鱼哥, 父王决定为你们找一个母妃, 你们和父王一起选, 让云姨姨做我们的母妃。 楚红鱼高兴地道, 我和长生都喜欢云姨姨, 父王你也一定会喜欢。 楚一面色清淡, 她已经嫁人了, 换个人选。 不能再嫁一次吗? 楚红鱼眼巴巴地问, 我真的好喜欢她。 楚一没再说话, 她想到了15岁那一年, 她跟随云将军出征, 她站在城墙上相送, 那时候的她, 还只有10岁大。 五年后, 她随云将军班师回巢, 刚抵达京城, 就跟着云将军回云甲, 喝了她的出格酒。 她就这样嫁人了, 很多事来不及去想, 也没办法去想。 当最后一丝晚霞散尽时, 云初回到了卸甲。 丫鬟们将晚餐一一端上来, 等用餐结束, 天色彻底黑了。 她回去换了身短衫, 跟着秋童在院子里练习一些基本的招式, 练了半个时辰就一身汗。 听雪让婆子提来热水, 给云初准备沐浴的热水, 再在浴桶里撒上一些晒干的花瓣。 云初正脱衣服时, 门外听风来报, 夫人, 大人和大少爷来了。 他的眉头轻轻皱起, 这大晚上的, 这两人来干什么? 不过司机平熙王那番话, 也能猜到大约是和国子健的名额有关。 他不慌不忙开口, 就说我在沐浴, 有什么是明日在说。 听风点头下去了。 云初靠在浴桶里, 随手拿本书看起来, 等水差不多冷了, 这才起身。 听霜站在他身后, 为他擦头发, 等头发差不多干了, 他这才披上外衣, 歪在他上继续看书。 他现在睡眠不是很好, 得到了害时, 才能勉强入睡, 在睡之前, 他会看一些从前没读过的各种类比的书。 夫人, 大人和大少爷还没走。 听风走进来轻声道, 夫人要见吗? 云初冷嘲地笑了笑, 一出事就来找他, 真把他当救命稻草了。 二十八岁的大男人, 遇到什么事就来找妻子, 他是打心底, 瞧不起谢景玉。 放下书, 穿上外衣, 他起身走到了边上的偏厅, 夫君和安哥这么晚来是有什么事吗? 他一进来, 谢景玉就闻到了毒属于他身上的香气, 他压下心中的淫泥, 开口道, 打扰夫人休息, 恕我的不是, 只不过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谢时安接过话道, 原本我可以进国子健读书, 但因为宣武侯从中作梗, 父亲打听到, 国子健记久从名单上划去了我的名字。 竟有这样的事? 云出面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愤然, 宣武侯怎能如此欺压人, 维哥已经毁在他手上了, 他怎么可以又毁了安哥? 说起来他宣武侯世子, 只不过是手指蹭破了一点疲惫了, 却让我们谢家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夫君, 你写折子上奏, 我就不信皇上不管这事。 谢景玉叹气, 皇上心宠幸了一个宫女, 哪有心思管这事? 当今皇上也不算昏庸, 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色, 只要看上了的女子, 非宠个几天几夜才罢休。 他若是在奏折里写谢家这点小事, 就算御书房将他的折子 呈到了皇上面前, 皇上怕也不会看两眼。 那该怎么是好? 云出一脸焦急, 安哥不能就这么被毁了呀。 父亲, 母亲, 你们别为我担心了。 谢时安抬起头, 往年那些状元进士, 并非都出自国子健, 老师的指点固然重要, 但我认为, 个人的刻苦用功比老师更重要, 只要我好好读书, 刻苦认真, 不管再不再国子健, 我都一定会考取功名, 出人头地。 云出满心讥讽, 若谢时安真不在意国子健的名额, 根本就不会大晚上在这里等他。 他说这番话, 分明是以退为进, 想让他这个嫡母心甘情愿为他铺路。 他抬头看向谢时安, 安哥, 难得你这腰有骨气, 就如你所言, 我们不上那什么国子健了, 让你父亲给你寻一位名师。 再好的名师, 也不及国子健。 谢景玉神情复杂地道, 夫人, 云家乃一品将军府邸, 能不能让安哥借用云家的名额进入国子健? 云出垂眸喝了口茶。 谢景玉和上辈子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只不过, 上辈子是请求云家宋三少爷谢时允进国子健。 这辈子谢时安出了事, 便提前十年让云家用了这个名额。 他还记得, 当年谢时安以按手的身份进宫读书, 他主动去宫中见他的亲姑姑云飞, 请求让谢时安做八皇子的半读。 虽然都是在国子健读书, 但若是成为皇子半读, 那享受的资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想当初, 他是绞尽脑汁为谢时安重谋, 如今回忆起来, 恨不得一巴掌删死自己, 真是蠢透了。 夫人, 我知道云家不欲卷入皇权斗争, 所以并未打算送任何孩子进国子健读书。 见他沉默不语, 谢景玉继续道, 若安哥不是读书的料子, 我绝不会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可夫人你也看到了, 安哥只会比我更加优秀, 日后安哥有出息了, 也是云家的一大助力不是吗? 云初抬起头, 夫君所言即逝,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大哥的意见。 云家渐渐功高震主, 自然不会送孩子去国子健沾染皇权, 不然只会死得更快。 但云家不要的东西, 凭什么给谢家? 第二天谢景玉下朝回府, 就来升居, 话里话外都在催促云初早些去云家将此事定下来。 云初拖到了隔天才回云家。 路过闹市, 他看到京城街上开了第二家卖兵的铺子, 不得不说, 陈德福的动作就是快, 他前天才吩咐下去的是, 今天就已经办好了。 新的冰铺的价格是二两二千银子一斤, 比之前那个铺子还贵了不少, 这样一来, 原来铺子的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街上许多人议论纷纷, 真是奸商, 冰块不就是水吗? 竟然卖这么贵, 和抢钱有什么区别? 哪一年卖的不贵, 基本上都是一两银子一斤, 只不过今年冰块少, 价格就到了二两多银子。 反正跟我们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一两银子也买不起, 管它贵不贵呢? 听风嘀咕道, 就算按照竞价来买, 这些老百姓也买不起, 他们有什么资格骂奸商? 听双叹了口气, 老百姓一年也不过, 才攒下三四两银子。 富贵人家一块冰, 是老百姓一年的柴米油盐。 云出若有所思, 看向车窗外。 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多都是最普通的底层百姓。 上辈子, 云家出事后, 正是这些老百姓跪在皇城面前, 请求皇上重新彻查云家之事。 虽然皇上并未将这些老百姓的请命放在眼底, 但他还是记住了老百姓对云家的恩情。 听双, 你等会和陈伯说一声, 进入炎炎六月之后, 以云家的名义, 搭一个清凉棚, 每日下午两个时辰放置冰块, 为百姓造一个避暑之地。 云出缓身开口, 另外, 冰价每半个月涨一次, 不设上线。 只要为百姓做过的事, 他们都会记得, 并且会在需要的时候回馈。 他不知道今生的云家会不会面临上辈子的事, 但他会做足准备去应对, 绝不会让惨剧再发生。 两辆马车停在云家门口, 云出坐在前面的马车上, 后头马车上装满了刚从仓库拉出来的冰块。 林氏看到了心疼极了, 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 一马车的冰这得多少银子。 云家虽然位高权重, 但并不是什么有钱的大家族, 花几千两银子买冰块, 对林氏来说实在是有些奢靡。 接上那个陈济冰铺, 是我开的。 云出只说道, 母亲要用冰, 直接让人去取就是了。 林氏惊恶, 三四月大肆囤兵的南方商人是你。 这事儿娘自己知道就行了。 云出转移话题道, 上回谢家和宣武侯生了龌龊, 导致安哥国子健读书的机会也没了, 若大哥不打算送姜哥去国子健, 不如将这个机会给安哥。 姜哥是云出大哥云泽的长子, 云震江, 今年五岁, 和谢氏安一样在京城学政府设下的怀德学院念书。 林氏随口道, 你带哥当年没去国子健, 姜哥自然也不会去, 反正也是空着, 就让安哥去吧。 云出知道云家任何人都不会反对, 哪怕是大嫂柳千千, 也知道云家人不能入国子健, 都巴不得将这个名额让出去。 上一世谢氏允得了这个便宜, 这一世他会让谢氏安如愿吗? 云出唇办的笑意有点深, 林氏笑着说起别的事, 燃姐的婚事定下来了。 云出惊讶, 这么快, 燃姐都是七了, 哪能再耽搁。 林氏开口, 大家的孩子也十九了, 别家这么大的哥儿孩子都有了, 他们大家也急, 咱们也急, 于是就将婚事定在了秋天, 正好还有时间筹备嫁长。 云出点头, 和林氏商量起树妹的嫁状来。 商量得差不多之后, 林氏压低嗓子道, 明你随我进宫, 去看看云飞。 云出听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是姑姑出什么事了吗? 林氏摇头, 太子前几日不是病了吗? 太子生病的是云出知道, 还是昨日去殷家, 于哥告诉他的。 本来平溪王要去冀州剿匪, 但因为太子重病, 皇上便让平溪王留在皇城。 原先还不明白, 为何太子生病得平溪王留下, 现在看林氏凝重的神色, 云出明白了些许, 太子这次生病, 恐怕是人为。 四皇子去了一趟东宫, 太子就开始上土下泻, 太医验出是四皇子送去东宫的赤石有问题, 林氏声音很低, 皇上大怒, 罚四皇子去城外清安寺为太子祈福去了, 如今各宫皇子都大了, 有些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宫中这几年怕事都不会太平, 你祖父让我进宫劝谨云飞, 让他盯紧八皇子, 千万别掺和这些事。 云出记起来, 上辈子也有这件事, 四皇子被罚去清安寺祈福, 太子病好之后, 四皇子才被放回来, 后来太子重新查中毒之事, 原来是另有人为之, 四皇子被洗清嫌疑, 皇上知道错怪了人, 还刺了好多东西弥补, 那段时间大概是四皇子最快乐舒服的时光了, 逍遥快活了还没有半年, 就出事了。 云出留在云家陪着云老将军吃了个晚餐, 这才坐马车回到谢家。 谢景玉身边的小丝就等在大门口, 看到他回来, 忙道, 夫人您可算回来了, 大人一直在等您呢? 云出诞生问道, 大人在何处? 在安寿堂。 小丝恭敬地道, 夫人是这就过去呢, 还是让小的请大人去升居。 云出静止去了安寿堂, 这回谢家人都在这里等消息, 姨娘们也都在, 屋子里热热闹闹。 初二, 快坐。 老太太满脸笑容, 安哥的是, 云夫人和你大哥怎么说? 云出喝了口茶, 这才不急不缓地开口, 我大哥觉得自己是没有入国子健读书, 所以只考了个三甲进士, 一直很懊悔, 打算等姜哥八岁之后, 就送姜哥进国子健。 老太太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 是他对这个孙媳寄予了太高的期望, 希望有多大, 现在失望就有多大。 谢景玉微微醋眉, 以他对云老将军的了解, 绝不会允许云家人有机会与宫内皇子接触过密, 怎么可能会送云镇将近国子健? 难不成, 云非打算借用云家势力为八皇子夺敌? 想到这里, 谢景玉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他依附云家, 但可不想随着云家站队八皇子, 因为八皇子年龄太小了, 要夺皇位实在是太难太难。 不过, 我劝了我大哥, 姜哥才五岁, 也不知道是好读书还是爱习武, 现在占用这个机会不是浪费吗? 云出满脸欣慰地看着谢时安, 安哥疏通二友, 围边三角, 是真正的有才之人, 国子健就该有安哥的一席之地。 谢时安脸上露出狂喜, 随即被他压下去, 声音里有着难掩的激动, 多谢母亲。 当失去过这个机会, 他才知道这样的机会有多难得。 他也万万没想到, 在姜哥和他之间, 母亲竟然选择了他, 那他也绝不会辜负母亲的这番心意。 初儿, 你真是我们谢家的复兴, 袁氏满脸感慨, 要是没有你, 安哥这辈子都毁了。 老太太开口, 初儿, 以后安哥定会孝顺你, 也会反补云家。 云出和老太太随意扯了两句, 然后告退离开安寿堂。 谢景玉跟着他一起出来, 夫人, 云出的步子停下, 夫君还有什么事吗? 今儿上街, 我看到一只簪子, 很适合夫人。 谢景玉从袖子里取出一只蝴蝶玉簪, 我替夫人戴上吧。 云出扫了一眼, 这簪子顶多十两银子, 红小姑娘还差不多, 她都二十了, 早就过了会被一些小恩小会打动的年纪。 她声音淡淡, 这簪子确实不错, 回头我拿去给拼紧, 她带着合适。 谢景玉的神情有些僵硬, 这是成亲五年来, 她第一次为她买首饰, 她却只看一眼, 就要拿去送给别的人。 她捧出来的一颗心, 好似被她扔在了地上。 夫君若是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云出淡然转身, 背影很快消失在了安寿堂门口。 谢景玉死死捏着簪子, 胸口剧烈起伏着。 大人, 一个娇软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她的手被握住, 手中的簪子被抽了出去。 她侧眸, 看到听雨站在她身侧。 听雨是鼓足了勇气跟上来。 她拿起那蝴蝶簪子, 柔声道, 她要伺候夫人, 知道夫人喜欢什么样的手势头面, 不如妾身给大人仔细说一说。 谢景玉面色冷沉,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既然云出瞧不上她送的东西, 那以后不送就是了, 这样的难堪, 有这么一次就够了。 大人这话妾身不信。 听雨的手轻轻攀上了谢景玉的肩膀, 夫人一心一意为谢家谋划, 大人再怎样也不可能真的冷落夫人。 但这五年, 夫人的心确实是冷了, 不如大人去妾身院子里坐一会, 妾身知道如何让夫人回心转意。 谢景玉的纯县民谨, 她必须得承认, 云出确实是一心为了谢家, 连属于云家的国子剑资格 也为安哥要了过来。 反观她做了什么, 她竟将云出再一次送给了宣武侯。 宣武侯如此欺压谢家, 有朝一日谢家启示后, 她绝不会放过宣武侯府。 但现在, 是她对不起云出。 她确实想让云出回心转意, 若云出和她夫妻情深, 她那颗心才会更加向着谢家。 四级此, 谢景玉脚步一转, 随着婷宇前去那小院。 婷宇住在谢府角落一个院子, 院前种满了竹子, 瞧着道别友一去。 谢景玉随着她走进去, 她坐在榻上, 婷宇站在她面前, 低着头道, 从董事开始, 我就在夫人身边伺候了, 夫人小时候, 喜欢一些颜色艳丽的首饰衣, 后来慢慢喜欢浅色的衣衫, 首饰也喜欢简单一点。 云出回府的时候, 天色就已经黑了, 这会已经到了差不多虚实末, 外头漆黑的夜愈发深沉。 听雨的声音更加地软, 时辰不早了, 大人不如就在这里休息吧。 谢景玉本想拒绝, 但抬头看到听雨的脸, 她恍恍惚惚意识到, 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在后院留宿了。 从前和贺氏两情相悦, 但自从贺氏进谢家 成了贺妈妈之后, 她和她之间 似乎就没了当初的悸动, 等到贺氏成为姻娘, 明明有了名正言顺 去她那里过夜的理由, 她却一次也为踏足碧合园。 听雨身子一软, 倒在了谢景玉怀中。 几番云雨过后, 听雨趴在谢景玉胸口, 轻声道, 大人, 有句话切身不知当讲不当讲。 谢景玉声音很淡, 有什么就直说。 听雨犹豫了一会, 才开口, 前些日子, 允歌在生居里 看到了个三四岁大的男孩。 她也想替夫人保守这个秘密, 可凭什么大人 要过季云家的孩子? 这对谢家未免太不公平了, 对允歌也不公平。 反正过季的事迟早都会闹出来, 那不如她提前告知大人, 让大人早做准备。 你说什么? 谢景玉脸色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坐起身来, 她要将云家的孩子过季到谢家。 古往今来, 过季孩子都是在丈夫的宗族里选, 什么时候妻子能把娘家的孩子养在名下了? 若谢家真的过季了云家的孩子, 那她谢家就真成了整个京城最大的笑话。 听雨跟着起身, 大人,这是夫人亲口告诉妾身的话, 夫人叮嘱妾身, 不要告诉任何人, 还请大人先静观其变, 莫要声张。 她怕大人去找夫人对质, 那她就里外不是人了。 谢景玉伸手按了一下她的肩膀, 你是夫人最信任的人, 我自然不会让你和她离心, 这件事我会安排人好声查一查。 听雨松了口气, 一夜悄无声息过去, 天气越来越热, 黎明也来得越来越早。 云初洗漱完毕后, 正要出去, 就听到听风在外头说话。 爬床这档子是算是被你摸熟了。 听风站在院子里, 看着前来请安的听雨, 眼中满是讥讽, 看来咱们宇姨娘又要给谢府天人了, 提前道一声恭喜。 陶姨娘摸着自己即将临盆的肚子, 嘲讽地笑, 宇姨娘好手段, 谢家发生这么多事, 竟还能请大人去自己院子里, 真令人佩服。 听雨低着头道, 身为姨娘, 本就该伺候大人, 这是我的本分。 她不过是留了大人一夜, 早上起床, 一路上的丫头婆子每个再赶给她脸色看。 这里是谢家, 终究还是谢家说了算, 只要她把握住大人, 那她和允哥在谢府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这时候云初走出来, 面色淡淡地道, 都处在院子里做什么, 进来做吧。 人都到齐了, 一一坐在偏厅的椅子上。 再过几天就是太太的生辰了。 云初转入正题, 我来找你们问个主意, 怎么给太太过生辰? 殷老太太还在世, 因此不管谢家哪个过生辰, 都只是家里人自己热闹一下, 具体怎么个热闹法, 得仔细商议。 几个姨娘各自提了自己的意见。 云初笑着道, 拼姐, 太太生辰的事就交给你来办, 这次我让听双协助你, 你认为如何? 谢拼感激涕零, 谢谢母亲再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不负母亲的信任。 你别太有心理负担。 云初温生开口, 这次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拒一拒, 出了差错也不要紧。 正说着, 只见谢景玉从门口走了进来, 她面色有些沉, 冷冷道, 你们都下去。 几个姨娘有些惊讶, 大人鲜少露出这样的神情, 更不可能对夫人有这样的表情,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只有听语知道, 大人定是查到了, 夫人抑郁过季云家宗族子的证据, 这是要来质问夫人。 希望夫人不要怪她, 她也是为了允哥能在谢府有一席之地, 她是一个母亲, 她做任何事, 首先考虑的人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这一点夫人大概永远都不会明白吧。 屋子里的人退出去, 听双将门轻轻地合上。 云初的眉心淡淡骤起, 夫君这是要做什么? 这段时间以来, 你频繁回云家,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谢景玉冷声问道, 云初的声音也变得冰冷, 夫君不妨有话直说, 你是不是打算过季一个云家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嫡子? 谢景玉开门见山, 我让人打听了一下, 云家旁只有个三岁的孩子, 前几日也去了云家, 你要过季的孩子是他吗? 云初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夫君, 你疯了, 谢家这么多孩子, 我为何要过季云家的孩子? 他脸上的神情根本就不像作假, 谢景玉愣住了, 莫非是他查错了? 听雨前脚刚回到自己的院子, 听双后脚就跟来了, 云姨娘, 大人让你去一趟。 听雨的手指紧了一下, 大人不是说了不会让他和夫人离心吗? 这会让他前去, 夫人定能猜到是他告密。 那他以后在夫人面前该如何自处? 三少爷就别跟去了。 听双开口, 云姨娘, 请。 听雨只能将儿子松开, 交给奶娘, 这才跟着听双前去生居。 一走进去, 他就感觉到了不寻常, 迈上台阶, 走到偏厅门口, 他的余光看到云初和谢景玉 一左一右坐在主位上喝茶。 他的心突然又咯噔。 云姨娘,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云初放下茶盏, 声音冷漠至极, 你是自己说, 还是让我说? 听雨低着头, 咬紧牙关道, 切身不明白夫人要切身说什么。 云姨娘, 当初你背着我爬上大人的床, 我想着是你爱慕心切, 所以做了不恰当的事, 念你伺候多年有功, 我从未苛责过你半句。 云初满脸失望, 我实在是不明白, 为何你要挑唆我和大人的关系。 听雨连忙辩解, 切身没有。 难道不是你告诉大人, 说我打算从云家过寄一个孩子来谢家吗? 云初的声音变得冷立, 你有没有对大人说过这样的话? 他的吉言利色, 让听雨根本无力招架。 他知道, 根本就否认不了, 只能硬着头皮道, 夫人, 切身认为这么大的事, 有必要让大人知晓, 对不起夫人, 切身不该背叛您, 还请夫人责罚。 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云初笑了笑, 我以为你聪明, 没想到你这么蠢, 云家是什么门第, 谢家又是什么门第, 你觉得, 哪个云家旁之的孩子, 会心甘情愿改姓为谢家子? 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你怎么就能如此言之凿凿说给大人听? 更可笑的是, 夫君你竟然相信了。 谢景玉眼神阴沉, 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 云家旁之更是深谙这个道理, 只要他们不适得了失心风, 就不可能将自己家中的男丁过寄给寒门谢家。 他怎么就相信了听语那番毫无根据的话? 他抬起脚, 踢在了听语的肩膀上。 听语被踢了个养岛,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看向谢景玉, 昨夜那么温存的男人, 今天竟然对他冻粗? 他跪在地上哽咽道, 大人, 这真的是夫人亲口告诉妾身的话, 妾身没有说谎, 允哥还看到夫人院子里有一个男孩子, 大人, 可以不相信妾身, 但可以喊允哥来问一下, 允哥绝不会说谎。 云出声音冷沉道, 你挑唆我和大人的关系, 我倒可以放过你,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教允哥扯谎, 允哥还不满四岁, 这么小就受你这样的管教, 他以后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不为哥的后尘, 我不敢想。 妾身没有教允哥说谎, 听语第一次有种无力感, 他大声道, 大人, 妾身真的没有, 妾身是冤枉的。 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这根本就是一个局。 夫人故意告诉他想过季云家的孩子, 故意让他去大人那里告密, 故意设计了这一出戏, 而他毫无设防, 就掉进了夫人社的这个陷阱里, 连为自己的辩解的余地都没有。 够了。 谢景欲冷沉道, 当初你能背主爬床, 如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不稀奇, 夫人, 你说怎么处置? 云出摇头, 处罚轻了, 他不长记性, 处罚重了, 难免会记恨我, 还是夫君定夺吧。 他满眼失望, 看着跪在地上的听语。 念在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义上, 他给了机会, 听语却丝毫不珍惜, 竟这么快, 就背叛了他。 你挑唆我与夫人的关系, 明显心思不正, 那就罚你半年阅历, 抄百遍佛经, 好好反省。 谢景欲一字一顿, 你这样的品行, 也不适合再养允歌, 允歌本就记在夫人名下, 那以后就住在生居, 辛苦夫人管教吧。 他的话, 犹如一记惊雷, 在听语头上炸开。 府中所有的孩子, 虽然都记在夫人名下, 但实际上, 还是他们这些生母, 自己抚养待大。 只有允歌刚出生时, 因为刚夫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便亲力亲为带了允歌一段时间, 但后来也还是他自己带得多。 现在大人这话的意思, 是让他和允歌分开, 他再也没有抚养允歌的资格。 大人, 妾身真的没有带坏允歌, 还请大人收回承命。 听语是真的慌了, 可谢景玉不为所动, 他连忙爬到云出面前, 夫人, 妾身不该背叛夫人, 妾身知道错了, 请夫人劝一下大人收回承命, 允歌还小, 习惯了妾身照顾, 离不得妾身啊。 云出低头喝茶, 全程无动于衷。 来人, 送与姨娘回去。 谢景玉冷沉开口, 带三少爷来升居, 底下的人立即去办。 等听语被拖出去之后, 云出这才转头开口, 夫君, 我日日处理许多事情, 实在是抽不出身管教允歌, 不如这样吧, 府里只有贺姨娘无所出, 她整日无事, 恐胡思乱想声势, 倒不如将允歌交给贺姨娘管教, 如何? 谢景玉认真思索起来。 贺氏虽然一身毛病, 但不得不承认, 安哥如此优秀, 有贺氏一份功劳。 近几天, 贺氏天天念叨着去庄子上见为歌, 确实是该给贺氏找点事情做了, 免得生出幺蛾子。 思及此, 谢景玉点头, 那就依夫人所言。 云初笑了。 一个贺氏, 一个听语, 这二人互相算计, 他这里也能清闲一阵子了。 中午用餐过后, 云初准备去云家。 听说他要随临时进宫, 谢景玉心中生出渴望。 如果谢家也有女子入宫为妃该多好, 皇上最吃枕边风, 有谢家女为谢家说话, 谢家何至于落到这样的田地。 可皇上已五十岁了, 而拼紧才十三, 目前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 一看谢景玉的表情, 云初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上辈子, 四皇子出世后, 谢平就打消了成为四皇妃的念头, 转而进宫成了皇上身边的女人。 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有这么大的筹谋, 她不太信, 这中间定有谢景玉推波助澜, 说不定还有谢山出谋划策。 将才十几岁的女孩送进宫, 给五十几岁的皇上当妃子, 这种事, 谢家人能干出来也没什么稀奇。 午后, 云家的马车停在宫门口。 云初随着林氏下马车, 递交宫牌, 一个小太监这才领着二人从皇城的侧门进去。 走过长长的宫中回廊, 这才到了后宫, 先要去给皇后娘娘请安, 才能再去云飞的住所。 二人到了昆宁宫, 巍峨大气的宫墙里来来回回都是宫女太监, 在店门口略站了一会, 一个嬷嬷出来领着母女二人进去。 臣妇携小女给皇后娘娘请安, 林氏带着云初迎迎扶身。 皇后接近五十岁, 保养得极好, 看起来慈眉善目, 让她二人起身, 并赐座。 近来宫中无事, 好些时候没见云夫人了。 皇后笑着道, 云夫人要多来昆宁宫做做才是。 林氏盲回道, 臣妇怕来得勤了, 皇后娘娘嫌反, 这不, 正好有件事想请皇后娘娘帮忙, 小女初儿自四年前早产后, 身子一直不利索, 这么多年也怀不上孩子, 听闻有一位神医正在为皇后娘娘治病, 不知可否请神医为小女诊脉。 这件事, 皇后也听说过, 她目光恋爱地落在云初身上, 天可怜见的, 还这么年轻, 没个孩子, 日后慢慢岁月可怎么过, 云夫人放心, 这件事本宫记在心上了, 会尽快安排。 林氏大喜,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知道, 他们二人主要是来见云妃, 略聊了几句之后, 就让他们去了云妃住所。 云妃是四大妃之一, 再加上生育了八皇子, 住的地方自然不算差, 也是一大堆工人伺候着。 见过云妃娘娘, 林氏和云初齐齐给云妃行礼, 云妃知道这是礼数, 也没有阻止, 将周边伺候的人都平退之后, 这才将她二人扶起来。 大嫂, 出井儿, 坐吧。 云妃叹了口气, 这几日皇上要内妃, 皇后一直在劝戒, 搞得后宫也不安宁。 林氏诧异道, 是要那正宠幸的那个小宫女吗? 云初丝毫不觉得惊讶, 在她死的那一年, 皇上也有六十多岁了, 还在不断的那女人充实后宫。 皇上的心思全在后宫那点事情上, 导致前朝越来越乱, 也不知最后皇位到底落在了谁的头上。 太子稳坐东宫, 二皇子宫西王才高八斗, 三皇子平西王手握兵权, 四皇子也早早就有了封号。 林氏开口道, 五皇子六皇子也渐渐大了, 宫中党派之争渐渐浮出水面, 父亲的意思是, 让八皇子保持中庸之道, 不该掺和的事情万万不可掺和。 云妃点头, 这些我都知道。 云出轻声开口, 姑姑, 若日后八皇子受了封号, 倒不如外放去封地, 这才叫是彻底不掺和。 上辈子, 姑姑和八皇子从未参与夺敌, 可最后, 八皇子不知被谁算计, 死在了狩猎场, 姑姑也栽在了谢平手上。 只要八皇子姓楚, 那就一定躲不开这个漩涡。 既然争不过, 那不如走远一点, 再也不回京, 至少能保住自己这条命。 云飞不由笑道, 我们初角长大了, 也知道为姑姑出主意了, 只不过, 皇上给的封地都在西北南疆, 太远了, 我可舍不得老八去受苦, 留在我身边还能护着点。 云出没再说什么, 他年纪小, 说话没有力度, 姑姑自然不会听他的。 左右时间还早, 慢慢劝说着, 相信姑姑总有一天会想通。 云出跟着林氏, 在宫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时辰, 就告辞离开了, 坐在马车上, 抬头看着高高的宫墙, 他不由叹了口气。 姑姑这辈子就圈禁在这里, 十四岁入了宫, 便再也没能出来。 云飞赏了些好看的宫花, 给云出带回去, 回到谢家, 云出便将这些花, 拿去给谢平和谢贤两个景分了。 夫人, 与姨娘方才闹起来了, 听雪前来汇报, 她知道三少爷被送去贺姨娘身边养了, 根本就接受不了, 冲到贺姨娘屋子里去抢人, 二人闹起来, 吓得三少爷哇哇大哭, 夫人不在家, 便闹到老太太那里去了。 云出冷笑, 谢士允送到他这里来, 听雨都不太情愿。 贺氏之前, 差点让陶姨娘堕胎, 听雨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孩子落在贺氏手上, 少不得会大闹几场。 至于贺氏会不会故意磕待允哥, 这就不是云出关心的范畴了。 老太太知道这是大人和夫人共同的意思, 将雨姨娘骂了一顿, 就没再过问了。 听雪继续道, 方才雨姨娘来了一趟生居, 被听风骂走了, 夫人要见雨姨娘吗? 云出扯唇, 他自作自受, 这恶果他得受着。 第二天上午, 谢冰前来和云出商议员事生辰之事, 谢家人不多, 准备两桌洗面, 饭后安排了茶会, 一家人坐着喝喝茶打打牌说说话。 云出看了一眼道, 你把茶会安排在谢家后园子, 这天气坐在院子里喝茶, 热得一身汗。 谢冰开口道, 我叫人多买些冰块回来。 大小姐, 这怕是不能。 听双开口, 太太生辰只备了200两银子, 若买冰, 这钱就超支了, 真不知今年的冰价怎这么贵。 谢冰叹了口气, 二两银子一斤冰, 光是老太太屋子里, 一天就得两斤冰。 这还是五月, 夏天才刚刚开始, 越往后, 用冰量只会越来越大, 而公帐上的银子却越来越少。 他开口道, 母亲, 我再看看哪里能省些银子出来。 云出摇头, 再怎么省, 都省不出买冰的钱, 你去找老太太, 让老太太派人去庄子上 找你祖父这些银子, 不然这个夏天没法过。 往年都是他拿嫁妆去买冰, 今年要么谢家自己拿钱, 要么一家子人受热吧, 他是管不着了。 谢冰低头领命, 云出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最近我们谢家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 我原打算带你去庆安寺祈福, 保佑我们谢家顺顺当当, 谁知昨日入宫得知, 四皇子竟到庆安寺小住去了, 思来想去, 咱们还是先别去了。 谢冰的脑袋猛地抬起, 四皇子在庆安寺, 天知道那日在长公主府上 见过四皇子之后, 他做了多少个梦, 曾还梦想着能成为四皇子的皇妃, 后来慢慢知道, 他这样的身份, 连当皇子的侧妃都不配, 他想见四皇子一面, 都那么难, 难如登天。 一听说四皇子在庆安寺, 他哪里还忍得住, 忙开口, 寻常人哪里会知道四皇子在寺庙里, 还不是该去就去, 母亲既然打算了去庆安寺祈福, 那就去吧, 咱们小心些, 别冲撞到四皇子就死了, 云初似笑非笑, 他只是稍微放出一点诱饵, 鱼儿就上钩了, 这么蠢的拼结, 上辈子怎么就把他姑姑害得那么惨, 云初点头答应去庆安寺, 谢平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 满脑子都在想明日穿什么衣服是好, 不过该办的事情还是得办, 他拿着单子去老太太的安寿堂要银子, 今年下的兵价太高, 每个月多支出至少四五百银子, 账面上银子完全不够用, 母亲的意思是能不能去找祖父多拿些银子, 老太太看了一眼账面, 那些花出去的银子让他觉得肉疼, 可哪一项好像都少不了, 都必须得花, 原来有陈德福管着谢家的生意, 一年还能赚个五六千两银子, 后来贺旭来管铺面时, 那个混账东西把铺面的银两全都摊没了, 铺子里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听说贺旭天天混迹赌场, 欠了一屁股债, 被人剁了那玩意赶出京城了, 赶欠赌场的银子, 是嫌命太长了, 老太太在心里鄙视了贺旭一番, 开口道, 与姨娘犯了错, 她院子里的兵力取消, 贺姨娘竟给谢家丢人, 她院子里的兵也不必送了, 既然她二人取消, 将姨娘也取消, 陶姨娘还怀着身子, 就一天给半斤兵吧, 谢平十分赞同, 这样一来, 一天就能省下接近二十两银子了, 虽然省了些开支, 但老太太知道有些花费必不可少, 还是派了人去京郊庄子上, 找谢忠诚拿庄子收成, 老太太, 不如让妾身去吧, 赫氏不知什么时候从外头走了进来, 正好允哥心情不好, 妾身带着去庄子上散散心, 老太太扫了她一眼, 哪里是去庄子上散心, 分明是想去看维哥, 维哥闯了弥天大祸, 害得谢家这么多年的根基毁于一旦, 仅于失去了于大人的青睐,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难, 只要一想到维哥, 老太太就满肚子火, 冷冷道, 去京郊一来一回大半天, 允哥年纪小, 折腾不起, 既然景玉和初儿将允哥交给你来管教, 你就多上点心, 别老惦记一些不该惦记的事, 赫氏嘴角发苦, 那是他的亲生儿子, 怎么就不该惦记了, 维哥去庄子上这么多天了, 他也不知道维哥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腿伤有没有好一些, 他就只是想去看一眼, 就看一眼而已, 为什么老太太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不答应, 他还想再说什么, 被谢冰瞪了一眼, 只得将化验回去, 从安寿堂出来, 谢冰冷冷道, 维哥差点毁了我们整个谢家, 你在老太太面前提起他, 就是在戳老太太的心窝子, 你还想在谢家待着, 以后就别提维哥了, 你放心, 这回老太太安排人去庄子上, 我会塞点银子, 让他们去看看维哥过得如何, 赫氏知道, 只能这样了, 无奈地点头应下, 还有, 谢冰的声音很低, 我, 我明日要跟着母亲去庆安寺, 赫氏道, 你记得为安哥和维哥求个平安福, 我现在就希望你们三个平平安安, 四皇子安静王在庆安寺小住, 谢冰眼中放出奇异的光, 姨娘, 你说, 赫氏一看他的眼睛, 就知道他生了什么主意, 一把捂住他的唇, 将他拉到了小林子里, 拼紧, 你别乱来, 那可是四皇子, 就是知道他是四皇子, 所以我才要这样做, 谢冰咬牙道, 姨娘, 我需要你的帮助, 有没有那种药, 拿给我, 赫氏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疯了, 你是真的疯了, 你还未急急, 知道这样做会是什么后果吗, 四皇子对我也有意, 谢冰咬着下唇, 那日在长公主府上, 他为我捡起了帕子, 还为我沾花, 如果我们之间有了实质, 他一定会为我负责, 若他有担当, 定能让我做侧妃, 除非你是夫人的亲生嫡女, 才有可能做四皇子的侧妃, 赫氏毫不留情戳破他的美梦, 而且四皇子为何会在庆安寺小住, 你打听过没有, 谢冰摇头, 只要四皇子在庆安寺就够了, 不需要知道原因, 那里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 他只有这一个机会能遇见四皇子, 无论如何, 他都要促成这件事, 就算四皇子不是个有担当的人, 他至少也能进安静王府, 侧妃做不成, 怎么样都能做侧妃, 姨娘, 你别劝了, 我已经决定了, 谢冰眼中很坚定, 而且你自己, 不也是用这样的法子成为了姨娘吗, 凭什么阻止我, 你不帮我, 那我就自己去, 赫氏拉住他的手, 拼紧, 就当是为娘求你, 咱们别做这样的事好吗, 嫁得差不多门第的人, 做当家主母不好吗, 姨娘, 你知道安哥为何这么努力读书吗, 谢冰转谋, 他是想让自己站在高处, 想让自己有能力为外祖家翻案, 而我若能进入安静王府, 那就是安哥的一大助力, 很快, 很快就能恢复外祖家的名誉, 赫氏拉着他的手慢慢松开了, 他闭上眼睛, 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的花团锦簇, 他也多想, 让整个家族回到那时的繁盛, 姨娘, 帮帮我吧, 谢冰一字一顿, 若能为外祖喜庆污名, 那我就有资格做安静王妃, 这只是时间问题, 好, 赫氏重重点头, 他手上也没什么可用之人, 只能去找之前有些交情的小尼姑, 让尼姑想法子去办这件事, 尼姑直接到了生居, 将这件事告知云初, 云初笑了笑, 就按他说的去办, 赫氏竟然主动帮助谢冰做这样的事, 实在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小尼姑退下之后, 云初写了封信递给听双, 立即送去吉府, 交给姬夫人, 姬夫人是刑部尚书嫡长女, 闺名杜琳, 和她同年生, 二人从小随着母亲参加个大宴会, 因此熟识, 只是后来各自嫁人, 杜琳嫁了高门, 而她下嫁寒门, 他们参与的宴会都不一样, 渐渐的就没什么来往了, 但她知道, 上辈子云家入狱后, 杜琳的父亲刑部尚书杜大人, 并未对云家任何一人动用酷刑, 只要是帮助过云家的人, 她都记得, 每一丝一毫的恩情, 她都记在心底, 重生回来, 除了保护云家, 她也想,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希望能护助杜琳那个唯一的妹妹, 上辈子的准安静王妃, 天刚亮, 云初就醒了, 谢时安早早就来请安, 然后前去怀德学院读书, 她在怀德学院大约还要再读几个月, 等到秋季九月便能直接进国子剑, 和皇子勋贵们成为同窗, 她从生居走出去时, 云初能看到她的背影透着意气风发, 她笑了笑, 谢时安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若是换成十多年后的内阁谢大人, 那她肯定不是对手, 不多时, 后院的姨娘和哥姐们都来了, 谢平穿着叉子烟红, 头上戴着金簪, 耳朵上是一对珍珠耳坠, 手腕上还戴了两个惊透的玉琢, 大小杰不是要跟着夫人去庆安寺吗? 就不会对佛祖不敬, 云初面色淡淡, 有许多球姻缘的戏女也穿着这样, 倒也无妨, 手势太多了, 取两件下来吧。 谢平暗暗瞪了陶姨娘一眼, 她让丫鬟将发尖的金簪取了下来, 耳朵上手腕上的手势也都放在了丫鬟手中, 云初站起身, 趁时间还早, 我们走吧。 谢平跟在她身后往外走, 贺姨娘张目相送, 她的一颗心仿佛被扔进了油锅里, 她双手拾合, 在心里不停地祈求。 谢府门口早就备好了马车, 云初和谢平先后上马车, 车子徐徐朝城门口驶去。 到了城门口, 马车停下来。 谢平有些惴惴地问道, 母亲, 不去庆安寺了吗? 我和姬夫人约好了同去。 云初笑着道, 姬夫人你也认识, 去年云家春宴上见过。 谢平心中生出嫉妒, 姬夫人是刑部尚书杜大人的嫡长女, 嫁给了詹事府詹事纪大人的嫡长子, 这样的门第, 虽不如皇家, 但也已经是京城牌的上号的大家族了。 母亲认识的应该都是这样的高门贵女。 如果她的外祖家没有出事, 那她生来也是高门, 身边的人也都是名门千金。 谢平正胡思乱想着, 外头听霜的声音传来, 夫人, 姬夫人到了。 云初挑起车帘, 看向对面的马车, 那马车窗口也献出一张明艳的笑脸, 谢夫人, 好久不见。 云初也笑了, 若从上辈子算起, 她和杜琳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 二人打过招呼之后, 马车这才驶向城外,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 才终于到了城外的大雁山, 清安寺就见在大雁山的半山腰。 从马车上下来, 杜琳就朝云初走了过来, 冷哼道, 从你嫁人之后, 我约了你多少次, 你每回都拒绝, 就连上回见面, 也是因为云家春宴, 我好歹是詹世府的大少夫人, 你谢夫人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云初就喜欢她这样生机盎然的模样。 她的生育能力, 丈夫也冷待她, 她的生活渐渐失去了期盼, 根本就没有去见就有的心思。 玲玲, 你就别用谢夫人三个字来嘲讽我了。 云初拉了拉她的手, 从前是我不对, 我改。 一声玲玲, 将二人的关系拉近了许多, 杜琳叹气, 初初, 清安寺的仇子观音很灵, 许多妇人拜过之后, 回去就能怀上孩子, 我们进去吧。 杜英站在云初跟前道, 云姐姐, 你想学十六节是吗? 很简单, 等会我就教你。 云初笑着道谢, 杜英擅长女工, 编出来的十六节连皇后看了都会称赞一二, 于是她用想学十六节的借口, 写信给杜琳。 十六节的寓意是多子多福, 她知道杜琳心疼她无子, 一定会带杜英来赴约。 谢拼跟在他们身后, 心中的嫉妒越来越浓。 如今母亲不过是个五品官员的内卷, 几夫人竟还和母亲如此交好, 这样的情意, 让她眼红。 她平日认识的那些千金闺秀, 都是五六七品官员的女儿, 她懒得结交, 因此, 她身边一个好友都没有。 一行人走了进去。 庆安寺是京城附近香火最盛的寺庙, 前来跪拜的善男信女, 络绎不绝。 到寺庙门口后, 需要排队才能进入, 云初捐了二百两银子的香火钱, 小和尚便带着他们直接进去了。 香火鸟鸟, 大佛庄严, 云初跪在蒲团上, 诚心磕头。 他不是囚子, 是求云家这辈子顺遂, 求他早邀的那两个孩子能投胎到一个好人家。 谢拼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一切顺当, 他活这么大, 只做这一件大胆的事, 希望佛祖能成全他。 跪拜结束后, 四个人站起身, 云初笑道, 玲玲, 我们吃一顿斋饭再走吧。 杜琳也有许多话想和云初说, 自然是盲点头, 一行四人跟着小和尚去了寺庙的后院。 庆安寺常年接待许多薰贵大家族的香客, 后院很是宽阔, 但长廊东侧的一道门口, 守着两个护卫。 杜英有些好奇地问道, 似乎是宫里的护卫, 是哪个贵人来了? 杜琳摇了摇头, 以他的身份, 当然知道这里住着的是谁, 但小妹若知道安静王被罚住在清安寺, 怕是心都要碎了。 谢拼看了两眼, 暗暗记下了这道门。 一行四人走到了小和尚安排的厢房里, 刚进去, 谢拼就到, 我见他后院开了好些勺药, 杜二小姐, 不如我们去看看。 杜英比谢拼大了两岁, 也是个孩子性子, 在厢房里坐不住, 立即点头跟着谢拼一同去后院赏花去了。 小英有十五岁了吧? 云初开口询问, 不知他的亲事定下来没有。 杜琳开口道, 两年前, 皇上让我爹代安静王进行部历练, 安静王因此经常出入度假, 这一来二去, 小英不知怎的就中意了安静王, 但我听说, 太子重病与安静王有关, 所以才被发落到清安寺来, 如今皇上还在壮年, 就生出这些风波, 日后还不知会有什么事等着, 前阵子德飞试探我娘, 想让小英嫁进安静王府, 我娘装傻糊弄过去了, 这事可不敢让小英知道, 不然她肯定会闹。 云初叹了口气, 都说父母拗不过儿女, 确实是这样, 不管杜夫人如何反对, 杜英就是铁了心要假。 大约今年六七月份, 德飞就会请求皇上赐婚, 只不过, 杜英还未嫁去安静王府, 四皇子就在秋天狩猎围场上出事了。 那日皇上遇刺, 嫌疑最大的四皇子失踪了, 当数月后找到四皇子, 已是一句死尸。 杜英不相信四皇子会刺杀皇上, 更无法接受未婚妇就这样死了, 他一头撞在了四皇子的棺木上。 云初理解不了, 不过是一个男人而已, 怎么就让杜英抛弃了父母, 抛弃了整个家族, 年纪轻轻, 就殉情死了。 云初和杜灵聊了许多, 从幼年的一些去世, 到嫁人后的烦恼, 林林总总, 越聊话越多。 这时, 小和尚带着人将斋饭摆了上来, 一桌子十几个菜都是素菜, 却做得色香味俱全。 杜灵正要拆丫鬟, 去将杜英和谢拼找回来, 这时, 只见杜英慌张从门口走近, 不好了, 云姐姐, 谢小姐不见了。 云初站起身, 小英, 你别慌, 什么叫不见了? 我和谢小姐赏韶药后, 都想找佛祖再求一支签, 就一起去了前头。 杜英回答道, 我进去解了签文出来, 就没见着谢小姐了, 我和丫鬟在前面找了一圈, 后面也找了, 却始终找不到踪影。 杜灵脸色一变, 上回平西王剿匪之后, 还有些鱼匪未抓到, 听说城外好几个农女失踪了, 该不会。 应该不会。 云初冷静道, 清安寺到处都是人, 土匪要掳人, 肯定不会选这里, 拼解贪玩, 应该是走迷了路, 我们出去找一找。 也顾不上吃斋饭了, 一行人连忙去找谢拼。 清安寺的后院很是宽广, 有好几个专门接待达官贵人的小院子, 不是过年过节, 院子大多都空着, 云初正要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找, 这时, 就见两个护卫急匆匆地从东侧长廊那里跑来, 一看就是在找什么人。 己夫人, 谢夫人, 两个护卫并不是谁都认识, 只不过眼前两位夫人, 一个是刑部尚书之女, 一个是大将军之女, 自然见过, 连忙行礼, 并询问道, 不知两位夫人不知有没有见到安静王。 杜英眼底浮现出光彩, 安静王也来清安寺了。 杜琳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眼自己的妹妹, 怎么一听到安静王的名字, 就高兴成这样。 她开口道, 安静王失踪了可不是什么小事, 赶紧让寺理住持安排人帮忙一起找。 两个护卫本来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但一想到城外还有些未落网的土匪, 若安静王出了事, 他们也得人头落地。 二人正要去前院找住持。 云出眉头一皱, 这个院子里好像有声音。 这是个空置的小院子, 一进去就是厢房, 那声音正是从厢房里传出来的。 是王爷的声音。 两个护卫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劫后重生的喜悦, 连忙朝那厢房走去。 杜英想都没想, 就跟着护卫一起走去。 他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见安静王了, 真没想到竟能在清安寺遇见, 是佛祖听见了他方才许下的心愿吗? 杜琳看向云出, 既然遇见了安静王, 先请个安吧, 免得王爷回头说我们失礼。 云出心里仿佛明镜一样, 他跟着一同走去。 走得近了, 那声音愈发明显。 拼儿, 你能在这个时候来看本王, 足以证明你对本王的真心, 本王定不会负你。 随即, 传出一个柔软的女声。 自那一日相遇, 拼儿就以深深爱慕上王爷, 能和王爷共处这么一小会, 已是拼儿前世修来的福气。 安静王一把将眼前的谢拼搂进了怀中。 太子病重, 所有证据都指向他, 他莫名其妙被父皇发配到了这个寺庙, 天天吃素就算了, 身边连一个女人都看不见。 原来的他是夜夜生歌, 天天逍遥快活。 如今这样干巴巴的日子, 他真的是过不下去了。 看到眼前这个翘生生的少女, 他哪里还忍得住, 伸手就将谢拼尖头的衣裳剥落。 嘻嘻嘻嘻声音从厢房里传出来, 杜琳猛的就明白了什么, 转头看向云初。 还不等他从云初脸上看出什么情绪, 就见身侧的杜英一个剑步冲到了台阶之上。 他伸手去抓杜英, 没有抓住。 杜英抬起手, 将相防的门猛地推开了。 当看到眼前的场景时, 杜英一张粉白的小脸, 顿时变成了惨白。 王爷, 你。 他的声音卡在嗓子眼, 好像有人用力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盯着安静王的眼眸, 慢慢从不可置信, 变成了失望透顶。 就在数月前, 他们二人在月色下一起看花看月亮, 他说他会请求德菲赐婚, 说不会辜负他的真心。 可这才多久, 他竟抱着别的少女, 说那浓情蜜意的话, 做这不堪入目的事。 安静王正搂着谢平在榻上, 就见门突然被推开, 阳光从外头照进来, 刺得他有些眼花。 他适应了好一会, 才终于看清来人是谁。 他连忙拉过薄贝, 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谢平也着急忙慌, 捡起地上的长裙, 拉到自己的胸口。 被杜灵猛地拽了一把, 低声道, 这事情跟你没干系, 闭嘴。 皇上并未赐婚, 杜家和安静王也未谈起婚事, 更没有交换更铁, 不管安静王和谁在一起, 都跟杜家无关。 杜英被拉到门外, 眼泪扑素素地往下掉。 臣妇在这里给安静王请安了。 云出冷声开口, 不知安静王是否可以给臣妇一个解释。 安静王这会已经冷静下来了。 虽然被人撞破干这样的事, 有点面上无光, 但她是皇子, 谁敢说她一个不字。 她抬起眼皮看向云出, 哦,原来是谢夫人, 既然谢夫人看到了, 那本王就如是说了吧, 本王和谢小姐两情相悦, 抑郁那她为侍妾, 不知谢夫人意下如何。 伴坐在榻上的谢拼猛地抬头, 侍妾, 安静王竟然只是让她做侍妾。 王府的后院女子也有品级, 最高是王妃, 然后是侧妃, 再是树妃, 最低才是侍妾。 她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能给一个树妃的身份就满意了。 她和安静王在这里, 连赫世给的那种药都没用, 王爷就对她动情了, 她还以为王爷对她不一样。 可这个侍妾的身份, 让她突然明白, 若不是母亲和几夫人突然闯入, 安静王占有了她之后, 恐怕她连侍妾都当不上, 这个认知, 让谢拼忍不住哭起来。 好一个两情相悦, 小女哭成这样, 臣妇可不认为是心甘情愿。 云出愤怒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若安静王心悦小女, 应请没人上门, 就算只想让小女做个侍妾, 那也该按规矩来。 这里是庆安寺, 佛祖脚下, 安静王网顾小女意愿, 在佛门之地做出奸淫之事, 与山上的土匪有什么区别, 更别说, 小女尚未及击。 这事, 臣妇定要讨个说法。 云出台步走进去, 一把抓住谢拼的手腕, 带着她往外走。 母亲, 谢拼哭的腿都软了, 若是就这样离开, 她所有的计划和成功就泡汤了, 她名声也毁了, 后半辈子都完了。 谢夫人, 请留步。 安静王恼怒地喊了一声, 她如今是被罚来的清安寺, 父皇让她在这里好好反省过错, 并每日超佛精进心。 若她和谢家小姐, 在佛门做这种事, 被闹到狱前, 父皇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 这辈子怕时都难回京了。 云出的脚步顿住, 头也没回就到, 虽然我谢家只是无品之家, 皮肤难撼动大树, 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谢家都会为女儿讨回公道。 安静王捏紧拳头。 虽然谢家算不上什么东西, 但谢夫人的娘家云甲, 让父皇都忌惮几分, 她哪里敢应来。 她做了几个深呼吸, 将胸口里玉气吐出去, 走出门槛, 正要和云出说话, 余光就见杜英站在台阶下, 一双眼睛都哭红了。 若不出意外, 她的母妃会请求皇上 给她和杜英赐婚。 但现在, 估计泡汤了。 还好京城贵女数不胜数, 她不是非要娶杜家女。 现在最要紧的是, 安抚住谢夫人。 谢夫人言重了。 安静王忽略杜英, 走到云出面前, 我从未强迫谢小姐, 是谢小姐约我来相防见面, 我对谢小姐一片真心, 情龙之时才有了不恰当的举动, 这确实是我的过错, 不知我该如何做, 才能让谢夫人消气。 我谢家敌长女尚未急击, 就算安静王负经请罪, 臣妇也怒意难消。 云出面色冷丽, 安静王不必再多言了, 有什么话, 我们大理寺再论。 安静王面色一沉, 这是要去大理寺告状吗? 她微微侧目, 就看到了杜家姐妹, 直觉告诉她, 杜家长女己夫人一定乐于做人证。 到时, 强迫未及及少女的罪名, 肯定会扣在她的头上。 本来她就惹怒了父皇, 再加上这条罪名, 怕是要被远远发配到封地上去。 她内心思量之时, 谢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真到大理寺去, 到时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她施了清白, 到时谁还会再赶娶她, 还不如就到安静王府的侍妾, 以后可以再栩栩涂治。 她去拉云出的袖子, 哽咽道, 母亲, 我愿意,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 云出冷冷道, 听霜, 带大小杰去隔壁厢房整理梳妆。 听霜不由分说, 拉着谢平走了。 谢平的眼泪都流干了, 因为她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 所以母亲根本就不顾她的死活。 谢夫人, 我愿许谢小姐侧妃之位。 安静王低头, 还请谢夫人消气。 皇子的侧妃, 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女子就能当, 因为要上皇室御蝶, 因此须得皇后过目才能定下。 她在这里许诺侧妃之位, 足以证明她的诚意。 却见云出摇了摇头, 我谢家嫡长女是按照当家主母来教养, 处处规矩手里, 若非安静王威逼, 小女绝不会做出这等令家族蒙羞之事。 安静王满脸不可置信。 这谢夫人的口气也太大了一些, 竟然敢要求王妃之位。 一个无品官员的女儿, 似乎还是外事所生, 一个寄养在主母名下的庶女而已, 连做侧妃都不够格, 竟敢肖想郑妃之位。 被带到旁边厢房的谢冰, 整个人都惊住了。 母亲竟然要给她争取安静王妃的位置, 这是疯了吗? 侧妃真的已经可以了, 若得寸进尺, 惹怒了安静王, 双方谈崩, 那她真的就完了。 谢夫人, 本王告诉你一句话, 人心不足舌吞向。 安静王再度自称本王, 抬起头, 变得盛气凌人, 有些不该你们的东西, 就别妄想了。 云出扶了扶身, 那臣妇邪小女仙告退了。 她走到厢房门口, 带上谢冰, 直接走出了庆安寺后院。 杜家二人也没有心思再待下去, 一行人走出寺庙, 沉默着步行下山, 走了许久, 才终于到了大雁山脚下。 拼双扶着谢冰上了马车, 杜英也在丫鬟的搀扶下 掀上了杜家马车。 杜琳目光复杂地看向云出, 方才站在厢房外头, 她一句话都没说, 因为她感觉到, 今天这件事, 似乎有云出的算计。 可在她的印象中, 云出是个单纯热烈的女子, 从不屑于算计这些, 这和她认识的云出不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是算是断了小妹的念头, 无论谢小姐最后能得到什么, 他们杜家都绝不可能 再和安静王沾上任何关系。 初初, 若你决定要去大理寺告状, 我会为你作证。 杜琳缓身开口, 希望你能得偿所愿。 云出握住好友的手, 玲玲, 今天这件事非我本愿, 但是已至此, 我只能请你替我和小英说一声抱歉。 杜琳摇头, 小英不会怪你,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回城吧。 她转身上了马车, 云出抿了抿唇, 杜琳是个聪明人, 定能看出今天这件事不简单。 虽然杜家并不稀罕王妃之位, 但自己不想要, 和被别人算计而失去, 这两者不一样。 而且, 她还利用杜琳做人证, 将安静王逼到了烈士。 看来这辈子, 她和杜琳的关系, 也就如此了。 但没关系, 只要杜英对安静王死了心, 那便不会傻乎乎在殉情。 就算人生重来一时, 也不会所有事都如愿, 不是吗? 云出坐上马车, 马车还未行驶, 坐在边上的谢冰就跪在了地面, 一把揪住了云出的衣裙下摆。 母亲, 求求你救我, 谢冰哭的声音都哑了, 我的身份不够做王妃, 安静王不会答应, 德妃不会答应, 皇室更不会答应, 我愿意做侧妃, 求求母亲别上告大理寺。 云出一脚将她给踢开, 你算计这么多, 就为了一个区区侧妃之位。 谢冰的同仁猛地紧缩, 一对上云出的眼神, 她就明白了, 否则等事成之后, 安静王对你失去了新鲜感, 给你安一个勾引之罪,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云出一字一顿, 轻则赐你一杯毒酒, 重则, 整个谢家受你连累, 你当得起吗? 谢冰浑身一抖, 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握住了袖子里的药包, 庆幸自己没有用药, 不然, 勾引皇子的罪名就坐实了。 可虽然安静王没有说他勾引, 但他现在的处境也很难, 他哭着道, 母亲,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云出冷笑, 回家先跪三天三夜的祠堂, 马车停在谢府门口, 谢冰已哭得几乎晕过去, 被两个丫鬟扶着下车, 刚走进谢府, 贺氏就从边上走了出来。 这个上午, 贺氏可以说是坐立不安, 左等右等, 终于等到谢冰回来了, 可是见谢冰哭成这样, 他按道大事不好, 连忙问道, 夫人,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贺姨娘来得正好, 云出冷声开口, 麻烦去请老太太和太太去祠堂, 若大人也在, 一并请去。 说完, 他带着听霜静止走到后院祠堂, 谢冰被扔进去, 一脸惨白地跪在谢家祖宗的牌位前。 不多时, 脚步声传来, 谢家的人一个一个走进来。 初儿, 你兴师动众让我们来祠堂做什么? 老太太一进来, 就见谢冰跪在地上, 眉头不由皱起, 冰简是犯了什么错? 原氏开口道, 冰简怎么哭成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谢景玉也来了, 眼中带着不解。 云出开口, 谢冰, 你自己说发生了何事, 清清楚楚告诉谢家的列祖列宗。 我, 我随着母亲去庆安寺拜佛, 听说四皇子安静王住在庆安寺, 我便想法子约安静王见了一面, 谢冰跪趴在地上, 嗓子沙哑地说道, 我和安静王情投意合, 便在乡房里。 他说到这里, 说不下去了, 但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 你, 你太大的胆子了, 老太太惊得差点站不稳, 你都还未急击, 怎么敢做这种事? 袁氏只觉得脑袋晕, 那你和安静王到底有没有? 谢景玉扬起手, 狠狠一巴掌扇在了谢冰的脸上,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谢冰被打得头晕眼花, 他在地上久久起不来。 大人, 事已至此, 您就算是把大小节打死, 也改变不了什么。 赫氏心急如焚开口, 大小节是有错, 难道安静王就没错吗? 老太太被点醒, 拼箭还不到十五, 安静王就敢做出这样的事, 说破了天也是他安静王的错, 我谢家不能吃这个闷亏。 袁氏急得团团转, 我们谢家这么低的门第, 拿什么和安静王抗衡, 怎么办, 这可怎生是好? 谢景玉转头看向云初, 夫人, 安静王那边是什么意思? 安静王愿意内拼箭为师妾。 云初开口, 夫君以为如何? 老太太松了口气, 安静王愿意负责就好, 不然拼箭没了清白, 还没人要, 也是一箭棘手的事。 谢景玉的面色不怎么好, 侍却连寻常人家的姨娘都不如, 就相当于是专门暖床的丫鬟, 好歹是官家之女, 沦落到给男人暖床, 他们谢家的面子里子都被踩在地上, 实在是犹如谢家门风。 云初继续道, 不过, 当我提出上告大理寺之后, 安静王松了口, 许了拼箭侧妃之位。 什么? 侧妃? 老太太眼中露出不可置信, 我听说二皇子的侧妃乃三品光露四清府上的嫡次女, 拼箭能做安静王府的侧妃, 这是我们谢家祖上冒清烟了。 可是母亲拒绝了, 谢拼大哭道, 母亲不同意我做安静王的侧妃, 和安静王谈崩了, 安静王生气了, 我这辈子都完了。 她千算万算, 唯独没算到母亲竟然不同意, 她的人生药会在母亲手上了。 夫人, 拼箭说的可是事实, 剑云初点头, 谢景玉敏纯道, 夫人是真想去大理寺告状吗? 不行不行, 不能告。 元氏的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事情到大, 拼箭的名声就毁了, 我们谢家也会成为京城最大的笑话, 初儿, 不能去大理寺。 老太太处着拐杖, 历声道, 初儿, 你说我们谢家的主母, 无论做任何事都应该将谢家的名誉放在首位, 你现在去见安静王, 就说答应让拼箭为侧妃, 景玉, 你陪着初儿一道去。 那我就丑话先说在前头了。 云初诞生开口, 拼箭算计安静王之事, 安静王可能一时想不明白, 但德飞在后宫禁营这么多年的人能不清楚吗? 拼箭一旦成为侧妃, 那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安静王的冷落, 德飞的刁难, 未来王妃的搓磨, 他都得受着, 他才13岁, 后半辈子就在安静王府垂垂牢吗? 谢拼不由一抖。 是啊, 连母亲都能看出他的算计, 德飞怎么会瞧不出来? 他胆敢算计安静王, 德飞怕是要扒了他这一层皮。 还有, 日后的安静王妃若进门了, 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立规矩。 你们都只想着顺势攀上安静王府, 却不想一想拼箭日后如何自处。 云初摇头, 谢家的名声固然重要, 但在我看来, 拼箭能过上什么日子才更重要。 谢拼眼中不由再次浮现热泪。 原来母亲拒绝让他为侧妃, 是怕他去了安静王府受委屈, 是真心拿他当女儿, 才会考虑这些。 祠堂里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确实没有考虑过拼箭的以后。 老太太甚至在想, 这是拼箭自己算计来的东西, 无论以后过什么日子, 都是自作自首。 当然, 这话他只在心里想了一二, 因为一旦说出口, 就是和拼箭离了心。 大姐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祠堂门口, 谢世安走了进来, 既然已经算计了安静王, 那只能一条黑路走到底, 让安静王府主动求取大姐为正妃。 算计这么多, 却只是做一个侧妃, 任人拿捏, 谢家也会被安静王怒火波及遭殃。 但成为王妃就不一样了, 王妃必须皇上赐婚, 是这儿八经的皇室人, 哪怕是皇子, 也不能故意给王妃眉脸, 哪怕安静王在厌恶大姐, 在任何皇家宴会上, 都必须带着大姐一同出席, 安静王府的大事小事, 也都是大姐一手处置。 只要大姐在想方设法, 怀有安静王的嫡长子, 这辈子就无忧了。 云初看向谢世安, 还是安静儿明白我的意思。 谢平这时候才明白, 为何在庆安寺的时候, 母亲就提出了让他做王府主母, 原来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 谢景玉开口, 我现在就去一趟御史台。 去御史台不是去告状, 只是想告诉德飞, 谢家随时可以让御史大人弹劾。 云初点头, 安哥, 你坐谢家的马车, 去大理寺门口坐一夜, 我去一趟云甲。 老太太担忧不已, 这样能行吗? 只是简单地做幌子, 德飞会相信吗? 他就怕彻底惹怒安静王和德飞, 谢家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谢景玉回道, 能不能行, 也只能先这样办。 他谢家女才十三, 这件事就算闹大了, 谢家是丢人, 但其实更受影响的, 其实还是安静王。 他突然有些庆幸, 幸好平姐还未及及。 谢平在祠堂跪了整整一夜, 云初不许任何人送吃时, 甚至连一口水都未曾送去。 贺氏从小窗往祠堂里看, 看到谢平软啪啪地跪在地上, 心疼得不得了。 他将近些日子做绣活赚来的银子 大部分塞进守门婆子的手里, 拎着石河走进去, 低声道, 拼紧, 娘来了, 你快吃点东西。 谢平抬起头, 抓住贺氏的手, 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了, 有动静了吗? 贺氏劝道, 天才刚亮, 有动静也不会这么快, 你先吃点东西, 别把身子给熬坏了。 谢平哪里吃得下, 浑身上下都难受不舒服, 眼前的难受是暂时的, 他害怕这件事没有一个好结果。 这时, 门外的婆子突然开口, 贺姨娘, 府里好像来客了, 你赶紧走。 谢平眼中浮现出光亮, 定是安静王派人来了, 姨娘, 你快出去打听消息。 贺氏叮嘱了几句, 立即走出祠堂, 往前院而去。 前院确实来了客人, 是宫里的嬷嬷, 后宫四妃之一, 德妃身边的心妇唐嬷嬷。 唐嬷嬷给谢家人一一行礼, 她是德妃身边的大红人, 谢家人哪赶成她的礼, 连忙看座上茶。 我们王爷之所以在庆安寺, 是为了给太子殿下祈福, 这段时间日日抄写福经, 清心寡欲, 断然不可能做那种荒唐之事。 唐嬷嬷的声音带着冷意, 谢大人昨夜去御史台, 谢少爷带人整夜徘徊在大理寺门口, 这是要做什么? 老太太在谢家那是说一不二, 可这会见宫里来的嬷嬷盛气凌人, 愣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在庆安寺脚下做出那样的事, 责任全在小女头上是吗? 本来我谢家还在考虑 要不要请大理寺卿主持公道, 现在看来很有必要了。 唐嬷嬷神情一僵, 本想摆高姿态先拿捏一下谢家人, 没想到这位谢夫人完全不给德妃面子。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 这位谢夫人可是将军府敌长女, 云将军手握重兵, 她背靠云甲, 哪里会怕一个后妃? 唐嬷嬷从袖子里掏出一个杨枝白玉, 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这是德妃娘娘带了二十多年的玉佩, 特让我拿来赐给谢大小姐, 带着太子殿下痊愈, 我们娘娘会让礼部安排那谢大小姐 为安静王的侧妃。 谢老太太大喜, 看来侧妃的位置是保住了。 虽然拼节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 但起码谢家搭上了安静王府, 景玉眼前的困境也迎刃而解。 谢景玉沉眉, 昨夜她去御史台, 安哥前往大理寺, 云出去了一趟云甲, 是想借用这三者的势力压迫德妃。 德妃是做了让步, 但最多只能给个侧妃的位置。 其实她也能理解德妃, 因为拼紧的身份, 真的当不起王妃之位。 这玉佩太过贵重, 我谢府不敢收。 在她思索之时, 云出开口了, 能不能麻烦唐嬷嬷, 请求德妃为小女请太医来整一下脉, 小女昨日回府之后, 断水绝食, 多次寻死, 现在是出的气多, 尽的气少。 唐嬷嬷面色难看。 这位谢夫人是想告诉她, 若德妃只能给侧妃置位, 那么, 谢大小姐就会寻死。 一个勾引安静王爷的下贱蹄子, 本就死不足惜, 可, 谢家不这么想, 若谢大小姐死了, 谢家怕是会闹翻天。 她站起身, 将玉佩收回来, 这件事, 我们娘娘定会给谢府一个交代, 还请谢大人陌生张此事, 我就先回宫复命了。 唐嬷嬷很快就离开了谢家。 夫人, 此举定会让德妃圣怒。 谢景玉促眉道, 德妃生了两位公主之后, 才有了安静王, 向来疼宠。 谢家算计了安静王不说, 还肖想王妃之位, 德妃怕是不会轻易放过谢家, 不知夫人可有后招。 谢家人的视线, 齐齐落在云出头上。 云出诞生开口, 夫君有空, 还是得多关心一下朝堂之事, 如今太子重病, 皇上认定是安静王所为, 只有主动娶低门之女, 才能洗清皇上一心, 德妃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老太太追问, 若德妃偏步呢? 那就只能说德妃愚蠢, 看不清形势。 云出计笑, 有这么愚蠢的母妃, 安静王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拼紧道不如不嫁。 她这么一说, 老太太就不敢再问什么, 问多了, 好像显得她也愚蠢。 唐嬷嬷从谢家离开后, 直接回宫, 将事情仔仔细细禀报给德妃。 德妃气得将杯子全都给砸了, 老四怎么就一点脑子都没有? 她气得头疼, 竟然被一个毛洞没长齐的丫头给算计了, 还是在佛门那种地方, 还是在皇上罚她撕过的当口, 她气死我不算什么, 就怕气得皇上将她罚去封地, 封地那么远, 那么冷, 那么慌, 她怎么受得了那个苦? 娘娘息怒, 唐嬷嬷低头道, 换个角度想, 这未尝不是一个破局之法。 德妃沉声道, 什么意思? 如今皇上疑心王爷争夺太子之位, 这才将王爷罚去庆安寺祈福。 唐嬷嬷开口慢慢说道, 然后认定了这一点, 就不会轻易允许王爷离开庆安寺。 若娘娘主动为王爷求取低门女为正式王妃, 就等于是告诉皇上, 咱们王爷没有争皇位的心思, 王爷自然就能被放回来了。 德妃知道这个道理, 可还是不甘心, 就算是低门女, 也不可能是那个贱蹄子。 谢家的那位谢夫人, 是云家嫡长女, 若她铁了新疆这件事闹大, 王爷怕是一辈子都不能回京了。 唐嬷嬷劝道, 等到谢大小杰成了王妃, 还不是仁娘娘您搓圆柔扁, 再找个合适的借口, 废了她王妃之位, 也不知什么。 德妃咬紧后牙槽, 若谢家将这件事闹大, 随便一查就知道安静王府后院无数良家女子, 安静王怕是会被人用唾沫淹死。 虽然他们不争皇位, 但也不能做一个被老百姓唾弃的王爷。 想来想去, 似乎只有眼前一条路可以走。 德妃只能起身换了衣裳, 前往皇后所居的昆宁宫。 谢平跪在祠堂三天三夜, 只有贺氏会偷偷给她送些吃食过去, 她什么都吃不下, 只勉强喝点水, 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 直到第四天, 宫里终于来人了。 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 以及礼部的侍郎大人, 一同前来宣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户部郎中谢景御长女谢平端赖柔家, 宫顺贤良, 着策为安静王妃, 择日完婚, 望今后修得自持, 请紧奉赏。 谢家人跪在地上, 除了云出, 一个个大喜过望。 他们是真的没想到, 竟然是皇上下旨赐婚, 拼紧真的成了安静王府的王妃。 臣接指, 谢主隆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景御举起双手, 接过圣旨, 谢家所有人跪拜磕头。 大太监笑着道, 恭喜谢大人, 贺喜谢大人, 本来皇上的意思是, 等谢大小姐急急后再办婚事, 但德飞娘娘认为, 安静王年少不懂事, 需要一个嫌内住, 掌管府内外事务, 就和皇后娘娘商议, 将婚事定在了三个月后, 等谢大小姐急急之后在圆房。 谢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连忙让丫鬟去拿红风, 所有前来宣旨的人, 人人都拿了至少二十两银子。 等宣旨的人离开后, 谢老太太由衷地道, 初二, 多亏了你, 不然这种好事, 哪会落到我们谢家头上。 袁氏握住云出的手, 只有你是真心实意为孩子们打算, 拼解有你这样的母亲, 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夫人, 辛苦你了。 谢景玉定定地看着云出, 你虽是女子, 但丝毫不输男子。 他每一步都算计得那样准, 若他是男子, 入朝为官, 有这样的运算筹谋, 怕是很快就能做到百官之手。 云出笑了笑, 他所有的筹谋, 是建立在众活议事的基础上, 因为经历过上辈子, 他知道德飞是什么样的人, 知道安静王是什么性子, 知道争夺皇位有多么凶险, 知道事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所以, 他能不费力地就计划出许多事。 谢拼跪在地上, 喜极而泣, 曾只求一个树妃之位, 最后却成了正统王妃, 这样的喜悦, 无以言表。 他扶着丫鬟的手起身, 虚弱地走到云出面前, 徐徐下拜, 母亲, 是拼儿做错了事, 给谢家蒙修, 母亲罚跪词堂, 可拼儿却在心里生出怨怼。 现在才知道, 是母亲费心费力为拼儿筹谋铺路, 拼儿感激不尽, 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拼儿都会孝敬母亲, 绝不会让母亲后悔为拼儿打算。 云出扯了扯唇角, 上辈子, 在谢拼抑郁算计安静王之时, 他提前阻止了, 导致谢拼恨了他许久。 曾经付出的真心, 被谢拼踩在脚底。 而今虚情假意为谢拼筹谋, 却被谢拼拿真心对待。 他只觉得讽刺。 他伸手将谢拼扶起来, 德飞和安静王心中必定不甘心, 你要记住, 谨言慎行, 不能让人捉住错处, 否则, 你这王妃的位置也坐不稳, 明白了吗? 谢拼点头, 是, 母亲。 站在边上的贺事, 心中有些难过。 他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 他最为了解, 从前拼解儿喊夫人母亲, 是形势所迫, 而现在这声母亲, 是出于真心。 因为夫人为拼解儿谋划, 拼解儿是真的认了夫人为母。 夫人在拼解儿心里的位置, 定然超过了他这个亲生母亲。 他压下了情绪, 开口道, 大小姐要嫁到安静王府做王妃, 这嫁妆怕是有点难办了。 谢老太太立即反应过来, 是啊, 身为王妃的女子, 怎能没有嫁妆, 实力红装不敢说, 那至少也得有124台。 整个谢家哪里拿得出这么多嫁妆? 只能靠孙媳妇。 孙媳妇是拼解儿的母亲, 为拼解儿筹备嫁妆理所应当。 他正要开口。 云初就道, 谢府无品之家, 拿不出王妃该有的嫁妆合乎常理, 我们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拼解儿, 母亲只告诉你一句话, 人不是靠家族和银子立足, 而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你要想在安静王府站稳脚跟, 在做任何事的时候, 多动一动脑子。 谢拼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拼而紧记母亲教会。 至于嫁妆的事, 云初不急不缓, 看向谢景玉, 虽然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 但该有的也得有, 夫君, 这件事就得影响法则。 谢景玉的唇张了张, 他很想说, 嫁妆之事应该由当家主母操持。 可是一想到, 拼解儿之所以能成为安静王府, 全因云初绸缪, 总不能里里外外所有事都交给云初。 他只得硬了下来, 夫人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云初低头喝茶, 遮住眼中的讥讽。 谢景玉是个喜欢经营官场的人, 时不时给上风送点礼物, 同时, 他也会收下面六七瓶小官送来的礼。 今天之后, 底下的人都会知道, 谢家攀上了安静王府, 怕是会一个接一个来送礼。 偶尔收一收不算什么, 但谢景玉现在缺钱, 肯定是来者不拒。 收多了, 迟早会出事。 隔天, 临时前来谢府恭贺。 原来总觉得, 在云家人面前矮一头的谢老太太, 这会终于扬眉吐气了, 连说话都有了许多底气。 云夫人以后若去参加什么宴会, 可以带上我们拼紧一道。 老太太笑着说道, 拼紧以后成了安静王妃, 少不得要结识那些薰贵夫人, 提前认识也能少许多麻烦。 临时随意敷衍道, 那是自然。 和老太太说完话之后, 云初带着临时到了自己的生居。 拼紧才多大, 怎么这么早就把婚事定了? 临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得妃最是腾宠安静王, 怎么会突然让五品官员的千金做王妃, 甚至发生了什么事? 云初知道, 是个人都会质疑这件事。 他用平静的语气将清安寺发声的事说了一遍。 他,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临时目瞪口呆, 虽然婚事是定了, 但得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拼紧日后有苦头吃了。 本来他还准备了一个铺子给拼紧添妆, 现在看来完全没这个必要。 这么有算计的外孙女, 完全不顾家族名声, 他们云家真有些不敢认, 总觉得带出去都丢人。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临时摇头, 四神医要出宫去外头采药, 皇后娘娘便让四神医顺道为你枕脉, 走吧, 娘捅你一道去。 四神医的名头云初早就听说过,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出名了, 在宫中当过几年御医, 但向往咸云野鹤的生活, 四十岁便请自云游去了。 大约每三五年才回京一次, 为皇室的人请卖, 当然也会趁这个机会赚些外快, 在京城大约停留半个多月的样子。 云初随着临时进了四神医暂时坐枕的药堂。 神医的名讳大家都知道, 但并没几个人知道四神医在此坐枕, 走进去, 里头很是清静。 这位就是谢夫人吧。 四神医摸了一把胡子, 看着云初道, 观谢夫人面相, 不像是没有生育之人, 带着老夫摆下麦再说。 说完, 事宜云初坐下, 将手腕露出来。 云初扶了扶身道, 劳烦四神医走这一趟, 不过不是给我枕脉, 而是另一个人。 他这话一出, 临时面色猛的一变, 初二,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四神医有多忙, 你知不知道请神医枕脉有多难? 母亲, 别动怒。 云初低声道, 我从未想过再生孩子, 何必劳动神医做没有意义的事。 他给了听霜一个眼神, 听霜转身出去, 领着一个人走进来。 临时看去, 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头上戴着黑色帷帽, 连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来。 那人进来后有些局促, 直到云初开口, 吴少爷, 你过来, 取下帽子, 让四神医为你看一看。 吴少爷走上前, 伸出手来, 临时看到那只手, 吓得连忙后退, 那是怎样一只手, 黑色的皮肤, 血管爆出来, 长满了圆溜溜的肉球, 最大的肉球, 有婴还拳头那么大, 破了皮, 还在流浓水。 当围帽取下来之后, 临时吓得都快晕了, 看都不敢看一眼。 这, 四神医目光紧拧, 伸出食指搭在吴少爷的脉搏上, 你, 你是吴家人。 吴少爷眼中透出不可置信, 神医知道吴家。 四神医点头, 四十多年前, 吴家人求到我师父头上, 请我师父诊治吴家独有的家族病, 可惜那时候我师父能力有限, 只开了几幅控制病情的药方, 便离开了吴家。 但这些年来, 我师父从未停止过研究这种病, 还将他老人家的研究成果, 尽数交给了我, 我在师父的成果上经济了治疗方式, 但二十多年前, 我找去吴家的时候, 却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说吴家人全都死了。 吴少爷的眼泪夺眶而出, 整个吴家, 只有我苟延残喘到了今日。 人不人, 鬼不鬼, 活了二十多年。 若不是母亲执意让他活着, 他应该早就寻了短见。 你们吴家的病, 我已经找到突破口, 不过我以为吴家的人都死绝了, 治病的卷宗被我放在青州老宅。 四神医开口, 待我为皇后娘娘治病结束后, 你随我一道去青州。 吴少爷死记一样的眼中浮现出希望, 多谢神医。 他直接跪在地上磕头。 四神医将他扶起来, 这并不好治, 去青州后至少五年十年留在那里治病, 你有什么要办的事, 这段时间尽快了结后, 就随我走吧。 吴少爷忙点头退下。 云初从听双手中拿过匣子, 递给四神医, 这是为吴少爷看病的诊金。 诊卖费是五千两银子, 他另外拿了一万两的治疗费用, 既然得了吴家祖上的温泉, 那他有责任为吴少爷负责到底。 谁料, 四神医白手, 四十多年前, 我师父就收了吴家的诊金, 不会再收第二次, 再一个, 我也有私心, 若我治好了吴少爷, 百年之后在地下遇见了我师父, 我也能在他老人家面前抬起头做人了。 四神医坚持不收, 云初也没有任何办法。 好在吴少爷的病能治, 这就已经比什么都好了。 吴少爷的事解决之后, 云初就提出告辞。 四神医开口, 老夫是奉皇后娘娘之名为谢夫人整脉, 谢夫人这是想让老夫违抗皇后一旨吗? 林氏按住云初的肩膀, 强迫她坐下, 然后卷起她的袖子, 让神医整脉。 四神医的食指搭在云初脉搏上, 开口道, 有些公寒之症, 但不严重, 虽气血淤色, 但经过调理后, 怀上孩子应该不难, 谢夫人与谢大人是不是最近一年都未曾同房? 云初面色一僵, 神医连这都能看出来吗? 四神医收回手, 拿起毛笔刷刷, 开始写方子, 照着我这个方子去抓药, 坚持调理三个月, 能彻底治好公寒之症, 届时增加同房次数, 就能怀上孩子了。 林氏拿起方子, 如获之宝一样收进袖子里, 再从袖子里拿出一大碟银票递过去。 这次四神医没有拒绝, 接过银票随手塞进了药箱子里。 走出药堂, 林氏叹气道, 当初不知道看了多少大夫, 都说你的不孕之症治不好, 这辈子都怀不上,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 是那些个佣医自己没本事, 这不, 神医一出手, 就知道为什么被称为神医了, 以后你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云初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母女二人先后上了马车, 上去之后, 林氏这才道, 仅于一年都没去你房里了吗? 这个问题, 云初根本就不想回答, 他故作幼儿言他, 燃紧的嫁妆可被齐了。 初二, 林氏抬高了声音, 你告诉我, 神医说的是不是真的? 娘, 你要知道这些干什么呢? 云初捏了捏眉心, 我和夫君琴瑟和鸣, 有儿有女, 日子很是舒心, 娘就不必为我担忧了。 林氏呼吸一致, 越是说日子舒心, 这日子就越不可能舒心。 他都不敢想, 为何初二会不愿意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是初二不喜欢孩子吗? 不, 初二对几个数字数女犹如己初, 不可能不喜欢孩子。 那就只能是谢景玉 不愿和初二生真正的嫡子。 好, 娘不问了。 林氏挑起车辆往外看, 你看, 那个绸缎铺子, 是我给燃吉儿准备的嫁妆, 你要不要去看看, 顺便选几皮布回去做几件衣裳? 云初正要说话, 就见一辆马车从他们车边走过。 他认了出来, 这是宫中的马车。 林氏看了一眼, 开口道, 是音频安排人去请谭家二小姐入宫, 似乎是为平溪王相看未来的王妃。 云初回忆了一下, 上辈子, 平溪王直到三四十岁也未婚。 他从未听说过, 音频为平溪王相看王妃。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上辈子他很少出谢家的门, 自然不知道这些皇家之事。 他不由自主想到了平溪王府的那两个孩子。 明明前不久还见过, 却感觉好像隔了很久很久没见, 思念如潮水一样漫上来。 他也不懂, 为何会惦记这两个孩子, 就好像上辈子他们应该有什么羁绊一样。 云初回到谢家, 正好陈德福前来交账本, 冰铺开张已有半个多月, 账本上显示, 已经赚了接近四万两银子。 进入六月份后, 气温持续上升, 冰价还会涨一些, 到时候只会赚得更多。 夫人, 避暑院已经布置好了。 陈德福功申道, 明日就能开门迎接百姓, 夫人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 避暑院是之前云初提到的, 无常为百姓提供避暑的地方, 以云家名义开设, 每日下午最热之时, 在院子四方摆满冰块, 让那些买不起冰块的老百姓 也能驱散一些剩下的酷热。 云初思索一二后道, 再准备一些凉茶放在院子里, 有需要的百姓可以自行取用。 陈德福点头去办了。 这几日, 冰铺的生意越发好了, 用日进抖金来形容都不为过。 幸好他提前让人多开了几家冰铺, 分散了客源, 不然还不知道会引得多少人眼红。 与此同时, 谢景玉渐渐开始忙起来。 原先因为得罪了宣武侯, 他手上许多公物都被于大人派出去了。 而今, 他一跃成了安静王爷未来的老丈人, 安静王和宣武侯, 孰轻孰众, 根本就不需要做选择, 前来奉承的人越来越多。 之前笼罩在谢家头顶上的阴霾, 似乎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老太太虽然不喜云初, 但也打心眼底佩服这个孙喜, 要不是云初料事如神, 他们谢家哪能一跃成了皇亲国戚。 等拼杰儿正式成为王妃之后, 他们整个谢家就上了另一个台阶, 再也不是从前任人拿捏的小门小户了。 云初收到了一些夫人递上门的邀请帖, 他都已忙于操办婚事的借口具了。 正忙着看账本, 就见听双匆匆从门口进来, 夫人, 宫里来人了。 原来是德飞派了一位教养嬷嬷前来, 专门教导谢平一些宫里的规矩。 谢平脸上浮现出笑容, 德飞能这么做, 说明是接纳了他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他一定不会让德飞失望。 最后就劳烦傅嬷嬷了。 老奴一个吓人, 当不起主子的礼。 傅嬷嬷避开他行李, 抬起毛子道, 谢大小杰这行李的姿势不对, 入宫后若用这样的姿态给皇后皇上请安, 少不得要被治罪。 云初接过话道, 寻常人家哪有入宫的机会, 我也疏忽了交拼姐这些, 还请傅嬷嬷仔细教导, 我们谢家被治罪是小事, 就怕连累德飞娘娘和安静王爷。 傅嬷嬷垂谋, 谢夫人放心, 老奴来谢家就是为了教未来安静王妃这些礼数, 谢大小杰一日学不会, 老奴便一日住在谢府。 云初点头, 让人去挤傅嬷嬷安排住处, 就住在谢平院子的东乡房里。 他在心里算了算, 三个月后成婚, 那谢平大约能做半个月的安静王妃, 辛辛苦苦学来的礼数也不算白学。 谢平确实是辛苦, 他以为学宫中礼仪就跟读书一样, 谁知道, 竟然这般难熬。 一大早起来, 傅嬷嬷就让他站在亭子里, 头顶一本书, 双手端两个盘子, 站满一个时辰才行。 站完后, 就是学习走步, 走路多简单, 可傅嬷嬷让他双腿中间加一个果子, 走路的时候, 果子不能掉, 也不能被加碎, 若错了, 那就重来, 直到他走路时, 裙摆不再有一丝地晃动, 傅嬷嬷才勉强满意。 在这个过程中, 傅嬷嬷还时不时拿戒齿打他, 他的手臂都被抽红了, 连摸都不敢摸一下, 空着肚子, 继续学习走路。 一天的教习结束后, 傅嬷嬷将一碗黑漆漆的药碗放在谢平面前, 谢大小姐, 喝了这碗药。 谢平闻到了令人恶心的气味, 皱眉道, 这是什么? 堕胎药。 傅嬷嬷冷漠道, 男女同房后, 七天便能受孕, 喝下这碗药, 谢大小姐便不会怀上身子。 在安静王府, 任何女子和王爷同房后的第二天清晨, 就会喂婢子汤。 迟了这么多天, 只能给多胎药。 谢平面色一僵, 他和安静王并未到最后那一步, 他根本就不会怀有身孕。 谢大小姐与安静王并未成婚, 落在婚前就带了肚子, 岂不是让我们王爷遭人耻笑? 傅嬷嬷冷声道, 况且, 谢大小姐尚未急急, 不适合怀身子, 喝了吧。 谢平咬唇, 嬷嬷放心, 我不会闹出这些丑事。 他知道, 不管是婢子汤还是堕胎药, 对女人的身体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他怕自己像母亲一样在男怀孕, 这要不能喝。 傅嬷嬷冷冷盯着他, 见他没有喝药的意思, 直接上前, 捏住了他的下巴。 老奴得罪了。 一碗漆黑的药被灌进了谢平的喉咙里, 他呛得直咳嗽, 掐着喉咙道, 傅, 傅嬷嬷, 你教我规矩, 你自己怎能这么没规矩, 我, 我是未来的安静王妃, 你怎敢如此无礼? 你现在还是谢家大小姐。 傅嬷嬷后退一步, 等日后谢大小姐成了安静王妃, 老奴任由王妃处置。 谢平壳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还是在谢家, 一个奴才就敢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 等以后嫁去了安静王府, 去了德飞的地盘, 还有他说话的余地吗? 是不是一个奴才都敢骑在他头上欺负他? 谢平咬住下唇, 起身去内饰, 抠自己的喉咙, 拼了命想将那样呕出来。 但一切都是徒劳。 谢平院子里发生的事, 自然传到了云出耳朵里。 他摇摇头, 这还只是个开始。 被摸摸刁难算什么, 日后嫁去安静王府, 安静王出事, 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正想着, 抬头, 他看到谢景玉走进了生居。 一身月白色的衣衫, 气质儒雅, 他阔步走来, 足以看出心情很是不错。 谢景玉阔步而来, 丫鬟们纷纷行礼, 为他上了清茶。 夫君看起来心情不错, 云出看向他, 可是发生了什么好事? 谢景玉将茶喝了半杯, 脸上露出笑容, 拼解的嫁妆都背得差不多了。 云出也笑起来, 我就知道这件事交给夫君没有问题, 等会我就告诉拼解这好消息。 还有一个好消息, 谢景玉的笑容更深, 皇上命人重新彻查了太子重病之事, 安静王喜庆了污名, 明日就能回京了。 虽然安静王被罚去青安寺的事 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但总归是一件不好的事。 原先他还担忧皇上会废了安静王的封号, 如今看来真是想多了。 三个月后, 拼解和安静王大婚之后, 他们谢家就是这儿八经的皇家殷亲了。 宣武侯在想给他难堪, 没那个可能了。 他脸上的笑容很盛, 却见云出的眉头缓缓促起。 他知道云出是京城第一美人, 从不知道, 他忧愁起来竟然也这样的美。 但现在不是欣赏美人的时候, 他开口, 夫人, 可是有什么问题? 云出摇头, 安静王能喜清污名, 这对他自己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 对我们谢家来说。 话说到这里, 他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但谢景玉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听不懂? 他们谢家之所以能算计到王妃这个位置, 皆因为安静王犯了错被罚, 不敢将此事闹大, 谢家才能钻空子。 不管怎么说, 事已至此。 谢景玉眉宇间也带上了一丝隐忧, 而且是皇上亲自下旨赐婚, 得妃娘娘还能反悔不成。 不如山, 得妃自然不会反悔, 只不过, 拼紧怕事。 谢景玉面容淡淡,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 哪怕是跪着走, 也必须走下去。 果然不出云出所料, 第二日上午, 得妃宫里的唐嬷嬷前来谢家, 请谢平入宫。 谢景玉再一次对云出心服口服, 他这个夫人, 好像每一步都算准了, 谢家有云出, 何愁南上青云。 谢平跟着唐嬷嬷和傅嬷一同进宫。 他紧急傅嬷嬷教导的规矩, 微微低着头, 走路很小心, 尽量坐到裙摆没有丝毫晃动。 小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走到了得妃所居的长青宫。 他走上台阶, 跟着进了宫殿, 行了一个标准的宫廷礼仪, 臣女给得妃娘娘请安。 没有听到得妃说免礼的声音, 他只能保持这样的姿势站着, 大约是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他视线中那双脚朝他走来, 随即在他面前停下, 紧接着, 他的下巴被那带了金甲的手指 捏住抬了起来。 尖尖的金甲戳进他的肉里, 疼得他皱起了眉。 他被迫抬起头, 对上了一张艳丽的容颜, 哪怕从未进过宫, 他也知道这是得妃娘娘。 谢大小姐,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都算计到本宫头上了。 得妃猛地将他甩开, 他猝不及防被甩地摔在了地上。 他不敢起身, 从趴着变成了跪在地上, 开口道, 娘娘, 臣女知道错了, 臣女和王爷两情相悦, 情男自禁, 所以才。 听到情男自禁四个字, 得妃简直要欺诈了, 抬脚就给了谢平狠狠一脚。 谢家这日太会算计了, 没有早一点, 也没有晚一点, 偏偏选在老四被罚去庆安寺这个当口, 逼迫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 若是他再犹豫个几天, 老四就能喜庆污名, 怎可能会被谢家拿捏致辞。 谢平直接被踹翻了, 他一个才13岁的女孩, 哪见得住这么踹, 顿时有些喘不上气。 得妃冷冷道, 谢家大小杰冒犯本宫, 傅嬷嬷, 替本宫掌嘴。 傅嬷嬷走上前, 啪啪啪, 双手开弓, 二十几个巴掌下去, 谢平的脸肿起来。 他疼得几乎晕绝, 眼泪不停地往下躺。 真是晦气。 得妃满脸嫌恶, 哭成这样, 是觉得本宫冤枉了你不成, 去外头站着,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进来。 谢平根本就站不稳, 被宫女搀扶着, 推到了长青宫的大殿门口。 这里四处都是白玉石, 一棵树都没有, 太阳明晃晃地照下来, 热得她眼冒金星。 来的时候是早上, 这回已经到了快接近中午, 腹中空空如也就算了, 那么大的太阳, 几乎要将她烤化了。 不知站了多久, 她脑袋一晕, 整队人朝下栽倒。 守在边上的宫女冷冷将她拎起来, 谢小姐, 站好了, 惹怒了得飞, 就不只是罚站这么简单了。 谢平感觉那宫女的指甲 都快掐进她的肉里了, 她疼得已经麻木了。 她好想哭, 她不明白, 为什么她一个未来的王妃 要遭受这样的折磨和侮辱, 为什么区区一个宫女 就敢如此对她? 如果她早早就答应 成为安静王的侧妃, 身为侧妃, 恐怕会遭受更加残酷的折磨。 正当她绝望之时, 只见长青宫门口 走进来一个奇长的身影, 她看去是安静王, 她眼中顿时迸发出神采, 直勾勾地盯着走来的男子。 安静王的目光 只在她身上停留了短短一瞬, 步子停都没停, 只见迈不上台阶, 进了得飞的宫殿。 她承认她对谢大小杰有些兴趣, 但仅仅只是身体上的兴趣, 她愿意为她负责的意思是, 她可以让她为侍妾。 可她, 人心不知足, 给侧妃之位都不愿意, 竟然逼迫她母妃答应娶为正妃? 娶一个无品官员的外事之女为正妃, 她要成为整个京城最大的笑话了。 看着安静王背影冷漠地走进大殿, 谢平脸上的绝望一点点溢出来。 她再一次庆幸, 她是未来的王妃, 哪怕王爷不待见她, 也必须带她出席宫宴, 必须得跟她生一个嫡长子。 谢平在宫中待到傍晚时分, 才被放走。 谢家上上下下的人见她久不回来, 一个个都急坏了, 派人守在门口, 她一进门, 就将她带到了安寿堂。 天, 谁,是谁打了你的脸, 你可是未来的安静王妃, 这是不给安静王爷面子。 谢平鼻尖一酸, 因为在贺氏怀中, 嚎啕大哭起来。 老太太焦急道, 平姐儿, 你还没说是谁对你动手? 还能是谁? 云出声音极淡, 自然是德飞娘娘。 谢平哭着点头, 安寿堂有一瞬间的寂静。 虽然知道平姐儿未来的日子不会好过, 但谁都没想到, 还没过门, 就被未来婆母打成这样。 都说打人不打脸, 德飞这是故意让人扇拼紧的巴掌, 一再告诉谢家, 谢家算计安静王的事, 不会就这么算了。 周默默, 拿消肿药膏来给拼紧。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你在算计安静王的时候, 就该料到有今天这一幕。 谢景欲声音低沉, 德飞将招数放在明面上, 总比私下用阴招要好, 该受就得受着。 谢时安抬眸, 不管德飞怎么对付你, 你都是未来的安静王妃, 这一点无人可以改变。 谢平哭得更厉害了, 连家人都没法为他出头, 他该怎么办? 拼姐儿, 云出轻声开口, 只要我们谢家找个正当的理由退婚, 德飞定会欣然答应, 你便不需要再受这些苦了。 退婚, 谢平抬起朦胧的泪眼, 我, 我不要退婚。 这是他费尽心思算计来的东西, 受了那么多苦, 却还未享受到王妃该有的荣耀, 他怎么舍得还回去? 初儿,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老太太沉着脸道, 拼姐儿和安静王是皇上下旨赐婚, 那边是抗旨, 我们谢家可当不起这样的罪名。 谢景玉点头, 不能退婚。 云出拉过谢平, 一字一顿道, 在成婚之前, 你都有反悔的机会, 不管你选哪条路, 母亲都会支持你, 记住, 有母亲在, 你便还有退路。 谢平鼻子一酸, 眼泪再度流出来。 谢家所有人都将家族荣辱放在第一位, 只有母亲, 是真真切切为他这个女儿考虑。 他前世是积了多大的德, 才让他今生做了母亲的女儿。 从安寿堂出来, 谢景玉追上云出的步伐, 忍不住问道, 夫人真想给拼姐退婚? 当然不是。 云出开口, 拼姐如今是为谢家承受得非的刁难, 若谢家上下都认为这是他该受的折磨, 一个个冷漠以对, 那他日后嫁去了安静王府, 还会为谢家筹谋吗? 谢景玉恍然大悟, 还是夫人聪慧。 云出面上没多少表情, 台步继续往生居走。 谢景玉跟着他一道走进了生居, 他抿了抿唇问道, 我才知道上回岳母带你去看了神医, 不知神医怎么说。 神医说要好好调理, 给我开了几幅房子先吃着。 云出策谋, 神医整一次卖是五千两银子, 夫君觉得, 这银子应该谁来出? 你未来生的孩子, 是我谢家这儿八斤的嫡子, 这笔钱自然是谢家出。 谢景玉接过话道, 回头我就让人将枕金送去岳母手上。 五千两银子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好在, 他是安静王未来的岳杖, 多的是法子搞到这些银子。 他一步步慢慢朝云出走近, 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夫人, 我今夜就速在生居吧。 云出只觉得一阵恶心, 他后退一步躲开了谢景玉的碰触, 走到边上的暗机上, 神医说, 夫妻二人都需得调理身子, 在调理期间不得同房。 他将暗机上的药包递到了谢景玉手上, 谢景玉感觉手上一沉, 我也要喝药。 云出点头, 当然, 若夫君不愿再生孩子, 也可以不喝。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谢景玉知道, 若他拒绝调理身子, 那他和云出的夫妻关系, 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等身体调理好了, 他和云出, 应该能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孩子吧。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云出, 拿起药, 回自己的院子去了。 听双站在边上, 有些不解地问道, 夫人, 您这是? 他知道, 私神医并没有给大人开药方, 甚至私神医给夫人开的药方, 都被夫人撕烂扔掉了。 他很清楚, 夫人根本就没打算调理身体, 也没想过和大人再生一个孩子。 可为什么, 却给大人拿了那么多药? 他实在是不懂夫人要做什么。 云出面上没有表情, 谢家的孩子够多了, 这要可以解决不少麻烦。 如今谢家五个孩子, 大小姐谢拼, 二小姐谢贤, 大少爷谢氏安, 二少爷谢氏为, 三少爷谢氏允, 陶姨娘肚子里还有个四少爷, 未来谢府还会有四五个姨娘, 那些姨娘个个都生了儿子, 还会有五少爷六少爷七少爷。 想到这些孩子未来做的那些破事, 云出心口漫出恨意。 与其等着那些孩子来祸害他, 倒不如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只要谢锦玉不生, 就为他减少了无数的麻烦。 听双整个人震惊到了极点, 他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不过, 他很快就没心思为这个事情震惊了。 因为云出接下来的话, 让他无暇顾及旁的事。 听双, 我让我娘为你相看了一个人。 云出开口, 明早我们回一趟回家, 你看看满不满意。 夫, 夫人, 听双脸都白了, 奴婢不嫁人, 一辈子待在夫人身边揍夫人。 若让你一辈子不嫁人, 不生子, 总有一日你会恨我。 云出柔声道, 听双, 你我二人一样大, 我已经嫁人五年, 不能再耽误你了。 听双咬住下唇, 夫人私下已经和谢家分崩离析了, 未来夫人会怎样, 他不敢想。 若他离开了夫人身边, 夫人身边哪里还有可用的人? 陈伯一直在外远, 听雪太老实了, 听风太冲动, 以后夫人要办一些私下的事, 谁为夫人去办? 但听双没再说什么, 等明日去了云甲, 见了那个人, 他说不满意就是了。 反正,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离开夫人。 晚些时候, 听雪来汇报, 大人命丫鬟熬了那药, 全都喝下去了。 云出点点头, 不必再盯着了, 那要喝一次就够了。 他让人处理干净药渣, 后面再熬的药, 就是真正调理男人身体的药。 第二天一大早, 云出带上听双听风前去云驾。 一路上, 听双坠坠不安地揪着手指, 听风倒是大大咧咧看着车窗外道, 夫人您看, 兵铺门口排了好长的队。 云出一看, 四家不同招牌的兵铺, 门口都排满了富贵人家 安排前来购兵的下人。 因为兵铺生意太火热了, 而未来还有好几个月的炎热, 因此, 他和陈伯商议后, 规定了每日出售量。 基本上到了中午, 兵铺的量就会一售而空。 因此, 那些富贵人家不得不派人早早过来排队。 街头许多人都在议论避鼠院之事。 我以前一直纳闷, 这兵不就是水做成的吗? 怎么卖这么贵? 直到去了云夫人开办的避鼠院, 我才知道在这炎炎夏日里, 为何兵块价比黄金。 还别说, 活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夏天用兵的痛快, 真得感谢云夫人。 什么地方? 你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就在承熙的桂花巷子, 走到底, 那个院子每天下午会有一两个时辰开门, 任何人都可进去避鼠, 连院子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冰。 走进去的那一瞬间, 就像是到了冬天, 太凉快了。 天, 一整个院子都放冰块, 那得多少银子? 云家这么有钱吗? 云家出了三位大将军, 是真正的世家大族, 买冰块的银子怎么可能拿不出来? 说起来, 京城那么多世家大族, 有钱的人数不胜数, 唯有云家, 拿银子为老百姓做善事, 云夫人真是活菩萨。 云将军在前线保家卫国, 云夫人掏银子为老百姓避鼠, 云家爱民虚物, 当为百官典范。 听说云将军马上要班师回朝了, 咱们老百姓的大将军要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百姓们举手相庆, 云出有些感慨。 他不过是将一些碎兵放置在院子里, 免费工人休息, 其实花费并不算多, 却得了老百姓这么大的称赞。 淳朴的老百姓就是这样, 只要你稍微付出那么一点点, 他们就能牢记在心中。 会在你最危险的时候, 不顾一切豁出去。 只不过, 老百姓的力量太微渺了, 上辈子, 数万百姓请命, 也没能动摇皇上对云家的处置。 马车很快停在了云府门口。 一下马车, 听说就紧张起来。 走进去, 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临时院子里的一个年轻男子。 见他走进来, 那男子微微侧头, 只敢偷偷看一眼, 然后迅速地收回了视线。 我方才吩咐的那件事, 就这么办, 你先退下吧。 临时开口让那年轻男子退下了, 然后看向云初, 刚刚那个是于妈妈的小儿子, 如今跟在你爹麾下一个富将身边历练, 你觉得如何? 云初看向听双, 听双低头, 正想怎么拒绝。 就听临时道, 听双, 你和初儿从小一起长大, 我把你的婚事看得和初儿一样重要, 你若不满意, 就摇头, 不需要迫于任何压力而委屈自己。 这个不满意, 我就再给你找一个, 云家军里有很多好小伙子, 咱们可以慢慢看。 听双, 也就是说, 拒绝了这个, 后面还有无数个等着, 总不能来一个拒绝一个, 那岂不是令云夫人寒心? 奴婢, 听双嘴角发苦, 奴婢也不知道。 也是, 才打了个账面, 就让你做决定, 确实太仓促了。 临时笑着道, 初儿, 等会回谢家, 你带着于柯一道回去, 让他和听双多, 数西一二, 届时再做决定。 云初汉手, 我手上确实缺人手, 正好让于柯帮我处理一些外院的事, 也能让陈伯轻松一些。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用餐时, 云初提起了避暑院之事, 云家的避暑院会及许多贫苦老百姓, 如今老百姓对云家过于推崇, 也不知是负是货, 得想个法子避一避。 他是真没想到, 小小一个避暑院会让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反应, 任何事过了头, 那就会适得其反。 柳千千放下筷子, 虽然云家是为了造福百姓, 但有心之人可能会认为是拉拢民心, 如今云家算是走到了最高处, 一个不小心就会。 临时摇头, 你们两个多虑了, 我云家世代忠良, 皇上对云家的信任如滔滔江水, 不可能对付云家。 他知道皇上有些忌惮云家, 要是在儿女婚事上, 云家低价低取, 不与任何世家结交, 云家长子不再从武, 科举也故意考察, 皇上的忌惮之心应该慢慢消退了。 云初苦笑, 曾经他也那么认为, 事实证明, 影响了皇权的武将世家, 注定只有一个结局。 今年夏天太热了, 要是没了避暑院, 还不知道多少人热死。 临时道, 皇上的猜疑是虚无缥缈的, 而热死的老百姓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因为还没发生的事, 就眼睁睁看着那么多百姓死去吗? 云初知道, 哪怕他没有主动提出办避暑院, 他娘也会无条件地去救济那些众暑热死的百姓。 我有个想法, 他开口, 我们只需要告诉皇上, 云家此举, 并不是为了拉拢民心。 柳千千追问, 怎么告诉, 让你大哥上折子吗? 那岂不是欲盖弥彰? 云初摇头, 在避暑院内再开一个铺子, 每天下午人来人往, 铺子多多少少会有点生意, 就让皇上以为, 云家是利用避暑院赚点银子, 大嫂, 娘,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临时眼眸一亮, 确实是个好主意。 柳千千赞同点头, 那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让她一个妇人去做这些钱财生意上的事, 皇上更不会说什么。 云初对这个大嫂120个放心。 大嫂是四嫔柳家的嫡长女, 柳家那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大嫂有着书香世家的风骨, 在云家出事后, 撕掉了大哥给她的修书, 誓死与云家共存亡。 在云家用完午餐之后, 云初打道回府。 来的时候, 主仆三人, 离开时, 多了一个叫于柯的年轻小伙子。 云初和听双听风坐在车内, 外头是车夫, 边上坐着于柯, 时不时能听见车夫和于柯说话。 听双面色很淡, 心里却在思量, 等差不多十天半个月之后, 他就找夫人去了这件事, 他不愿意嫁人是他的事, 不能耽误别人成家。 马车正在车上走着, 听风突然开口, 夫人, 奴婢好像看到平溪王府的小柿子了。 云初立即抬眸看去。 果然, 他看到小小一个孩子, 在好几个吓人的簇拥下, 在街上走着。 街上人来人往。 楚红鱼的小嘴撅着, 一看就很不高兴。 阿毛弯着腰, 小声说道, 世子好歹多逛一逛, 不然王爷问起来, 你也没个不喜欢的借口是不是? 楚红鱼抬头看像站在他身边的女子。 这是家里好多人一起, 给父王找的未来的王妃, 他和长生未来的母妃, 谭家二小姐。 他和长生确实是一直想要一个娘亲, 但并不是眼前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很温柔, 行为言语挑不出任何错来, 家里每一个人, 包括父王, 对他都特别中意。 所有人都觉得满意后, 才来问他, 可不可以让这个女人做他的母妃? 鱼哥, 你看这个唐人喜欢吗? 谭二小姐从摊上拿起一个可爱的老虎唐人, 递到楚红鱼手中。 他脸上是温柔的笑容, 弯着腰, 尽量和眼前的孩子拉近距离。 不喜欢, 难看死了。 楚红鱼冷冷扔下这句话, 大步朝前走。 谭二小姐有些束手无策, 他已经绞尽脑汁讨好小狮子了, 可是小狮子一直板着一张脸, 很不喜欢他的样子。 他和平溪王的婚事能不能定下来, 就全看这位小狮子喜不喜欢他了。 他才17岁, 其实也不愿意给人当继母, 可是父亲需要平溪王的支持, 才能官升一级。 为了父亲, 为了家族, 他只能豁出去。 鱼哥, 那你喜欢什么? 谭二小姐重新端上了温柔的笑容, 我听说你喜欢蟋, 蟋,不然我带你去看斗蟋蟀。 楚红鱼有些心动, 随即在心里唾弃自己。 既然不喜欢这个女人, 那就不要给他任何希望, 也不要让父王以为他愿意让这个女人做母妃。 他冷冷道, 谭小姐, 你别白费功夫了,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答应让你嫁给我父王。 谭二小姐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深吸一口气, 蹲下身, 握住了楚红鱼的小手, 鱼哥,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有些排斥, 但请你相信我, 我会将你当作亲生的孩子, 会疼你和长生, 会让你们知道有娘亲的孩子是多么的不一样, 你父王总有一天会娶王妃, 娶哪个可能都差不多, 但只有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和你父王不会再生孩子, 平夕王府只会有你和长生两个孩子。 楚红鱼咬住了下唇, 他发现自己的内心竟然有些松动了, 连他都被这个女人说动了, 父王肯定更加无法抗拒, 如果挑不出什么错出来, 黄祖父肯定马上赐婚, 这个女人就要真的成为他的母妃了。 想到这里, 楚红鱼心中生出极大的抗拒, 鱼哥, 我们试一试好吗? 谭二小姐握着小家伙的手, 眸子里一片澄澈。 就在这时, 楚红鱼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随即将谭二小姐狠狠甩开。 他掐我, 小家伙泪眼汪汪躲进了身后摸摸怀中, 他刚刚掐我的手, 威胁我答应他当母妃, 呜呜呜。 他说着, 大哭起来。 谭二小姐瞪大了眸子, 他只是轻轻握着小柿子的手, 连用力都不敢, 怎么可能会掐一个孩子? 可不容他解释, 抱着楚红鱼的嬷嬷就怒声道, 谭二小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如此对待我们小柿子, 还未进门就威胁小柿子, 日后成为王妃, 还不知道会怎么折磨孩子, 这件事, 老奴一定会向王爷如实禀报。 谭二小姐脸色一白, 嬷�, 不说清楚, 我真的没有对你动手。 楚红鱼哭着道, 我的手都红了, 就是你掐的, 你是个坏人, 我讨厌你。 嬷嬷一看, 可不是吗, 小柿子白嫩嫩的手背一片通红。 谭二小姐第一次感觉到, 什么叫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但就算难以解释, 也必须要说清楚。 她正要开口, 就见视线中出现了一个身影。 她抬头望去, 认了出来, 是将军府嫡女云家大小姐, 如今是谢夫人。 云初本不遇下马车来, 但坐在马车上时, 她将鱼哥和谭二小姐之间的事情, 看了得清清楚楚。 若是别的孩子, 不管怎么玩烈说谎, 她都不会插手。 但说谎诬陷人的孩子, 是鱼哥。 是那个偷偷前进谢家, 只为了见她一面的孩子, 是那个认认真真为她刻木雕的孩子, 是那个心心念念都是她的孩子, 她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她犯错, 而无动于衷。 郑嬷吗? 云初和楚红鱼的嬷�打了招呼, 你的手真的是谭二小姐掐红的吗? 在云初出现的那一刹那, 楚红鱼眼中浮现出巨大的光亮, 本能地就想扑进她的怀中。 可是她发现云初的面色很沉, 小孩子都很敏锐, 她敏感地意识到, 云初的情绪应该是和她有关。 她揪中嬷嬷的衣领子, 避开云初的视线, 抿着唇也不回答。 谢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郑嬷嬷起眉, 难道是我们小柿子诬陷谭二小姐不成? 小柿子, 最重要的是要承认错误。 谭二小姐狠狠松了一口气, 她是真的没想到, 这位谢夫人竟然会冒着 得罪小柿子的风险来为她出头。 换成别人, 就算看到了小柿子诬陷她, 肯定也不会选择站在她这边。 楚红鱼咬住下唇, 她知道不该诬陷谭二小姐, 可如果不这么做, 这个女人就会成为她的母妃。 她不要这个女人当她的娘亲。 她看向云初, 多想让娘亲嫁给父王, 可为什么娘亲那么早就嫁人了? 云初放软了声音, 小柿子, 知道错了就道歉吧, 我想谭二小姐也愿意原谅你。 不, 我没有错, 楚红鱼红着眼大喊道, 就是她欺负我, 你还和她一起欺负我, 我讨厌你们。 她从嬷嬷身上跳下来, 一头扎进了人群之中, 哎哟, 我的小祖宗, 别乱跑, 别跑丢了。 郑嬷嬷吓得不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追呀。 平西王府的下人, 呼啦啦朝楚红鱼消失的方向追去, 云初根本就不需要思考, 提起裙摆就追了上去。 谭二小姐的脑袋都快炸了, 是她主动提出带小柿子出来逛一逛, 要是小柿子走丢了, 那他们谈家就完了。 小孩子的两条腿虽然短, 但跑得特别快。 小家伙扎进人群中之后, 一直往一个方向跑, 不一会儿就跑出了城门。 城外虽然人少, 但到处都是草丛树林, 平西王府的人分成两拨分头去找。 谢夫人, 这可怎么办是好。 谭二小姐急得团团转, 小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这条命都不够赔。 小柿子不会出事。 云初诞生道, 赶紧找人吧。 她只是看起来淡定, 实际上心动也很着急, 是她的错, 她不该在大街上就让鱼哥道歉, 她应该顾及一下孩子的情绪。 云初身边跟着两个丫鬟, 还有鱼科, 谭二小姐身边也带了一个丫鬟, 一行六个人不敢懈怠, 一边走一边喊。 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 距离京城越来越远, 视线之中渐渐出现了一个湖泊, 阳光照在湖面, 波光淋淋。 云初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湖边一块大石头上的孩子。 她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 是鱼哥。 谭二小姐眼中露出喜意。 云初轻声道, 鱼科, 你脚城快, 赶紧去通知平溪王府的人, 让他们来这里接小柿子。 鱼科点头应下, 迅速去找郑嬷那行人。 云初和谭二小姐慢慢朝湖边靠近。 还没走近, 坐在石头上的楚红鱼 就听到了脚步声。 她回头, 一双眼睛通红看着云初。 你别过来。 她站起身, 站在了大石头上。 湖边本来就风大, 一起风, 云初就感觉到她的身影在晃动。 谭二小姐吓得抓紧了云初的手。 小柿子, 你乖。 云初一边说, 一边往湖边的方向走, 有什么话, 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好吗? 是, 阿鱼哥。 谭二小姐开口道, 我承认是我掐了你, 我会向你父王道歉, 你先过来好不好, 湖边太危险了。 楚红鱼看也不看谭二小姐一眼, 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云初, 你亲眼看到我诬陷她, 是不是就再也会不喜欢我了? 怎么会? 云初脸上浮现出笑, 我知道你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再者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你永远都是那个讨人喜欢的小柿子。 楚红鱼名仅存, 可是你叫我小柿子。 小柿子这个称呼太生疏了, 他喜欢她换鱼哥。 云初只得改口, 鱼哥, 你最听话了, 我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 你乖乖站着别动, 我抱你下来。 楚红鱼垂眸, 揪着自己的衣摆。 他感觉这样的自己, 有些对不起娘亲的喜欢。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谭二小姐, 谭小姐, 对不起, 我不该诬陷你掐我手背, 是我的错, 你能原谅我吗? 谭二小姐吃惊极了。 他和这位小柿子相处了一个多时辰, 无论他说什么, 小柿子始终板着一张脸。 可现在, 谢夫人轻飘飘几句话, 小柿子就主动承认了错误, 还跟他道歉。 他原以为是小柿子玩猎任性不懂事, 现在发现, 应该是, 他压根就不会哄孩子。 鱼哥, 没事的。 谭二小姐笑着开口, 我也有错, 不该强迫你接受我, 日子还长, 我们慢慢来。 一听这话, 原本已经冷静下来的楚红鱼, 再一次鸣紧了唇。 若父王知道他诬陷谭小姐, 骂他倒是小事, 肯定会觉得对不起谭小姐, 而答应娶谭小姐进门。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为什么他把事情给绊砸了? 他看了一眼云初, 多希望能光明正大, 喊他一声娘亲, 这个梦大概永远都不会实现了。 他不由自主, 往后退了一步。 只听得谭二小姐一声尖叫, 紧接着扑通一声, 楚红鱼毫无征兆, 掉进了湖中。 鱼哥。 云初想都没想, 就冲了过去, 鞋子都来不及脱, 直接跟着跳进了湖中。 夫人。 听双下呆了, 也跟着跳了下去, 听风不会游泳, 连忙去找长一点的树枝或者竹竿。 夏天的湖水没那么凉, 但水很深。 云初无比庆幸他幼年的时候, 他娘经常带着他去庄子上玩, 他调皮喜欢玩水, 娘怕他吊河里溺死, 便让人教会了他游水。 他一跳下去, 就看到了不断下沉的楚红鱼。 湖底长满了水草, 小家伙一沉下去, 就被水草给缠住了脚踝, 拼了命地挣扎。 云初快速游过去。 他先解开水草, 然后从后面搂住了肩膀, 带着他往上游。 终于浮出湖面, 小家伙能够呼吸之后, 顿时就来了力气, 双手双脚缠到了云初的腰上。 云初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水了, 被他这么一缠, 手脚都忘了怎么用力, 身体往下一沉, 猝不及防喝了口水。 楚红鱼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动作 给云初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他只知道要抓紧面前的人, 不然会再度落水, 那种窒息憋慕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云初被他弄得失去了平衡感, 连喝下三四口湖水。 他听到远处传来听霜的声音, 听霜从小和他一起学过游水, 有听霜一起帮忙, 应该就轻松多了。 就在这时, 他感觉头上一道阴影袭来。 还没看清是什么, 他的腰突然被搂住, 紧接着, 他和楚红鱼一同被带出了水面。 他下意识地抱紧了缠在他身上的孩子, 与此同时, 他自己落入了一个宽厚的胸膛里。 他抬头, 看到了一张男人的侧脸, 是平溪网。 他本能地就要挣扎。 别动。 楚衣的声音极其冷沉, 小心掉湖里。 他低头, 看到楚衣抱着他轻点湖面, 几乎是一眨眼, 就到了岸边。 边上一群人围过来, 楚衣一个转身, 挡住了身边护卫的视线。 他垂眸, 看到女子浑身湿透, 轻薄地下山勾勒出娇好的身形。 他迅速转开视线, 脱下自己的外袍, 搭在了云出身上。 手拿长长树枝, 准备去帮忙地听风, 整个人惊呆了, 直到楚衣抱着云出落在了岸边, 他才猛地反应过来。 他扔掉手里的树枝, 一边解开外山, 一边飞快地朝云出的方向跑去, 然后挤进了楚衣和云出中间的空间里。 他一把将云出身上男人的衣袍拿下来,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将自己的衣衫披在了云出头上。 见云出被裹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用男人的衣衫将同样湿透的楚红鱼包了起来。 另一边, 听霜在唐二小姐的帮助下, 从湖水里爬出来, 也是一身湿透了。 唐二小姐在这边帮听霜, 自然是没看到云出, 怎么突然就从水里出来了。 将郑嬷嬷等人带来了的鱼科, 正好看到了湿漉漉的听霜, 他二话不说, 解开自己的衣裳, 朝听霜走去。 王爷, 都是臣女的错, 是臣女没有照看好小柿子, 还请王爷责罚。 唐二小姐面如土色, 很明显是吓得不轻。 一看到平溪王来了, 他连忙走过去, 屈膝低着头, 心中坠坠不安到了极点。 厨艺在来的路上, 就听人汇报了整件事的经过, 虽然下人并不敢名言, 使小柿子诬陷唐二小姐。 但他作为孩子的父亲, 又怎能不明白这孩子有多顽劣。 为了达成目的,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 并不意外。 楚一开口, 应该是本王该替犬子说一声抱歉。 谭二小姐有些惊讶, 平溪王十五岁上战场立下赫赫战功, 京中人都说平溪王脾气古怪, 他怎么瞧着倒还好。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 平溪王竟然不计较, 还向他道歉。 谭二小姐, 这几日耽误了你的时间, 我会补偿给谭大人。 楚一看向身边的下人, 你们几个, 好生护送谭二小姐回府。 是。 两个护卫, 两个嬷嬷上前, 同时做了个情的手势。 谭二小姐不是神妖美脑子的人, 一听楚一这话, 他就明白了, 这几日他被皇室的人轮番召见, 算是白召见了, 不管皇室的人对他有多满意, 可小狮子不满意, 而且他还害得小狮子落水, 光这一件事, 平溪王就绝不能娶他进门。 唯一庆幸的是, 平溪王说会补偿他这几天耽误的时间, 希望能对父亲的仕途有些避忆吧。 那陈女先行告辞了。 谭二小姐扶了扶身, 转身上了马车。 在楚一和谭二小姐说话的时候, 云初已经裹着听风的衣服, 站直了身体。 他看了一眼被郑嬷嬷抱走的小家伙, 还有力气说话, 大概是没什么事了。 他走向楚一, 保持了五六不远的距离, 扶身道, 多谢王爷相救, 陈父先告辞了。 应该是本王对谢夫人道一声谢。 厨一看着他, 只能看到湿漉漉的头发, 若不是谢夫人舍命相救, 犬子大概已经, 这里距离京城有小半个时辰的路程, 谢夫人一路回去, 怕是会着凉, 正巧本王在这附近有一座庄子, 谢夫人不如换身衣上后再走。 云初低头, 斟酌着怎么拒绝? 方才他一身湿透, 被这个男人抱在怀里, 他一个有夫之妇, 不该和别的男人那么近。 换成上辈子, 他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懊恼不堪, 甚至还会觉得对不起谢景玉。 但现在吗? 他心如止水, 早就不在意这些了。 当然, 不在意并不代表他会愿意 跟着去平息网的庄子上。 云初正要开口,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衣裙下摆被扯住了。 低头看, 是楚红鱼。 小家伙不知什么时候 从郑萌的怀里跳下来了, 抬着小脑袋道, 娘亲, 长生给你画了一件衣裳, 让下人连夜做出来了, 还说下回看到娘亲就送给娘亲当礼物, 我这就让人去王府取来给娘亲穿上, 肯定特别好看。 还不等云初说什么, 他就吩咐阿毛快去。 阿毛翻身上一匹汉鞋宝马, 眨眼就消失在了小道上。 听到小竹子喊云初为娘亲, 郑嬷嬷一行人全都惊呆了。 然而, 当他们看到王爷, 竟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时, 更是惊呆到了极点。 郑嬷嬷的心突然一抖, 莫非, 他们王爷喜欢谢夫人这样的妇人。 天, 难怪王爷一直不成亲, 原来, 他转头警告地, 看向身边一群丫鬟小丝, 示意不许将这么大的秘密说出去。 云初原本坚定拒绝的心, 在听到长生的名字之后, 就瞬间软了下来。 长生不会说话, 却很会做话, 他竟然很期待他画了一条怎样的裙子, 他从未这么期待过一件礼物。 身边有这么多吓人, 也不算是失了礼数。 楚义让人牵来马车, 云初和两个丫鬟坐上去, 于柯在前面赶车。 那庄子离得确实是近, 云初感觉刚坐上去, 就到了地方, 挑开帘子, 看到一个并不算大的庄子。 随行的人早就来通知了, 下人们后在庄子门口迎接行李, 然后带着云初主仆几人前去最近的院子, 热水之类的都被好了。 听霜也是一身湿透了, 去了隔壁乡防沐浴。 听风则伺候云初沐浴。 在别人的地盘, 自然不像在家里, 他将身上头发里的脏东西迅速洗干净之后, 立即就起来了。 这时, 前去王府取衣上的下人也将衣服送到了, 一个丫鬟敲门进来, 站在屏风外, 恭敬地道, 谢夫人, 衣服奴婢就给您放在这里了。 丫鬟放下托盘, 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听风将那件衣裳抖开, 惊讶道, 天, 这件裙子也太好看了, 小郡主怎么这么厉害? 云初看去, 这是一件水云锦做成的长裙, 裙子上绣满了各色颜色的茶花, 虽然颜色多, 但用的都是素雅的淡色线, 看起来并不杂乱, 反而给人一种清理美好的感觉。 他在裙子绣口处, 看到了两个字, 云初, 应该是小郡主画出来, 绣娘照着样子绣上去, 一看就知道是小孩子写的字。 除了这件衣裳, 托盘中还有一件外衫, 这外衫的颜色和他之前那件一模一样, 不细看, 根本看不出他换过衣裳。 听风为他穿好衣裳, 梳好发际, 最后披上外衫。 楚红鱼早就迫不及待等在门口, 看到云初穿着外衫出来, 撅着嘴道, 娘亲, 你让我看看那件衣裳好不好看吗, 我回家了也好告诉长生呀。 云初将外衫提起来一点, 只露出裙摆。 楚衣坐在厢房外面的亭子里, 他不由自主看去。 他看到, 一个穿着七彩裙子的女子站在厢房门口, 那一朵朵的花是掺了金银线所绣, 他一走出来, 阳光落在他身上, 裙摆在发光, 他整个人也仿佛在发光。 随着他走近, 他甚至闻到了沐浴后的香味。 当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 楚衣迅速收回了视线, 同时也平住呼吸, 他不自在看向远处, 开口道, 马车已经备好, 谢夫人这边请。 云初点头, 跟着他往外走。 忽然, 他的裙子好像被踩住了, 他还来不及去查看, 就感觉自己的后腰被撞了一下, 整个人不受控制, 朝前栽倒。 走在他前面的楚衣, 出于本能, 接住了他往前栽的身体。 胶软的身体落入怀中, 让楚衣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从未和女人距离如此之近, 只除了那一晚, 他连忙扶着他, 站直身体。 这一刹那, 他闻到了除了沐浴后的香气之外的 另一种独属于女人的体香。 好像在哪里闻过, 多谢王爷。 云初后退两大步, 远远避开了面前的男人。 楚衣看着他, 比起他心中生起那么多涟漪, 他未免也太波澜不惊了。 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是这样一副冷静的面孔。 他心中刚这么想, 就见云初的面色有些不好看, 他侧着脸, 看向走在边上的楚红鱼。 小柿子, 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方才他突然往前栽倒, 就是被眼前的这个小家伙 用力推了一下。 楚红鱼低着头, 两只手指头搅在一起,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他只是想让娘亲和父王 培养一下感情, 想让娘亲喜欢上父王, 想让父王愿意娶娘亲为王妃。 娘亲可以嫁给那么差劲的谢景玉, 为什么就不能嫁给父王? 云初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蹲下身, 开口道, 鱼哥, 你今天做错了三件事, 第一, 诬陷谈二小姐, 第二, 不认错转身就跑, 差点出事, 第三, 故意推人, 虽然我说过, 知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但一次次认错, 再一次次犯错, 这不叫善莫大焉, 而是屡教不改。 若不是正好他从路上经过, 谈二小姐还不知道会背多大一口黑锅。 若不是他正好会游水, 眼前的小家伙怕是会溺死在湖里。 若不是他多活了十几年, 在被别的男人抱了之后, 怕是会羞愤而死。 楚红鱼瞪大了眼睛, 这是娘亲第一次这么严厉地对他说话, 还说他屡教不改。 我希望你是个品行端正的孩子。 云初摸了摸他的头, 好了, 我该走了。 他站起身, 朝楚一扶了扶身, 王爷, 是臣妇愉悦了。 谢夫人说得很好, 楚一开口, 是本王教子无方, 给谢夫人带来了诸多麻烦, 日后, 本王定多费心思管教犬子。 云初没再说什么, 他走出庄子, 踏上马车, 回头看到小家伙, 泪眼汪汪地望着他。 他不由叹了口气, 重生回来后, 他不择手段对付谢家人, 其实, 他有什么资格要求于哥, 做个品行端正的人呢? 可他真的希望他是个好孩子,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长成一个正直的少年, 有着轻松般的风骨, 有着悲悯世人的胸怀, 而他这样卑劣的人, 就该在漫漫岁月里慢慢腐烂, 怎当得起他的喜欢? 可是, 他在哭, 云初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他只好露出一个笑容, 楚红于顿时破涕为笑, 手舞足蹈道, 父王, 娘亲对我笑了, 他肯定原谅我了, 既然他原谅你了, 那你就别辜负他对你的期望, 楚一开口, 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多读书, 回去后, 好好跟着先生读书, 今年秋, 我送你进国子鉴, 楚红于抽掖着点头, 马车徐徐驶向京城, 京城后, 因为人来人往, 马车的速度慢了许多, 这时, 外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车上可是谢夫人, 外头赶车的渔科开口, 夫人, 是宣武侯爷, 在渔科没有开口时, 云初就听出来了, 是宣武侯的声音, 那天在宣武侯府, 这个男人对他说的话, 仿佛还在耳旁, 而他, 甩了他一巴掌, 听双有些担忧地, 按住了云初的手, 低声道, 夫人, 让奴婢下去应付一下, 云初摇头, 这么多天过去, 宣武侯的气, 应该消得差不多了, 若他避开见面, 这个人一定会想法子, 让他不得不前去侯府, 到那时更难办, 现在是在街上, 来来往往都是人, 让宣武侯也不敢做什么, 况且, 他总觉得, 宣武侯似乎知道一些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 他掀起车帘, 扶着听双的手下车, 低眉道, 见过侯爷, 侯爷是有什么事吗? 秦明恒骑在一匹汉鞋宝马之上, 意外看见谢家的马车, 这才试探性喊了一声, 没想到真让他遇见了他, 他的舌头抵了底侧脸, 多天前的那一耳光, 让他有足足五天没去上潮, 他从马上翻身下, 上前走了两步, 鼻息之间, 立即就嗅到了一股与众不同的香气, 他贪婪地吸了吸这股香气, 云初只觉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个人比他想象中更令人恶心, 听风和听霜一左一右, 将云初挡在了他们二人身后, 隔绝了秦明恒别样的目光, 谢夫人还记得那天本后对你说过的话吗? 秦明恒笑了笑, 你重新安葬入土的两具尸体, 真的是你的骨血吗? 云初手指一紧, 来了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好像秦明恒知道很多事, 他知道自己不该掉进他故意设置的迷阵之中, 可是关两个孩子, 他根本做不到冷静, 他给了个眼神, 听霜听风朝两边退开, 他抬头看向面前的人, 侯爷也知道自己上回说了一次, 这回是说第二次了, 凡事都讲究个事不过三, 侯爷你说呢? 你过来几步, 秦明恒痴痴地望着他, 你过来, 我就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 云初冷冷看着他, 看来他得想个法子, 撬开他这张嘴, 若侯爷没什么事, 我就先告辞了, 他转身欲走, 等一下, 秦明恒主动上前两步, 云初, 我只能告诉你, 云家下葬的那两具尸体, 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孩子, 若你想知道更多, 主动来宣武侯府见我, 我会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 云初的同仁急剧紧缩, 他不愿相信面前这个人, 可事实告诉他, 谢景玉做得出淘代李江这种事, 而且, 那天去寻找孩子的尸骨时, 他悲痛过度, 现在回头想想, 确实有很多疏漏之处, 云初垂眸, 再抬头, 你是一脸波澜不惊, 还请侯爷别再拿死去的孩子做文章了, 话还没说完, 身边突然多了个身影, 随即, 他的手腕被拽了一下, 被拽到了一个人的身后, 他不用看就知道, 是谢景玉, 谢景玉的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和于大人喝茶后, 从茶楼出来, 远远就看到了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女子, 真不愧是艳冠京城的云家大小姐,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那么的耀眼, 让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落在他身上, 然而, 当他看到站在云初面对的男人时, 他的整颗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他和于大人说了声抱歉, 然后迅速走来, 一把将云初拽到了自己的身后, 他拱手行礼, 下官见过侯爷, 则, 齐鸣恒笑了一声, 本后和谢夫人聊两句而已, 谢大人真是怕本后吃了谢夫人, 谢景玉开口, 天色不早了, 下官带着夫人先回去了, 下次有机会在灯门拜访侯爷, 说完, 他转过身, 看向云初, 夫人, 我们回家吧, 云初躲开, 他正准备伸过来的手, 扶住听霜, 率先登上了马车, 谢景玉跟着他一同上去, 坐在了他的对面, 同之前一样, 云初懒得和他说话, 挑起车窗帘, 憋着一股玉气, 他忍不住开口, 宣武侯和你在说什么? 云初诞生回答, 正好路上遇见了, 打个招呼, 谢景玉追问, 只是这样吗? 不然还能怎样? 云初放下车帘, 正是他的目光, 夫君咄咄逼问, 是以为我红杏出墙了吗? 当然不是, 谢景玉没料到他这么直白, 有些语色, 甚至不敢再看云初成彻的毛子, 他善善道, 上回维哥伤了宣武侯斥子之后, 宣武侯在朝上总是给我难堪, 我是担心他对你无礼, 所以才, 云初定定地看着他, 他知道谢景玉是个十足虚伪的男人, 伪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秦明恒所说的话是真的, 那么, 谢景玉为何要用两具假的尸体来欺骗他? 那是他生的孩子, 亦是有着谢家血脉的骨血, 他是真的不愿意相信, 谢景玉弄丢了孩子的尸体, 夫人, 怎么了? 在云初的注视下, 谢景玉浑身不自在, 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脸, 云初摇摇头, 没再说话, 马车很快就到了谢府门口, 早上出门去云家, 再去郊外, 路上耽搁了一会, 这回回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剩下橘色的夕阳落在两人的肩头, 拉出长长的影子, 贺氏站在院子里, 一眼就看到了并肩走进来的二人, 男人身长如玉, 女人青年角色, 好一对逼人, 他压下心中浮上来的情绪, 走过去行礼, 大人, 夫人, 我还有事情处理, 先回院子了, 云初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转身就带着丫鬟走了, 谢景玉看着她的背影, 微不可查叹了口气, 大人, 贺氏开口道, 夫人早上是一个人出门, 怎么同大人一道回来了, 谢景玉随口回答, 在路上遇见了, 夫人怎么还换了身衣裳呢, 贺氏最近一直在做绣活, 对布料这些心里面儿轻, 夫人身上这件衣裳, 是江南那边很难得的锦云水段, 只有薰柜才用得起, 云家这么富有了吗, 谢景玉的面色猛得一沉, 她是云家女婿, 很清楚云家虽然是一品将军服, 但并不算有钱, 根本就买不起那些昂贵的布匹, 她迅速走进自己的院子, 冷声吩咐道, 去云家门房打听一下, 夫人待了多久, 小四办事很快, 不到半个时辰就回来了, 回到, 夫人在云家用了午餐之后, 大约五十一刻才离开, 谢景玉一把将茶盏砸在桌子上, 五十一刻就从云家走了, 为何傍晚的时候还在街上, 难道, 她从云家离开后, 去了宣武侯府, 只要一想到有这个可能, 谢景玉再也控制不住, 岂不就朝生居走去, 云初刚在餐桌边上坐下来, 厅里放置了冰块, 很是凉快, 丫鬟们将饭菜一一端上来, 她拿起筷子, 正要用餐, 就听见外头小丫头行礼的声音, 大人, 夫人正在用餐, 请让奴婢进去饼, 小丫鬟的话还没说完, 谢景玉就已经走进了偏厅, 直接坐在餐桌边上, 云初诞生吩咐, 再背一副碗筷, 谢景玉的目光定定落在云初身上, 她记得她有一件这样的外衫, 大概穿过两三次, 若不仔细看, 还以为她现在身上这件就是从前那件, 事实上, 还是有些不一样, 哪怕都是白色, 也有些轻微的不一样, 这件衣裳, 分明就是用来掩然耳目, 为何, 她会在外头换了外衫, 是只换了外面这件, 还是里面的也全都换了, 她拿起筷子, 沉着气随便吃了几口, 见云初也吃得差不多了, 她冷声道, 都退下, 听霜看向云初, 云初笑了笑, 正好她也想和她好好聊一聊, 她挥挥手, 屋子里的丫鬟婆子们都退下去, 轻手轻脚关上门, 屋子里安静下来, 夫人, 你下午去哪里了? 谢景玉直接开口问, 你和宣武侯真的只是在路上遇见的吗? 云初垂眸喝了口茶, 若不是知道, 这个男人曾将她送给宣武侯平息谢家的灾祸, 她可能会真的以为她在意她, 她做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来, 还有资格来质问她, 还不等她说话, 谢景玉突然站起身, 轻身向前, 一把抓住了云初的手腕, 然后猝不及防扯开了她的外衫, 她看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衣裳, 你为何会在外头换衣裳, 里里外外都换了? 谢景玉恼怒地捏紧她纤细的手腕, 你和宣武侯到底做了什么? 你将我独自一个人留在宣武侯府的时候, 怎么就不考虑这些? 云初冷冷道, 宣武侯同我说, 那天在侯府时, 你递给我的那杯茶中, 下了蒙汗药, 我还在想, 我怎么会在侯府睡了一下午, 夫君就不想解释一下吗? 谢景玉的心一个咯噔, 她还同你说什么? 但这一件事, 就足以让我震惊了,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我不知道的是吗? 云初一把将谢景玉推开, 眼神锐利, 若你不说明白, 我不介意去一趟宣武侯府问清楚, 谢景玉捏紧了拳头, 这件事, 没有办法解释, 就算解释清楚了, 若秦明衡再向云初提起洞房花竹叶, 那她会再一次陷入被动的局面, 她抬起毛子, 满脸失望道, 夫人, 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 都不相信你的丈夫吗? 我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 云初冷笑, 是啊,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谢景玉骨子里的软弱和虚伪。 夫人, 我们大婚那天, 宣武侯也来喝了喜酒, 那天她喝醉了, 谢景玉慢慢朝云初走近, 是我亲自扶着宣武侯去厢房休息, 她一直在说醉话, 我仔细听了听, 才知道她喊的是云初两个字,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宣武侯竟然对夫人以情根深重。 在我们成亲之后, 她总是暗地里给我屎绊子, 幸而有云家这没殷亲在, 她才不敢真正拿我怎么样, 直到维哥伤了宣武侯世子, 她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便不顾一切给我制造麻烦, 因为我纳了贺氏为姻娘, 云家没在出面维护我, 我知道, 这是我自作自受, 那段时间, 我在官场上举步维艰, 所以不得不带着夫人上门请罪, 但我对天发誓, 我真的没有在夫人的茶水里下药, 这世上, 怎么会有男人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呢, 至少, 我不是这样的人。 谢景玉按住云初的肩膀, 夫人, 那个人觊予你, 见不得我们夫妻关系和睦, 所以在你面前挑拨离间,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的话, 一个字都不要信, 云初看着她的眼睛, 多真诚的一双眸子, 伪装得可真好, 难怪上辈子活到了三十多岁, 她才看清这人的真面目, 她已经确定, 从这张嘴里是肯定问不出什么来了, 她除了狡辩, 还会说什么, 想知道的东西, 只能她自己去查, 她脸上露出事实的惊恶, 宣武侯和侯夫人抗力情深, 后宅一个女人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对我情根深重, 夫君一定是误会了, 后宅没有纳妾, 并不代表深爱妻子, 谢景玉开口, 谢家后院虽然有数位姨娘, 但在我心里, 夫人永远是第一位, 她忽然抱住了云初, 夫人, 大婚之后, 我就没有来过你房里, 说我对不起你, 今天就补偿你, 她不由分说, 将云初往榻上带, 她只想知道, 她到底有没有背着她, 和宣武侯做了那见不得人的事, 这段时间, 云初一直跟着秋童学武, 从前或许不敌谢景玉, 但学武之后, 不仅伸手变好了, 卸景玉不受控制朝后倒, 好在身后就是椅子, 不至于摔在地上, 夫君,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调理身体期间不允许同房, 云初的声音冷立至极, 谢景玉民谨存, 他这么抗拒, 到底是真的为了调理身子, 还是因为怕他发现端倪, 夫君, 我下午去了一趟城外的庆安寺, 云初转向别的话题, 为孩子们超度的大师说, 孩子们的尸骨, 好似有些问题, 谢景玉立即抛开方才的情绪, 紧张追问, 什么问题? 大师说, 孩子们转世投胎之前 会回一趟这一世的家, 可无论大师怎么引渡, 两个孩子都不曾回谢家, 云初紧盯着谢景玉, 夫君, 你说这是为何? 谢景玉的头皮顿时一麻, 他一直觉得, 什么法师超度, 什么鬼魂投胎, 都是世人编造出来的谎言, 可现在, 他完全不敢这么想了, 难怪清安寺相活那么盛, 原来那里的大师是有真本事, 可能, 可能是因为这里非谢家的本家, 谢景玉绞尽脑汁搜刮理由, 孩子们或许是回冀州谢家老宅去了, 云初点头, 应该是这样, 天色不早了, 夫人早些休息, 我还有事要忙, 谢景玉站直身体, 拉开门就走了出去, 那背影怎么看, 都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 云初浑身无力, 跌坐在椅子上, 他现在可以无比确信, 宣武侯的话是真的, 那两具尸体, 真的不是他的孩子, 否则, 谢景玉不会露出那样的神情, 否则, 谢景玉绝不会就这么走了, 众活一事, 竟还被谢景玉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真是天底下最大的蠢货, 他更想知道, 为什么谢景玉要一而再再而三 欺骗他孩子的去处, 那可是他的骨血, 他究竟有什么理由这样做, 听霜, 云初抬高声音, 查一下, 那天我找贺氏逼问孩子的葬身之处时, 谢家所有人的去向, 听霜点头, 是, 夫人, 他知道这件事不能声张, 只叫了贴身丫鬟们一起打听调查, 这一夜, 云初以为自己会梦见两个孩子, 却并没有做梦, 早上睁开眼, 天色还是漆黑, 他穿上练武的衣裳, 跟着秋童在院子里练了半个多时辰, 天色才大亮了, 练完后沐浴洗漱, 出来时, 景安的人都到了, 他抬眼看向站在边上的谢平, 和前些日子比起来, 在傅嬷嬷的管教之下, 谢平很有长进, 同样是站在那里, 谢平的姿势让人一看, 就知道是花了心思交出来的, 算是有些气韵和涵养, 例行说了些话, 云初就准备让人散了, 他实在是没什么精力应付这些人, 夫人, 听雨突然走出来, 满脸泪痕地道, 求夫人让妾身见一见允哥吧, 妾身已经好多天没见允哥了, 夫人, 妾身有话说, 赫世走上前, 夫人将允哥交给妾身照顾, 妾身一直尽心尽力, 只是允哥刚来, 妾身院子里, 有些不习惯, 天天哭闹, 好不容易被妾身哄好了, 与姨娘却偷偷跑来闭合园, 妾身便前功尽弃, 因此, 妾身才不允许与姨娘和允哥见面, 还望夫人理解, 夫人, 允哥已经六七天没有去学堂了, 好像是病了, 听雨控诉道, 赫姨娘没有生养过孩子,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允哥, 求求夫人让允哥回到妾身的身边吧, 云初声音淡淡, 是病了吗? 赫世低着头回话, 前几日他贪粮吃冰, 便着凉了, 已经找大夫开了方子, 过几日就好了, 与姨娘不必担心, 听雨都快疯了, 允哥在他身边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生过病, 怎么一到闭合园, 就病得连学堂都去不了了, 赫世曾给桃姨娘肚子里的孩子下过药, 他真的怕赫世丧心病狂, 也对允哥下手, 允哥就是他的命根子, 他不敢想象失去允哥后会怎样, 夫人, 妾身真的知道错了, 听雨无比后悔, 在谢景渔面前告了那一桩,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还请夫人可怜一下允哥, 云初闭目养神, 等听雨哭诉结束后, 他这才道, 拼紧, 你觉得呢? 谢平没料到云初会问他的意见, 他想, 大概是他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未来的安静王妃, 说话也该有些分量了, 他开口道, 父亲不让雨姨娘教养允哥, 也是为了允哥着想, 雨姨娘不能因为怕失去孩子, 就耽误允哥的前途, 我认为, 允哥还是留在赫姨娘身边更好一些, 赫世笑了, 虽然他不耐烦养谢世允, 但谢世允必须得留在他身边, 把谢世允养废了, 那谢家所有的资源就都会落到安静头上, 整个谢家应该完完全全属于安静, 安静有了更好的前程, 才能护住像废物一样的谢世允, 听雨知道, 无论他再说什么, 夫人都不可能心软, 他背叛了夫人两次, 夫人对他死心了, 所以将怒气发泄在允哥头上, 故意送允哥去赫世身边, 他知道自己千错万错, 可允哥有什么错, 都退下吧, 云初挥挥手, 听雨看了一眼嘴角含笑的赫世, 摇摇唇退了出去, 陶姨娘挺着大肚子, 扶着丫鬟的手慢慢往外走, 她看向低着头走出生居的听雨, 转头对江姨娘道, 那位背着夫人爬上大人的床, 才能成为姨娘, 不安分手挤, 竟挑拨大人和夫人的关系, 夫人不发落, 她发落谁, 江姨娘不欲去谈论人长短, 关心道, 还有一个多月临盆, 你可得多当心一些, 那是当然, 陶姨娘正要抱怨一下, 孕晚期有多难熬时, 就见不远处, 赫世和谢平走到一棵树下, 低声在说话, 她的眼睛眯起来, 我说江姨娘, 你有没有发现, 大小姐和赫姨娘长得有点像, 江姨娘是个话少的人, 内敛的人向来欣细一些, 她早就发现了这个, 只是一直没有跟人说, 她点头道, 世上有那么多相同的树叶, 两个长得相像的人也没什么, 或许这就是赫姨娘和大小姐的缘分, 因此他们二人也向来走得近一些, 不止大小姐和赫姨娘走得近, 大少爷和二少爷跟赫姨娘也特别亲近, 陶姨娘手点着下巴, 仔细想一想, 大少爷的眼睛和赫姨娘简直一模一样, 二少爷那张嘴和赫姨娘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还有大小姐也和赫姨娘长得那么像, 江姨娘不由捂住了唇, 都说女儿长大了会和亲生娘亲长得像, 我的天, 陶姨娘瞪圆了眼睛, 该不会, 该不会, 不太可能吧, 太匪夷所思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身后,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陶姨娘和江姨娘都吓了一跳, 二人回头, 看到赫氏和谢平站在那里, 背后议论人被捉住, 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没, 没什么, 江姨娘牵紧谢贤的手, 我送贤姐去学堂了, 说完赶紧走了, 陶姨娘摸了一下自己的韵度, 眼神在赫氏和谢平脸上扫过, 不得不说, 赫姨娘和大小姐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亲生母女呢, 赫氏倒吸一口凉气, 他没有听错, 陶姨娘和江姨娘果然在议论他和平静的长相, 谢平紧记父母母的教会, 无论听到什么言论, 都不能露出自己的情绪, 他稳住心神, 冷冷道, 陶姨娘在说什么可笑的话, 我母亲是将军府云大小姐, 我是谢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和赫氏这种伺候人的东西长得像, 别来羞辱我了, 他提不就走, 陶姨娘皱眉, 大小姐言语之中, 全是对赫姨娘的嫌弃和鄙夷, 难道是他猜错了? 赫氏低着头, 捏紧手指, 迅速走开了, 云初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沉下心来做任何事, 听霜去查那天的事, 至少得三天才能查出个结果, 他干脆让人被车, 前去城北温泉庄子上去看看, 这么多天过去了, 想来庄子应该大不一样了, 马车行了半个时辰左右, 这才抵达庄子门口, 上回来时, 骑人高的杂草到处都是, 现在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 露出这个庄子原本的面貌, 这里是当年吴家祖辞所在地, 房子都是费大力气修建的, 哪怕二十多年不住人, 也没有太过破败, 当然, 还是要修缮一二, 尤其是院墙, 屋角, 狼岩, 房顶之类的, 夫人真是有先见之明, 陈德福满脸都是佩服, 原来这庄子的后山上, 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温泉, 具体有多大, 还得等完全开出来之后才知道, 花三千两银子买入这个庄子, 全部修缮, 再将温泉开出来, 修建温泉池, 总花费大概七八千两银子, 但靠着这个温泉, 一个冬天, 起码就能赚大几万两, 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云初跟着陈德福往后山那里走, 刚走到地方, 就看到身着青色衣衫的卷, 正在给工人分发消暑的茶水, 他顿住脚步询问, 陈伯觉得久而如何, 是个实心眼的丫头, 陈德福回到, 他身体虚弱, 但从不偷懒休息, 工人什么时候开工, 他就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来的时候还算白净, 这几天人都晒黑了, 听到这边说话的声音, 久而回头, 看到是云初来了, 连忙放下茶水前来请安, 云初开口道, 温泉已经开出来一部分, 你就先泡着, 大夫说了, 一天至少半个时辰, 久而低着头, 夫人, 久而命贱, 还是别污了那汤匙, 可不是让你白泡, 云初诞生道, 这温泉水也没泡过, 泡一刻钟是什么感受, 半个时辰又是什么感受, 每个池子的温度不一样, 感受也不一样, 你得都是一遍, 一个月后, 我再来问你, 久而心中动容, 是, 夫人, 他知道, 夫人是为了让他没有心理负担泡温泉, 才给他安排了这个伙计, 日后, 他这条贱命就是夫人的了, 哪怕夫人让他上刀山, 他也不会眨下眼睛, 正说着, 就见处着拐杖的吴夫人, 从后面林子里的茅屋里出来了, 一看到云出, 吴夫人就满脸眼泪, 谢夫人, 你是我儿的救命恩人, 是我吴家的大恩人啊, 我做牛做马都难报你的恩情, 三天前, 他儿子跟着私神医去青州治病去了, 要不是谢夫人当中奸人, 他们一辈子也遇不见私神医, 有私神医在, 他儿子一定能捡回这条命, 他也能欣然入土, 告诉老吴家的列祖列宗, 他们吴家的香火没有断, 云出将吴夫人扶起来, 我既然买了吴家祖上的桩子, 顺手帮吴少爷治病也没什么, 吴夫人可千万别这样, 折杀我了, 吴夫人还要再说什么, 就见边上有个小丝, 在陈德福耳边低声说了什么, 陈德福的脸色猛然一变, 夫人, 贺姨娘的身份查到了, 一个月前, 贺旭因欠债而被迫离京, 那时开始, 云出就安排人一直跟着, 贺旭离京后, 一直往冀州方向走, 小丝低着头汇报道, 他老家并不是在冀州, 而是在冀州城外三十多里外的杨柳村里, 去了村子里小的才知道, 贺旭原名叫贺旭, 原来他本族姓和, 陈伯让小的打听一个叫贺令营的女子, 只是那里没有姓贺的人家, 小的集中生智, 把贺换成和才打听出来, 确实有个叫贺令营的, 是贺旭的亲妹子, 云出的手遁住, 难怪他查遍了整个京城, 都查不出贺是家族, 原来是姓和, 小的去找李正论消息, 一提起和家人, 李正就一脸讳莫如深, 抽着汗烟一句话不说, 小的拿银子给李正, 李正直接关门, 再也不愿和小的唠嗑, 小的在冀州待了小半个月, 和村里的那群老太太混熟了, 才探出了一二, 那和家人是二十多年来搬到村子里, 全是老人妇人和不满七岁的孩子, 所有人身上都带伤, 惨不忍睹, 搬来村子里的第一个月, 和家就病死了七八个人, 和家小辈, 也就是贺旭这一辈, 死的就只剩下他们兄妹二人, 举全族之力给和令营找了个好婆嫁, 但小的无能, 没打听出来和令营嫁到了哪户人家, 陈德福神情大害, 夫人, 二十多年前, 京城可不就有个姓和的大家族没了, 莫非, 二十多年前, 云初并未出生, 但他也听家中人提起过这件事, 当时和家家主和大人任当朝户部上书, 那年恰逢大汉, 南方七八个省遭难, 朝廷拨了二十万两白银赈灾, 然而这笔银子抵达南方时, 只剩下不到二万两银子, 无数灾民被饿死干死, 无数人流离失所, 大量百姓聚集引发了起义, 总之后果很严重, 当事情平息之后, 朝廷彻查赈灾之事, 这一查不得了, 户部上上下下都有贪污, 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作为户部上书的和家主, 虽然没有明着贪污, 但会找那些贪污过的官员拿好处, 上下一体, 将皇上瞒了个彻底, 朝廷震动, 皇上大怒, 越查越不得了, 整个和家三族以内, 七岁以上所有男子被判斩首, 妇人及七岁以下孩童被关了足足半年, 最后放出来时, 偌大的家族, 活口仅剩下三十几人, 朝廷将他们遣回原籍, 三十几人在去冀州杨柳村的路上, 又死了十几人, 到目的地时只剩下二十余人, 而到了目的地, 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 不然当年最小那一辈, 不会只活下和煦兄妹二人, 云出唇半符上冷笑, 原来咱们夫人贺姨娘是罪臣之女, 贺氏的父亲是户部一小官, 祖父是户部尚书, 二十多年前的和家可谓是风光无限, 一出世, 整个家族就瓦解了, 他终于明白, 谢时安为何对当朝皇上有那么大的意见, 那么多族人死在皇上手上, 贺氏对朝廷对皇上心怀怨恨, 自然也会将这种怨恨带在了平常的教育之中, 所以才让谢时安小小年纪就仇恨皇上, 陈德服下的不轻, 大人纳了何家女为姨娘, 若被有心人知道, 怕是, 虽然朝廷并未流放何家妇孺幼子, 也未明令禁止何家人离开元籍, 但罪臣之后就是半个罪人, 在千里之外晃荡海城, 竟然晃到京城来了, 还嫁给了朝官, 若被有心人透露给御史台, 御史大人参上一本, 就够谢家喝一壶了, 云出摇摇头, 何令营一弱女子, 就算嫁给了朝官, 也不会让朝廷觉得有什么, 谢景玉付出的代价无非就是官将一级, 但, 若是何家后人, 一个嫁给了皇子, 一个进了国子监, 何家和皇家有仇, 却费尽心思接近皇家人, 皇上会怎么想, 这件事要是谋划好了, 能把谢家一锅端了, 现在需要做的是, 让何令营从贺姨娘, 成为谢家大少爷二少爷大小姐, 这三个孩子的亲生娘亲, 从庄子离开, 回到谢家, 云出直接去了谢景玉的院子, 这里是他的书房, 成婚后, 他就一直塑在这里, 他到的时候, 丫鬟们都有些惊讶,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云出从未踏足过这个院子, 你们都退下, 云出开口, 那些丫鬟连忙点头, 有序地退了出去, 书房里摆满了书, 桌子上还有谢景玉写了一半的折子, 云出拿起来看了一眼, 没什么出奇, 他四处找了找, 在几本书的加层之中, 竟然找到了一个账本, 他将账本拿出来, 娟秀的字一看就是女子所写, 顺天十三年春, 玉泉, 升大姐儿, 接升, 五两, 顺天十四年秋, 玉泉, 升大哥, 接升, 七两, 顺天十八年秋, 冀州, 升二哥, 谢家老宅就是在冀州玉泉, 谢景玉考上举人后, 就搬到了冀州, 后来成为近市才来的京城, 这些时间全都能对上, 而这字迹略微对比一下, 就知道, 是何令营的字, 云出笑了笑, 谢景玉是真的丝毫不提防他, 这么重要的东西, 就随手放在书柜上, 他将账本放进了袖子里,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听霜行礼的声音, 见过大人, 谢景玉的眉皱起, 你怎会在这里, 听霜低着头道, 夫人来找大人说话, 见大人不在, 便进去休息片刻, 正说着, 门开了, 云出站在门后, 目光落在谢景玉的手上, 夫君手上这是, 谢景玉拎起礼盒, 这是胡大人送的一支人参, 他抬起另一支手, 这是周大人给的茶叶, 云出扯了扯唇, 看来成为安静王未来的月仗之后, 谢景玉这日子渐渐风生水起了, 夫人要找我说什么? 谢景玉将礼盒放在书桌上, 看向云出, 请安时与姨娘找我哭诉, 想将允哥要回去, 云出开口, 允哥好像还病了, 夫君怎么看? 谢景玉皱起眉, 既然允哥给了贺姨娘, 那就由贺姨娘教养, 病了请大夫就是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云出笑着开口, 说起来, 贺姨娘和咱们谢家也算是有些缘分, 早上陶姨娘还说呢, 贺姨娘和拼紧可以说是长得一模一样, 若是外途不知情的人见了, 她是以为贺姨娘是拼紧的亲生母亲, 听到这话, 谢景玉整个人惊住, 一颗心像是坠入了冰窖, 她早该意识到, 女大项母, 拼紧越是长大, 就越会像贺氏那张脸, 云出前脚离开书房, 谢景玉后脚就去了 闭合园贺氏所在的院子, 贺氏正在做绣活, 看到谢景玉前来, 有些不可思议地站起身, 大人怎么来了? 从她成为谢府的姨娘之后, 大人就从未踏足过她的院子, 她也不敢奢求什么, 从未抱过期望, 自然觉得惊喜, 她连忙端上茶水, 恭敬地递到谢景玉手中, 谢景玉接过茶喝了一口, 一双眼睛落在贺氏身上, 她遇见贺氏那一年, 只有十四岁, 那时候, 她还姓和, 如今她二十有八, 她也是同样的年岁, 只不过, 这些年她生子养子, 后来入谢府为毕, 日夜操劳, 再加上她故意穿着老气颜色的衣衫, 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有至少三十五岁, 若她换上诸如浅粉色, 鹅黄色之类的衣裙, 再戴上一些首饰, 画眉描唇, 拼截和她真就一模一样了, 贺氏被她这样的目光看得有些坠坠不安, 大人, 谢景玉开口, 你有没有发现, 拼截和你长得越来越像了? 贺氏手指一僵, 大人, 切身已经尽力遮掩了, 她穿最难看的衣服, 从不梳妆打扮, 除了一根银簪, 从不带别的首饰, 哪怕她被大人冷落, 也不敢打扮的花枝招展去争宠, 就是怕被人看出她是拼截的亲生母亲, 以后除了每日请安, 你就待在院子里别出去了, 谢景玉站起身, 说是允哥病了, 他人呢? 贺氏神情顿住, 大人来他这里, 就是为了看允哥吗? 他将苦笑眼下, 带着谢景玉走进厢房, 轻手轻脚推开门, 谢氏允正在踏上睡觉, 一听到动静, 谢氏允就醒了, 他看到谢景玉走进来, 什么都顾不上了, 从踏上滚落, 揪住了谢景玉的袖子, 哭着道, 父亲, 我想回到姨娘身边, 谢景玉将她扶起来, 你姨娘犯了错, 等她改正了错误, 我再让她过来接你, 贺氏松了口气, 允哥养在他这里, 所有分力也都是送来闭合园, 他手头上本来就紧, 有允哥的阅历能解决很多事, 允哥, 别哭了, 贺氏走上前, 等你好些了, 我就带你去看姨姨娘, 谢氏允呜呜哭起来, 父亲不答应, 那他还能再去求谁, 他本来就病了,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大人, 允哥是着凉了, 所以闹人一些, 没事的, 贺氏开口, 这会差不多晚饭时间了, 大人不然就留在闭合园用餐吧, 谢景玉面色冷冷, 不必了, 他迈步就走出了闭合园, 不一会儿, 门口的小丫鬟回来汇报, 姨娘, 大人去了与姨娘的院子里, 贺氏捏紧了手指, 拿出一块碎银子扔给小丫鬟, 继续盯着, 大人什么时候离开, 再来说一声, 小丫鬟接过银子, 喜滋滋办事去了, 看来我真是小瞧你了, 贺氏沉着一张脸, 他还以为大人忙, 所以不留在他这里用餐, 没想到转头就去了 听语那个小贱人的院子里, 他看了一眼谢氏云所居的厢房, 想到陶姨娘背后, 说他和平杰儿长得像的话, 一个念头从心间悄然升起来, 听语所在的院子很小, 很偏僻, 唯一的好处是有个单独的小厨房, 他做了些可口精致的饭菜, 特意让丫鬟去请谢景玉过来, 没想到, 一请就把人请来了, 这些年, 他感觉愧对夫人, 从不敢利用自己的厨艺争宠, 如今, 为了允哥, 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大人, 尝尝这酸甜萝卜, 听语站在餐桌边上, 伺候谢景玉用餐, 谢景玉不是中玉的人, 不管是身体之玉, 还是口腹之玉, 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但最近天气热, 让人毫无食欲, 他知道听语擅长下厨, 于是顺势跟着小丫鬟过来了, 果然, 一桌子的佳肴, 让人食指大动, 他一口气吃下一碗饭, 用过餐后, 天色已经黑了, 听语的手搭在谢景玉的肩膀上, 大人累了一天, 就让妾身好好伺候您吧, 谢景玉面色淡淡,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很清楚, 不就是想求他松口, 让允哥回来吗, 听语面色僵住, 低着头道, 大人, 妾身只是想多见见允哥, 求求大人给妾身一个机会, 谢景玉自认为算是个合格的父亲, 方才见了谢士允, 其实也有些心软了, 才三岁的孩子, 哪里离得开生母, 他开口, 若你安分手挤, 迟早有一天, 允哥自然会回到你院子里, 闻言, 听语大喜, 他伺候起谢景玉来, 更加尽心尽力, 谢景玉白日在外风生水起, 晚间有姨娘伺候的春风得意, 一时之间只想叹一句, 人间值得, 这一夜听语也满心滋润, 不知什么时辰了, 外头突然想起了丫头敲门的声音, 听语睁开眼睛看向窗外, 外头天还黑着, 他忙将衣裳劈起来, 走出去低喝道, 没见大人还在休息嘛, 敲什么敲,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大人好不容易才休暮一天, 他也想让大人多休息休息, 等会醒来了, 可以直接吃他炖的五谷养胃粥, 姨娘, 不好了, 出事了, 小丫鬟都快哭出来了, 陶姨娘, 要生了, 听语眉头一皱, 照理说, 陶姨娘应该还有一个月才临盆, 怎么这么快就要生了, 不过可能是陶姨娘那张嘴不让人, 自己不积德, 导致孩子早产, 简直活该, 他轻声道, 陶姨娘要生了, 找夫人就是了, 夫人会安排好, 但一个男子, 去了也帮不上忙, 小丫鬟急着道, 陶姨娘早产, 是被三少爷推摔跤了, 流了好多血, 你说什么, 听语的脸一下就绷不住了, 允哥一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会把陶姨娘给推摔跤了, 到底是谁, 竟然让一个三岁大的孩子背锅, 不行, 我得去看看, 这时, 内侍的谢景玉被吵醒了, 声音传出来, 出什么事了, 听语连忙舌身回去, 大人, 丫头说陶姨娘被允哥推摔跤早产了, 允哥住在碧河园, 离陶姨娘的住处那么远, 而且允哥还病了, 怎么可能做得出这样的混账事, 大人, 您快点去看看, 给允哥做主啊, 谢景玉立即起身, 夫人早产了, 可不是一件小事, 她还记得当年云初, 也是摔了一跤早产, 流了好多好多血, 天色微微亮, 陶姨娘的院子里一片乱糟糟, 丫鬟们不停地端热水进去, 然后端着一盆血红的水出来, 屋子里传出陶姨娘淒厉的痛叫声, 稳婆教她如何用力, 可她就是生不出来, 云初站在院子里, 面色有些沉, 上回贺事算计陶姨娘之后, 她还以为陶姨娘肚子里的孩子命大, 能顺利怀道生下来, 没想到, 第二次的算计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上辈子谢家四少爷出生时, 也是这一天, 也是天微亮, 哪怕如今的局面和上辈子大不一样, 该发生的事情也一定会发生吗? 她压下心绪, 看向站在面前低着头的贺氏, 还有被贺氏牵着的谢氏云, 冷声道, 贺姨娘,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回夫人的话, 云哥这几天病了, 一直睡不好, 妾身就带着她一起睡, 谁知道, 她银食一刻那会突然闹起来, 非要去找羽姨娘, 贺氏低着头道, 天都没亮, 妾身哪里放心她一个孩子一个人出去, 哄得让她多睡一会, 谁知她咬了妾身一口, 她说着, 将手臂上一个齿痕露出来给云出看, 继续道, 她咬了妾身就跑出去了, 妾身一直跟在她后头, 可能是天没亮, 允哥分不清方向, 竟然跑到了陶姨娘的院子里, 那会下人们正交班, 院子门口也没人, 允哥就一头冲到里面去了, 等妾身跟着进去的时候, 就见陶姨娘从屋子的台阶上摔到了地上, 而允哥吓傻了一样站在那里, 夫人, 都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没有照看好允哥, 害得陶姨娘早产, 贺是一脸自责的模样, 这时, 谢景玉和听雨也到了, 听雨一个剑步冲到了谢士允身边, 蹲下身搂着儿子, 允哥, 你快告诉夫人大人, 说你没有推陶姨娘, 快说啊, 谢士允呆站在原地,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既然不说话, 那我就只能认为是你, 谢景玉眉目很沉, 才三岁, 就敢做这样的事, 听雨连忙挡在谢士允身前, 大人, 允哥一向胆子小, 谢身带允哥的时候, 他连一只蚂蚁都不敢猜死, 怎么到了贺姨娘院子里, 就变成了这样, 谢身不相信允哥会做这样的事, 还请大人好好查清楚, 还允哥一个清白, 谢景玉正要说话, 就见屋子里传出吻婆的声音, 生了, 生了, 生下来了, 是个歌, 谢景玉心口一松, 随即眉头一皱, 怎么没听见孩子的哭声,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 当初云出生产时的场景, 也是早产, 也是一盆盆血水端出来, 也是孩子生下来没有哭声, 云出面上没有多大情绪, 果然,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不一会儿, 就传出了孩子的哭声, 只是哭声有点弱, 阿弥陀佛, 孩子没事就好, 老太太和元氏也赶来了, 二人脸上带着喜悦, 是个歌, 我们谢家又添丁了, 太好了, 云出摇头, 这孩子生下来就体弱, 到了半岁还不会抬头, 两三岁还不会说话, 呆头呆脑, 最后被老太太嫌弃得跟什么似的, 老太太高兴了一会, 低头看到谢氏允站在那里,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景玉, 允哥胆子也太大了, 要不是陶姨娘体壮, 那就是一失两命, 你说说, 这是该怎么处置, 谢景玉捏了捏手指, 看向云出, 夫人, 你说呢, 云出诞生开口, 不如等陶姨娘缓过气之后, 我先问问陶姨娘, 到底什么情况, 这时, 吻婆抱着孩子出来了, 是个白白晶晶的哥, 孩子闭着眼窝在包背里, 谢景玉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 袁氏倒是疼爱地抱在怀里好一会儿, 这才交给奶娘, 云出没有抱孩子, 迈不进了产房, 去看陶姨娘的情况, 雨姨娘, 你好好问问云哥到底怎么回事, 谢景玉冷声道, 贺姨娘, 你随我来, 贺氏抿了抿唇, 低头跟着谢景玉走到了一旁的厢房里, 一进去, 谢景玉的脸色就传了下来, 和令营说, 是不是你, 贺氏听到自己的本名, 有一瞬间的恍惚, 当初他们相遇相知相爱, 仿佛上辈子那么远了, 玉郎, 我没有, 他七七开口, 安哥已经大了, 有成就了, 我没必要这么做, 不是你, 还能有谁, 谢景玉眼中喷火, 一个月前你算计不成, 便又生一季, 这次竟然还利用允哥一个孩子, 若非我足够了解你, 还真想不到你投上去, 你这一季, 是想害死未出生的孩子, 也想让我一怒之下将允哥送走, 那谢府就没有人能威胁到安哥的地位了, 是不是, 他差点信了贺氏的话, 还以为真是允哥推了桃姨娘, 可转念想想, 允哥才三岁, 还在生病, 一大早天都没亮, 一个孩子再怎么不懂事, 也不会在这时候乱跑, 一定是贺氏对允哥说了什么, 真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样的手段, 谢景玉眯起毛子, 四年前云初摔跤早产, 是不是也有你的手笔, 我真是看错你了, 当年云初怀孕之后, 他就将贺氏接到了谢家, 成为他院子里的一个管事妈妈, 带着云初孩子早腰, 失去生育能力, 他这才趁势将外头三个孩子一并接回来, 原来只觉得这一切太顺利了, 如今回想, 这顺利的未免有些太可怕了, 虽然他厌恶云初肚子里那两个非谢家泄脉的孩子, 可却从未想过算计孩子早产早腰, 他看到贺氏的面色变了变, 仿佛有一道雷劈在他头上, 他可从未告诉贺氏那两个孩子不是他的种, 贺氏怎么敢对一副主母动手, 能对云初动手, 接二连三对陶姨娘下手似乎也能接受了, 大人, 你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做什么, 觉得我恶毒是吗? 贺氏笑了, 你太高看我了, 夫人身边那么多忠心耿耿的丫鬟, 我哪有机会, 反倒是你, 四年前, 你将生下来还有气息的两个孩子直接扔了, 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 谢景玉的心脏狠狠一顿, 还没生下来的孩子不算一条命, 我再怎样, 也没有害人性命, 贺氏一字一顿, 那两个孩子可还有谢家的骨血呀, 你就这么扔到了冰天雪地里, 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为了让夫人全心全意教养安哥他们, 我知道你是为了安哥好, 所以, 这个秘密我一直藏在心里, 哪怕夫人对我言行逼供, 我也为吐露一个字, 云初从产房出来, 他本想去找谢景玉告知陶姨娘的说辞, 刚走出几步, 隐隐听到了什么四年前, 他立即做了个手势, 让身边两个丫鬟放轻脚步, 他动作很轻, 却很迅速走到了厢房门口, 里面的声音虽然不算清晰, 但断断续续能连成一句话, 还有气息的孩子直接扔了, 两个孩子可是有谢家的骨血呀, 扔到了冰天雪地, 轰的一声, 他浑身的血液瞬间涌到了头顶, 整个人几乎站不住, 那声音, 听霜和听风自然也听到了, 他二人的同人急剧紧缩,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 听风是个急躁的性子, 伸手就想将房门给推开, 听霜一把抓住听风的胳膊, 扶住云初, 声音极低, 带着颤抖, 夫人, 云初的双腿软得已经站不稳了, 死死抓着听霜的手, 他知道, 就算现在闯进去, 谢景玉和贺氏也可以说是他听错了, 这样的事, 他们怎会承认, 云初做了个手势, 听霜和听风扶着他, 离开院子, 回到了生居, 扶着他进了内室, 躺在榻上后, 听霜和听风一个扑通跪在了地上, 听雪不明所以, 也跟着跪下, 啪啪啪, 听霜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瓜子, 夫人, 都是奴婢的错, 四年前您生产之时, 奴婢不该将小少爷和小小姐交给大人院子里的人, 奴婢真的不知道小少爷和小小姐还活着, 夫人, 奴婢错了, 您打死奴婢吧, 听风也跟着抽自己耳光, 哭着道, 夫人, 奴婢最该万死, 是奴婢错了, 奴婢现在就去问大人, 他怎么这么狠心, 怎么能把亲生骨肉扔进雪地里, 老天爷呀, 那么小的孩子, 能活下来吗? 听雪听明白了什么情况, 一双眼睛睁大, 满脸都是不敢相信, 四年前夫人生下来的两个小主子, 当时还活着的吗? 那个夜晚, 夫人在院子里散步, 不知怎么就滑了一脚, 夜晚开始肤痛, 然后就早产了, 夫人的下身不停地流血, 好多好多血, 他们几个丫鬟全都吓坏了, 亭霜握着夫人的手说话, 听风蹲在床围给夫人清理, 那时候她在干什么? 是了, 她在给夫人喂鸡汤, 让夫人有力气生孩子, 夫人从夜晚生到了凌晨, 孩子终于下来了, 可孩子生下来不会哭, 她记得, 稳婆把孩子包好之后, 惊呼着说孩子没气了, 就那一句话, 让夫人生下血流不止, 产后血崩, 那是要命的事, 没得气息的两个孩子, 和有生命危险的夫人, 孰重孰轻,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做选择, 听说连忙让稳婆将孩子抱了出去, 孩子抱走后, 夫人就失去了意识, 等夫人再醒来时, 已经三天后了, 那时候孩子已经下葬, 夫人整日不言不语, 他们不敢再提孩子的事, 在后来, 大少爷二少爷大小节入府, 在后来与姨娘生产, 三少爷和早妖的两位小主子差不多大, 就养在了夫人身边, 夫人才慢慢好起来, 耳边此起彼伏的巴掌声, 让云出的神志渐渐回笼, 助手, 她沉沉开口, 她想过很多很多种可能, 却唯独没想过, 孩子生下来还活着, 虽然孩子是早产, 虽然生下来没有哭声, 虽然呼吸微弱, 但起码还活着, 只要她精心照顾养育, 就不幸活不下来, 可谢景玉, 竟然将孩子给扔了, 若大夏天扔到外头, 尚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可她生产时, 正好下雪了, 那么冷, 两个刚生下来的孩子, 靠什么活? 原来, 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死了, 是被他们的亲生父亲抛弃, 扔在外头, 或许冻死饿死了, 就为了让她全心全意接纳她和贺氏的孩子, 她残忍害死了她的一对儿女, 她简直是个畜生, 不, 说她是畜生都侮辱了畜生, 云初合上眸子, 将眼泪逼了回去, 她现在只想知道, 孩子被扔在了何处, 无论如何, 她都要将孩子找回来, 不管是生是死, 谢景玉虚伪到了极点, 从她嘴里只会得到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就如那重新安葬下去的不知是谁的骸骨, 听风, 你现在去一趟城外, 云初一字一顿, 你亲自找些雷公藤回来, 听双经柱, 哪怕她没有学过药理, 也知道雷公藤是什么, 和一些药材辅助煎熬, 可以驱风, 若服用不当, 则会让人出现不适, 简而言之, 雷公藤是毒药, 是, 夫人, 听风从地上爬起来, 擦干眼泪就往外走, 凭什么夫人的亲生儿女死了, 大人还这么逍遥地活着, 凭什么夫人这么苦, 而谢家知凡夜冒, 大人就该毒药下肚, 滥肠而死, 云初一整晚浑浑噩噩, 马光花一般, 不知不觉就听到了鸡鸣声, 她早早起来准备练舞, 秋童虽然不知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能感觉到她的情绪不对劲, 提议休息一日, 云初摇了摇头, 若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能学到个什么? 练了半个多时辰, 天色渐渐亮了, 她回屋子洗漱, 换了衣裳出来, 前来请安的人都到了, 陶姨娘刚生产没有来, 听雨眼下无清, 贺氏牵着一脸微米的谢氏云, 将姨娘低头牵着向来安静的谢氏, 昨天陶姨娘被推倒摔跤的事, 谢景玉亲自查了查, 宣布是一个意外, 就不了了之了, 云初冷笑, 贺氏拿了那样大的秘密来威胁谢景玉, 那个软弱的男人自然不敢处置贺氏, 于是只能霍西尼敷衍过去, 没什么事就都退下吧, 她抬眸, 与姨娘留意下, 贺氏挡住听雨看谢氏允的视线, 拉着孩子出去了, 她十分后悔, 费尽心思设计了昨天那一出戏, 不仅没有弄死陶姨娘肚子里的孩子, 也没有让谢氏允受罚, 反倒让她和大人之间的情分彻底没了, 听雨独自留在厅里, 有些坠坠不安地低着头, 什么都不敢说, 云初开口, 昨天夜里, 我让人查了陶姨娘早产之事, 听雨连忙道, 夫人, 当然说了, 这事就是个意外, 跟允哥没关系, 确实和允哥没关系, 云初放下茶盏, 据我院子里的人探听, 是贺姨娘告诉允哥, 陶姨娘肚子里的孩子会养在我身边, 这才记得允哥一大清早去陶姨娘的院子里, 干出那样的事来, 听雨猛地抬起了头, 早上浅安结束后, 云初前往陶姨娘的院子, 陶姨娘年轻, 哪怕是早产, 也没影响身子, 已经能坐起身, 自己抱孩子了, 见云初进屋, 他立即将孩子交给奶娘, 一脸欺然道, 夫人, 您可得为妾身做主啊, 妾身就是被三少爷给推了一下才摔跤, 导致孩子早产, 夫人您看看, 孩子这么小, 也不知道养不养的活, 都是三少爷的错, 可是大人竟然说是个意外, 也不发落三少爷, 这让妾身怎么吞下这口气, 云初走过去, 看了一眼睡在强宝之中的孩子, 这孩子早产一个月都这么小, 而他那对儿女早产的接近两个月, 只怕会更小, 这孩子好不容易养活, 长大了却呆头呆脑, 他的儿女若是侥幸活下来了, 不知道是个什么境遇, 只要一想到这个, 云初的鼻尖就有些酸涩, 他将情绪压下去, 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开口道, 陶姨娘, 你真的相信一个三岁多还不到四岁的孩子, 会这么恶毒, 故意推你早产吗? 陶姨娘敏锐地察觉到了话中的深意, 忙追问, 妾身愚笨, 夫人不妨说得明白一些, 云初摇摇头, 有人害你一次不成, 自然会害第二次, 云哥不过是被利用了, 大人正是看清了这一点, 所以不会发落云哥, 而那个人是大人心上人, 大人自然得护着, 陶姨娘猛地睁大了眼睛, 在一个月前, 他就被贺姨娘算计过一次, 差点流产, 所以这一次又是贺氏的手笔, 贺氏这个贱人要是继续留在谢家, 他早产的儿子怕是根本就活不到长大, 有大人护着, 我也没法子, 云初起身, 你好好休养, 好好照顾哥, 日后避着点他就是了, 说完, 他就离开了屋子, 陶姨娘的一张脸变得阴沉如水, 他就不明白了, 大人怎么会对贺氏这个老女人这么上心, 亲生血脉都差点死了, 竟然还护着那个贱人, 他更不明白, 贺氏若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孩子铺路, 最该算计的不该是已经考上秀才的大少爷吗? 等等, 上回他和姜姨娘就说过, 大小杰和贺氏长得像, 而大少爷和大小杰是一母同胞, 难道大少爷真的是贺氏所出? 可若大人在婚前就有了这么大的孩子, 云家怎么没有查出来? 不管事实如何, 贺氏都不能留在谢家了, 否则他还会遭到第三次的算计。 陶姨娘抿了抿唇, 对伺候的丫鬟道, 你去让羽姨娘来一趟, 就说我要问问怎么养孩子。 云初回到生居, 走进屋里, 他看到听风正在清理踩回来雷公堂, 小心地晒在窗台上。 这是他为谢景玉准备的一份大礼, 让这毒药慢慢地侵蚀谢景玉的五脏六腑, 让他慢慢看着自己身体无法控制, 让他看着谢家父王, 让他下地狱。 他真恨不得一刀捅死谢景玉, 他这种连自己鼓血都不放过的人, 就该永世不得超生。 夫人! 听霜走进来, 低声道, 奴婢将府中人全部排查了一遍, 您下葬小少爷小小姐的前一天夜里, 大少爷去了那山头附近的村落, 那夜, 一对夫妻连夜搬走了, 打听得知, 那对夫妻四年前产下一对龙凤胎, 早产夭折, 埋在了那山头上。 云初笑了, 上天真是帮谢景玉呀, 竟能找到和他孩子差不多时候生产的龙凤胎, 他被骗得团团转。 重活一世, 还被骗, 真是活该。 谢景玉和谢时安同样虚伪, 无论他怎么问, 都不可能吐露一个字。 突破点在赫氏身上, 本打算等谢时安上了国子剑之后, 再将赫氏的身份揭开, 届时, 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可, 他等不到秋天了。 下午, 云初在院子里看兵铺的杖本时, 听雨走进来, 开口道, 夫人, 陶姨娘的哥儿早产身体弱, 怎么说都和允哥有点关系, 切身想为四少爷求到平安府回来, 就当是替允哥赔罪, 顺道也给老太太求一个, 还请夫人应允。 云初一看就知道他在盘算什么, 点头, 给他派了车夫。 自从寿宴之事过后, 老太太的身体就没以前强健了, 总是有点咳嗽, 老在喝药条里, 却不见好。 喝完药, 老太太皱起眉道, 陶姨娘早产这事, 景玉就这么不追究了。 周妈妈点头, 三少爷还小, 应该做不出那样的事, 定是个意外。 老太太摇头, 维哥也才八岁大, 却做得出往丫鬟身体里插上百根针的恶魔举动, 他怕允哥身体里也住着一个魔鬼。 他们谢家世代书香, 怎么就连着养出了来两个混账东西? 还好安哥是个好的, 不然这偌大的谢府, 连个撑门眉的人都没有。 正说着, 下人会报余姨娘来了。 见过老太太, 听雨服了服身, 切身下午去了一趟清安寺, 老太太求了平安福。 老太太见他递来的平安福, 确实是清安寺所出, 面色缓和道, 你也是有心了。 虽然不喜这个杯主爬床的羽姨娘, 但诚心为他求平安福, 好歹比云初这个孙媳强多了。 老太太, 寺里的大师对妾身说了句话, 听雨低头, 大师说, 谢府四少爷出事, 只是个开始。 什么意思? 老太太重重放下茶盏, 你给我说清楚。 听雨像是吓到了一般, 忙道, 大师说, 我们谢家被自己人诅咒了, 几位少爷都会相继出事, 若不除掉诅咒之物, 谢家怕是要断子绝孙。 大胆, 老太太将茶盏直接砸在听雨的身上,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听雨缩着肩膀道, 老太太,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你想想, 二少爷断腿了, 四少爷早产, 允哥现在也病了, 大少爷会不会也? 老太太只觉得背脊骨一凉。 最近一段时间, 谢家确实是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情, 除了拼结找了个好婆家, 其他全是破事。 难道真的被诅咒了? 老太太, 让大师来我们谢家瞧一瞧吧, 没瞧出什么也就损失一些银子, 若瞧出点东西, 那就是救了整个谢家呀。 听雨恳求道, 老太太, 为了几个哥, 为了谢家, 这是不能耽搁。 第二天, 依旧是个艳阳天。 一大早上, 外头的小厮就带着一位大师进了谢府。 老太太带着府中上下许多人, 在前院宽阔的场地上看着大师做法。 她的眼皮子不停地跳, 低声道, 老太太, 这大师是哪里请来的? 切身怎么感觉她做法时的手法有些奇怪? 幼年时, 家族出世, 回到老家之后, 家中长辈常常请大师来做法,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做派。 听雨心中咯噔了一下, 她骗老太太这大师是清安寺请来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清安寺那些大师假清高, 根本就不愿收她的银子办事, 当然也可能是闲钱少。 从清安寺离开时, 路上遇见了这些大师, 价格便宜, 还听指令, 贺姨娘, 每位大师做法都有自己的习惯, 听雨开口, 我们不懂这些, 等着看就是了。 云初就站在老太太身边, 说道, 不过是为谢家祈福, 不管是哪里的大师都一样。 老太太沉着脸没有说话,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场中间, 那大师拿着符纸扔到空中, 大喝一声, 符纸说而燃烧起来。 紧接着, 大师眸子一转, 那犀利的目光落在他们女眷身上。 胆子小一些的江姨娘吓了一跳, 下意识牵紧了谢贤, 府上有阴邪作祟。 大师高声鹤道, 头顶突然燃起一团火, 那火往后院飘去。 不用多说什么, 院子里所有人不约而同, 跟着大师往后院走去, 那火飘忽不定, 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 最后停在了中间一个院子上空。 这会还在盛夏, 这院子里荷花盛开, 荷叶连连, 正是鹤氏所居的碧盒园。 鹤氏皱眉, 心下隐隐不安,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要发生了一样。 只见那鬼火停在荷花池的上空, 扑的一声灭了, 烟灰从天空落下。 就在那处, 大师踏步而去, 站在湖边, 看向谢家人, 谢老太太, 请人在这里找一找, 就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了。 老太太看去, 剩下荷花正好, 难道水池里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想到某种可能, 她老人家的面孔也不由更加沉。 周妈妈已经带着两个小丝走过去了, 三下两下, 就找到了一根绳子, 拎起来, 露出一个气红的小匣子。 赫氏的眼睛都瞪圆了, 她院子的水池里, 怎么会有一个匣子, 谁放在这里的? 到底想干什么? 不容她多想, 匣子已被承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心中有些发怵, 命令道, 打开。 周妈妈将匣子揭开, 当看到里头的东西时, 在场所有人的面色全都变了。 这匣子里, 竟然是三个玩偶人, 看娃娃的穿着, 一位是老妇, 一个是四十多的妇人, 再有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妇人。 老妇那个玩偶, 心口插满了银针, 第二个双眼双手双脚是针, 第三个年轻妇人的整个身体上全是针。 这场景, 要多吓人就有多吓人。 这里头, 听双惊呼起来, 是老太太和太太, 还有夫人, 天, 有人诅咒谢府女眷, 不得好死。 袁氏也认了出来, 这三人的装束, 就是他们谢家三代女主人, 到底谁这么恶毒。 云初脸上出现恰到好处的震惊,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诅咒我也变罢了, 怎能诅咒太太老太太。 老太太近来身体不好, 是不是就与这诅咒有关。 她转眸看向老太太, 就见老太太伸手扶住了身边的周妈妈, 明显是下软了腿。 人越老越想活, 是个老人家, 就不可能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老太太胸口剧烈起伏, 喘息声都能听见。 咳嗨嗨, 老太太剧烈咳嗽起来。 周妈妈连忙拿帕子接着, 一看,竟然带着血丝, 顿时吓得不轻。 老太太浑浊的眼珠转了转, 看向贺氏, 是你。 贺氏在看到匣子里的人偶时, 整个人也震惊到了极点, 这回才反应过来, 这匣子是在她院子里找出来的。 她一个机灵, 连忙道, 老太太, 妾身是被冤枉的, 妾身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还请老太太明察。 不是你还能有谁, 老太太抬手就是一耳光扇过去, 贱妇,谢家就不该容你。 当年这个贱人勾搭景欲, 景欲沉沦其中要娶贱妇为妻, 却被她拒绝了, 这么多年来, 这个贱妇一定怀恨在心。 而云初占了正妻之位, 这贱妇巴布的云初暴毙而死。 真以为谢家所有女主人死绝了, 就轮到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贱妇做主母吗? 做梦去吧。 老太太, 贺姨娘没理由这么做。 谢平没忍住上前道, 再说了, 就算她真有这个心, 也不可能将这东西放在自己院子里, 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 今日这出, 是宇姨娘一手推动,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宇姨娘所为。 大小姐真是太高看妾身了。 听雨捶着眉眼, 同样是姨娘, 不能因为大小姐和贺姨娘长得像, 就帮贺姨娘而污蔑妾身。 这话, 让谢平的脸色立即变了。 她虽然想为贺氏说话, 但也不想把自己给绕进去。 她抿了抿唇, 不再吭声。 贺姨娘, 我自问没有亏待过你, 整个谢家也无人亏待你, 你竟做出这样天理难容的事情来。 云冲面色冰冷, 来人, 将贺姨娘关进柴房, 拼双, 安排人去请大人回来。 妾身真的是冤枉的。 贺氏连声辩解, 与姨娘记恨妾身夺走了允阁, 所以才联合那位大师设计了这一出戏, 老太太, 太太, 夫人, 妾身真的是冤枉的。 可以派人去与姨娘院子里搜, 她做了这么多人偶, 肯定能在院子里找到蛛丝马迹。 听雨暗暗笑了, 这些人偶都是陶姨娘做成, 也是陶姨娘大半夜拖着刚生产完的身子放在了水池中, 而她则负责掏银子, 找大师, 栽在贺氏头上。 从头到尾, 所有事都是她和陶姨娘亲自去做, 就算言行逼问他们院子里的下人, 也不可能问出任何东西, 更别说找出什么不利的证据了。 这件事, 大人回来了会查得清楚, 云出沉声道, 不是你做的, 自然不会算到你头上,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贺姨娘拖下去。 边上几个粗壮的婆子上前, 一左一右, 拖着贺氏往后院而去。 老太太合上了眸子, 若不是贺氏为谢家生下了三个孩子, 她真想让人将贺氏按在湖里淹死算了。 谢景玉和谢士安同时回府,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直奔云出的声居。 夫君可算是回来了, 云出面色冷淡, 我方才让人将诅咒之事重新彻查了一遍, 确实是贺姨娘所为, 夫君认为该如何处置。 谢士安捏紧了手指, 母亲将贺姨娘送走吧。 早在两个月前, 他就想让父亲将贺氏送出谢家, 可贺氏偏要留下, 生出了这么多事。 再留下去,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送去庄子上吧。 谢景玉开口, 让他和维哥做个伴。 云出从桌子上拿起几封信递过去, 搜查闭合园之时, 下人搜出了这些东西, 不知夫君见过吗? 谢景玉不知道他怎么突然转了话题, 狐疑地将东西接过来, 他扫了一眼, 面色猛然就变了。 谢士安看了一眼, 神情僵住。 这是贺氏与外祖家, 前几年的信件往来。 他早就让贺氏烧了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能搜出来? 看夫君和安哥的神情, 应该早就知道贺姨娘的身份了吧。 云出转过身, 从暗机上拿起几件绣帕, 前阵子贺姨娘绣东西拿出去卖, 一个商人大肆购买, 还派人来谢家打听贺姨娘的消息, 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现在看到这些信件才明白, 原来, 贺姨娘竟是二十年前朝廷 护部尚书和大人的嫡亲孙女。 她那些秀帕针法, 似乎都是贺家才有的独门针法。 我都能查出的东西, 别人查不出吗? 谢景玉整个人有些站不稳, 竟然有人在查贺氏的身份,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盯上了谢家, 并怀疑贺氏和二十多年前的贺家有关。 虽然和家出事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朝廷也没有禁止和家后人嫁娶, 可一旦和罪臣之后沾上关系, 被御史台弹劾的话, 她的仕途肯定会受到影响。 若她不在户部, 围观还好, 别人就算疑心也不会说什么。 可她是无品户部郎中, 却纳了当年户部尚书的孙女为姨娘, 朝廷会不会认为她效仿和家人贪污受贿? 而这段时间以来, 为了凑拼紧的嫁妆, 她确实收了很多不该收的东西。 本朝有律法, 若和罪臣之后结成殷亲, 必须上奏。 云出一字一顿, 看夫君这样子, 应该没有像朝廷报备吧。 谢景玉闭上眼睛, 她哪里敢上奏, 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她认识贺氏时, 只知道她叫何令营, 根本不知道她是何家后人, 直到拼紧出生, 她才土路出身。 那时候, 她和他感情深厚, 且尚未入朝为官, 根本就没将贺氏的身份当回事, 瞒着老太太置办宅子, 将贺氏当外室一样养起来, 马上生了安哥, 再接着生下为哥。 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怀疑过贺氏的身份, 连她自己都渐渐忘了贺氏本姓和。 可现在, 有人在查贺氏, 她没办法再自欺欺人了。 她沉了一口气道, 一个妾室而已, 没必要向朝廷报备, 她犯了错, 正好可以将她打发出去, 远远送到南方北方都行, 只要谢家与她划清关系, 就算她的身份曝光了, 也不会影响谢家。 她说完, 看向身侧的长子。 谢氏安的唇线紧紧抿着, 手指钻成拳。 许久之后, 她脸上透出果爵, 那就如父亲所言, 远远送走吧。 只要贺氏走了, 就算有人在想查她的身份, 也很难再查, 就算查到了, 那时谢家和贺氏也没了任何关系, 她会暗中护着贺氏, 让她后半辈子没有忧愁。 你们以为, 贺姨娘走了就没事了吗? 云出垂眸, 其实贺姨娘是安哥为哥和拼紧的亲生母亲吧。 谢景玉猛地呆住, 贺氏的身份曝光了不说, 连安哥姐弟三人的身份也被云出知道了。 他这么冷静, 很显然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为什么他丝毫没有察觉到。 谢氏安根本没料到会听到这句话, 他脑中闪过许多念头, 最后一句在他看来的肺腑之言, 贺氏对我只是生恩, 母亲您才是我真正的母亲。 谢景玉吞了一口空气道, 夫人,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贺氏虽然是孩子们的母亲, 但我从未想过和他之间再有什么, 若不是上回宴会上的意外, 他永远只是个谢府下人, 而非贺姨娘, 还请夫人心中不要有芥蒂。 现在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夫君还是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处理贺姨娘之事吧。 云出往外走, 我去看他老太太。 他一走, 谢景玉就跌坐在了椅子上。 走到安寿堂, 还未进屋子, 云出就听到谢平在说话, 贺姨娘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不可能诅咒老太太和祖母啊, 这肯定是被人栽赃陷害, 一定有隐情, 老太太, 您安排人再重新查一查。 老太太歪在榻上, 喝了药后才道, 平姐儿, 你这是非要维护贺氏吗? 老太太, 您有所不知。 云出从门口进来, 贺姨娘是平姐儿的亲生娘亲, 她当然得维护自己的娘亲, 并没有错。 谢平猛地转头, 母,母亲。 初儿, 你再胡说些什么? 老太太的手指僵了片刻, 随即若无其事道, 平姐儿的亲生娘亲早死了, 现在你才是她的母亲。 安哥已经告诉我了, 贺姨娘就是他们姐弟三人的亲娘, 云出神情清淡, 就是不知道老太太知不知道 贺氏原本的身份。 轰的一声, 谢平感觉耳边惊雷震震, 身体有些失控地往下滑。 上一句话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下一句话 让她更加没办法做出反应, 她扶着丫鬟的手, 才让自己没有摔在地上。 老太太眉目一拧, 贺氏除了是谢家姨娘, 还能有什么身份? 她心中还在思量上一句话, 孙喜已经知道了, 贺氏是几个孩子的亲娘, 估计会闹起来, 因为当初说的是安哥的亲娘死了, 才让孙喜兼的三个孩子成为嫡子, 如今死了的人成了府中姨娘, 孙喜肯定会觉得被谢家欺骗, 要是闹到云家去就不好了。 她老人家正在想七想八之时, 就听见云出道, 贺氏的祖父, 是二十多年前朝廷户部尚书和大人何涛, 那个因为贪污受贿, 导致三族七岁以上所有男子皆被斩首的何大人。 谢老太太猛地从榻上坐起了身。 二十多年前, 他们谢家还什么都不是, 她一个妇人自然不会关注朝堂上的案件。 但是她听得明白, 贺氏是罪臣何家之后, 她的大孙子景玉竟然纳了一个罪臣之女为姨娘。 这一刻, 她终于明白, 当年一心想嫁给景玉的贺氏, 为何在景玉为官之后, 就消停了嫁进门的心思? 也明白, 为何她多次让贺氏为姨娘, 贺氏却怎么都不情愿? 因为那个贱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会给谢家带来麻烦, 知道自己会毁了几个孩子的前程。 那, 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谢平颤抖着嘴唇道, 何家已经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三族之内一百多口人都快死绝了, 朝廷早就不再追究何家当年之过了, 就算被人知道父亲纳了何家女为妾, 也不会有什么, 虽然我是贺氏所生, 但我只认母亲是我的母亲。 云出心中冷笑, 会是亲姐弟, 如出一辙的自私, 生怕他这个嫡母知道真相后将他们弃了。 他收起冷嘲, 开口道, 拼颤,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想想, 当年何家那么多人被斩首, 累计百年的世家就这样没了, 活下来的何家人能没有怨恨吗? 皇上和朝廷能不知道这些人心中的怨恨吗? 何家人远远待在该呆的地方, 皇上和朝廷自然不会说什么, 可。 他顿了顿, 接着道, 安哥马上进入国子监, 拼颤, 你即将嫁入安静王府, 你们二人是最沉之后, 却如此近距离接触皇室之人, 谁敢保证你二人不会将心中的怨恨发泄在皇室之人身上? 若被人知晓, 你们二人的身份, 谢家上下, 有一个算一个, 都必须付出代价。 老太太只感觉自己的猴头一阵心田。 连拼颤一个小丫头都知道贺氏的身份, 她竟然被欺瞒了这么久。 要是真等安哥进了国子监, 等拼颤成了安静王妃, 他们谢家定要被案一个欺君之罪。 谢家历经三代, 几十年, 好不容易走到了京城,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竟然要被赫氏那个贱妇毁于一旦。 国子监去不成了, 安静王不能嫁了。 扑, 老太太忍不住, 吐出一口血来。 初二, 老太太抓住了云初的手。 云初给他老人家递了一杯茶, 老太太, 您别动怒, 夫君和安哥正在想法子, 听他们的意思, 是要将贺姨娘送到南方或者北方去。 谢平点头如捣蒜, 对对对, 送走, 越远越好, 让外人永远别知道贺氏的身份就没事了。 老太太, 今日这诅咒之事, 足以说明贺氏对我谢家也有怨恨, 或许是怨老太太您当年不让她进门, 也或许是怨恨我占了正妻之位。 云初开口, 若谢家将她送走, 她心中的怨恨只会更甚, 到时她在做出什么事来, 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老太太心口一沉, 初二, 你的意思是? 云初沉默不说话, 初二, 我知道是景玉对不起你, 是谢家愧对你, 骗了你, 这些, 我们事后再慢慢补偿你。 老太太声音里带着恳求, 但安哥为哥拼紧三个孩子, 都是真心认你做母亲, 你忍心看着他们前途近毁吗? 你和景玉夫妻一体, 你是谢家父, 我们谢家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你忍心看着景玉的仕途, 只不于此吗? 云初站起身, 垂眸道, 我要看你们谢家如何做, 才决定我以后还是不是谢家父。 谢老太太的脑袋一片轰隆隆, 初二这话的意思是, 想和谢家划清关系, 这是要合理吗? 天, 谢家有喝食这个醉沉之后就已经是毁灭性的打击了, 若云初也走了, 谢家就真的再也爬起来了。 拼紧, 扶我起来。 老太太强撑地从踏上起身, 周妈妈和谢拼一左翼右扶着她, 在发现巫蛊人偶之时, 老太太就咳了血, 方才大吐一口血, 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但她老人家知道, 撑不住也必须爬起来, 不然就轮到谢家撑不住了。 很快到了谢景玉的院子, 下人都在各自忙碌, 而书房里的气氛却非常凝重。 老太太进去后, 周妈妈将书房的门关上, 自己守在台阶下, 不许任何下人靠近。 祖母, 您怎么来了? 谢景玉忙扶着老太太坐在椅子上, 在她老人家身后放了一个软枕。 合适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老太太开门见山, 景玉, 你和安哥商议了这么久, 最后决定如何处置。 谢景玉闽纯, 谢氏安钻权。 父子二人虽然单独待了这么久, 但实际上并没怎么商议, 因为无路可走。 刘贺氏在谢府, 这根本不可能。 那送走贺氏, 就真的万无一失了吗? 如今有人盯着谢家, 贺氏一旦从谢府离开, 说不定就会落入有些人的手中, 到那时就无力回天了。 我有个法子, 老太太一开口, 所有人的视线就落在了她老人家的头上。 若贺氏死了, 那便死无对证了。 老太太一字一顿, 就看你们舍不舍得了。 谢氏脑袋一晕, 不。 虽然她嫌弃贺氏这个亲生母亲, 但也从没想过让贺氏去死啊。 谢景玉手撑着书桌, 满脸都是震惊, 这么残忍的一句话, 祖母为何这么轻飘飘就说了出来? 她和贺氏年少相遇, 相知相爱, 生下了三个孩子, 虽然如今感情没那么深了, 但她也断不会让贺氏去死。 书房之中一片寂静。 就在这安静之中, 谢氏安开口, 若父亲想在仕途上走更远, 若大姐想稳稳当当做安静王妃, 若我想进国子监读书, 若谢家想成为朝廷新贵, 那,贺氏只能死。 谢平脸色一白, 她不敢相信安哥怎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来, 老太太和贺氏没有血缘关系, 让贺氏去死正常, 可安哥身上有一半贺氏的血脉, 她怎么能让自己的亲娘去死? 不是该劝老太太换个主意吗? 谢景玉闭上眼睛, 那就如祖母所言。 老太太艰难站起身, 安哥, 还是你十大体雇大局,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拼紧协助, 你们是贺氏的子女, 为了你们, 她一定会心甘情愿赴死。 谢平整个人差点栽倒, 夜黑, 心息, 贺氏被关在嘎拉角的柴房之中, 她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脑子也足够清醒, 慢慢就想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定是宇姨娘和陶姨娘联合算计她, 几个诅咒人偶应该是陶姨娘做成的, 那大师应该是与姨娘花钱雇来的, 夫人肯定知道这二人的算计, 故意推波助澜, 等大人回府之后, 一定会给她一个清白。 正思量着, 她听到门锁响了, 借着外面的月光, 她看到两个人走进来, 一个是安哥, 一个是拼紧。 她眼中透出欣喜, 从回到谢家之后, 几个孩子为了避嫌, 很少主动来找她。 之前每次她出事, 孩子们都从未来看过她, 说实话, 作为亲娘, 内心多多少少有些失落。 但现在, 看到他们姐弟二人出现在柴房里, 内心那些微的失落, 瞬间消失个干干净净。 她就知道, 在孩子们心目中, 她这个亲生母亲无人可以代替。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贺氏站起身迎上去。 谢平站在谢时安的身后, 死死捏紧手中的帕子,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时安开口道, 你的事, 老太太和母亲都知道了。 贺氏身体一晃, 安哥,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 你的祖父是二十多年前的户部尚书何涛, 你是何家后人, 你生下的三个孩子, 也都是最臣之后。 谢时安的声音沙哑至极, 朝廷虽然没有对何家赶尽杀绝, 但, 绝不会允许最臣的后人走仕途, 也不会允许大姐嫁进皇家, 因为你的身份, 我们注定没有前程。 贺氏的心仿佛被人捏住了, 呼吸都有些艰难起来, 怎, 怎么会被人知道? 她隐藏得那么好, 改了姓, 远离族人居住地, 到底是谁查到了她的身份。 她也知道, 何家后人不可能入朝为官, 更不可能嫁给皇子, 所以, 她根本就不敢做孩子们的母亲。 她隐忍了这么多年, 拱手将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为何还是功亏一篑了? 她膝盖一软, 靠在了墙上。 谢时安走过去, 扶住了她的手臂, 扶着她坐在柴房地上的草席上, 你卖出去的那些绣品, 被有心之人看到了, 正在查谢家, 查你的身份。 贺氏嘴唇一颤。 前段时间, 她身上的体脊 被陶姨娘的那件人全拿走了, 存在钱庄里的银子 被那个混账哥哥输光了, 她身无分文, 在谢府寸步难行,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袖帕子屏风拿出去换钱。 为何二十多年过去了, 还能有人认出何家的真法? 娘。 谢时安忽然开口喊了一声。 这声娘, 将贺氏的记忆 拉回到了许多年前, 那时候, 她是谢景玉的外侍, 三个孩子都在她身边养着。 维哥淘气, 都是她的孩子, 天天围着她喊娘。 孩子们认祖贵宗之后, 除了偶尔维哥喊她娘亲, 再也没从安哥和拼紧嘴里 听过这声称呼。 贺氏睫毛一抖, 眼泪不受控制流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中突然浮上来了 强烈的不安, 这声娘, 让那不安到达了顶峰。 她伸手, 摸了摸谢时安的脸, 安哥, 以后, 以后别喊我娘了, 我这样的身份, 只会担等你的前程, 让你们父亲送我走吧, 我不能连累你们几个。 你走了就没事了吗? 老太太说, 说, 谢平咬住下唇, 顿了许久才到, 如果你真的为了我们几个着想, 就该, 就该。 后面几个字, 她怎么都说不出口, 嗓子眼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谢时安忽然想到了两个月之前, 母亲给她讲的那个故事, 说是有个农妇养大了三个孩子, 那三个孩子非亲生, 农妇还是呕心沥血, 将孩子们养大。 可有一天, 农妇卷入了谋反事件, 那三个孩子为了家族, 将农妇这个养母给杀了。 当时母亲问她, 这三个孩子是对还是错? 她是怎么回答的呢? 她不记得了。 如今, 轮到她做选择, 她简直不敢相信, 她竟然不需要任何犹豫, 就做出了那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她第一次知道, 她竟然是个如此自私冷血的怪物。 她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瓷瓶, 这是父亲给你的, 喝下去, 一刻钟内就会慢慢睡过去, 在没有痛苦中死去。 贺氏的瞳孔急剧的紧缩。 她终于明白心中的不安是什么了, 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 要给她喂毒药。 哪怕换个人, 换成老太太, 她都能接受。 为什么? 是安哥和拼紧儿? 不。 贺氏控制不住, 发出一声尖叫。 娘。 谢氏安却十分平静, 何家数百人, 死在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案子之中, 百年是家, 何家就这样没了, 如今提起何家, 京城几个人还记得。 曾外祖父去世之前留下的遗书中, 清清楚楚写着, 希望何家后代能为何家翻案, 能光复何家。 就是因为我抱着这个信念, 才能在十二岁的年纪, 就成为暗首。 贺氏失声哭起来。 何家出世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济世的年龄, 他是何家嫡幼女, 祖父特别疼爱他。 他知道祖父的遗愿, 可他自认为没有能力达成, 至于贺氏那个废物, 更不可能光复何家。 所有的希望就在安哥身上了。 如果安哥是何家后人的身份曝光, 那安哥就不能进国子建, 不能参加科举, 更不可能走势图。 贺氏的哭声从柴房里传出去。 云初站在台阶下, 将他们母子三人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他想到了上辈子, 也是这样的夜色下, 他被谢氏安劝说喝毒酒, 让他为了谢家, 去死。 那时候云家的事还没个眉目, 他怎么可能去死? 于是, 几个孩子过来按着他, 将那毒药灌进了他的喉咙里。 他喝下的是镇酒, 毒药入肠, 痛治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贺氏喝的那毒药, 没有痛苦, 在无声无息之中死去, 也算是一种幸运了。 贺氏并不觉得自己幸运, 被亲生儿子和女儿逼着去死, 到底是造了多少孽, 才会遭这样的追星之痛。 见贺氏不动作, 谢氏走上前, 拿起那瓷瓶, 揭开盖子, 一股心香慢出来, 他声音颤抖, 你是想让我们逼你喝下吗? 贺氏慢慢停下了哭泣, 他看向自己的两个孩子, 神情悲切道, 也不知道韦哥怎么样了。 放心, 我会安排人照顾韦哥。 谢氏安开口, 时间不早了, 喝下吧。 贺氏接过瓷瓶, 他闻到了那浓郁的香气, 他相信孩子们所说, 这毒药不会让人痛苦, 睡一觉, 一切就都过去了。 可是不甘心啊, 何家还未光复, 孩子们还未成人, 连玉郎最后一面也未见到。 贺氏闭上眼睛, 仰头, 将瓷瓶里甜美的毒药 尽数喝了下去。 毒药刚下肚, 柴房的门就被推开了, 是云初走了进来。 他神情复杂开口, 安哥, 拼紧, 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两个累了, 回去歇着吧。 谢氏亲眼看着亲娘喝下毒药, 整个人都崩溃了, 身体一直在发抖, 听到云初这么一说, 看也不敢再看, 赫氏一眼, 抓着丫鬟的手, 连忙退了出去。 谢氏安也不过是强撑着罢了, 该他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他没办法再眼睁睁看着赫氏断气。 他站起身, 一个踉枪没站稳, 扶着强站直身体, 走了出去。 听霜和听风守在门口, 将柴房的门关上了。 赫氏虽然喝了毒药, 确实没有感觉到什么痛苦, 他那双眸子落在云初身上, 突然惨笑, 做决定的是老太太, 给毒药的是大人, 为毒药的是安哥和拼紧, 夫人将自己摘得可真干净啊。 我这不是来为你收尸来了吗? 云初居高临下看着他, 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何令营,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好好回答我。 赫氏听到自己的闺名, 又是一阵恍惚。 他冷笑, 我沦落到这一步, 也有夫人你的手笔吧, 你觉得,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吗? 能猜到有我的手笔, 你也不算太蠢。 云初扯唇, 再不妨告诉你, 谢氏为惹怒宣武侯之事, 也有我的推波助澜, 怎么样,意外吗? 你…… 赫氏是真的没有想过, 这件事也与云初有关。 他恨不得将眼前的人给掐死。 云初看着他, 缓缓道, 若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谢氏安、谢拼, 他们二人的下场, 和谢氏为疆一模一样。 赫氏咬牙,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 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 很早他就感觉到, 夫人故意针对几个孩子, 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难怪夫人像突然变了的人, 谢府哪个没有被夫人发落过, 原来, 夫人早知道谢家骗了他。 云初没有回答他的疑惑, 开口道, 四年前, 我生下来的一对儿女, 到底去了何处? 赫氏心口一震, 低下头, 夫人的孩子不是被重新安葬在了你们云家的祖子边上吗? 来问我做什么? 说完这句话后,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有些软, 似乎支撑不起自己的身体了, 一种生命在流逝的感觉那么清晰地传来。 嘴硬一次的代价, 那就是拼紧的嫁妆。 云初云淡风轻, 再给你一次机会。 赫氏死死咬着唇。 还不说? 云初笑了笑, 最后一次机会也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了, 安哥和拼紧。 我说, 我说。 赫氏软软地摊在草席上, 声音已经没了之前的钟气, 夫人的那对儿女被吻婆交给了大人, 大人亲自抱着孩子出了谢府, 除了大人, 没有任何人知道孩子被扔到了何处。 云初闭上眸子, 那时候, 孩子还活着是吗? 赫氏自嘲一笑, 原来夫人什么都知道, 玉郎扔掉了还活着的孩子, 夫人怎么会放过玉郎啊? 可是在他死之前, 玉郎都没来看一眼, 他还担心那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做什么? 是, 孩子还活着, 赫氏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夫人, 你问我的我都说了, 答应我, 就算做不到善待安哥和拼紧, 也请, 请不要耽误他们的前程, 求你了, 夫人。 他用自己最后的力气, 抓住了云初的脚踝, 云初轻轻抬起脚, 赫氏就像一片落叶一般滚到了草席上, 他躺在草席上, 大口大口艰难呼吸, 忽然剧烈咳嗽起来, 嘴角溢出血, 眼睛睁最大, 就这样失去了气息, 云初叹了口气, 谢时安和谢平联手逼死了赫氏, 可他在临死之前, 最在意的, 还是那两个孩子, 他看着赫氏死不瞑目的眼睛, 摇了摇头, 走出柴房, 走出去, 抬眼就看到了站在小院门口的谢景玉, 夫君来了, 云初开口, 赫姨娘一直说想见夫君最后一面, 临死之前都没能如愿, 因此死不瞑目, 谢景玉眼眶一红, 他和赫氏年少相识, 一起走过那么多年, 叫他怎么忍心, 去看他怎么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具尸体, 他对不起赫氏, 也对不起云初,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他转身就走, 云初诞生道, 夫君确定不进去看一眼吗, 谢景玉脚步一顿, 没有回头, 直接走了, 云初眸光冰冷, 他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自私懦弱的人, 他吩咐院子里的婆子, 这一副薄冠, 埋了吧, 下人们大气不敢出, 连忙去办, 谢景玉回到自己的书房里, 坐了一个多时辰, 那心悸的感觉才终于慢慢消失了, 他起身再次前去柴房, 却发现柴房已空无一人, 一问, 才知赫氏的尸体已经被拖到城外去了, 这一夜, 谢景玉几乎没睡, 因为一闭上眼睛, 眼前就是赫氏血洞洞的两只眼睛, 悲惨淒厉地望着他, 他后悔没有去看赫氏最后一眼, 后悔没有让他明目, 早上起来, 他头疼欲裂, 连早潮都去不了, 连忙拆小丝去告假, 在榻上躺了一会, 下人来汇报, 大人, 夫人来了, 谢景玉有些不敢面对云初, 他欺骗他安哥几个孩子的娘死了, 才让云初对几个孩子掏心掏肺, 并不是说赫氏死了, 他就不需要解释这件事了, 本来就没什么夫妻勤奋, 这样一来, 更是什么都没了, 他怕, 怕云初会合理, 如果他真的提出合理, 他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他有拒绝的余地吗? 这时, 屋子的门已经被推开了, 云初走进来, 听小丝说傅君病了, 还向朝廷告了假, 怎么没有请大夫? 谢景玉从踏上起身, 头有点疼, 许事着凉了, 不碍事, 不需要请大夫。 云初开口, 若疼得厉害了, 该请还是得请, 莫耽误了上朝。 谢景玉点头应下, 他听得出来, 云初对他还有些许的关怀, 所以, 他应该不是为了合理而来。 云初回身, 从丫鬟听双手中拿起一副药, 夫君, 这是四神医为你我夫妻二人开的药膳, 服用半年后同房, 能一举得难。 谢景玉的心猛地顿住, 发生了这么多事, 他还要和他生孩子。 安哥和拼紧儿骗了我这么多年, 我没办法再拿他们当亲生孩子。 云初露出一副伤神的模样, 我迫不及待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夫君你能理解吧? 谢景玉满脸动容, 是我委屈了夫人, 都是我的错, 夫人放心, 我一定配合调养身体, 生一个有我们二人血脉的笛子。 他本能地想握住云初的手, 但是想到那日他不停洗手的场景, 他还是抑制住了这个念头。 他吩咐下人把药给尖了, 这要两天服一次, 每隔一天我就叫人送来。 云初说完, 就准备离开。 夫人, 谢景玉叫住了他, 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脑中就会浮现出 赫世死不明目的模样, 他需要一个人陪着说说话。 云初顿住不自, 夫君还有事吗? 我, 谢景玉绞尽脑汁, 按了按太阳穴道, 老四生下来还没有取名字, 夫人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云初神色淡淡, 老四早产, 大夫说他身体弱, 那不如, 谢景玉思索一二厚道, 就叫谢氏康吧, 康哥。 云初手指一顿, 上辈子, 老四也叫谢氏康, 是他所取。 这辈子许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但孩子还是叫这个名字, 真是一种可怕的宿命。 那我去和老太太说一声, 云初开口, 再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给康哥上族谱。 他不欲多留, 转身就走了。 走出内室, 看到外头两个丫头正在煎药, 他神色灰暗, 敏锦唇继续往外走。 去了安寿堂, 还没进去, 就闻到呛人的药味。 这次的事, 老太太的身体是真的败了, 昨夜连吐了好几口血, 这回面色苍白, 躺在榻上喝药。 袁氏坐在边上伺候着, 叹气道, 老太太您这身子, 肯定就是被贺姻娘给害了, 准备怎么发落他。 母亲, 贺姻娘为罪自尽了, 云初迈步走进来, 念在他伺候夫君一场的份上, 我做主给他制了一副博冠。 神, 什么? 袁氏手中的药碗都打翻了, 贺姻娘自杀了, 怎么会这样? 虽然搞五谷之术, 罪大恶极, 但也罪不至死啊, 怎么就自杀了? 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 今天竟然就死了。 可嗨嗨, 老太太剧烈咳嗽起来, 打断了袁氏的思索, 再去端一碗药来。 袁氏忙起身, 去外头丫鬟手中端了一碗药进来, 仔细地为老太太喝下, 大夫说您是欲结欲心, 所以才犯病, 咱们谢家进来发生的是太多了, 别说您, 我也有些发怵。 不过有初二在, 问题不大。 您想想, 初二没进门的时候, 我在踏上躺了十几年, 初二一进门, 我这病啊, 自己就好了, 初二就是咱们谢家的复兴, 老太太您, 这病很快就好了。 云初眸子一眯, 上回他随谢景玉去宣武侯府, 他记得, 宣武侯说过一句话, 五年前, 谢大人求上门来, 请本后拿出极其难得的神药。 莫非? 云初心中浮上一个可怕的猜测, 等老太太喝了药睡下之后, 云初和袁氏婆媳二人走到外头。 母亲, 我问您一件事。 他笑着开口, 五年前, 母亲盛世服下了夫君求来的神药, 病才好了。 袁氏道, 我病了十几年, 求了多少神药, 吃了好多都没什么用, 我也就没抱希望了, 谁知娶你进门的第二天, 景玉拿来一粒药丸让我服下, 慢慢病就好了, 肯定是你命中待服, 不然拿这药巧, 我的病突然就好了。 是啊, 怎么会有这药巧的事? 怎么偏偏他进门第二天, 谢景玉就求得了神药? 说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都不信。 以前没想过这些, 如今回想起来, 到处都是令人遍体生寒的细节。 谢景玉啊, 谢景玉, 这个软弱虚伪的男人, 这个不配为人的败类, 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他。 云初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听双前来汇报道, 大小姐也病了, 请了大夫开了药, 大少爷倒没什么, 依旧去怀德学堂读书。 云初只觉得这个数字, 真是冷静自私到了一种 十分可怕的程度。 昨天夜里, 亲手逼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第二天, 竟然还能装作什么事 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去上学。 才12岁的孩子, 就能有这样的心境。 他开口, 宣武侯爷这些天在干什么, 去哪些地方? 真是可惜了贺氏, 本以为贺氏是知情人, 设了这么大的局, 却没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如今, 也只能名之山有虎, 去找宣武侯一探究竟了。 谢府前院有些小司管事, 也是云初的人, 不过没有特意培养, 忠心导也忠心, 但没专门办过什么事, 亭霜放不下心。 他走到前院, 一眼看到了正在喂马的渔科。 渔科来谢家, 是因为他, 夫人没安排什么特定的事, 很多时候都是在前院闲逛。 他想到了那一天, 在湖边时, 他将披风披在了他的身上。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夫人身上, 包括他自己, 只有这个男人却注意到 他同样一身失灵灵。 听霜, 看到听霜出现在前院, 渔科脸上露出笑容, 随即有些局促不安地走过去。 夫人有件事, 需要人去办。 听霜一脸公事公办的模样,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我没事, 闲着呢。 渔科憨厚地笑, 只管吩咐。 听霜将事情说了一遍就走了。 渔科挠了挠后脑勺。 夫人说, 他就在谢家待半个月, 要是半个月都不能让听霜满意, 那就再给听霜换个对象。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点进展都没有, 真是急死人了。 云初听丫鬟来汇报, 说谢景玉喝了药, 这才起身出府。 马车从谢府出去, 缓慢行驶到了京城最热闹的正街上, 停在一家斗鸡场门口。 来来往往都是人, 听霜一左一右护着云初走进去。 在渔科打听出, 宣武侯时不时来这个斗鸡场之后, 云初就让人订了二楼的雅座, 迈上楼梯, 楼上人少一些, 也清静点。 他坐在位置上, 叫了一壶茶, 慢不经心地看着楼下。 斗鸡场放出两只鸡, 很快开始斗起来, 围观的人群都可以下注, 若运气好能赢不少银子。 云初随手拿出一个钱袋子, 扔在小二递来的托盘上。 就这样斗了大约两轮, 云初这什么都不懂的人竟然还小赚了一笔。 不多时, 他看到一楼门口, 秦明恒走了进来。 他稳坐不动, 继续看斗鸡。 果然,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他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是谢夫人吗? 云初转头, 站起身, 低头行礼, 见过宣武侯爷。 这是外头, 咱们就不讲这些虚理了。 秦明恒用扇子虚扶了他一把, 没想到竟会在斗鸡场遇见谢夫人, 谢夫人认为哪只鸡会赢? 云初面色冷淡, 宣武侯若是没有位置, 不如同座。 这里到处都是人, 二楼人少一些, 但也只是相对一楼而言, 许多亚洲都坐了至少三四人, 男女都有。 在这种场合, 讲究男女, 大方就是个笑话。 秦明恒有些意外, 云初竟然会邀他同座, 不过很快, 他就想明白,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在这里等他。 上回他告诉他, 若想知道真相, 就去侯府找他。 他不敢只身前去宣武侯府, 便选了这么个人来人往的地方, 这是生怕他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吗? 喝。 秦明恒笑了一声, 在桌子边上坐下来。 他抬手就将云初面前的一杯茶 拿到了自己手中, 贪婪地吸一口茶香, 谢夫人喝的茶, 果然是香。 他正要喝一口, 站在边上的秋铜面色一冷, 手中的剑饼压在了秦明恒的手腕上, 夺过茶杯, 将茶水直接倒在了地上。 臣妇入过口的东西, 岂能送到侯爷面前。 云初给他倒了一杯茶, 放在他的面前, 侯爷请用吧。 秦明恒的脸色好看了一些。 说起来, 还要感谢侯爷五年前的次药之恩。 云初继续道, 因为侯爷的药, 让臣妇婆母身体大好, 这样的恩情, 我谢家莫齿难忘。 想到这件事, 秦明恒脸色又难看起来。 那颗神药, 是他祖上保护皇上时, 皇家所赐, 当作传家宝传到了他手上。 为了达成执念, 他将那药送给了谢景玉, 要是送出去了, 可该得到的东西, 却没有得到。 呵, 你还替谢家来道谢? 秦明恒面色冰冷, 你这个蠢女人, 怎么就不想一想, 为什么我会将那么难得的神药 送给了谢家? 所以, 云初定定地看着他, 洞房花竹叶, 是你, 对吗? 在谢世维伤了宣武世子之后, 谢景玉的解决办法, 就是带他上侯府, 将他献给宣武侯来避火。 因此, 他有理由怀疑, 为了给袁氏治病, 谢景玉定做得出用他来换神药的举动。 袁氏那是一条命, 而他只是新婚之夜而已, 在谢景玉心目中, 婆母的命, 自然比他的清白重要多了。 这也就能解释, 为何这么多年, 谢景玉不再踏入他的房里, 因为他施了清白, 他觉得他配不上。 也能解释, 为何谢景玉能将刚出生尚未断气的孩子给扔了, 因为那两个孩子根本就不是谢家的血脉。 是啊, 虎毒都不食子, 谢景玉在畜生也不会扔掉自己的血脉, 除非, 那不是他的孩子。 云初看到秦明恒面色变了, 他知道, 他猜对了。 没有猜对后的喜悦, 只有满心的含义。 上辈子的他真的太蠢太蠢了, 竟然到死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端起茶水, 一口喝尽, 继续道, 你怎知我下葬的骸骨并非我的孩子? 因为我亲眼看到谢景玉扔掉了孩子。 秦明恒垂下眼, 孩子在他手上还活着, 被他扔到了大雪之中。 云初的心脏一阵紧缩, 扔到了哪个地方? 谁还记得清? 秦明恒展开指线, 反正就是在城外, 大概是城南还是城北来着, 时间太久, 真的记不清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云初失声道, 你知不知道, 那两个孩子也是你的骨血? 和他洞房的人是秦明恒, 那么秦明恒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竟然亲眼看着谢景玉扔掉了两个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秦明恒的情绪也有些激动, 我用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了你, 我有什么颜面去面对你, 我怕你用现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满是厌恶, 至于你说那俩孩子是我的骨血, 凭什么? 谢景玉这个天天睡在你枕边的人都不愿接纳孩子, 你凭什么要求我一个外人? 云初闭上了眼睛, 他没办法告诉秦明恒, 他和谢景玉从未同房, 虽然他从未觉得自己冰清玉洁, 但也没想过竟然肮脏致辞, 可是他知道, 这不是他的错。 云初, 你知道吗? 在很久很久之前, 在我还没有娶妻之前, 我就向云家求娶过你。 秦明恒手撑着桌子, 声音低沉道, 可是你母亲不愿意将你嫁给我, 正好皇上赐婚, 我只能转头娶了洛家女, 我也曾真心助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丈夫, 可万万没想到, 你母亲将你嫁给了谢景玉, 我只不过用一颗要诱惑他, 他就答应了, 是他亲自给你喂药, 将你送到了轩武侯府, 你一席嫁衣躺在我的踏上。 别说了。 云初猛地起身, 椅子都被他给带翻了。 周边正在看斗鸡的人不由看了过来, 眼神中戴上些许狐疑。 云初顾不上这些眼神, 皮不就走。 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没必要多留。 等等。 秦明恒追上去, 从二楼追到了一楼, 云初, 你我有了肌肤之亲, 也就是有了夫妻之实, 不管你有多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它都发声了, 我愿意为那一页负责, 我虽然龌龊, 但至少比谢景玉坦荡, 你嫁给我, 我。 他话没说完, 忽然一个甜美温柔的声音传来, 侯爷, 谢夫人, 你们二人在聊什么呢? 云初看去, 是宣武侯府人, 落世。 一看到妻子, 秦明恒的视线立即从云初身上一开, 后退几步, 看向妻子, 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这小子吵着要来看斗鸡, 我就带他来看一眼。 落世拉着身边的孩子, 你爹在这里, 你就跟你爹一起看吧, 我对这些实在不感兴趣。 秦明恒拉起自己儿子的手就走了, 落世看向云初, 正要说话, 就见云初扶了扶身, 道歉侯夫人, 臣妇身体不适, 先失陪了。 云初没有目的走在街头。 随行的三个人, 听双和秋童清清楚楚听到了他和秦明恒之间的谈话, 二人脸上都带着担忧。 尤其是秋童, 他是来谢府教云初学武, 没怎么关注过内宅之事, 这次听到的东西, 颠覆了他所有的认知。 夫人, 这件事定要告诉云甲, 秋童沉声道, 谢景玉太不是个东西了, 宣武侯也不是个东西。 一个下人, 直呼主子和薰贵的名讳, 这是大不敬, 很显然, 他是愤怒到了极点。 告诉云甲, 然后呢, 请云甲祖老出面, 何离。 云初笑了笑, 何离了, 岂不是便宜了谢家人。 不提何离会对云甲带来什么影响, 就算他答应了又如何, 何离后回到云甲, 让娘和大哥为他手刃仇人吗? 他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 早过了受委屈, 就找家人告状的年纪。 不过, 云甲会发生的事, 他会一五一时告诉他爹。 他轻声道, 多安排人去打听四年前那个血液的事, 不管花多少银子, 不管花多少时间, 都。 娘亲! 就在这时, 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 云初就算不抬头, 也知道这是谁的声音。 他寻声望去, 看到穿着雪白色紧服的楚红鱼, 登登登朝他跑来, 一头扎进了他的怀中。 娘亲! 娘亲! 小家伙双眼亮晶晶, 我们太有缘分了, 这都能遇见。 云初摸了摸他的头, 开口道, 鱼哥, 我不是你的娘亲, 你以后别这么叫我了。 最开始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 结果上回去阴家, 阴家人听到了, 平潇傲也听到了, 现在, 小家伙身后一干随从也听见了, 当秘密不再是秘密,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紧接着, 就会有无数流言蜚语, 接踵而来, 没必要惹些不必要的麻烦。 楚红鱼愣了一下, 随即乖乖站好, 撇着嘴说, 云依依, 你是还在胃上回那件事生气吗?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不该诬陷谭小姐, 不该说谎, 不该生气就跑掉, 更不该推故意云依依依。 小家伙小心翼翼, 伸手摇了摇云初的袖子, 云依依依, 父王说, 只要我好好读书, 你就会原谅我, 这几天我一直有好好学东西, 我被百家姓给你听, 照前孙礼, 周。 他一口气被玩, 得意地道, 因为我学得快, 父王特意允许我出来玩呢, 还说, 只要我继续保持这样, 以后每个月都可以有三天出府的机会, 再也不用偷偷溜出王府了。 云初看到他身后跟着不是只有阿毛一个人, 就知道他定是得了许可才出府的。 他也有阵子没见到小家伙了, 正是心情阴沉之时, 这孩子就像一盏灯照进了他的胸膛, 让他能暂时忘记那些伤心难过的事, 能有片刻的欢愉。 他牵起小家伙的手, 问道, 长生呢, 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父王给长生捉了一只猫回来。 小家伙小嘴巴巴巴说了没完, 长生最喜欢的就是小猫了, 可是他一碰到猫毛, 身上就长好多小疹子, 只好远远看着, 不过能看到小猫也很开心了, 长生以前喜欢窝在屋子里不出去, 有了猫后, 会常常去院子里看猫。 云初的眉眼不由染上了笑意, 他牵着小家伙在街上逛了一圈, 买了一箱子的小玩意, 这一半是给长生, 这一半是给你, 这几样是送给猫。 谢谢娘, 我们约定七天后再见面好不好, 我带长生一起出来。 他伸出手指头, 要和云初拉钩。 云初弯下腰, 伸出小指头, 和他勾在一起。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 一句话还没说完, 忽然, 只听到街上一阵喧闹, 人群躁动起来, 还有马匹的嘶鸣声。 他抬头看去, 原来是, 接近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 走进了闹市, 骑马的人速度很快, 不少摊子被撞翻了, 还有人被踢得在地上打滚, 街上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保护小柿子, 护卫阿毛突然一声高鹤, 楚红鱼的随从呼啦啦围了上来。 跟着云初一同出来的秋童和鱼科, 二人都有功夫, 立即站在了云初身前, 一群人簇拥着云初和楚红鱼, 避到了街边的铺子墙边。 原以为他们避开了马队就没事了, 谁知, 速度很快的高头大马, 忽然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马背上的人猛地抽出腰间的长刀, 刷刷挥舞下去, 随着楚红鱼出府的两个护卫血剑当场, 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两个黑衣人从马上一跃而下, 直朝楚红鱼而来。 云初意识到, 这伙人是冲着小家伙来的。 他弯腰将孩子抱起来, 夺不就逃。 秋童和鱼科护着他们逃走。 阿毛领着平溪王府的随从, 抵挡那些非衣人。 听双不会舞, 怕自己成为雷坠, 转身就朝平溪王府跑去, 他得赶紧去报信。 云初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 对京城十分熟悉, 他知道, 再往前不久, 转个弯, 就是京城大理寺。 大理寺是办案之处, 有许多牙役, 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水料, 还没跑到转弯的地方, 身后就响起了急行的马蹄声。 夫人, 快跑。 秋童一声大喝, 转身就和马上的人缠斗起来。 鱼科本想继续保护云初和小柿子, 但一转头, 就见秋童的肩膀被划了一刀。 对方坐在马上, 居高临下, 而且还人多, 秋童一个女子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起身一跃, 一刀刺向马背上的男子, 那黑衣男惨叫一声, 从马上摔落。 二人联手, 和那群黑衣人勉强打了个平手。 云初抱着孩子没命地朝前跑, 刚到拐弯之处, 他就听到了马蹄声。 他按道不好, 前方竟然也有那伙人。 刚转身, 身后也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他被前后夹击了。 他虽然跟着秋童学了一阵子的武功, 但还是个半吊子, 根本就打不过, 更别说还抱着个孩子。 小柿子, 要怪就怪你父王心狠手辣, 我们也是被逼到了绝境。 黑衣人冷声开口, 抓起来。 根本就不容云初反抗, 也不容他拖延时间等救兵。 黑衣人拿起刀柄, 砍在他的后脖子, 他直接晕了过去。 再度醒来, 眼前一片漆黑。 云初下意识地就摸了摸身边, 摸到了一个软软的小身体。 等适应了屋子的黑暗之后, 慢慢能看清一些轮廓, 他仔细摸了摸孩子, 从头到脚并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口气。 他站起身, 看到头顶之上有个小小的窗格。 稀薄的星光从窗格照进来, 隐隐约约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在小小的屋子里四处看了看, 看到一个破箩筐, 于是将箩筐拿来, 倒着放, 扶着墙踩了上去。 透过窗格, 他看到外头是山, 挤出木房子, 七八个男人围坐在篝火前, 正是白天在街上遇见的那伙人。 七八个人, 就有五个受了伤, 正在不停地骂平溪王。 老子们在山里也没杀人放火, 就偶尔打劫些路过的妇人打打牙记, 他凭什么把我们一锅端了? 好多兄弟都死在平溪王手上, 我们必须得用平溪小柿子的血, 来祭拜死去的兄弟。 别冲动, 一个看起来是领头的男人开口, 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抓小柿子, 又死了两个兄弟, 可不是为了出一口气这么简单。 平溪王剿匪的势头太猛了, 多少土匪窝都被端了, 咱们以后肯定是不能做土匪了。 我之所以把小柿子抓来, 就是想用这金贵的柿子换一大笔钱, 咱兄弟几个分了钱, 各自散了, 找个地方当土地主, 过逍遥日子不好吗? 七八个人立即点头。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谁愿意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两个大汉站起身, 三当家, 我们去把小柿子的胳膊卸下来, 送去平溪王府, 相信平溪王一定会照我们说的办。 领头的男人点头, 扔了一把刀过去, 仔细点别闹出人命来, 不然我们全都得陪葬。 两个大汉接过刀, 朝木屋走来。 云初本来是在观察地形, 硬是被这番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连忙从箩筐上下来, 用力推了推昏睡的孩子, 鱼哥, 快醒醒, 别睡了, 鱼哥。 小家伙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看到云初, 他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是娘亲呀, 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娘亲的感觉太好了。 咦, 屋子里怎么这么黑, 娘亲怎么不点灯。 云初哪里还顾得上纠正他的称呼, 他一把将孩子抱起来, 将自己的腰带取下来, 系在孩子的腰上。 听我说, 我举你起来, 你从窗户这里钻出去, 墙很高, 我会拉着腰带, 慢慢将你放下去。 他说话的时候, 已经将孩子放在了自己的背上, 落地后, 你别到处跑, 就躲在东南方那个屋子里。 那个屋子在土匪篝火的正前方, 从后面绕进去, 躲起来,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一番话还没说完, 他就听到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这时候送鱼哥爬出去, 根本就不可能了, 反倒会连最后的一条路都堵死。 云初用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 从箩筐上跳下来, 一脚将箩筐踢到角落里, 然后抱着孩子缩在另一边。 门锁开了, 门被一脚踢开。 哟, 一把就抓住了楚红鱼的肩膀, 将孩子狠狠一拽, 然后飞快将孩子的袖子卷了起来。 另一个大汉抽出刀, 往刀刃上吐了一口唾沫。 楚红鱼再怎么冷静, 也只是个四岁大的孩子, 顿时吓得大哭起来。 小柿子, 你可别怪我们。 大汉在他手臂上拍了拍, 似乎在想从哪里砍断比较好, 用你一条手臂, 换我们割几个的荣华富贵, 直了。 不, 不要。 云初扑过去, 抱住了孩子, 眼中浮现出泪, 用我的手臂, 用我的吧。 你这丫鬟倒是忠心, 一个大汉拎起云初的衣领, 不过, 你这打扮不太像丫鬟。 你没看出来吗, 这是少妇。 这么美的少妇, 还是第一次见, 肯定是平溪王的女人。 另一个汉子吟笑起来, 瞧见没, 这女人腰带都解开了, 这是等得搁几个滋润呢。 云初的腰带被他方才系在楚红鱼的腰上, 衣服松松垮垮, 能隐隐看到纤细的腰身。 他色缩着肩膀, 可怜兮兮地哭道, 我可以伺候你们, 求求你们放过小柿子。 两个汉子对视一眼, 都一动了。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被平溪王追杀, 没日没夜逃窜, 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女人的滋味了。 这么好看的女人, 还是平溪王的女人, 是个人都会产生那种念头。 他们回头, 看到领头的三当家还在喝酒吃肉, 于是悄悄过去匠门关上, 一把将孩子拎起扔到一边, 抓着云出到了稻草上。 云出也不反抗, 任由他们一起扑来。 他看向楚红鱼, 二人目光对接, 同时点头。 只见, 楚红鱼手中出现了一把短短的匕首, 这是云出放在身上防身用的, 方才交到了孩子手上。 而他自己, 则将头上一只簪子拔了出来。 他举起手, 将簪子狠狠扎入了 按住他肩膀的大汉脖子里。 扑吃, 热血喷在他的脸上, 那大汉连痛声都没发出来, 就栽倒在了地上。 另一大汉不可置信, 甩手就给了云出一脚, 见人, 竟敢暗算我们凶。 一句话没说完, 他只感觉后腰一阵尖锐的痛, 回头, 看到方才被他扔到一边的孩子, 竟然拿一把刀捅进了他的腰间。 孩子只有那点力道, 对他造成不了致命伤害, 他怒不可遏, 转身就抓楚红鱼。 云出一个利落的翻滚, 将大汉扔在地上的长刀捡起来, 照着大汉的脑袋就劈了下去。 咚的一声, 大汉栽倒在地, 这是云出第一次杀人。 他大口喘气, 连忙扔掉长刀, 声音有些颤抖, 鱼,鱼哥, 快, 我帮你上去。 楚红鱼吓得在打摆子,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 爬到云出身上, 顺利爬到了窗户上, 娘亲, 你别怕,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云出故意板着脸, 你躲好就行了, 不许生事, 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我有办法自救, 快下去。 楚红鱼吸了吸鼻子, 抓着腰带, 一点点往下, 终于落到了地上。 他看了一眼云出, 按照云出说的方向, 把腿就跑。 云出松了口气, 他从窗台上下来, 琢磨着怎么脱身。 夜色下, 五六个土匪围着篝火喝酒吃肉, 好不快活。 忽然, 几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怎么没一点声音? 老八那家伙该不会是用力过猛把平息小柿子弄死了吧? 小柿子要是死了, 我们全都得陪葬。 三当家吐一口浓潭, 起身就朝关押的小木屋走去, 后面四五人立即跟上。 云出刚要偷偷逃出小木屋, 就见五六个人迎面而来, 他唯一能躲的地方就是门后。 刚站到门的后面, 砰的一声, 木门被踢开。 老八和胖子死了。 一个土匪惊叫一声, 那娘们和小柿子不见了, 应该没跑远, 快去追。 土匪们转身就跑。 三当家也正要出去找, 忽然脚步一顿, 眯起毛子, 看向顶头的小窗格, 然后看向滚到角落的破箩筐。 那窗户能钻一个小孩, 但一个成年的女子, 绝不可能钻出去。 想到这里, 三当家捡起地上的刀, 罩着木门就插了过去。 云出躲在门后, 就这么看到木门被刺穿, 距离他的脸就只有不到一寸。 紧接着, 他的头发被抓住, 被三当家拖着, 扔到了篝火边。 另外去找人的几个土匪, 纷纷舌身回来。 三当家没找到小柿子, 后屋我全都找了一遍, 没看到人。 总不能跑到山上去了吧, 大晚上的, 山上有狼, 他要是被狼啃了, 怪不到我们头上吧。 云出微不可查松了口气, 三当家的眼神阴沉地盯着他, 就是这个贱人, 坏了我们的好事。 早知道, 就不该把这个贱人和小狮子关在一起。 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你们都说说, 怎么弄死他。 三当家看云出的眼神, 就像是看一个死人。 那几个土匪看到女人, 就有些一不开视线, 更别说是个这么明艳貌美的女子, 心中所想全都写在了脸上。 这时, 一个土匪突然开口, 这女人, 我好像见过。 三当家吃笑, 平溪王的女人, 你也见过, 她是梦里见过吧? 不不不, 那土匪想好一会, 睁大眼睛道, 对, 我记起来了, 五六年前, 有人高价卖京城第一美人的画像, 那时候不是刚结了个大单子吗? 我手上有钱, 就买了那画像, 画像上的人就是这个女人。 那时的京城第一美人, 就是云府嫡出大小节, 云府, 三当家, 她是一品诸国大将军的千金。 三当家弯腰, 捏住了云出的下巴, 果然不愧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 虽然丢了小柿子, 但却有了将军府嫡长女在手上, 用她的手指头换三万两银子, 不算太过分吧? 几个土匪绝处逢生, 都高兴起来, 三当家, 剁手指之前让哥几个舒服舒服, 不算太过分吧? 你当老八和胖子是怎么死的, 还不是色死的? 三当家见几个手下一脸失望, 话锋一转道, 诸国大将军手上的兵权比平溪王还恐怖, 要是把大将军的千金玩坏了, 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以各个动作清点。 三当家放心, 我们一定怜香惜玉。 云小姐, 别怕, 只要你好好配合, 我们肯定不会伤你。 谁先来? 几个土匪商量起来, 云出低垂着眉眼, 落入了土匪窝, 他就没想过能完好无缺地离开。 至于清白, 这东西他早就没了, 有什么可在乎的? 撕啦。 他的衣服被三当家撕开, 露出肩膀。 就在这时, 夜色下忽然有火光亮起来, 土匪们扭头看去, 放粮食的屋渍烧起来了。 操, 老子刚刚出来吹灭了灯, 怎么会着火? 别说这么多了, 我们两个在这里守着云家大小姐, 你们几个快去灭火。 云出猛地抬眼望去, 那个小木屋就是他让鱼哥躲起来的地方, 那孩子见他受辱, 所以不顾一切放了一把火。 要是土匪寻过去, 鱼哥的行踪就暴露了。 云出再也顾不得什么, 趁手着他的两个土匪望着燃烧处, 伸手就从火堆里抽出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棍, 朝土匪而去。 你这个贱人真是找死。 三当家怒火冲顶, 手持长刀, 对着云出的右臂砍去。 就把这条不安分的手臂砍下来, 送去将军府。 云出手中的木柴被砍断,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那把长刀朝自己的右臂而来。 他心中生出绝望。 就在这时, 一只剑破空而来。 在那把长刀还未砍向右臂之前, 那只剑穿过了三当家的喉咙。 三当家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瞳孔瞪大, 身体绷直, 血喷剑而出, 随即栽倒在地。 他倒下去之后, 云出看到了楚义的脸。 那个男人坐在高头大马之上, 手持弯弓, 一脸凌厉。 三当家倒下之后, 他并没有停, 从后背抽出三只剑, 三剑同发, 射入前方三个土匪的心窝。 他骑着汗鞋宝马朝云出而来, 云出都还没看清他动作, 就见男人尖头的黑色披风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遮住了他一身的狼狈。 一共六个土匪, 还有两个。 云出怕楚义听不清, 大声道, 小狮子也在那里。 楚义点点头, 骑马朝他指着的木屋过去。 大火熊熊烧起来, 木屋四周都是火, 云出的心卡在了嗓子眼。 他裹紧披风, 也快速朝那个方向走去。 一过去, 他就看到被燃烧的木屋边上, 两个土匪拎着楚红鱼, 一人持刀, 一人拉着弓箭, 和楚义对峙。 伊林卡在楚红鱼的脖子上, 孩子面色苍白, 很明显呼吸不过来了。 平溪王, 你儿子在我们手上。 土匪脸上满是巨异, 一边说一边后退, 想, 想救你儿子, 拿三万两银子来换。 楚义眯起毛子, 三万两银子能救无数百姓, 你们觉得, 平溪王嘴硬,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一个土匪扯起楚红鱼的手, 另一个土匪拿起刀, 就准备砍下去。 So, 一只剑飞过去。 扑, 正中一个土匪的眼睛。 紧接着, 另一只剑射来, 精准地穿过另一个土匪的心窝子。 楚红鱼从半空中掉到地上, 云出飞快地跑过去, 将摔在地上的孩子抱进了怀中, 鱼哥, 醒醒, 鱼哥。 孩子缓缓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笑容, 娘, 娘亲, 你没事太好了。 话没说完, 他的同仁突然睁大, 他大叫一声, 让娘亲赶紧跑, 可嗓子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云出看到楚红鱼黑色同仁中, 一个影子渐渐放大, 他抱着孩子一个转身, 腰侧传来一阵剧痛。 楚一连设两个土匪之后, 他翻身下马, 朝儿子走去。 谁料, 有人比他更快一步抱住了鱼哥。 看到那女子抱着鱼哥, 他隐约觉得鱼哥的眉眼和眼前的女子仿佛有些相似。 等等, 长生和谢夫人长得更像, 眼睛, 鼻子, 嘴巴, 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一个荒唐的想法从楚一脑海中浮上来, 莫非? 就在他走神之时, 眼睛中见的土匪忽然拿起身边的长刀, 对着云出的方向砍去。 云出一个利落的转身, 可没有躲开, 那长刀从云出腰间划过去, 那土匪疯了一样, 继续乱砍。 楚一谋色一沉, 抬脚狠狠一踹, 然后拿起那长刀, 直接割断了土匪的脖子。 只见, 那土匪脖子受伤的地方血肉很快变成了黑色。 谢夫人, 这刀刃上有毒。 楚一捞起下蒙了的儿子, 递给身边的护卫, 看向云出, 谢夫人, 得罪了。 云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被男人打横, 直接抱起来, 抱着他进了边上那没有烧起来的木屋里。 若不是对这个男人有足够的了解, 知道他不是那等小人, 他早就拔出簪子刺过去了。 谢夫人, 那把刀上有剧毒。 楚一长话短说, 山上没有大夫, 我先帮你把毒吸出来, 然后再下山治疗。 云出立即将披风掀开。 他腰间的衣服被划烂了, 露出一道长长的斜口子, 血肉仿佛染上了黑色的墨汁, 叫人心头发颤。 本来并不觉得这个伤口有多疼, 可是一看到猙獰的伤疤, 他就浑身开始发暖。 重生回来才两个多月, 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有做, 他怎么能就这么死了? 王爷是皇室之人, 至上尊贵, 不敢让这毒伤了王爷的身体。 云出开口, 反请王爷随便找个人来就可以了。 他这具身体, 早在新婚之夜就被毁了, 什么清白, 什么贞结, 这些东西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楚一从他眼中看到了挥败, 他应该不是不在意清白, 而是没有在意的必要。 他听说, 谢大人谢夫人抗力情深, 他们夫妻二人情深意切, 他怎么会如此漠视自己的清白?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楚一开口, 谢夫人是为了保护鱼哥才被土匪所伤, 我为谢夫人吸出身体里的毒, 就当是报了这救命之恩。 他说完, 俯身下去, 云出本能地就躲了一下, 妇人贞结就是一个笼子, 将女子圈在其中, 哪怕他再不在意, 也没办法忽略内心本能的抗拒。 谢夫人, 不要怕, 男人的大掌按在了他的腰上, 紧接着, 柔软的触感, 灼热的温度, 从腰间蔓延的四肢, 他闭上眼睛, 命令自己冷静下来, 要想活命, 就必须及时将毒药吸出来, 否则等下了山, 怕是无力回天。 就当, 就当眼前这个男子, 是随便一个护卫, 就当他不认识他, 那便不会觉得那么难以面对。 他脑中开始回忆上辈子的事, 一件件, 一桩桩, 回忆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 腰上的触感消失了。 云出睁开眼睛, 对上楚一的脸, 他的唇, 变成了一片乌黑。 谢夫人, 余毒所剩不多, 不会再有性命之忧。 楚一喝了口水吐掉, 漱口三次之后, 这才开口道, 今天这件事, 你知, 我知, 就我二人知道就可以了, 还请。 砰。 一句话还没说完, 木屋的门就被人一脚踢开了。 初二, 云泽一脸惊慌地冲进来, 当看到屋内的情形时, 他整个人愣住了。 平夕王和初二孤男寡女独处 已是遍野罢了, 初二竟然衣衫不整, 还露出一半的腰身, 若不是露出的肌肤 有一道猙獰的伤疤, 他差点就要想歪了。 他看到平夕王嘴唇乌黑, 地上有许多黑色的毒液, 就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云初迅速拿起披风, 将自己的身体给裹住了。 被亲哥哥看到这样的场面,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自在。 云泽保持淡定走进去, 拱手道, 多谢王爷就设妹性命, 我云家莫齿难忘。 是谢夫人救了犬子, 这是我该做的。 平夕王面色淡淡, 云大人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下山为谢夫人医治, 我倒是知道一位女医, 可命人去请女医为谢夫人治伤。 下官也正巧认识那位女医, 就不劳烦王爷了。 云泽走到云初身边, 将她紧紧裹在身上的披风扯下来。 云初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死命拉着。 云泽压低声音, 你大哥我, 也有披风。 云初面色扇扇松手。 云泽将披风扯下来, 迅速给云初披上自己的衣服, 这才看向平夕王, 多谢王爷。 厨艺接过自己的披风, 除了血腥味, 隐隐约约还能闻到一股毒属于女人身上的味道。 方才为她清理毒素时, 她就闻到了这味道, 很熟悉的香气。 云泽抱起云初, 朝外走去。 外头有软叫, 将她小心地放了上去。 平夕王府的人, 何云家的人, 两拨人迅速下山。 到山下后, 云泽朝楚一拱拱手, 双方分道扬镳。 楚红鱼身子虚弱地歪在楚衣怀中, 目光紧盯着云家的马车。 父王, 为什么不带娘亲回王府治疗? 她不是你娘亲。 楚衣开口, 她姓云, 是谢夫人, 可以去云家, 亦能去谢家, 唯独去不了王府。 她嫁的那个谢什么玉, 对她一点都不好。 我听谢家的小厮说, 这么多年, 那个谢什么从来不去她的屋子, 小家伙咬着唇, 那个男的肯定一点都不喜欢娘, 不喜欢云姨姨, 云姨过得应该很不好吧。 楚衣谋色一暗, 都说谢家夫妇抗力情深, 难道传言并不属实? 云初被云泽直接带回了云家, 请来了京城知名的女医, 为她清理伤口, 上药, 将药上包扎起来。 吃了药, 云初就睡了, 这一觉睡到日上三单才醒来。 听风和听雪, 伺候着她把药喝下。 刚喝完药, 大嫂柳千千就走了进来, 笑着道, 昨夜你大哥去谢家, 说你乘坐马车出了事, 受了点伤, 这几日你就好好留在云家养伤。 云初点头, 从知道洞房夜的真相之后, 她确实暂时不想回谢家。 那个柳千千咳了咳开口, 咱们女子, 贞结虽然重要, 但在性命面前, 贞结狗屁都不是, 你千万不要将昨夜的事放在心上。 云初扑斥一声笑了, 为了劝她, 书香是家的大嫂 竟然说出这么粗鄙的话。 其实睡了一夜之后, 昨天的事情好像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云初喝了药, 有些昏昏欲睡。 柳千千从屋子里出去, 看到她出来, 后在院子里的云泽立即迎上去, 初儿可想开了。 夫君多虑了, 柳千千开口道, 我看初儿压根就没将那件事放在心上, 夫君是觉得女子和丈夫以外的男子过于亲密, 就等于犯了大错嘛, 男子能三妻四妾, 能一年不入正妻屋子, 初儿是为了保命, 不得已才和平息王, 就算真的有了什么, 我也不认为对不起她谢家。 云泽目瞪口呆, 她的妻子, 向来温柔贤淑, 知书达理, 从没想过, 竟然会听到妻子说出这样的话。 等等。 她开口, 夫人, 你的意思是, 谢景玉一年没进初儿的屋子。 柳千千面色冷沉地点头。 前阵子, 婆婆陪着初儿找神医诊脉, 婆婆回府后, 一直心情郁郁, 她一问才知道, 初儿和丈夫竟然至少有一年未同房。 初儿为谢家劳心劳力, 养那么多数子数女, 身为丈夫的谢景玉, 怎敢如此羞辱自己的正妻。 云泽的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 男人纳妾天经地义, 当然, 她没有纳妾, 不代表她不是男人, 只是认为没必要。 不管后院多少妾室, 都不该忽略妻子, 否则, 和宠妾灭妻有什么区别? 夫君, 初儿这次受了伤, 就留她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 柳千千缓缓道, 就让谢景玉知道, 离了初儿, 离了云甲, 她谢家什么都不是。 云泽点头, 就依夫人所言。 夫妻二人正说着, 底下的人来报, 大人, 夫人, 姑爷来了。 云家的姑爷, 自然就是谢景玉。 云泽本想让谢景玉滚, 不知想到了什么, 她开口, 带人去书房。 谢景玉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了谢时安一同前来。 虽然两家是姻亲, 但谢家人其实很少来云家, 也就过年过节半宴会才会来。 父子二人在书房里坐着等了好一会, 下人连杯茶都没有上, 就这么干巴巴坐着, 大约一课中之后, 云泽才到。 让妹夫久等了。 云泽脸上带着笑意, 丝毫看不出故意为难, 诗安怎么也来了, 今日学堂不用上课。 谢时安站起身, 母亲受伤, 我心中担忧, 特告假来看母亲。 你倒是个孝顺的孩子。 云泽开口, 你母亲刚刚才睡了, 还是别进去扰她休息了, 姜哥最近读书很是贪玩, 诗安你年纪轻轻就考上秀才, 让姜哥向你取取经。 谢时安点头, 转身走出书房。 云泽面上的笑容消失, 妹夫喜欢喝什么茶, 我让人端上来。 谢景玉面色极淡, 不必了, 我在这里等夫人醒来, 接她回家。 从官位上来说, 她无品, 云泽弃品, 就算云泽做不到给她行礼, 至少也该把面子做足了。 可她从云泽脸上, 丝毫看不到尊重, 这是完全没将她放在眼底。 初儿回不回谢家, 这事儿稍后再说。 云泽冷冷开口, 妹夫自从成了 安静王爷未来的岳父之后, 应酬似乎多了许多, 我听人说, 妹夫进来收到了不少好东西, 譬如珊瑚盆, 玉如意, 甚至还有人, 似乎是直接将白银 送到妹夫手上。 谢景玉的面色勃然一变, 大哥是从哪里听说了这些? 你是初儿的丈夫, 我自然对你多关注一些, 和户部几位大人随意聊了聊, 就知道了这许多。 云泽摇头, 若是有人故意针对你, 仔仔细细将你从里到外查一遍, 这些东西交到御史台去,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谢景玉捏紧了拳头, 朝廷上下, 大家都是这样, 收收里在办事, 约定俗成的规矩, 凭什么到他身上就不行? 别人怎么样, 我管不着。 云泽声音更冷, 若因为你影响了我云家百年世家的声誉, 我云家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初儿与你合离。 谢景玉脸色阴沉, 但很好地将神情掩盖下去, 拱手道, 大哥教训的是,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没有以后, 云泽摇头, 先前收的那些东西, 什么时候都还回去了, 初儿就什么时候回你谢家。 谢大人, 好走不送。 他说完, 甩手就走。 谢景玉拿起桌子上的茶盏, 就要扔地上, 随即意识到这里是云家, 只得将木火压了下去。 他走出书房, 和谢时安会合, 谢时安询问道, 父亲的脸色怎这般难看, 是舅舅和父亲说了什么吗? 谢景玉沉声道, 自皇上下旨赐婚后, 许多人送礼求为父办事, 为父也拒绝过, 但闹得很不好看, 后来就收了一些, 却被你舅舅知道了, 说我影响云家声誉, 让我将收来的东西都还回去。 舅舅这话没有说错, 谢时安开口, 父亲若想走得更高更远, 这方面确实要多小心一些, 该还回去就还回去吧。 谢景玉抿了抿唇, 那些东西都已经记在了 拼紧的嫁妆单子上。 嫁妆的是, 父亲不必急。 谢时安想了想道, 等母亲伤好了, 让母亲想办法吧。 父子二人说着话, 慢慢走到了云府正门口, 正要上马车, 就见另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马车还没停稳, 车中就有一个孩子蹦下来, 穿着锦衣, 蹦蹦跳跳往云府里跑。 紧接着, 马车上一个男子下来, 威风凛凛, 气势破人。 只看了一眼, 谢景玉就立即拉着谢时安行李, 下官见过平熙王, 给王爷请安。 楚义的目光落在谢景玉身上, 他认了出来, 这是那个女子的丈夫, 无品互不郎中。 而边上这位, 应该就是他记在名下的嫡长子了。 他只扫了一眼, 就迈步走进了云府之中。 谢景玉抬起头, 看着门口护卫, 恭敬地带着楚义进去, 心情复杂极了。 他的岳父尚未回京, 云府只有云泽一个当官者, 才七品, 竟能让王爷亲自拜访, 难怪云泽敢那般说叫他。 云泽刚让人送走谢景玉, 就听下人汇报平熙王和小狮子来了。 他没有耽搁, 立即去书房, 让人上了最好的茶水和点心。 他还没开口说话, 楚红瑜就急巴巴地道, 云舅舅, 嗯。 他的嘴巴被捂住了, 楚义冷冷道, 叫云大人。 见小家伙点头了, 这才松开手, 楚红瑜改口道, 云大人, 云姨的伤怎么样了, 我能去见云姨姨吗? 云出小小睡了一觉就醒了。 睁开眼, 看到一张小脸在面前放大。 姨姨, 你醒了? 楚红瑜趴在床边上, 十分乖巧的模样。 小柿子非要进来看着你睡觉。 柳千千很是无奈地低头, 小柿子, 现在咱们可以出去了吗? 楚红瑜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云醒了一个人多无聊呀, 我在这里给云讲故事好不好。 云出撑着坐起来一点点, 摸了摸她的身体, 昨天晚上没有吓坏吧? 有云保护我, 我一点事都没有呢? 小家伙拍了拍胸脯, 随即叹了一口气, 父王说, 男子汉大丈夫要保护女人, 可是我太小了, 保护不了你, 不过依依你放心, 等我长大了, 谁敢欺负你, 我十倍还回去。 她偷偷看了边上的柳千千一眼, 凑到云出耳边道, 等我长大了, 就代替父王把你娶回家, 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 喊你一声娘亲了。 云出, 她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那依依就先谢谢你了。 柳千千心中感叹, 这孩子和楚儿看起来真亲密, 要是不知道的人见了, 怕还以为是母子呢。 依依依, 我昨天在书里看了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给你讲一讲。 小家伙开口道, 书中说, 有一个孩子特别聪明, 学什么都会, 他父亲特别得意。 他讲着讲着, 就爬到云出床上去了。 正是大夏天, 云出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小家伙也不怕热, 隔着被子窝在云出的怀中, 有滋有味地讲起来。 云出大伤未愈, 虽然刚睡了一觉醒来, 但说了一会儿话, 脑袋又开始昏昏沉沉。 听霜将熬好的药端进来, 准备伺候他喝下。 楚红鱼从床上爬起来, 我来我来, 我给依依喂药好不好。 他用勺子咬起药, 吹了吹, 再吹一下, 这才慢慢送到云出的唇边。 云出喝下去, 笑着道, 谢谢鱼哥。 楚红鱼人虽小, 但铁了心要干一件事, 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他认认真真, 竟然把一碗药给喂完了。 喂完药后, 连忙问听霜, 蜜饥呢? 听霜低着头回道, 夫人不爱吃太甜的东西, 没有准备蜜饯。 那怎么行? 小家伙皱起眉, 每回吃药都好苦好苦, 不吃点甜的东西, 那苦味一整天都在嘴巴里, 好难受的。 他在身上摸了摸, 出门的时候, 摸摸给我的蜜枣, 一一一, 张开嘴, 啊。 云出虽然不喜甜食, 但这是小家伙的心意, 哪有拒绝的道理, 他张开嘴, 一颗蜜枣塞了进来。 满满的甜味的口腔里蔓延, 一颗心也似乎浸染在蜜罐之中, 甜丝丝的。 人生太苦了, 这口甜有些舍不得吞下去。 姨姨, 喝了药就要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楚红鱼从榻上跳下去, 乖乖站在床边, 明天我带长生一起来看一遗。 柳千千惊讶。 所以, 平西王府的小郡主和初儿的关系也很不错。 初儿天天在谢家后宅里, 怎么会有机会和小柿子和小郡主走得这么近? 到了外面, 楚红鱼乖乖走到楚衣身边, 父王, 云姨休息了, 我们也回去吧。 楚衣第一次觉得儿子懂事了, 他还以为这小子要赖在云家不走, 都做好了用雷霆手段将孩子带回王府的准备。 父王, 姨问长生怎么样了, 明天带长生一起来。 楚衣捏了捏眉心, 说好了, 只来看一次, 谁答应明天还来了? 虽然谢夫人救了这小子, 但来多了也不合适, 除了探病, 还有许多法子表达谢意。 他一个男子, 天天带着儿子来看人家女眷, 若传出去了, 受影响的不是他, 而是谢夫人, 他那唐突的举动本来就给谢夫人带来了困扰, 若日日来云甲, 谢夫人怕是会疑心, 他有什么。 想到这里, 楚衣眼前浮现出那盈盈不堪一卧的仙妖。 当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时, 他的耳根不由自主就红了, 咳了咳, 面色淡然道, 云大人, 云少夫人, 本王就先告辞了。 云泽点头, 亲自送二人出去。 走到外面, 一辆马车停在了云甲门口。 云泽皱了皱眉, 父亲不在京城, 云家很少有人来拜访, 今日怎么一波接一波。 他看了一眼马车, 认了出来, 是宣武侯甲的马车。 秦明恒是听说, 昨夜云甲半夜请女医上门治病, 这一大早, 他特意请女医来侯甲为他夫人请平安麦, 问了才知道原来是云出马车失事受了伤, 正在云甲养病。 他有些担忧, 于是来云甲打听一下消息。 谁知, 刚下马车, 就撞见了平溪王。 他一个外姓的没有实权的侯爷, 在皇上清风的王爷面前, 什么都不是, 他立即低头行李, 下官见过王爷。 楚义冷冷盯着他。 这几年, 他很忙, 一是东奔西走, 忙着给两个孩子治病, 二是接只去各地个州剿匪, 常年不在京城。 近段时间以来, 终于能长时间停在京城, 多次找宣武侯喝茶, 宣武侯却总避而不见。 他正准备强行逼迫宣武侯进王府, 竟就在云甲门口撞见了, 这是个好机会。 上回找宣武侯喝茶, 宣武侯说病了, 本王瞧着, 精神挺好。 楚义开口, 正瞧有些事情要问宣武侯。 秦明恒低着头, 捏紧了纸扇。 五年前事发后, 平溪王问了一次。 两个孩子出生后, 平溪王又抓着他问了一次。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问。 他跟着楚义 走到了云甲门口的大狮子前面。 王爷, 下官早就说过, 五年前的女子受辱后就躲起来了, 直到他早产临盆, 下官才知道他的住处。 等下官到的时候, 他已经难产死了, 两个孩子也没得气息, 下官是以为孩子死了, 不敢送去王府, 这才扔在王爷的必经之路上。 王爷要是不信, 可以派人去查。 他现在都不敢相信, 浑身死气的两个早产孩子, 竟然被养活了。 他绝不会告诉楚义, 当年那个女子就是云家大小姐。 他得不到的女人, 也不会让任何人得到。 楚义纯色冰冷, 若是能查清楚, 他就不必来问了。 他开口, 本王是要问宣武侯, 那女子可还有什么家人。 太医说, 长生的病需要亲人陪伴, 或许哪天就开口说话了, 可他们的娘亲已经死了, 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 也没有法子。 在皇家, 亲情这种东西太虚无缥缈了。 他很早就想找到孩子们亲生母亲的家人, 但长年剿匪脱不开身, 如今终于堵住了宣武侯。 那女子难产而死, 这些年来他始终有个心结, 找到女子的家人, 他会好好善待。 他哪有什么家人? 秦明恒低着头, 一脸的阴厉。 他是秦家买来的低贱丫头, 无父无母, 王爷就别惦记了。 他说完, 拱手后退几步, 转身向云泽走去, 跟着进了云家的大门。 楚义民紧了薄纯。 五年前, 他跟随诸国大将军回京复命, 当天正是大将军长女云初出阁之日。 云将军高兴, 拉着他不停地喝酒, 他跟着喝了许多女儿红, 却被一个三品官员家的庶女 趁他松懈时下了那种药。 那庶女, 拉着他进云家厢房, 被他当场削去了不安分的手。 从云家出来, 药性发作, 越来越强, 后来, 他就失去了意识, 等醒来时, 夏蜀告诉他, 他晕倒在了宣武侯府后门, 夏蜀没有办法, 便带着他入宣武侯府, 随便找个干净的丫鬟, 给他解除了药性。 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让夏蜀将那丫头带回王府, 他会给一个侧妃之位。 宣武侯却说, 那丫头不堪受辱, 逃出侯府, 失去了踪迹。 直到大约七个月后, 在回京的路上, 他看到了雪地中的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就只有他的手掌那么大, 浑身青紫色, 好像连呼吸都没了, 手放在心脏上, 只能感受到微弱的跳动, 他立即让人去找御医, 给孩子治病。 在治病时, 从小伺候他的嬷嬷鼓, 说那男娃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 甚至脚底板都有一颗痣。 他让人取来一盆清水, 滴血认亲。 果然, 这两个孩子, 是他的种。 他当即就去找宣武侯, 才知道, 那夜之后, 那个女子就怀了身孕, 因为是双生子, 导致早产且难产, 出血不止, 香消玉芸。 那两个孩子, 提前两个月出生, 连呼吸都不怎么会, 更别说喝奶了。 如今回忆起来, 他都不知道, 是怎么把两个孩子养到了这么大, 可还是没有养好, 鱼哥任性顽劣, 长生体弱多病, 不能言语。 父王。 楚红鱼从马车里探出脑袋, 喊了一声。 楚义从回忆中抽回神思, 上了马车。 许氏方才想到了孩子刚出生的样子, 在想到昨夜惊险的那一幕, 他生出几分后怕, 开口道, 鱼哥, 你被土匪绑走, 都是为父之过, 为父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抱歉。 楚红鱼抬起亮晶晶的毛子, 我是平溪王府小柿子, 我所吃所用所住都是父王的, 享受了这些, 那自然就该承受这个身份带来的危险, 所以父王, 不用说抱歉。 楚义摸了摸他的脑袋, 儿子虽然顽劣, 但该懂的大道理都懂, 已经令人欣慰了。 云初的身体到第三天就好多了, 受伤的部位虽然还有点疼, 但至少人不再昏昏沉沉了。 云家女眷都在他屋子里坐着陪着说话姐闷, 母亲临氏,大嫂柳千千, 庶妹云染。 云初的父亲云思琳只有一个姨娘, 姨娘只生了一个庶女, 这一代只有云泽, 云初, 云染兄妹三人。 云泽和柳千千年少相识, 二人夫妻和睦, 没有妾室姨娘, 这几年也只生了姜哥一个嫡子。 云初叹了口气, 因为云家人少, 关系简单, 没什么勾心斗角, 因此他娘越活越单纯, 思考事情永远只看表面, 所以上辈子, 他和云染的婚姻都出了大问题。 你这孩子, 叹什么气? 林氏笑着道, 今儿刚好满三个月了, 说一个好消息。 云初压下心思, 十分配合道, 什么好消息? 你们大嫂呀, 怀身子了。 林氏满脸笑容, 大约明年春天生。 恭喜大哥大嫂, 云染也跟着高兴起来, 姜哥终于也要有弟弟妹妹了。 云初的手指末得一僵, 难怪他一时没想起来大嫂怀孕了, 因为这一胎根本没有留住。 他们云家这一支关系虽然简单, 但作为百年世家, 庞之鼠都数不清, 大嫂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被庞之, 只不过, 那时候他根本不在京城, 具体发生了什么, 也不是很清楚。 初儿, 柳千千敏锐感觉到了云初的神色, 暗暗拉了一下林氏的衣服。 初儿难以怀孕, 而他却意外怀了孩子, 怕初儿心里不舒服, 他一直不敢说出来。 没想到, 婆婆这么大大咧咧就告诉了初儿。 虽然初儿迟早会知道, 但他想着能满一会满一会。 恭喜大嫂。 云初扯出一个笑脸, 伸手摸了摸柳千千的肚子, 这个孩子一定会顺顺利利生下来。 柳千千转开话题道, 初儿, 你上回说在避暑院里开个铺子, 这主意真是绝妙, 铺子才开半个月, 就赚了四五百两银子, 这还是没上心的情况下。 云初听陈德福说了, 避暑院开了个小小的杂货铺, 卖的都是老百姓日常用得到的东西, 比如锅碗瓢盆, 食盐铁器等等, 开铺子的目的并不是赚钱, 因此价格也不贵, 和市价保持在同一水平, 但因为老百姓每日下午都会来这里避暑, 人来人往的, 人一多, 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掏铜板买东西, 在哪买不是买呢? 临时开口道, 你大嫂的意思是, 把铺子再扩大一些, 既然能赚钱, 那咱们就好好经营。 云初点头, 是老百姓捧场, 那就多卖点老百姓需要的东西。 初二, 你在云家多住些日子。 临时道, 再过几天, 大家下屁, 你瞧瞧热闹后再回去。 一说到待家, 云染的脸就红透了, 双手放哪都不自在。 云初自然是答应了。 几人正在说话之时, 丫鬟在门口汇报道, 夫人, 平夕王来了, 大少爷正陪着喝茶, 小狮子和郡主要来看大小节。 临时昨天见了楚红鱼, 喜欢的锦, 闻言道, 赶紧带狮子和郡主过来吧。 两个孩子立即从丫鬟身后冒出来。 云夫人, 云姨姨, 柳姨, 我带妹妹来了。 楚红鱼牵着楚长生, 动动跳跳地走了进来。 她问了阿毛, 娘亲的娘亲叫什么? 阿毛说叫外祖母, 她怕一声外祖母让云夫人反感, 只好喊云夫人。 小狮子真乖。 临时将两个孩子拉过来, 目光落在楚长生脸上, 天可怜见的, 小郡主太瘦了, 一身都是骨头。 她说着, 忽然一顿, 小郡主脸上的肉要是再多一点, 看起来就好像是幼年时候的戳, 长得也太像了。 云初摸了摸小姑娘的脸, 确实是太瘦了。 小姑娘顺势窝到了她的怀中, 楚红鱼在边上说道, 长生, 云姨姨伤到了这里, 你小心点别碰到了。 小姑娘乖巧地点头, 身躯往下移了移, 嘟起嘴巴, 在云初受伤的位置吹了吹。 云初一颗心都化了。 千千, 你发现没, 小郡主和云初长得好像, 柳千千看去, 也吓了一跳, 是真的有点像, 不过, 这也许就是初儿和小郡主小狮子的缘分吧。 难得这俩孩子亲近初儿, 初儿也很喜欢这俩孩子, 这样的缘分, 可遇不可求。 我听说, 谭二小姐和平夕王的婚事没谈成, 临时声音极低, 谭夫人是个温柔的女子, 谭二小姐应该也不差, 平夕王怕是很难再找个 比谭二小姐更适合做继母的王妃了。 柳千千点点头, 这谭二小姐是应该是 音频精挑细选出来的, 可惜, 没入平夕王的眼。 接下来好几天, 楚红瑜和楚长生都会来云甲, 最开始平夕王还跟着来, 后来就只让下人跟着。 两个孩子没有管束, 早上来云甲后, 晚上才走, 要不是怕父王生气, 楚红瑜巴不得带着妹妹塑在云甲。 谢景玉隔两天会来一趟, 但一直被云泽拒之门外。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就到了代家下聘的这一天, 京城风俗是大婚前一个月下聘。 看着一台一台的聘礼台进来, 云出不由感叹, 时间过得可真快, 重生时是三月底, 这一转眼都七月了。 他看到云染和代家少爷隔着人群遥遥相望, 二人脸上都染了红韵, 不由笑了起来。 这时, 却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大嫂怎么给燃姐找了这么一门亲事, 才无品, 门地太低了。 云出看去, 看到了穿着珠光宝气的云家旁枝, 他喊这夫人一声三婶, 这位婶婶的公公和他祖父是亲兄弟, 不过多年前死在了战场上, 婶婶的丈夫是他父亲的三堂弟。 云三婶还在嘀咕, 也不知道大嫂怎么想的, 当初把出景嫁给谢家, 好歹那谢景玉是状元, 也算个香波波, 这待二少爷才一个秀才, 哪里配得上云家千金。 另一个妇人叹口气, 咱们云家, 就靠那些军工撑着, 晚辈之中无人从军, 也不知道日后谁能撑起云家门湄。 云三婶摇头, 泽哥是家里嫡长子, 二十多岁了, 才朝廷七品官, 确实称不起云家, 还不如我们润哥呢。 这话他不敢大声说, 只敢轻声嘀咕。 他儿子云润, 也是靠自己考上了近试, 最开始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九品芝麻官。 后来他给儿子找了门好亲事, 有云家在这里, 娶个三品之家的千金, 实际上也没那么难, 多多斗斗旋就说成了, 成亲后, 有岳父拉把手, 现在润哥已经是朝廷五品上的一员了, 若运气好, 年底就能生四品, 可不比云泽强多了。 这儿女婚事, 就是一个梯子, 梯子是往上的还是往下, 全靠当家主母的判断。 在他看来, 大嫂的心眼还是太浅了。 云初扫了一眼, 收回目光。 云家旁之盘根错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这些旁之不犯大错, 不影响云家的声誉, 就算是云家祖老, 也不会管他们的选择。 大家下聘这天, 不需要大半酒席, 就请了最亲的本家人一起吃个饭, 做见证。 谢家是殷亲, 照理说不该来, 但谢景玉还是登门了。 这是时隔大约半个月以来, 谢景玉初次见到云初, 夫妻这么多年, 二人还是第一次分开如此之久。 夫人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她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笑意, 墨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 云初笑了笑, 多浪漫美好的一句话, 从谢景玉嘴里说出来, 全然没有那个感觉。 不过离开这么久, 确实该回去了。 她点头, 好。 云初和家里人一一告别, 临时十分不舍, 但也知道, 出嫁女能回娘家住半个月, 这已经很难得了, 再久就影响夫妻关系了。 虽然她渐渐开始厌恶谢景玉这个女婿, 但初儿明显还想过下去, 那她尊重初儿的选择。 在云家人的目光中, 云初扶着秋童的手, 上了马车。 马车连落下来的那一刻, 她看到听双站的下面, 正看向云府台阶下的一个人, 正是鱼科。 云初的唇角不由染上了笑意。 她在马车上刚坐下, 谢景玉就跟着一道坐了进来。 她看着云初的侧颜, 缓身开口, 夫人可知道这些天发生了什么。 云初转过头, 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我的官位降了一级, 谢景玉盯着她, 就因为你在娘家酒居, 我的官位就像了。 整个京城的女子, 哪怕是公主, 只要出嫁了, 就没有回娘家住这么久的道理, 除非这日子不准备继续过下去了。 云初回云家半个月, 京城无数风言风语, 都说云家准备合离。 本来她不在意这些言论, 可是朝廷那些人, 惯会见风使舵, 捧高踩低, 竟然故意给她射套, 她一不小心踩进去, 犯了大错, 互不上书大怒, 她的上风于大人被罚了一年俸禄, 而她的官位直接从无品变成了无品下。 她不明白, 就算她和云初真的合离了, 那她也还是未来四皇子的岳父。 皇子的岳父, 比起云家女婿的身份, 不是应该更尊贵, 更让那些人忌惮吗? 哦, 这话有意思。 云初纯半符上讥笑, 照这么说, 你升官还是降职, 都取决于我一个女子吗? 这话, 让谢景玉差点抬不起头。 云初就拆明着说, 她是在靠女人。 明明是她自己, 寒窗苦读十多年, 从秀才一路考上状元, 在朝堂上立足, 她承认升官如此快有云家的原因, 但更多的是靠她自己。 她就是没法接受, 明明已经走到了无品, 却因为云初回娘家这点点小事, 就官将半级, 凭什么? 云初扯了扯唇角, 财官将半级就受不了了, 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她可怎么承受得住呀? 马车停在谢家门口, 云初离开谢家半个月, 回家后自然要去老太太那里请个安。 老太太之前病了, 姜养了一阵子也好多了, 坐在榻上靠着, 屋子里没有放冰块。 倒不是放不起, 谢家再省, 也不会省在她老人家头上, 主要是病了一场, 有些怕凉, 宁愿热着。 回娘家住半个月, 还真是本巢第一人。 老太太目光阴沉, 外人还以为我谢家怎么她了, 景欲的仕途也跟着不顺起来, 真是个丧门心。 周妈妈站在边上, 不敢揭察。 这段时间以来, 老太太对夫人的意见越来越大了, 时不时就骂两句, 她要是开口劝, 老太太会骂更狠。 要她说, 自夫人回云家后, 谢家那宅由大小姐打理, 真是处处出错, 连累她一把年纪了, 还要跟着大小姐打理书五。 云家百年是家, 怎么也这般不讲规矩。 老太太继续道, 让出嫁女在娘家住这么久, 放在皇室也不行, 云夫人这是铁了心 要打我谢家的脸。 老太太这话说错了。 云出从大门口走进来, 走到了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吓了一个机灵, 这半个月来, 景欲隔几天就会去云家 接一次云出, 可云出一直不愿意回来。 她老人家还以为 这一次也会接空。 没想到, 在自己屋子里骂人, 被抓得正着, 门口的丫鬟婆子都死了吗? 我娘再不讲规矩, 也不会瞒着我大嫂 将外事子女接回府。 云出语气一顿, 哦, 我这话也说错了, 我大哥再怎么样, 都不会瞒着妻子养外事, 更不会和外事生儿育女。 你, 你, 老太太的气血顿时上涌。 反了反了, 一个晚辈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 和她这个长辈说话, 要反天了是吗? 我死了半个月了, 尸体都凉了, 已经过去了的事, 还提干什么? 有意思吗? 老太太, 别动怒。 云出嘴角含笑, 半个月前,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 正好在云家附近, 便留在云家了, 难不成让我一个受伤的人, 坐马车颠簸回来吗? 若我伤情变重了, 老太太, 您不也会心疼吗? 她放缓了语气, 老太太也只得将怒火压下去。 不压下去还能怎样呢? 她一把年纪了, 和孙媳妇互呛吗? 再一个, 本来就是她谢家李亏, 欺骗了云出, 逼死了何事。 你既然回来了, 就好好休息吧。 老太太摆摆手, 许多事等着你处理, 你也别累着了。 走出安寿堂, 云出回到生居。 原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但回云家住了半个月之后, 才发现, 她心中真正的家, 永远是云府。 她前脚刚坐下, 后院的人就都来请安了, 就连还未出月子的陶姨娘也来了。 陶姨娘到底是年轻, 产后二十天就恢复得和原来差不多了, 只不过早产身体差, 她没与肩拢着愁绪。 听说夫人受了伤, 妾身真是急坏了。 听语开口道, 本来想去伺候夫人, 可妾身如今的身份, 难以再入云家大门, 还请夫人恕罪。 姜姨娘看着云出道, 夫人瘦了些, 若是夫人不嫌弃, 这半个月, 妾身天天给夫人炖些补汤送过来吧。 云出笑着硬下了。 夫人, 陶姨娘犹豫会后道, 听说夫人之前找私神医看过病, 不知能不能帮忙求神医给康哥也诊一下脉。 云出淡淡道, 私神医已经离开京城了, 哪怕是皇家之人, 也请不来, 更别说我了。 上一世, 谢氏康生下来体弱, 陶姨娘养了几个月, 孩子身体越来越差, 于是送到他这里来了。 为了救活孩子, 他带着康哥舟车劳顿, 行了两个多月, 到南方青州去找神医。 也就是他离京的那段时间, 云家出了点事情, 大嫂肚子里的孩子也掉了, 后来问娘, 也问不出什么。 夫人, 康哥可怎么办啊? 陶姨娘哭起来, 一吃奶就吐, 吃不进去, 也不长肉, 越来越瘦小了, 切身养不活康哥了。 他恨死了贺氏, 要不是那个贱人, 他不会早产, 康哥也不会受这些罪。 贺氏就这么死了, 康哥却还要这么辛苦地活着。 陶姨娘, 你是康哥的亲娘, 你都养不活了, 别人更没办法。 云初开口, 孩子小, 你就多用点耐心, 以后早上请安你就不必过来了, 多花时间带好康哥。 陶姨娘呜呜哭, 夫人都不管了, 大人更管不了, 他的康哥太苦了。 云初低头喝茶, 上辈子, 谢氏康全靠他四处拜访明依, 才慢慢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 可是他一手救活的孩子, 做什么呢? 算了, 今生不可能发生的事, 不提也罢。 云初挥挥手, 让屋子里的人都退下了, 谢氏留下来向他仔细汇报了一下 这半个月府中的数物。 云初漫不经心地听着, 玩了后道, 拼姐儿进步很大, 做得不错。 谢氏脸上露出笑容, 周妈妈还说他行事没有章法, 总是对他指手画脚, 害得他真以为自己很差劲。 还好, 母亲给了他鼓励, 他一定多学些李家的本事, 等去了安静王府, 才能在那里站稳脚跟。 想到安静王府, 谢氏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他捏了捏手指道, 母亲, 之前父亲为我准备的嫁妆, 都已经记在了单子上, 这些天却全都拿走了, 我的嫁妆单子上, 只剩下十床洗背。 云初看向他, 然后, 我, 我可是未来的安静王妃啊。 谢氏都快哭了, 身为王妃, 这么点嫁妆, 这不是让人瞧不起吗? 瞧不起我倒没什么, 就怕外人瞧不起我们谢家。 云初似笑非笑, 拼姐儿的意思是, 想让我为你置办嫁妆。 谢氏不敢对上他的目光, 母亲为女儿准备嫁妆,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可母亲这么一反问, 他就语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父亲近来, 视图不顺。 云初声音淡淡, 谢家一见寒门, 女儿出嫁哪有什么嫁妆, 若嫁妆太多, 那必定会引起御史台的注意, 你也不想你父亲被猜一本吧。 谢氏捏如着嘴唇, 再怎么寒门, 也不可能连像样的嫁妆都背不出来。 就算是街头卖豆腐的人家, 女儿出阁, 也能背出十六台嫁妆来, 而她, 母亲根本就不是怕御史台弹劾父亲, 而是不想在她身上花银子, 因为母亲知道她是贺姨娘所出, 原来母亲对她掏心掏肺, 什么都教她, 现在突然变了, 都怪贺氏, 为什么生了她, 却不能为她某个好前程, 为什么不在事情被发现之前就死干净? 谢氏失神走了, 听学走进来汇报道, 夫人, 这半个月大人一直在服药, 药罐里的药渣都是奴婢亲自处理, 云出点头, 若不是杀人犯法, 若不是怕云家女杀夫之事传出去, 他真想一刀结果了谢景玉的命, 不过日子还长, 慢慢来, 慢慢一点点摧毁谢景玉的精神和肉体, 为他惨死的两个孩子偿命, 不多时, 陈德福跟着听双进了偏听, 供着身子会报道, 夫人吩咐的是, 老奴已经办妥了, 二少爷听说这件事后, 在庄子里大闹一场, 挨了老爷一顿鞭子, 才老实下来, 云出笑了笑, 他让人将贺氏被一二一女联手逼死的事, 告诉了谢氏为, 还顺便告诉谢氏为, 当初其实是可以医好腿伤, 但因谢氏安阻止, 所以谢家才放任不管, 谢氏为是个鸭子必报的人, 知道这两件事后, 绝对会大闹一场, 他只需要找个机会, 将谢氏为接回来, 还有贺旭那边, 他在冀州没什么动静, 陈德福询问道, 还要派人继续盯着吗? 云出汉手, 这个人还有大用, 和令营死了, 那么贺旭就成了最关键的人物, 当然得留着, 陈德福记下来, 紧接着将这半个月来兵铺的账本, 递到云出手上, 云出翻了翻, 自己都惊讶, 净盈利竟然达到了十几万两银子, 有了这笔钱, 真是半什么都方便, 温泉庄子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完工, 等入了深秋就能开门迎客, 但在此之前还得找一同盟, 上一世, 这庄子是被后宫四妃之一的惠妃拿到了手, 惠妃是二皇子的生母, 二皇子素有贤名, 在民间名声极佳, 若不是死前知道谢时安是二皇子这条船上的人, 他还真以为二皇子是个不争不抢的, 谢时安为二皇子拉拢云家不成, 便用了最绝的一招, 谢时安是二皇子手里的刀, 真正害死云家上下那么多人的刽子手, 其实是二皇子, 好在父亲马上就会惊了, 这些事, 他会仔仔细细告诉父亲, 温泉庄子同盟之事, 还得好好思量思量, 能与惠妃二皇子抗衡之人, 只有那么几位, 一夜悄无声息过去, 一大早上众人请安过后, 云初正准备叫裁缝来做几件衣衫, 这时, 听风急匆匆跑来, 夫人, 宫里来人了, 云初按下事情, 起身往前院走去, 原来是老熟人了, 德飞身边的傅嬷嬷, 前阵子在谢家住了半个月, 教谢平规矩, 谢平学得差不多之后, 就回宫去了, 这会带着德飞的话来, 德飞娘娘请谢夫人和谢小姐入宫喝茶, 请吧, 谢平有些害怕地揪紧了手中的帕子, 上回进宫遭遇的那些, 历历在目, 他怕这次也, 不过, 这回德飞也邀请了母亲, 母亲是云家大小姐, 德飞应该不会不给母亲面子吧, 想到这里, 他总算是安心了, 云初和谢平乘坐马车到了皇宫门口, 跟着傅嬷嬷一路行至德飞的长青宫门口, 谢夫人和谢小姐略等一会子, 傅嬷嬷将二人扔在店门口, 外部走进大店之中, 谢平紧张地指脚手指, 好在, 这一回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傅嬷嬷很快出来, 让云初二人进入, 见过德飞娘娘, 给德飞娘娘请安, 云初盈盈下拜, 行了个标准的宫廷礼, 谢夫人别拘礼, 坐吧, 德飞一脸笑盈盈自作, 谢平不敢坐, 站在云初身侧, 低眉顺眼站着, 眼观鼻鼻关心, 争取一态不出任何错, 云初一副落落大方的模样, 并没有拘束, 未出嫁之时, 常常跟着母亲出入宫廷宴会, 在皇上面前也能做到进退自如, 更别说后妃了, 谢夫人真不愧是将门之女, 德飞笑着道, 叫谢夫人来宫礼, 是有一件事, 要和谢夫人知会一声, 云初放下杯盏, 娘娘请讲, 眼看着谢小姐和老四的婚期越来越近了, 本宫也跟着紧张起来, 德飞一副拉家长的样子, 前阵子, 皇上和本宫说, 老四院子里空了些, 让本宫选了一名女子, 随同谢小姐一天嫁进安静王府做侧妃, 到时候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谢冰的脸色默得一白, 他万万没想到, 进宫竟然听到了这样一番话, 这比扇他耳光还难以令人接受, 谢小姐这是什么表情, 德飞你眼看她, 怎么, 你有意见, 臣女不敢, 谢冰垂着头, 压住声音里的情绪, 谨慎开口, 臣女只是好奇另外一位姐妹是谁, 是石家大小姐, 德飞笑道, 比你年长两岁, 不过你是王妃, 你再小, 他也得叫你一生姐姐, 谢冰的一颗星辰到了谷底, 石家, 乃三品之家, 石家大小姐是前面石夫人的女儿, 虽然不受继母的待见, 但怎么样也是嫡长女, 三品嫡长女为侧妃, 而她一个五品官员的外事之女, 却成了正妃, 二人同一天嫁进王府, 她都不敢去想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她死死掐住掌心, 言不由衷道, 和石小姐一同伺候王爷, 是臣女之性, 你有这样的觉悟就好, 德妃端起茶中, 成为安静王妃之后, 你作为主母要大度宽容, 末教本宫听见那些粘酸吃醋的笑话, 谢冰脑袋极低, 是, 臣女都记住了, 从长青宫出来, 谢冰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流了一脸, 母亲, 怎么办, 我以后该怎么办, 没了丈夫的宠爱, 还多了一个身份背景比他高许多的侧妃,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把眼泪擦干, 让人看见了还以为你在德妃宫里受了委屈, 你会有更大的苦头吃, 云初开口, 身为皇子, 不是只有一个侧妃, 带着你进门, 德妃很快会安排第二个, 你只知道哭, 哭得过来吗? 记住, 你是王妃, 身份在这里, 没有人能拿你怎么样? 谢冰生生将眼泪逼回去, 是啊, 她是正妃, 在安静王府就是母亲一样的存在, 母亲在谢家想做什么都没人敢说, 等她去了王府, 那时小姐也得听她的吩咐, 她怕什么呢? 云初和谢冰行到宫门口, 转身向带他们出来的小太监道谢, 给赏银, 这时, 一辆马车慢慢停在了宫门口, 云初抬头望去, 看到了平溪王, 楚义, 灰红的宫殿门口, 人形显得格外渺小, 楚义一身黑紫色的巢符, 刚下马车, 就看到了前方一个娇俏的身影, 她脑中不由自主就浮现出, 在土匪山上木屋里的那一幕, 那猙獰的伤口, 那白痴一样的肌肤, 那天过后,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 虽然她去了云府多次, 但每回都是在书房与云泽谈话, 只有两个孩子进去看她, 每次从云府回家的路上, 鱼哥都很高兴, 叽叽喳喳, 嘴巴没个停下来的时候, 长生也会抿着唇笑, 她知道, 孩子们很喜欢和眼前这个女子在一起, 云初不只看到了平溪王, 还看到跟着一同从马车上下来的另一个男子, 是二皇子, 宫熙王, 他垂眸, 领着谢平走过去, 盈盈下拜, 见过宫熙王, 见过平溪王, 宫熙王一脸温和地笑, 谢夫人多礼了, 她这声谢夫人, 让楚一心中生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不适感, 也不知为何会这样, 听说谢夫人病了, 宫熙王开口道, 不知可好些了, 多谢宫熙王关怀, 臣妇好多了, 云初声音平和, 眼底却一片冰冷, 宫中皇子众多, 如今封王的只有前四位, 带得其余皇子长大, 前朝后宫才会渐渐乱起来, 那时候, 云家独善其身, 坚决不卷入皇位之争, 二皇子为了拉拢云家, 三顾茅庐不成, 便用谢氏安这把刀, 直接将云家踢出了朝堂, 谢家如今在他的鼓掌之中, 可要报复二皇子, 实在是太难了, 而且, 就算真的把二皇子拉下了马, 定还会有下一个二皇子, 前来拉拢云家, 他想不明白的是, 就先不想了, 父亲马上回朝, 到时与父亲祖父好好商议, 定能有个章程, 宫熙王平熙王, 臣妇邪小女先行告退, 云出扶了扶身, 带着谢氏坐上了云家的马车, 可惜了, 看着马车消失在宫门口, 宫熙王摇了摇头, 云家嫡出大小姐这样的身份, 应该嫁入皇室, 却成了寒门之妻, 三皇帝, 你说是不是很可惜? 当年父亲为他挑选王妃时, 他其实更重义云家, 只不过那是云家没有士灵之女, 旁之道有, 但他瞧不上, 当然, 他现在的王妃, 大学是嫡次女, 也并不差, 就是没有兵权在手, 多多少少令人有些遗憾, 楚衣诞生道, 这样的话二皇兄莫再说了, 犹如谢夫人声誉, 宫熙王笑了笑, 要不是你已经有了一对儿女, 我都要怀疑你不是男子, 方才那可是曾经厌贯京城的第一美人, 连他这个不尽女色的人见了, 心中都会生起微微波澜, 可他的三弟, 竟然连视线都没转一下, 难怪殷嫔一直为三弟的婚事发愁, 一个对女人没兴趣的人, 当然不想娶妻, 楚衣迈开步子往里走, 方才云初出现, 他确实是不敢看她, 怕唐突, 怕冒犯, 二人进宫, 直接去了御书房, 只不过, 皇帝正在忙, 公公对他二人道, 皇上和周美人正在内殿说话, 请二位殿下稍候, 楚衣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每回来觐见, 父皇不适合周美人, 就是与理财人, 总之, 这殿内总会有厚费, 等了大约一刻钟, 周美人从殿内出来, 二人这才跟着公公进入, 皇帝坐在笼椅上, 朕叫你们二人同来, 事有一事让你二人去办, 诸国大将军为我朝击退敌军, 守住国土, 保护百姓, 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 大将军不日将抵经, 你二人代替朕, 前去迎接, 二人同时道, 而臣领命, 诸国大将军是皇帝最为信任的人, 手握三十万兵力, 每五年回朝复命时, 皇帝都会给最大的家赏, 用举国同庆来说都不为过, 公西王与平西王, 代表皇帝, 骑着大马, 带领数十位朝臣, 前往青郊迎接回京的诸国大将军, 云斯林, 云斯林五年才能回京一次, 带领三百亲兵, 从边疆的土地, 骑行半个月, 才能抵达京城, 距离京城还有七八十里, 就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两位王爷, 他连忙翻身下马, 臣, 见过公西王, 见过平西王, 大将军快快请起, 公西王比楚义更快一步, 辅助了云斯林, 大将军为我朝出生入死, 我和三弟当不起这一礼, 父皇和百官已备好了烈酒, 就等大将军入城了, 云斯林拱手, 拉住江绳上马, 一同朝京城而去, 城中的百姓早就沸腾了, 云家从百年前就为国底域外敌入侵, 守住每一寸的国土, 保住每一位百姓, 如今百姓安居乐业, 云家却有许多人死在沙场上, 再也回不来了, 快看, 诸国大将军归来了, 上回看到大将军还是五年前, 五年不见, 大将军还是那般鹦鹉, 我为大将军求了保命符, 希望大将军能活到九十九, 要是大将军死了, 还能有谁保家卫国, 云家下一代, 竟然没有出一位将军, 云家祖祖辈辈那么多人死在了战场上, 难道还不够吗, 祖上积德德已经够了, 云家后辈就该安安稳稳生活, 皇帝挟文武百官在城墙上迎接 诸国大将军回朝, 诸国大将军挟亲兵下跪叩拜, 皇上让人给回朝的所有人递上一杯烈酒, 西江敌军贼心不死, 与饭我僵土, 全靠云家一代代的坚守, 皇帝从城楼上走下去, 走到云司林面前, 天上麒麟园有种, 学中楼仪岂能逃, 诸国大将军归京, 朕与将军解战袍, 皇帝亲手, 为云司林将身上的战袍解下来,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战袍交到边上副将手中, 皇帝拿起酒盏, 和云司林碰杯, 能与将军举杯, 是正式荣幸,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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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家三百清兵, 满朝文武, 同时举起酒盏, 同庆之后, 将军入城, 无数百姓站在街边欢迎大将军回来, 云初也在街上的酒馆二楼, 他站在二楼围栏, 一眼就看到了和皇帝一起进城的父亲, 父亲和记忆中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威严不可侵犯, 往那里一站, 就能令敌人两股战战, 不战而败, 云初目送父亲随着皇帝进了皇城, 他转过身, 乘坐马车回到云甲, 等父亲进宫复命之后, 才能回家, 无数朝官都会来拜会, 今日的云家注定很忙, 已是八月初, 娇阳似火, 诸国大将军回朝, 人来人往, 每五年的这时候, 云家都会顺势办一字酒宴, 款待来客, 云初到的时候, 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南客女客并不分席, 按官位品接, 一家坐一桌, 他刚到, 谢家人就到了, 谢景玉带着谢氏安和谢冰一同前来, 母亲, 谢氏安和谢冰同声喊道, 云初点头, 今日许多贵客, 你们都小心谢, 安哥跟着我, 冰姐儿跟紧你母亲, 谢景玉开口,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莫给你们外祖父丢脸, 四人一同迈进云家大门, 进去后, 谢景玉看到了许多平日里, 他根本结交不到的大官, 比如太师太父, 六部尚书, 内阁大学士, 朝中最重要的官员, 基本上都来了, 众人三五成群在一起交谈, 没有皇上在, 显得十分随意自在, 殷大将军还未回云家, 只有云泽和云家旁之, 在那里接待难客, 虽然云家晚辈官位并不高, 可那些一品二品的大官哪个, 敢给云泽脸色看, 谢大人, 他的同僚袁大人走过来打招呼, 云大将军回朝, 大概会待些日子, 谢大人作为女婿, 有机会和当朝一品大将军对展喝酒, 令人好生羡慕, 谢景玉怎么会听不出这话是讽刺, 讽刺他靠云家, 靠岳父, 他面色淡淡道, 那袁大人就羡慕着吧, 袁大人不由意义, 果然呐, 人有了靠山, 就有了底气, 他深吸一口气道, 总感觉谢大人气色不太好, 眉眼无清, 也不知道是病了呢, 还是沾上什么不好的东西, 谢大人有时间找人看看吧, 他也就是随口胡粥一下, 找回点场子, 谁料, 这话直说到了谢景玉的心坎上, 自从赫氏死了之后, 他夜夜噩梦缠身, 没睡过一个好觉,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越来越虚了, 常常觉得身体乏力, 他知道这是没睡好导致的, 看来是得找个大夫看一看, 开些安眠的药, 睡踏实了, 赫氏应该就不会入梦了, 父亲, 这么多客人, 舅舅有些招呼不过来, 谢世安开口道, 父亲去帮帮忙吧, 谢景玉忽略袁大人的眼神, 朝云泽的方向走了过去, 大小节前阵子回娘家住了半月之久, 夫妻关系肯定多多少少有些不和睦, 再加上谢景玉入门后, 云家人并未上去主动打招呼, 尤其是云泽, 看都没看谢景玉一眼, 这代表着什么, 不言而喻, 那些朝中大臣, 一个个都是人精, 谁都没有真正和谢景玉深入交谈的意思, 谢家父子在这里坐了冷板凳, 云出那里则十分热闹, 很多朝臣还在宫里陪着皇上, 因此这会的来客之中, 更多的是妇人与千金, 听说云将军回京的路上, 还顺手搅了三个土匪窝, 没有废一兵一组, 云将军真是用兵如神, 可不是吗, 有云将军在西江守着, 我这颗心不知道多安定, 看这样子, 云少夫人是怀了身子呀, 真是双喜临门, 马上与二小姐大婚, 到时候我们又得厚着脸皮来讨一杯洗酒了, 林氏笑着道, 正在安排人各家各户送洗铁呢, 有空的都来喝杯洗酒, 都沾沾洗气, 正说着, 谭夫人到了, 身边还跟着敌长女杜琳, 那天清安寺的时候, 云初特意去杜家打听了一下消息, 知道杜英没有寻短剑之类的, 就放心了, 林氏迎接谭夫人, 云初则走向杜琳, 挤夫人, 杜琳抿了抿唇, 昔日的好友, 在清安寺算计了她一把, 还让杜英哭了整整一个月, 她其实对云初有那么点意见, 不过她也知道, 那时云初的庶女算计了四皇子, 在那样的情形下, 云初只能利用她做见证, 逼迫四皇子负责, 说起来, 她还真得感谢云初的庶长女, 因为她偷偷查了四皇子, 才知道, 安静王府后院里, 竟然有至少十个侍妾, 她将事实甩在杜英面前, 这个妹妹, 才算终于不再为四皇子伤心了, 昨天听说, 德飞为四皇子找了一个侧妃, 和郑妃同一天进门, 这是将郑妃的脸扔在地上踩, 恭喜谢小姐呀, 杜琳勾唇, 看向云初身后的谢平, 马上就能如愿嫁见安静王府了, 到时有那么多姐妹作伴, 谢小姐心情如何, 谢平脸色一白, 她强扯起一个笑脸, 嫁给安静王, 成为王妃, 与王府姐妹们一起为皇室开枝散叶, 是我的荣幸, 杜琳嗣笑一声, 谢平脸色更白, 她受不了杜琳的眼神, 找个理由到旁边去了, 谢夫人, 你这个女儿算计到四皇子头上, 可真不简单, 杜琳开口, 你小心, 她日后算计你, 云初知道, 杜琳是关心她, 上回清安寺的事, 算是彻底接过去了, 她换了称呼, 玲玲, 有时间来谢府喝茶, 我们好好聚一聚, 杜琳哼了一声, 那你得给我递帖子,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才决定去不去, 二人相视一笑, 时间仿佛回到了, 当初都未出阁的时候, 这时, 云府大门口传来热闹的声音, 云初看去, 原来是父亲回来了, 还有许多人一同前来, 光是皇子就有好几位, 太子还并着没有来, 二皇子, 三皇子, 四皇子, 以及八皇子, 都来了, 三皇子平息往前来, 是因为他最初是跟着云将军前去战场立下军功, 二人算望年交, 四皇子安静往前来, 那是因为他和云家殷亲谢府定下了亲事, 自然得来, 至于八皇子, 他是宫中云妃所生, 亲舅舅回京, 他当然要来凑凑热闹, 而二皇子, 他来云家是什么目的, 云初很清楚, 大概是从这时候, 就有意拉拢云架了, 院子里的众人, 齐齐给众位皇子请安, 行礼过后, 各自落座, 谢平坐在云初身侧, 目光看向离他不算太远的四皇子安静王身上, 其实, 他和安静王总共没见过几面, 第一次在长公主府上, 四皇子为他捡帕子, 为他沾花, 他觉得, 他们互相有情, 第二次, 就是在庆安寺, 第三次, 是在德飞的长青宫, 他看着他受罚, 却无动于衷, 现在是第四次见面, 他未来的丈夫, 连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燕厅十分热闹, 宫西王首先站起身, 举起酒杯, 我代表皇室, 代表满朝文武, 代表所有百姓, 敬祝国大将军, 在场所有人跟着起身, 纷纷举杯, 都是自家人坐在一桌, 许多人忍不住轻声嘀咕, 云家世代从军, 可惜下一代, 没有人能接替祝国大将军的位置了, 也不知道, 下一个手握三十万大军的人会是谁, 平夕王曾跟随云将军上战场, 骁勇善战, 若云将军打不动了, 那兵符应该会落在平夕王头上, 你觉得皇后会同意平夕王手握兵权吗, 那岂不是成了太子最大的威胁, 众人的议论都只是点到极致, 云初坐在位置上安静地吃菜, 余光看到老八突然离席, 敲摸摸地跑到了姜戈身边, 他有些意外, 老八和姜戈只有偶尔在宫廷宴会上才会碰面, 什么时候关系这么亲近了, 正疑惑着, 就见老八忽然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精巧的宝剑, 只有小孩手臂那么长, 看起来小, 但很精致, 姜戈将剑抽出来, 剑光逼人, 他怕被发现吓得连忙将宝剑藏进了袖子里, 云初叹了口气, 原来姜戈从这么小开始, 就已经喜欢捂刀弄枪了, 上辈子, 这孩子在15岁那一年, 离开云家, 私自加入了军营, 只是还没闯出什么名堂, 云家出事就被抓回来了, 云家的孩子, 骨子里流着匠门之血, 喜欢的东西, 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喜欢, 夫人, 边上谢景玉突然开口, 让安哥和拼姐儿去拜见一下他们的外祖父吧, 云初面色淡淡, 不必急在这一时, 谢景玉暗脑, 怎么就不急在这一时了, 正是因为朝中绝大部分仲臣都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让孩子们拜见从未见过面帝外祖父, 作为外祖父的云思琳, 一定会给孩子们见面里, 就算是公开承认了孩子们的身份, 还有哪个敢瞧瞧安哥和拼姐儿, 可是, 云初竟然不愿意, 没有云初带着, 两个孩子贸然前去, 怕是只会让众人笑话, 谢景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这才将那种急切的心思压了下去, 云初不耐烦和他坐在一起, 更不愿意以谢夫人的身份和在场的人寒暄周旋, 他吃了七分饱之后, 起身离席, 带了些好吃的菜色, 让丫鬟放在石盒之中, 拎着去了云老将军的住处, 云老将军腿脚不方便, 一天之中,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榻上, 自然也没去前院参加宴席, 院子里显得冷冷清清, 祖父, 云初欢快地喊了一声, 迈步走进去, 我给您带了红烧狮子头, 还有烤鸭, 他刚把石盒放在桌子上, 就感觉头顶一道静风洗来, 他抬手就是一抓, 一个茶盏被他接在了手上, 总算是有些伸手了, 云老将军哈哈大笑, 能让你学成这样, 看来秋童有几分本事, 云初脸上是明艳地笑, 云老将军冷哼, 你这丫头最喜欢偷懒, 五六岁的时候, 每回让你练功, 就跑到你祖母房里躲起来, 提到老伴, 云老将军的神色有些暗淡, 云家的男人基本都在战场上, 素来是男人先死, 女人守寡, 唯独他例外, 成了老官夫, 云初也想起了祖母, 唯一庆幸的是, 祖母去世时, 祖父就在身边, 算是没有什么遗憾了, 正伤神时, 只听到身后传来动静, 他正要回头, 各人顺势被压着按在了墙壁上, 他还以为是土匪混进了云家刺杀, 却听到了父亲爽朗的笑声, 听到老爷子夸你, 我还真以为你学得不错, 云思琳松开他, 你伸手还是太差了, 这样子上战场, 那就是送人头, 咱们云家可轮不到女人上战场, 云老将军吃了一声, 前院那么多宾客,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不是来看看您老人家吗? 云思琳在桌子边上坐下来, 塞了一个狮子投进嘴里, 在前院一堆人敬酒, 一肚子全是酒水, 总算让我吃上了狮子头, 老将军不满道, 这是初二给我带的, 你滚一边去, 云思琳偏步, 趁机将盘子给夺走, 故意把老将军气得吹胡子瞪眼, 云初不由笑起来, 这就是家人, 哪怕是五年未见, 也没有丝毫的隔阂, 云思琳逗了一下老父亲, 这才将狮子头放在了桌子上, 目光落在云初身上, 五年前回京时, 初二出嫁, 他这个父亲亲自将他送上了大花轿, 隔了五年再回来, 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少女了, 方才在宴席上, 他看到了他身边的一儿一女, 女儿十三岁, 儿子十二岁, 虽然云家早就写信告诉了他这些, 可心中还是觉得憋门, 谢家内斯在求娶初二时, 竟敢隐瞒这么大的事, 可初二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谢景于婚前有子之事, 似乎就没法再追究了, 爹,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云初露出轻松地笑, 他坐下来, 等两位长辈吃得差不多了之后, 才开口道, 爹,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兵权? 云司令以为自己听错了, 掏了掏耳朵, 什么? 鼓语有云, 狡兔尽则两犬烹, 敌国灭则谋尘争亡, 云初轻声道, 会有一天, 父亲带兵占领西江, 到了那时, 我云家会不会就如纳两犬, 任人宰割? 不可能, 云老将军开口, 初二的意思我知道, 不就是怕云家功高震主, 引得皇上忌惮吗? 这个道理, 我跟你爹都懂, 所以云家早就学会了收敛锋芒, 比如说, 云家旁之, 关不过武品, 再比如, 云家主之, 只能低取低价, 我云家充分显示了忠心, 皇上也知云家世代忠良, 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可皇上年纪大了, 云初继续道, 人老了, 就容易被身边的声音影响, 做出非本心的判断, 而今各宫皇子舰长, 夺敌之战一触即发, 我云家手握重兵, 定会成为各宫争先拉拢的对象, 就算云家没有这个心, 也会被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若皇上听信谗言, 届时, 云家该何去何从? 前些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云初慢慢讲起来, 梦中大概是十多年之后了, 爹带领云家军把西江打个落花流水, 广阔的西江被纳入了版图, 云家立下如此大功, 举国同庆, 就在那时候, 突然有人上奏, 说云家意图谋反, 还搜出了云家与外邦勾结的信件, 皇上命人彻查, 彻查的结果是, 云家勾结外邦, 试图扶八皇子上位, 人证物证俱全, 引得朝野震动, 云家上下一百多口人, 全都被打入了天牢, 家也被抄了, 祖父为了以身证明云家清白, 就是用这把刀, 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云初看向放在桌子上的大刀, 砍下无数敌人头颅的这把刀, 是祖父的功勋, 最后却, 他继续开口, 跌离下那么大的功劳, 本该回京的封赏, 可刚进京就被抓入了地牢, 大哥第一个入狱, 几天就被折磨死了, 母亲和大嫂在牢里没扛过去, 也死了, 姜哥和云家剩下所有人, 上了断头台,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低头掩住了眼底的痛苦, 那你呢, 你呢? 云思琳追问, 初儿, 你是外嫁女, 就算云家出事, 也算不到你头上是不是? 云初抬起头, 笑道, 我是外嫁女, 他的身后, 云泽走了进来, 满目不可置信, 所以, 初儿, 这是你进来和谢景玉夫妻不和睦的原因, 难怪进来不管谢家出什么事, 初儿和云家提也不提, 他还以为是贺姨娘的原因, 可, 几年前听雨成为姨娘时, 初儿也没有和谢家生分, 所以, 其实, 是这个梦, 让初儿和谢家生出了隔阂, 你能做这样的梦, 说明你日日担忧云家出事, 这倒不稀奇, 因为云家确实走到太高的位置, 容不得一点闪失, 但, 云泽看着他, 你怎么会梦见谢家人给你喝毒酒, 日有所思, 才夜有所梦, 平日里, 谢家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才让你担心他们会杀了你, 大哥, 重点不是谢家, 是我们云家, 云初开口, 十几年后, 云家可能会满门抄斩, 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才能避免这样的结局, 梦都是相反的, 初儿你别自己吓自己, 云思琳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告诉爹, 谢景玉那丝给了你什么委屈, 爹替你教训他, 云初苦笑, 谢景玉的命都快没了, 根本用不着他爹出手, 整个谢家, 他一个人就能搞定, 但他一个外嫁女, 左右不了云家走的路, 所以, 只能和父兄商议, 但很明显, 面前三个人, 根本就不信他的梦, 反而更关心他有没有在谢家受气, 我的梦不只有云家, 还有些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云初开口, 我梦见太子重病, 果然太子就病了, 梦见谢时安成为暗首, 事实也是这般, 我还梦见, 接下来父亲会接到圣旨, 带人去南疆处死镇守南疆的车骑将军, 云老将军惊恶瞪大眼睛, 太子前阵子确实病了, 现在都还没好, 一直缠绵病态, 谢时安也确实成了院士暗首, 谢家还宴请了宾客, 可接只去南疆, 处死车骑将军, 这不太可能, 他们云家一直以来都是镇守西疆, 若派去南疆, 西疆那边就空虚了, 再一个, 车骑将军是太后娘家的侄儿, 皇上十分看重的将军, 怎么可能会派人前去斩杀,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 云初缓声道, 那就等着看吧, 他一脸认真, 让云家祖孙三代的男人, 也跟着面色凝重起来, 这时, 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 云将军可是在这里, 兵部尚书有要事找云将军商议, 初二方才说的话, 都烂尽肚子里, 云老将军开口, 等皇上下旨后再说这事, 散了吧, 云思琳走出去, 看到是平息王楚义, 笑着给了楚义一拳, 听说京城方圆百里内的土匪, 都被你赶尽杀绝了, 厉害厉害, 再厉害也不及云将军, 诸国大将军五个字, 令周边小国文风丧胆, 震我国威, 楚义接下这一拳, 兵部尚书那边有点着急, 云将军快去吧, 云思琳点头, 步履飞快地朝前院走去, 云初从老将军院子里走出来, 看到了没来得及离开的楚义, 显得气势逼人, 从头到脚都充斥着一股冷寒, 只是当他转过头来时, 云初讶异地发现, 他眼底的冰寒竟然慢慢消退了, 谢夫人, 楚义喊了一声, 虽然内心排斥这三个字, 但他只能这么换他, 见过王爷, 云初服了服身, 王爷可有事情要忙, 楚义是帮兵部尚书寻人, 才跟着云府下人走到这里来了, 接下来的事, 无非是回到宴席上继续喝酒, 他开口, 无事, 我有件事情想和王爷谈一谈, 云初脸上露出笑容, 王爷, 这边请, 他带着楚义到了云府一个亭子里, 楚义身边一个护卫, 加上他两个丫头都站在亭子边上, 不远处是府内大道, 许多下人来回穿梭忙碌着, 他们二人在这里说话, 并不算与理不合, 楚义和他相对而坐, 呼吸间, 他再一次闻到了那熟悉的香气, 忍不住问道, 谢夫人是在用什么香, 这话问出口, 他忽觉得唐突, 问一个已婚女子这样的隐私问题, 多多少少有些冒犯, 他第一次庆幸自己脑子够快, 立即找不到, 长生喜欢你, 我想, 他应该也会喜欢你用的香, 我用的是我娘做出来的茉莉香, 云初开口, 下回我让人带上一些送给长生, 楚一威不可查醋梅, 茉莉香吗? 是有一点点, 但更多的那熟悉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香气, 很淡很淡, 离他近的时候, 能很明显地闻到, 他以前一定闻过这样的气味, 什么时候呢? 想不起来, 王爷, 云初打断了他的思索, 我想和王爷谈一桩生意, 不知王爷有没有兴趣, 楚一对谈生意没什么兴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听他说话, 他点头, 说说看, 云初有条不稳道, 我在京郊买了一座庄子, 意外发现了温泉, 比皇家汤匙还要大上一些, 上交皇室吧, 我未免不甘心, 但自己留下, 有诸多隐患, 所以想让王爷一同承担风险, 一同分离, 如何? 楚一喝了一口茶, 道, 为什么找我? 云初也在想, 为何会选择平溪王? 这个温泉庄子, 上辈子是被灰飞夺走了, 赚来的银钱, 全给了二皇子, 为启示做足了准备, 能与灰飞二皇子相抗衡的, 目前只有太子和平溪王, 虽然过不了几年, 六皇子七皇子也会慢慢强起来, 但从现在的局面来看, 只能从太子和平溪王中选一个, 好像不需要犹豫, 他就更倾向于和平溪王合作, 因为平溪王是鱼哥和长生的父亲吗? 他抬眸, 开口回答道, 王爷和我爹算朋友, 我想, 王爷应该不会恶意夺走这桩子, 楚一眼中有些失落,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这是你的桩子, 我当然不会夺走, 他开口, 这桩生意, 我硬下了, 云初惊讶, 他没想到, 竟然如此顺利, 他甚至都还没说到如何分利, 他就答应了, 我给王爷五成利, 见男人似乎要拒绝, 他接着道, 但需要以王爷的名义, 开温泉山庄, 楚一皱眉, 就算是以他的名义来经营, 五成利也太高了, 毕竟, 他什么都没出, 他开口, 二八, 我二, 你八, 还不等云初开口, 他继续道, 谢夫人若拒绝, 这生意就不必谈了, 云初只好将剩余的话吞回肚子里, 两人之间突然安静下来, 夏丰带着温度吹来, 瓶子里的冰块慢慢融化了, 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 明明很吵, 但也很安静, 云初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他站起身, 王爷, 该回宴席了, 楚一跟着起身, 二人走出亭子, 这时, 一群孩子你追我赶跑过来, 大人在喝酒谈话, 孩子们无视便闹了起来, 站住, 你们几个站住, 后面几个男孩, 手上拿着弹弓, 对准前面跑着的人, 搜, 一粒小石头从弹弓上飞出来, 直朝云初面门而来, 云初迅速侧身避开, 另一只手却快一步, 横伸到了他的眼前, 接住了石头, 楚一一把握住石头, 这是一颗拇指大的, 棱角分明的小石子, 若砸在脸上, 不出血也会轻易快, 谁, 他冷冷吐出一个字, 像是无形之中有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照在了上空, 你追我赶的孩子们顿时都停住了脚步, 孩子们全都看向边上一个人, 是轩武侯柿子, 轩武侯柿子走出来, 一脸坦荡地道, 是我, 虽然面前这个人是王爷, 但他并没有伤到人, 就算是王爷也不能把他如何, 你知道这颗石头打在人身上是什么后果吗? 楚一问道, 声音听不出喜怒, 但云初能感觉到, 面前这个人应该是已经怒了, 只不过轩武侯小柿子年纪小, 分辨不出来人的情绪, 一脸不在乎回答道, 这不是没打到人吗? 既如此, 楚一将轩武柿子手中的弹弓拿了过来, 不如试一试, 他将那石头放在弹弓上, 对准了轩武柿子的脸, 轩武柿子顿时吓得小脸白了, 这石头是他好不容易寻到的, 有棱角, 很尖, 打在人身上一定很疼, 打在脸上那肯定肿一块, 他是特地找来打新国猴柿子的, 谁让那小子方才在宴席上故意嘲笑他长大, 楚一冷笑, 将弹弓拉开, 他拉得很慢, 拉到了最极限, 王爷, 住手, 轩武侯秦明衡快步走来, 拦在了孩子面前, 孩子们之间打闹很正常, 作为大人看看就好了, 王爷您说呢? 楚一笑了, 他若是要动手, 手中的石子早就把轩武侯柿子脸上砸出个血窟窿了, 不过是吓一吓, 让轩武侯柿子常常记性罢了, 若不是这石头差点砸到身边女子的脸上, 放在从前, 他根本就懒得管这样的事, 轩武侯这话本王爷认同, 孩子们之间的事, 大人就别掺和了, 楚一将弹弓扔到一边, 轩武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那么上回谢家宴会, 令狼与谢家二少爷起争执, 轩武侯为何出面踩断了谢二少爷的腿, 秦明恒惊恶地抬头, 这是过去了那么久, 他自己都快忘了, 身为王爷的平息王, 天天公务繁忙, 怎么连别人家两个孩子之间这点破事也知道, 他的目光落在云出脸上, 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轩武侯非周官, 本王也非百姓, 楚一声音极冷, 令狼处处惹祸, 轩武侯若不好好管教, 用轩武侯的手段对付令狼, 他说完, 给了云出一个眼神, 转身就走, 云出面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距离楚一一段距离, 二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后院, 看着他二人的身影消失在路上, 秦明恒的眸光变得阴厉至极, 走到前院, 宴会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许多朝中大臣要勿缠身, 早早离席回去忙碌了, 大官一走, 小官待着自然也没什么意思, 慢慢地就散场了, 坐在回谢家的马车上, 云出一直在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怎样才能让他爹尽快相信他的话, 要是真的等圣旨下来, 去南越至少又是两年, 可他上辈子是后寨妇人, 身居后院, 除非朝堂上发生很大的事, 否则传不到他的耳朵里, 再就是一些天灾人祸, 比如今年下连续酷暑, 明年南方洪水, 北地动乱, 但这些都是未来的事, 现在说出来也需要时间才能验证, 虽然不知道朝中之事, 但云家接下来的每一件小事, 若是也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祖父和父亲应该就会相信他那个梦了, 夫人, 边上的谢景玉突然开口, 打断了云出的沉思, 他睁开眼睛, 何事, 为何没有带安哥见你父亲, 谢景玉民谨了唇, 宴会时, 你说不及于一时, 我以为宴会结束后, 你会专门带着孩子去岳父院子拜见, 可你就因为知道了孩子是贺姨娘所出, 你就不愿意让他们拜见外祖父吗, 安哥和平景是谁所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谢景玉, 云出唇半衣出冷笑, 你骗了我也就罢了, 骗了整个云家, 我爹刚从西江回京, 心中正高兴, 带他们两个去拜见, 那不是存心让我爹心中隔应吗, 谢景玉满眸不可置信, 隔应, 你竟然说隔应, 安哥和平景认你为母亲, 孝顺了你整整四年, 他们拿真心对你, 你怎么能说他们隔应, 云出笑了, 孝顺, 真心, 他嘲讽道, 安哥的国子剑名额是云家的, 拼紧的王妃之位是我正来的, 你谢家的体面是我掏架状维持的, 你谢景玉做不到的事, 都是靠我做成, 他们本就该孝顺我, 可事实是我费心费力为他们铺路, 而他们跟你一起, 骗我四年, 这样的孝顺和真心给你要不要, 怎么就不能隔应了, 你, 你, 谢景玉只觉得胸口一疼, 紧接着大脑突然像炸开的花一样, 眼前一黑, 猛地栽在了马车地板上, 他再度醒来, 是在自己的踏上, 他本能地想撑着床坐起来, 却发现左手怎么都使不上劲, 一股恐慌感席卷他全身, 他抬头, 看到云初坐在他床边, 不知为什么, 看到他平静无波的脸, 他心中生出一种说不明白的距异, 大夫说, 你喝了不少酒, 急火攻心, 气血欲色, 左手暂时用不了, 云初端起一碗药递过去, 这几日暂时先在家中休息吧, 我已经让人给你告假了, 谢景玉强行抬起左手, 可哪怕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也抬不起半分, 云初让身边的丫鬟把他扶起来, 将要挽递到他手上, 大夫说, 切莫动怒, 情绪不要有大起大落, 保持情绪平和, 还能多活一阵子, 要是像今日这般被他气晕, 这身体怕是遭不住了, 谢景玉想开口说话, 可喉咙疼得厉害, 竟然发不出声音,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云初走了, 走到外头, 云初声音压低, 以后不用再送药过来了, 他要让谢景玉慢慢病死, 而不是中毒暴毙, 听霜点头领命, 走到门口, 看到老太太处着拐杖颤微微过来, 原事也跟了过来, 抓着他问道, 景玉怎么样了,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酒喝多了引起的病症, 他刚喝药睡下了, 云初道, 老太太和母亲别进去, 打扰他休息了, 怎么突然就病了, 他身体一向强健, 从来没生过病, 老太太急得不行, 早知道我就让他别去云家了, 原事开口, 云将军时隔五年才回京, 他身为女婿怎能不去, 只能怪他自己贪悲, 大夫说了, 没什么大事, 云初开口道, 我想找个时间, 让几个孩子正式拜见一下他们外祖父, 老太太方才听谢时安说了, 云初并未带他们见外祖, 听说这件事实, 他心中其实很介意, 但因为景玉突然病了, 便没有追究, 这回云初主动提起此事, 他心中这才舒服了一些, 理该如此, 你看你爹什么时候方便, 我爹说, 每一个记载我名下的孩子, 他都要一一见一下, 云初抬眸, 包括维哥, 这, 这不太好吧, 老太太的手指紧了紧, 维哥那样子, 你爹见了怕是不喜, 就算了吧, 既然是记载我名下的孩子, 那就是我爹的外孙, 我爹也想给维哥找个好去处, 云初笑了笑, 维哥在庄子上反省了这么久, 应该懂事多了, 我安排人把他接回来, 原氏立即点头, 是是是, 维哥总不能就这么废了, 难得庆家宫愿意管, 就带去看看吧, 老太太总觉得心中有股不祥的预感, 可仔细去想时, 又不知道这预感从何而来, 只能归结为是想多了, 云初回到院子里, 他让人拿来笔墨指宴, 在纸上将云家即将马上会发生的事, 因为不是什么大事, 有时候会记错顺序, 但没关系, 只要这件事马上就会发生就行了, 他主要是为了让家里人相信那个梦, 至于为什么不说自己是重生的呢, 因为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他自己都是用了好几天时间 才接受这个事实, 正写着, 拼双走进来汇报道, 夫人, 他去查宣武侯的小丝回来了, 云初笔尖顿住, 将纸张折起来放好, 让他进来, 小丝拱着腰走进厅里, 恭敬地道, 小的给夫人请安, 夫人安排小的去查宣武侯, 还真让小的查到些东西, 云初示意他继续说, 从知道新婚之夜的人是宣武侯之后, 他就开始安排人盯的那个龌龊之人了, 夺走了他的清白, 还想全身而退, 简直做梦, 小的跟踪宣武侯十多天, 终于发现, 他在承熙的豆腐巷子里, 竟然还有个院子, 是个二进的不大不小的院子, 小的给了不少好处给附近的大娘, 才知道, 这里头竟然住着两个女子, 两个女子都称宣武侯夫君, 小丝压低嗓音, 小的猜测, 这两个女子根本就不知道宣武侯的身份, 他们二人应该是以宣武侯平妻的身份, 住在院子里, 听说, 有一个甚至还怀孕了, 五六个月的样子, 云出冷笑, 外界都说宣武侯深爱妻子, 后院干干净净, 没有一个姨娘, 全京城的女子, 哪个不羡慕宣武侯夫人, 这种越是把爱妻子挂在嘴边的男人, 越是恶心, 和谢景玉的恶心不相上下, 也不怪宣武侯如此做派, 因为洛家不止官位高, 还很有钱, 靠着洛家的钱, 能维持没落侯府的脸面, 若说宣武侯最在意什么, 第一, 自然是他们秦家最珍贵的东西, 他冒着得罪平溪王的风险, 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方面, 倒是比谢景玉强一些, 就是不知道, 他更在意的是世子呢, 还是外世子, 云出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开口道, 你找个机会, 趁宣武侯去小院的时候, 把洛氏引到那院子里, 他说着, 扔了一个钱袋子过去, 小丝眉开眼笑, 夫人放心, 这事包在小的身上, 小丝退下后, 云出开口, 瞧着倒是机灵, 办事也牢靠, 给他长点阅历, 听霜将这件事记下, 对了, 云出脸上带上些许笑意, 早上在云家的时候, 于柯的老子娘找我, 说想提亲, 听霜, 你怎么想, 听霜本来还在琢磨, 给那小厮长多少铜板, 猛然听到这话, 白净的脸瞬间红了, 他想到前阵子夫人住在云家时, 他留在夫人身边伺候, 那男人天天来找他, 不是送胭脂, 就是送簪子, 胭脂和簪子, 他自己也买得起, 让他心动的, 还是那天在湖边, 他将披风披在了他肩头, 可若是成婚了, 便不能再留在夫人身边伺候, 二者选其一的话, 他宁愿不嫁, 若你和于柯成婚了, 就替我打理温泉庄子, 云出哪能看不出他的纠结, 开口道, 我和平溪王共同经营, 我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住在庄子里, 听霜, 你是最适合的人选, 听霜的眼睛顿时亮起来, 成婚了之后, 虽然不能再留在夫人身边, 但他成了妇人, 就可以管理外面的事了, 应该能帮到夫人更多, 原来, 鱼与熊掌, 可以兼得, 他有些脸红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 云出去云家, 将听霜的婚室定了下来, 于柯的娘是临世身边的新妇妈妈, 于柯的爹是云府外院的大管事, 二人都是云家的家生子, 一辈子为云家办事, 于是求了个恩典, 早早去了于柯的奴籍, 在城外的军营历练, 这亲事就定在半个月后吧, 是个黄道吉日, 于妈妈笑咪咪地说道, 我们于家在城外这个小院子, 够他们两口子住, 生了孩子也能住得开, 以后, 于柯去军营方便, 听说二位大小姐办事也方便, 普通人办婚事, 没大家族那么多繁琐的规矩流程, 只要双方说定了, 随时能过门, 将日子定下来之后, 云出心中的大石头, 悄然落地, 随即, 他前去云丝林的书房, 有两个护卫守在门口, 一个是他爹身边的副将, 另一个他也认识, 是常常跟在平溪王身边的护卫, 大小杰, 将军和平溪王正在议事, 请大小杰在偏厅坐一会, 云出点头, 进偏厅坐着喝茶, 刚坐了一下下, 书房的门就开了, 云丝林送楚义从书房里走出来, 王爷所担心的事, 确实有可能发生, 也不知道夏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热死了那么多人, 哎, 好在偶尔还能下一场暴雨, 不然庄稼也干死了, 还不知道有多少暴乱, 楚义开口, 等父皇的旨意下来了, 我再来和将军商议, 连着数月高热, 无数人热死, 城外许多百姓聚在一起闹事, 虽然杀伤力不如土匪, 但也造成了恐慌, 父皇必定会下旨, 让他前去镇压, 那些都是普通老百姓, 他没办法用剿匪的架势, 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人, 所以来找诸国大将军拿个主意, 他正要离开, 抬头, 看到旁边的偏厅之中, 坐着一个名利的身影, 好像不需要费力, 他就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对对对, 我也有件事情找你帮忙, 云思琳拍了一下脑门, 我闺女这段时间正在学武, 我一直想给她 询摸一个衬手的兵器, 你是皇子, 门路多, 这事交给你行不? 楚义开口, 能否问问云小姐 喜欢什么样的兵器? 云小姐三的字, 比谢夫人顺口多了, 云思琳是个大老粗, 丝毫不觉得这个称呼 有什么不对劲, 冲云初的方向招了招手, 初二, 过来, 云初放下茶盏, 从天厅走出来, 走下台阶, 走过来, 见过王爷, 云思琳大大咧咧地道, 初二, 我托王爷为你寻一件兵器, 你喜欢什么样的, 只管告诉王爷, 云初都不知道, 说什么是好了, 他刚因为生意上的事, 掏扰了平溪王, 他爹又让堂堂王爷, 去做寻兵器这样的小事, 还是不麻烦王爷了, 他拒绝道, 我一个初学者, 什么好兵器, 给我都是浪费, 楚一开口, 五年前, 我随云将军前去西江, 也是云将军为我寻了方天己, 如今, 我为云将军之女寻兵器, 算是还了这恩情, 生怕云初再拒绝, 他拱拱手, 告辞离开了, 爹, 你怎么能让王爷做这样的事, 云初福娥, 你女儿多大本事, 你不知道吗, 要那么好的兵器干什么, 云思琳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你本事太差了, 所以需要厉害的兵器护身, 我和平西王有过命的交情, 你就别有心理负担了, 既然这么说了, 云初便将这件事扔到一旁了, 他跟着云思琳走进书房, 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 递过去, 云思琳将折起来的纸打开, 看了一眼, 面色顿时变了, 初儿, 这都是你梦中会发生的事吗, 云初点头, 云思琳满脸都是震惊, 这张纸上, 全是云家的事, 除了具体时间有些模糊, 每件事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十分清楚, 一般来说, 人的梦都是模糊的, 大多数人做了梦, 起床就忘了, 就算记得, 也不会记得如此清晰, 本来他不信女儿的梦, 可这张纸上的东西, 实在是太真实了, 这时, 书房外一个小厮的声音传进来, 将军, 祖老门来了, 说有要事商议, 云思琳将纸折起来, 走, 初儿, 一起去听听什么事, 在他心目中, 女儿还是云家的一员, 祖老来了, 自然要去见一见那些长辈, 云初跟着走到大厅, 还没进去, 就听到了哭声, 一个庞之的妇人, 抓着他娘临时的手, 正在哭, 气儿他太苦了, 嫁过去半年, 几乎天天挨打, 他一条腿都被打折了, 要是让他继续留在方家, 命都没了呀, 云初和云思琳对视了一眼, 他那张纸上写的第一件事, 就是云家庞之之女云亲要和离, 云思琳一颗心震惊到了极点, 云家庞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刚刚好是这个人, 刚刚好要和离, 也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一切全都能对上, 那就说明, 初二的梦是真的, 梦中的一切都会发生, 夫人, 我想请夫人出面, 为妻而和离, 脱离方家, 那夫人这句话刚说出口, 边上坐着的一群祖老, 立即出言反对, 云家在京城一两百年, 还从未出过和离之事, 一女和离, 所有云家女婚事都会受到影响, 如今将军回京, 皇上亲自迎接, 各公皇子哪个不给将军几分面子, 这方家应该也会有所收敛, 不然这样吧, 我们几个祖老和夫人一起, 去一趟方家, 给方家施压, 想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也认为该如此, 就该如此, 祖老们一致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祖老, 只有一位男人, 其他皆是老夫人, 因为云家男丁都死得早一些, 云司林大步走进去, 厅内顿时安静下来, 临时开口道, 将军方才应该也听见了, 方家人竟敢虐待我云家的出嫁女, 我打算现在就和祖老们去一趟方家, 你认为如何? 云司林哼了一声, 初二在纸上写得很清楚, 云家给方家施压之后, 方家确实是消停了一阵子, 但等他离京后, 方家的胆子再度肥了起来, 竟然把云庆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 但出于种种原因, 还是没能合理, 最后是他找了个油头, 把方家内丝发落到西江办事去了, 一辈子都没能再毁京, 舍了一条腿还不够, 还要陪上一只眼睛, 没有这样的道理。